我疯了 不 是这个世界疯了 为什么让我活在精神病院和修仙界这两个对立的世界 刚在病房中吃着母亲做的饭菜祈求早日住院 下一秒就发现自己在看事 我在修仙界挥着武器自保 在另一个世界的我就会突然六亲不认无差别攻击 母亲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再打人了 家里为了治病房子早就卖了 已经没钱陪人了 可是 妈 我分不清 我是真的分不清啊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修仙世界的物品是可以带到现实世界的 我知道改善父母生活条件的机会来了 我呼叫护士把我绑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眼之时 就回到了残疾人师兄妹身旁 我第一次认真地审视这一切 这里虽然是幻觉 可现在这里就是一座宝库 我或许并不是得病了 而是拥有了具现梦境的特异功能 只是那些用医检查不出来罢了 这些年真是受够了精神病这个头衔 每个人都用一样的眼神在看着我 仿佛自己在得病的那一瞬间就不再是人类 而变成了异类了 一想到自己在未来可能摆脱这头衔 我顿时激动的不能引 快干活 你们要是耽误了师父成仙 他胡活扒了你们的皮 某个极其讨厌的声音从洞口传来 我扭头一看 发现说话那人是个高龙道士 他脸上带着傲慢 仿佛跟我们这些药蚁说话都会脏了他的眼 我记得他的道号好像叫悬扬 面对我肆无忌惮的打量 悬扬明显感觉到挑衅 他一抖手中的浮沉走到我面前 李师弟你这次没有成为师父的药蚁 还真是遗憾了 我压根懒得理他的阴阳怪气 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腰间悬挂的一块圆形玉佩上 看样子是个古董应该值不少钱吧 不过很快他就是我的了 一只雪白的小手拉了拉我的麻布衣袖 李师兄快干活吧 要是没完成的话会没饭吃 我扭头一看 是之前帮助的白花病少女 我决定还是不要做的太出格 先摸清规律再做其他打算 夜晚我偷偷摸摸进了悬扬的住处 发现他并不在 就发现悬扬带着一群青年人 他们一身麻衣看见我很是惊慌 显然双方都被吓了一大条 此时的悬扬没有了白天的傲气 他神情迅速变换了几下后 走到我的面前压低声音说 走 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走 你们是想 在我逃自还没说出口 就被悬扬死捂住子 其他人迅速把我围成一团 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这里了 我们绝对不可能让你去给赖子头通通报信 对于目前生死处境我没有半点慌张 我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后 心中暗骂一句这幻觉的剧情走向真傻 直接闭上了眼睛开始深吸一口气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已经在被宽皮带束缚的病床上 围着自己那些师兄师弟已经消失了 我迫切地想看看玉佩有没有在身上 喊了半天夜班护士都没反应 就只能拼命扭动 想要通过挤压来赶至胸口到底有没有玉佩 可是身体被束缚的死死的 试了几次后就只能无奈放弃 我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 祈祷护士追完剧后大发慈悲地看一下摄像头 慢慢地我有昏睡过去 再次醒来还是刚才那个位置 但之前企图逃跑的家伙一个都不见了 我重新回到自己住的大通谱 躺在甘草堆中耐心地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一想到玉佩的价值我现在兴奋地根本睡不着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道童跑了进来 说是师父要所有人到回安殿集合 到回安殿这个最大的溶洞后 所有弟子脸上都疑惑满满 我发现除了悬崖外 还少了赖子头师父的几个清传弟子 这一幕让我有一种追剧的感觉 当师父丹阳子从隧道中走出时 除了我所有道童都下意识地垂下了脑袋 一声咳嗽让大家都浑身一紧 昨天晚上居然有人要逃 其中还包括本道爷的两位清传弟子 这让本道爷我很是心痛啊 说是心痛可他满脸杀气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犯错必受罚 这就是我西山东华派的规矩 都随我来 所有弟子大气不敢喘 默默地跟着丹阳子的后面向前走 穿过大大小小的溶洞后 在一间潮湿溶洞内发现昨晚逃跑的人 他们一个不辣的全被五花大绑 丹阳子也不多说 单手那番截到印象前一指 看他们脚下瞬间打开一个大洞 逃跑的这些人全部掉了下去 下一刻从洞内的惨叫声 伴随着血肉撕裂声 还有骨头断裂声不断响起 面对着恐怖的一幕 不少道童都被吓得双腿打扇 给我靠近些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丹阳子的话 让所有人的脸刷得一下白了好几个洞 所有人推散地走到洞边 洞内是一口大黑顶 顶口的边缘柱压着某些扭曲的腹路 顶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但是始终看不清楚 只能闻到刺鼻的血腥味 我感觉非常危险 准备随时退回医院 忽然一个黑色的触手从洞里钻出 裹着我身旁一味湿地猛地缩了回去 这个东西的出现令所有人的恐惧再次拔高 要不是丹阳子在旁边盯着他们 怕是早就跑了 我打量着四周无比真实的一切 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难道这可怕诡异的世界是真的 这个猜想瞬间让我的身体颤抖起来 如果这些人不是幻觉 那自己如果被那东西拽住也会死 我几乎要被这令人窒息的恐惧压垮 我用力地深吸了几口气 马上按照医生教导的方式进行自我开导 他们都是幻觉 我绝对不能迷失在幻觉中 他们都是我创造的没什么好怕 父母和女友还在等我呢 我不能辜负他们 我能战胜这一切 一定能 经过自我鸡汤后我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以后谁要是有什么不轨之心 这就是下场 丹阳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的心头顿时一紧 眼神中的恐惧更少 他背着手踩着方朵 那如鹰般的目光在所有人的脸上扫过 道爷我告诉你们 助人成仙可是大功德 要是道爷我成了仙 我自然不会忘记你们的好 但是谁要是坏了道爷的好事 哼哼 话音刚落他忽然打量起我来 我想着你就是我的幻觉我还怕你 于是两人就对视起来 当丹阳子抬起指甲缝中满是污泥的右手 溶洞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都想看看这个冒犯师傅的家伙会被如何处置 谁知丹阳子表情忽然舒缓 抬起手在我脑袋上拍了拍 那凝重的气氛瞬间消散无踪影 昨晚那些叛徒邀你一同离去 你为何不肯啊 我看你天赋不错 你不用再料房干活了 以后你就是本道爷的记名弟子了 赐你道号悬阳 我一愣自己这地位提升了 不过我马上反应过来 肯定是今天人死多了人手不够 我想起上一位悬阳的惨状 心中暗道或者名字可真不吉利啊 虽然我不怎么在意 但其他人可羡慕不已 成为了丹阳子的记名弟子可就不用死了 但是这在丹阳子看来还不够 大棒后面早必须多给几颗 悬阳啊赏你五枚仙丹当入教理 这可是本道爷炼制的神仙丹药 吃下去不但可以让你加十年阳寿 而且还能让你暂时获得大力神通宝命 我眉头微皱接过丹药 这东西不会是用人炼制的吧 丹阳子看见目的达成 就让所有人继续去干活了 我再也不用去撂房了 我回到了悬阳的丹间小溶洞睡觉 醒来时双手抱胸发现玉佩和丹药都被带出来了 可现在我却犯蛮了 我之前都认真的贯彻医生的医职 坚定地把妹妹的一切都当成幻觉 可这东西千真万确出现在我面前 我内心开始动摇了 另一个世界被黑顶吞噬的悬阳 被怪物卷走的湿地 最终确定了应对办法 幻觉那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完全就当真的来 如果万一是真的那自己也能安身保命 如果是假的那自己也没什么损伤 我看着丹药不敢乱来 谁知道吃了是严念异寿还是当场暴毙 至于玉佩就简单了 我叫来了我的女朋友 她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威胁我 说吧什么事情 我可是翻墙出来的要是恶作剧的话哼哼 我走到病房门口关好门拉好窗帘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玉佩塞进她的手心 紧接着把嘴巴凑到她耳边轻声嘱咐着 她的眼睛也随着我的诉说越睁越大 她眼睛红红地看着我满眼担心 我眼中带着强烈渴望地注视着她 邦邦五我说的都是真的 连我父母都不信任我 他们都认为我疯了 我能找的只有你了 全世界我只信任你我真没疯 女朋友看了我几秒后 最终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她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 似乎十分担心我的精神状态 我心情复杂着看她离去的背影 其他人这么想我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女友不一样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 我忐忑不安地在房屋内来回徘徊 期间我的眼前再次出现幻觉 但是我都以最快的速度回来了 生怕错过了女友 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的心情越发地患得患失 第四天她终于来了 她压抑自己的声音在我耳边喊道 真的那玉佩是真的 她值四十万 我没病哈哈哈哈我没病 这四十万不但可以抵消多年的治疗费 还能剩一些改善父母和女友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这才刚刚开始 我激动地搂着少女的细腰 在空中不断地转圈 看来我的治疗要缓一缓了 却可是个宝啊 我不能这么快被治好 听到这话女友紧张起来 这是两码事我不要钱 你的治疗不能停 你要停药我就再也不帮你了 我想到了很多理由反驳她 可看着她那关心担忧的双眸 心中涌出一股暖流好我答应你 看到我答应了女友马上高兴地笑了 我们两个商量了如何把玉佩变现后 发现时间不早女友就准备回家了 刚没走几步就听见熟悉的尖叫 只见一个秃顶的老头把女友扑到在地上 这一幕看到我气血上冲 我咬着牙就冲了上去 老流头 那是我女朋友你给我放开她 迎面就是一个砖头飞过来砸在我头上 在红色的视线中 我看到一双被病号服束缚的 雍种大脚从眼前走过 向着挣扎尖叫的女友走去 我脑海中咬的一声 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们 我颤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师傅给的药碗 瞬间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 昏昏沉沉的脑袋变得无比亲密 我一拳把胖子打飞 大步走到刘老头面前 一脚就蹬碎她的胸 看到捂着碎毛衣眼泪汪汪的女友 我牙齿死死地咬在一起 牙龈都咬出了血 我又把两人暴打一顿 半个小时后我被束缚在病床上 病房门打开我的主治医生走了进来 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小李亚之前不恢复的挺好的吗 这又怎么回事 我听到这话顿时一急开口解释道 医生是他们对我女朋友先动手 我这是为了保护他 才被迫出手反击他们的 医生推了推脸上的眼镜 你那叫反击吗 你这叫反杀 刘建业现在都还在ICU 你那一脚差点把他直接送走 你也是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了 动手前难道就没有考虑到 刘师傅的病情吗 想到被吓哭的女友 我非常不服气 她神经病怎么了 神经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在女友受伤害跟坐牢里面选 我宁愿选后者 主治医生被我对的说不出话来 他最终叹气了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院长已经打电话给双方家属了 这些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听到这话 微微全躯身体向着无人的另外一侧侧的 心里开始估算 那价值40万的预配够不够赔偿的 不过此时的我一点都不慌 当看到那单药真的有作用后 我忽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多了很多种新选择 医生叫我不说话继续问道 小黎你能告诉我 当时你是怎么把他们伤成那样的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你当时又陷入了什么新的应激幻觉吗 听到这话我心中一紧那个我 我是搞心里的 别想隐瞒病情 你最好想好了再回答 我很讨厌我的患者欺骗我 虽然医生的语气温和 可是我却感觉到房间内那无形的压力 随着我越来越紧张 四周的一切开始变得不稳定 医生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朦胧 没过几秒 我发现自己再次陷入幻觉 躺在了悬崖的单肩溶洞里 不管怎么样逃避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走出房间我开始盘算接下来的打算 既然单要是真的那么自己 就不能像之前那么随意了 必须好好运营这里 以求号出更多的羊毛 当看见一位同样身穿道袍的道士走过 我赶忙上去问弟子需要干什么 那位道士扭头发现说话的是 我态度不平不淡 你现在只能当刨腿 想让师父教授成仙道法 那是关门弟子才有的待遇 你还不够搁随我去单房外候着吧 我可没听说过那位神仙是用人练单的 我又问到师父真能成仙 道士回答得十分肯定能 从这位叫玄音的师兄口中 我第一次弄清了整个溶洞道馆内的人员构成 既名弟子一共五位 关门弟子一位 关主也就是丹阳子一位 除了这些人之外 剩下的人都是一些外围人员 比如做饭的火服 料房的药饮 干杂货的道同等 这些人加起来有个百八十号人 我和玄音在炼丹炉旁后了一会就接到了自己的火 就是和前一个玄阳一样去料房经典配料 当我拿着白色扶尘来到料房 所有干活的人看着我都带着我回去 那位白花少女本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畏惧地退了回去 毕竟我的身份已经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 我望着他们思绪活络了起来 双方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 自己或许可以从这方面找点好处 向他们要金银财宝 毕竟老流头需要赔偿不少钱 他们在自己身上摸索了半天 只有半两岁银子和几枚铜钱 望着这些东西我唉声叹气 这些家伙哪里还有什么钱啊 这点东西换的钱估计还没有 还不如我一保卡里的钱 就在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 那位白花少女羞涩地退下一只鞋子 从自己白皙的脚腕上 摘下了一个缠着红线的金脚环 我开心地接了过来 脚环虽然细可再这么说 也是金的应该能支不少钱 我满意地把东西塞进袖口 用手指着那白发少女说道 你们听着以后料房归她管 什么事情都听她的 看到所有人迟疑地点喉 我提着备好的丹料回到丹房 看到丹阳子只是大袖一挥 丹药就飞入了她腰间的葫芦 这一手看得我演个步 搞钱还是我格局小了 如果能把这能力带到现实去那无敌啊 我弯腰把手中的丹料放下 就准备站在一旁口观看 准备偷学个一招办事 忽然丹阳子开口 叫我去把一个叫白铃鸟的药引开过来 我的心搁登了一下 白铃鸟就是那白花病少女的名字 我顿时感到一整牙疼 说真的自己刚刚还说要罩着她呢 这马上就要回去说让她送死 这实在说不过去啊 丹阳子见我半天没反应 女气开始变得不善起来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等我再次睁眼时已经回到了洁白的病房 怎么办那边也可能是真实的 自己如果真把人带去的话 恐怕就要真的杀人了 实在有些过不了心理那一关 还没等我想好办法 主治医生也推门进来了 得这下两边都堵上了跑都没法跑了 医生带着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用手指了指我 你啊你等叹病家属离开我们丹寮 随后母亲憔悴地提着橘子走了进来 母亲冲上来就表情紧张地打量着我 听说你跟人在医院里打架了 有没有受伤啊身体痛不痛啊 我连忙安抚道 妈不疼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安抚了好一阵才总算是让母亲收住了眼泪 在这亲面前无论那边是什么麻烦 此刻都要向后放 母亲拿出袋子里的水果 这是你最喜欢的奶菩提 多吃点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医院的伙食不好吧 我坐在母亲身边吃了起来 没有没有医院的伙食还是不错的 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听到母亲的抱怨 吃着甜丝丝的陶梯 我得心静了下来 我喜欢这种感觉 自从进入医院后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体验到家人的温馨了 忽然四周又开始变色 当四周的一切重新稳定下来 我就看到自己站在料房内了 丹阳子脸色不善地站在不远处 丹阳子误会的右手一翻 一团粘稠如动的黑色东西出现在他手中 每一次的扭动都发出 丹阳子那冷冰的声音在不大的料房内响起 我仔细辨认发现这东西 好像就是黑顶里面吃人的东西 这玩意叫黑太岁 该不会他打算用这个炼丹吧 口味真重 随着丹阳子手腕轻轻一摸 那团蠕动的黑太岁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 直接砸在我的面前 看到我头皮发麻不断后退 我盯着裹上灰尘的黑太岁 错愕地抬起头来看向眼前的丹阳子 一时间没有明白对方到底什么意思 赏你的捡起来咽下去 以前你是要隐没事 现在你是本道爷的弟子了 那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他能压制你的异症 我瞬间脸色煞白 我不吃我没病 丹阳子微微一扬下巴 不吃 哼这可由不得你了长明长远 两位身背佩剑的道士急不来到我面前 一人一边抓住我的胳膊 紧接着丹阳子右手一招 地上正在蠕动的黑太岁静置飞到他手中 望着丹阳子拿着黑太岁走来 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夺起来 我本能地想逃可 身旁两位师兄牢牢锁住我的双肩 不过好在我还有最后一种办法 随着离我的急促呼吸 恐惧地我咬紧牙关用力一闭眼 把内心跟肉体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着中心一锁 小李小李你怎么了 很难受吗 女友轻柔的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天烂 我情绪激动地扑了上去 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 把她死死地搂在怀里 青色少女的脸颊上泛起一丝飞红 一边挣扎一边用蚊子般大小的声音劝说道 小李小李你快放我阿姨他们在后面看着呢 看着干净整洁的病房 窗外阳光明媚的太阳 以及自己至亲至爱的家人 我那被恐惧笼罩的心逐渐平静下来 主治医生眉头微皱地走上前来 小李啊在幻觉中看到了什么 你这情绪波动有点大呀 想到刚刚自己遭遇的一切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我有些焦急地对着主治医师说道 医生有要能暂时克制住那些幻觉吗 我真的受不了我想暂时休息休息 我直接吞下医生开的药物 只是这胶囊口感怎么黏糊糊的 吃起来很恶心 但是我还是强行忍着恶心咽了下去 医生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笑着回答 没什么 就是那边的家伙很怪异 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在说 那边是现实我们这边才是幻觉呢 哈哈 这话一出四周的空气如同冻结般安静下来 异常鲜艳的颜色变得暗淡无光 母亲主治医生还有送药的护士 在这一刻都僵在了原地 四周的突变让我的身体逐渐颤抖 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我无助地看着窗外 刚刚阳光明媚的天空已经变得漆黑一片 安全平和的环境消失了 如同食指般的恐惧笼罩着我 恐慌压倒了我所有的情绪 我凭借着本能 拉着女友向着自己母亲的怀抱里扑曲 可跟母亲一接触 她的身体如同泡沫般炸开 我身体猛的一颤猛的一回头 眼睁睁地看着女友的身体在我眼前彻底续化 自己爱人也彻底消失了 在此刻我心中在乎的所有美好都消失了 留给我的只有绝望压抑跟痛苦 医院那四周洁白墙壁 一切如同退潮般迅速退去 我重新回到了群山之中昏暗洞窟里 双眼通红额头轻轻抱起的 我想要那想要嚎叫 想要把心中的一切绝望跟苦难统统倾泻出来 可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的喉咙里已经被黑太岁堵得炎炎实实 发不出一点声音 所有的绝望跟痛苦都返回来让我自己承受 看着跪在地上颤抖干呕的弟子 双手背在身后的丹阳子一边摇头一边 向着廖房的门外走去 嘖嘖嘖变成这样还说你没医症 整个廖房里面就属你病的最重 你当本到也找药引是随便找的吗 行了医症没了 现在能好好干活了 记住了清风馆内部养闲人 每月初一来我这里了 说罢丹阳子的其他弟子也随着他离开了 整个廖房内其他药引也互相张望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过来有半炷香的时间 我嘴里的黑太岁终于滑下去 我那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在洞窟内不断回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都到这鬼地方了 这病还是不放过我 我就如同尸体一般一直躺在原地 其他药引也不敢打扰我 三更天的时候 白灵鸟小心地把一团枯草扑在我身上 紧接着他又掏出一块馒头喂我 看我没有反应他想走 犹豫了片刻还是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给我 我看见这块玉佩有些奇怪 这东西怎么在你这里 白灵鸟轻声地开口道 是李师兄你给我的呀 我说了不要看你非要塞给我 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 可这份真实中只有真实的绝望和真实的痛 如果可以选择我多么想一直陷在那美好的幻觉之中 忽然我感觉脑袋又一点异样 用手一摸发现头发被一些血痂给凝住了 自己之前受过伤 看见我摸头 白灵鸟开口解释道那是王师兄干的 王师兄是之前想被白灵鸟乱来的兔虫胖子 我继续问到他人了 被你一脚踢死了 听到这话 李火望脑海中 闪过在幻觉中被自己踢飞的老流头 他垂下头来无声地笑了笑 自己还真是有勾锋的 李火望伸手从怀里 掏出一个缠着红线的金脚环 送到白灵鸟面前 这是你的东西吧 你拿回去吧 白灵鸟看着自己的脚环 双手成长推了回来 李师兄 你之前说的没错 这东西在这里没什么用 你拿着吧 李火望双目看着这金环发了 可这东西 现在对他来说也没有一点用处 他在乎的一切都消失了 那个 李师兄 我能用这东西当报酬 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白灵鸟的话 让李火望把目光投向了他 如果你能活着从这里出去的话 可以帮我给爹娘带句话吗 他们住在梁国牛星山脚下 就跟他们说 女儿不孝 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 说伤心处 白灵鸟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李师兄 我真的不想麻烦你 可是 我真的没别的办法了 估计他们 很快就会带我去担访 我 满脸颓废麻木的李火望 听到这话 心中一鸣 吴生的眼睛 再次有了光 他看了看身上盖着的枯草 又看了看一旁的馒头 手一拉 重新把那红线金环 塞进自己怀里 我说话算话 既然之前拿了你的东西 我就帮着你 白灵鸟忧伤的眼睛 瞬间亮了起来 但是很快又暗淡下来 李师兄 这样不行的 会让你也陷入麻烦呢 你觉得我现在还怕这个吗 此刻李火望已经看开了 他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既然在乎的一切都不在了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好 李师兄威武 一个男生忽然从料房门外响起 把房间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 随着烛光把那人照亮 就看到一张嬉皮笑脸 尖嘴猴腮的脸 他的脸上黄一块白一块的 看起来患有类似白电风一样的皮肤病 这人从拿出两个杂粮馒头 讨好了放在李火望的身边 嘿嘿嘿 李师兄吃魔 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想到 李师兄还没吃饭 特意给你留了两个 您可能不认识师弟 小子我天生天养 没有大名 您叫我狗娃就行 嘿嘿嘿 就在昨天 我还孝敬给您十七文钱呢 狗娃坐立不安的搓手的样子 几乎就把鲜妹挂在脸上了 很显然 他想把李火望当靠山 不被送去当药营 聪明人哪里都有 李火望没有说什么 抓起那三个有些发硬的馒头 狼吞虎咽起来 他已经饿了一天了 因为吃得太快 有些被噎到了 狗娃马上懂事地跑出去 给李火望拿来一杯水 当在冰冷的地下水冲刷下 李火望把三个杂粮馒头 塞进了肚子里 他摇晃挣扎地站起来 在地上躺了这么久 他的腿都压骂了 白领鸟伸手想要搀扶 但是李火望却推开了他 他的目光死盯着 远处漆黑的料房出口 摇晃地走了出去 此时他的敌人 不再是自己那突变的疾病 而是变成了那个 拿人恋丹的赖子头 倒是单养子 当单养子那张丑陋恶心的大脸 出现在自己脑海中时 李火望的眼中 逐渐浮现出浓郁力气 他的牙齿 开始咬得咯吱作响 刚刚还生无可恋的他 此时充满了动力 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弄死他 第十一章玄缘 为三一圣人 乃一小太极 朴受浩劫加命 鼎音无量品包 赐福解恶 朴己存亡 道观诸天 恩谈三戒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一扬顿挫诵经声 在宽敞的溶洞内 不断回荡 包括李火望在内的 所有六位清风官弟子 都盘坐在蒲团上 跟着师傅上着早课 所有人面前都没有经书 早课的内容 李火望只能含糊地 跟着师兄们念 一边诵经 李火望一边抬头 视线凝聚在 坐在最前面的丹阳子身上 他眼中的戾气 刚浮现出来的 就迅速压制下来 对于这恶心的家伙 他现在恨不得吃他的肉 扒了他的皮 但是李火望知道 自己现在太弱小了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对方实力强大 他不能鲁莽 自己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隐忍下来 暗中寻找机会 这或许困难重重 也许还会被丹阳子发现 死得很惨 但是李火望什么都不在乎了 当看到丹阳子微微侧身 李火望的视线 迅速向上一去 越过三柱高香 探像摆放在掏空岩壁内 摆放的三尊神像 三位样貌各异的神仙 身穿黄色道袍 怀抱浮沉 眼睛不卑不喜 注视着下面渺小的凡人 他们身上 半点先锋道骨的样子都没有 反而样貌寻常 如果不是身上的道袍 看起来只是三个大号的普通人 这三位神像是谁 李火望当然不认识 但是他把这三位的长相 深深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此时宋经生开始变换 当最后一个小段 经文脱口而出后 一旁童子重重地在红骨上敲三下 早刻结束 所有弟子跟着丹阳子站了起来 同时用右手掐住左手的拇指 左手的四个指头 放在右手的指头上面 把双手举过头顶 对着神像行礼 行完了礼 丹阳子缓缓转过身来 打量着自己身后的弟子 当看到身穿道袍的李火望 表情平静地站在人群的最尾端的时候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学员 悬阳刚入本门 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你作为师兄教教他 是 师父 一位脸形圆润 表情微胖的中年人 对着丹阳子行礼 行了 过了卯时 没什么事了 都去用饭吧 丹阳子说完 双手背在身后 向着一旁的洞口走去 一位头戴混原精 表情阴郁的青年人 跟在他的身后 一同出去 那是郑坤师兄 自从郑坎郑镇师兄叛逃后 他是师父唯一的那门弟子了 以后灌内遇见了 记得尊敬点 他可不像师父那般好脾气 学员走到李火望身边 对着他解释那人的来历 李火望点了点头 多谢学员师兄解惑 那他也会师父那样的神通吗 别的不知道 但是李火望知道 丹阳子会一手欲物的能力 而且力大惊人 能举起几百斤的石瓮 这些还不是最忌讳的 最让李火望忌讳的是 溶洞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知道 无论是自己说他是个屁 还是之前 自己并没有答应 一同逃跑 如果真的想要对付他 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他是那门弟子 他跟师父学了什么我哪知道 李火望察觉到 对方这话里面的极度 一个人的力量太弱小 我要不要在清风关内 找别的朋友 李火望心中泛起一个念头 但是很快 这个念头马上熄灭了 有反抗之心的人 估计早就在上一次的时候 被黑太岁吃掉了 如今剩下来的 哪怕不是对丹阳子死心塌地 估计也是胆小懦弱之辈 走吧 我们边走边说 学员说完 转身带着李火望 向着厨房方向走去 我知道你想什么 别惦记着师父的成仙功法 要从上面轮下来 你是最后一个 你呢 就安心干你的活 师父吩咐你做什么 你就去做就是了 等暗资排备到了时候 自然就轮到了你 此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吃饭的溶洞 早到的其他师兄 已经开始喝起粥来 其中三位他认识 两位悲常见的道士 是常名常人 还有一位之前 有过一面之缘的玄英 再加上一旁的玄元 还有自己玄阳 清风关那五位寄明弟子 如今都在这里 集合了 清风关的规矩 食不言请不语 用饭过后 我再教你别的 玄元说完就坐下来一起喝粥 李火望坐下来 端起黑桃碗喝了一口 目光默默地观察着 其他师兄们行为举止 这些人长相各不相同 样貌没有太显眼的 也没有太丑陋的 可身穿道袍的 他们坐在一起 李火望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当看到玄英 按住鼻子的一侧 用力对着地面醒鼻涕 而另外两位师兄 眉头微皱的时候 李火望终于反应过来了 他们的气质不一样 这些人中 有些人舒生气多一些 而有些人 手脚关节粗大 看起来像是干粗活的 这五位弟子 都是丹阳子从哪找来的 该不会跟我一样 从药引提上来的吧 一个个空碗放下 其他师兄 没有看新来的玄阳师弟眼 大步向着门口走去 等吃完饭 玄园带着李火望 继续在清风关内介绍 从他们那里得知 五位记名弟子 分别负责道关内不同的位置 有些负责管理道童 有些负责出关采购 还有的负责饲养黑太岁的 甚至资历深的几位 还要身兼多职 本来没这么忙的 可惜之前 死了那么一批人后 他们身上的责任 就只能被迫分到 剩下弟子身上 李火望的责任 自然不必说了 料房的一切事物 都是他负责 而他们这些弟子 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协助师父成仙 就这样兜兜转转一整天 李火望终于从玄园这里 对整个道观有了详细认识 李火望把这些事情 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里不再是随时离开的幻觉了 自己能否杀死丹阳子 这些信息 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相处一天下来 玄园跟李火望的关系 稍稍有些活络 两人正在从正义殿往回走 玄阳师弟啊 其实没必要那么紧张 你的活不会那么忙的 师父也不是每天炼丹 哦 还请玄园师兄解惑 炼丹这种事情 是跟天象时辰 有着密切关系的 有些东西的丹药 必须是固定时辰 才能发挥到最大作用 就比如说吧 今日跟明日就不宜炼丹 可后日的子时 就是非常好的日子 第十二章丹方 哎呀 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 这其中的奥妙 很是繁杂 跟着师父好好看着 好好学吧 哦 原来如此 假装思索状的李火望 此时在想着别的事情 丹阳子给自己的那丹药 明显是有用的 这同样代表 这个世界的法则 跟自己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想要对付丹阳子 对于这个陌生的世界事情 他还需要了解更多 小说里的修真者 不像 哪有拿人炼丹的修真者 哪有还要奴役凡人 协助自己呈现的修真者 而且按照惯例 普通修仙们 他不是应该送一本 剑基的功法给我吗 为什么也没有 随着李火望 对这个地方越了解 就越觉得 这个道观越怪 完全没有过去他概念中 修道之人的样子 对了 玄阳师弟 师兄我教你个官 你最好在师父动嘴前 把事情都妥当的准备好了 就比如昨天的丹药吧 因为你的疫症发作 错过了时辰 你如果在后天子时之前 把药饮提前送过去 不就等于 向师父他老人家 赔礼道歉了吗 别看师父喜怒无常 但是你只要把他哄开心了 自然会有你的好处 昨天的丹药 李火望愣了一下 对啊 怎么 你忘了 昨天师父让你送什么了 拜拜零秒 李火望的瞳孔 瞬间缩到了极小 后天之前想到办法 那个白化病的姑娘 就要跟之前的所有药引一样 被捶成肉泥了 李火望不知道 怎么回得自己的住所 他躺在自己的石床上 那缠着红线的金角环 如同烧红的铁块般 按在他的胸口 催促着他 想出办法来 可是现在丹药子 跟李火望的实力 相差极大不说 整个道观内 全是他的人 之前那些死去师兄的前车之鉴 也表明 盲目逃跑是没用的 就在辗转反侧之中 一晚上就过去了 在上早课的前夕 李火望穿起衣服 向着洞外走去 他想去单房看看 去找找那边 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 举着油灯刚走出来 一张尖嘴猴腮的脸 从黑暗中冒了出来 把李火望吓了一跳 那是狗娃的脸 嘿嘿嘿 李师兄 没什么事 我就是看昨天 您一天都没来料房 实在有些担心 就过来看看您 白师妹没事吧 李火望后退一步问道 没事没事 您亲自开口说 让白师妹来代管料房 谁敢不听话 嘿嘿嘿 李师兄就是厉害 你看 自从你掌管料库后 还没带走一个人呢 听到狗娃说这话 李火望心中 感到十分的烦躁 他用油灯隔开这家伙 大步走了出去 当李火望来到炼丹房 发现一些起得早的童子 已经开始拿着麻布 清洗丹炉跟地板了 一位童子 更是站在石翁里 拿着猪毛刷子 用力刷着石壁上的残余肉末 作为丹阳子的弟子 他进炼丹房 自然没有人敢说什么 李火望装作随意地走动 视线开始向着四周仔细观察 整个炼丹房十分的简约 除了占了三分之一空间的 巨大黑色丹炉外 就只剩下一个丹阳子 用来砸人的石蚊跟石蚌了 别说炼丹的书籍了 连墙上的字画都没有一张 而且 整个房间非常的空旷 任何掩体都没有 你在看什么 一道熟悉但又毛骨悚然的声音 忽然在他身后响起 李火望回头一看来人 连忙双手行礼 师父 我问你在看什么 李火望心中迅速思索了一秒 马上想到了一个由头 弟子看师父练丹之道如此厉害 所以心生仰慕 就想着 弟子什么时候也能到那种地步 丹阳子对李火望的态度转变 很是满意 看来这小家伙 彻底想通了 他双手背在身后 围绕着黑色练丹炉转着 有上镜心是好事 但不是道爷不教你 而是外丹之道 可没那么简单的 寻常丹药还好说 可如果你想以丹道成仙 必须外丹内丹一起练 本道爷练到现在即将大成 可是 花了好一番功夫 丹阳子的脸上 露出一丝得意跟兴奋 仿佛在畅想成仙后的 自己过上神仙日子 师父 马上要成仙了吗 李火望这话一出 丹阳子脸上的表情收了回来 成仙之事没那么简单 路途漫长 但是本道爷肯定能成仙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 丹阳子的神情 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因为成仙的办法 是老君爷天书上写的 而且还是老君爷 亲自送到我手上的 试问 全天下还有谁能成仙 他说 我能成仙 我肯定能成仙 老君爷 这是哪位 那三位神像中的一位 李火望有点听不懂 这类似神话的描述 虽然半点没听懂 但是李火望还是奉承地说道 师父所言极是 您定能成仙 与天地同寿 丹阳子很明显 非常乐意听这话 丑陋的脸上笑开了花 好好好 既然你想学炼丹 那我就先教你一个简单的 润血丹丹方吧 你记下来 赤丹十二两 相父子半斤 养起时二两四前 虽然莫名其妙 有了意外收获 但李火望当然不会说不要 连忙想要笔墨记录下来 可是左右张望 整个丹方内 什么笔墨都没有 情急之下 他从丹炉下 找了一块探杂 干脆在自己 道袍下摆上记录下来 丑十三刻起炉 正当沐浴 以目计照 以息吹嘘 以神熏征 以闻火慢慢养之 华十四刻开炉 这个丹方拿去慢慢练 道爷先看看 你的天赋如何 李火望扔掉手中的探杂 双手捧着 送到丹阳子的面前 师父 您看弟子记得可有一漏 可看到那写满探字的下摆 呈现在自己面前时 刚刚还没开眼笑的丹阳子脸上 瞬间晴转多云 右脚一抬 直接把李火望踹飞了出去 撞在丹炉上嗡的一响后 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丹阳子铁青着脸 骂骂咧咧地背着手 直接离开了 就这么 把李火望晾在原地 当心中情绪化的怒意逐渐散去 李火望感觉到这件事情非常蹊跷 自己并没有做什么 他为什么忽然这种态度 李火望低头 看着手中的丹方思索起来 自己的字虽然难看 可这明显 还是能辨认得出来啊 忽然李火望想到了什么 他张望着 四周没有任何字画摆设的炼丹坊 紧接着 又想起上早课时 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经书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 在李火望脑海中蹦出 难道说 这赖子头是个文盲 他不识字 第十三章炼丹 李火望小心翼翼地 看着眼前的小丹炉 旁边还树立着 用来计时的三炷香 在这种没有闹钟的环境下 李火望只能靠这种 简陋办法来计算时间 当最后那一炷香彻底燃尽 他马上熄灭炉火 打开了丹门 一股混杂着奇特草药香气的味道 从里面飘了出来 李火望心中一喜 炼成了 炼好的丹料 在一个螺筛内不断晃动 当无用成灰的丹渣 全部筛去后 最终 盒子里就剩下一些 大大小小的黑色丹药 这些丹药 就是丹阳子口中的润血丹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丹药 用处是止血 一次吃下去 不能超过一两 否则全身血液 会有完全凝固的危险 听起来很鸡肋 用来骇人 说不定比炙人好用 可因为这丹药是最简单的 丹阳子才会给李火望练手用 仔细数了数 最终 李火望获得了13颗大润血丹 26颗小润血丹 李火望的收获 丹药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难 除了时间上的区别 甚至生长朝向不同的草药 都要仔细分辨 只要其中错一步 丹药的药效跟承丹律 就会天差地别 旁边的一堆焦黑的废料 就是证明 李火望拿出一个小竹筒 把这些丹药都收了进去 紧接着深吸一口气 穿上一旁的道袍 向着门外走去 时间差不多了 此时快到了 当李火望伸手推开料房的门时 正在劳作的所有人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惊恐地看着他 现在的他 在其他人的眼中 就是活脱脱的阎望 李火望表情复杂地看着他们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从他们面前走过 最终来到了白领药的面前 少女的白发 跟随着他的身体 一同颤抖着 他想要强忍着不哭 可是最终还是没忍住 泪水从他那白化病 特有的淡粉色 瞳孔边流下 表情凝重的李火望 伸手拉住他的手 离开料房 向着炼丹房走去 湿答答地溶洞隧道内 白领药向着李火望 哽咽地交代一言 李火望沉默地听着 什么话都没有说 当他特意来到自己住处门外时 身体一转 拉着他进了屋内 脱裤子 白领药的眼睛大睁僵在原地 似乎被对方的举动吓住了 此时前三刻 李火望带着白领药 来到了丹药房 而此时的丹阳子也才刚到 当他看到李火望 不用自己吩咐 就提前带药引过来 丹阳子的脸上 露出一丝满意 他看着这位最小的弟子 稍微顺眼了一些 好徒儿 过来吧 随着丹阳子随手一照 白领药直接飞了过去 被他掐住脖子 扔进了那一个人的石翁 看到这一幕的李火望 心扑通扑通直跳 双手握紧 眼看着那几百斤重的导药石磅 就要向着下面砸去的时候 丹阳子却忽然停了下来 唉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落红呢 这一下药性全变了 丹阳子眉头微皱地 看看白领药 那渗出血的裤子说道 看到这一幕的李火望 顿时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当李火望了解 这个世界的炼丹 是怎么回事后 他找到了破局的办法 既然别的金石草木的药性 如此多变 那么人药引同样会有变化 而且在他的印象 在道家女人的落红 是某种误会的东西 让白领药假装来月经了 是他的应对手段 而且 这种事情 为了避免对方怀疑 不能别人说 必须让丹阳子 他自己发现才行 现在看来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白领药的命就下了 丹阳子宽大的道袍一挥 石翁内的白领药 直接飞了出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一摔很重 白领药半天才捂着膝盖爬起来 可李火望却不能帮忙 他只只能在一旁冷漠地看着 悬扬 把这礼料引带回去 听到丹阳子说这话 李火望这才彻底放心 恭恭敬敬地 对着丹阳子行礼 遵命 师父 当白领药走到自己身边时 李火望这才发现 对方的头似乎被磕破了 鲜红的血液 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 即便如此 白领药依然对李火望 投来感激之情 在死亡面前 受这点小罪 已经不算什么了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蒙混过一关了 下次估计轮到白领药 估计要很久 李火望带着白领药 向着门外走去 可就在他们即将走出 那巨大丹炉黑影的时候 丹阳子一道轻飘飘的话 从后面响起 玄阳啊 既然这个药影不行 你再去带一个过来吧 我记得 这种白药影还有一个 速去速回 别误了时辰 这话让李火望的身体 轻微地颤了一下 紧接着 他转身尊敬地对着丹阳子 再次行礼 是 师父 李火望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到了料房的 他只能麻木地走到 另外一位白话病男人面前 伸手拉着他向外走 对方在绝望地哭喊着 跪在地上 向自己不断磕头饶命 但是李火望此时 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亲手送着人去练丹房 他的哭喊声 在丹阳子的导药棒下 戛然而止 描描白烟 带着浓郁的香味 升腾到丹药房 把上面的中乳石 挂上了一层厚厚的人油 颤抖的李火望 转身刚要走 就被丹阳子喊住了 你不是向往炼丹知道吗 过来 仔细瞧瞧 这么复杂稀有的丹药炼制 别的地方可不到 李火望走了过去 仔仔细细地看着观察着 聆听着丹阳子说着 什么时候放什么料 什么时候 又加多大的火 如同一位好学的孩子 观察整场炼丹过程 当丹炉下的火焰熄灭了 炼丹炉打开 七颗早已成体的黑色丹药 就这么排着队 来到了丹阳子的面前 不错 不错 你很有天赋 其他徒儿 根本没你这么好学 来 师父赏你的 丹阳子从自己掌心拿出一粒来 放在李火望的面前 谢师父赐药 李火望慎重地 对着丹阳子行了一个大礼 双手颤抖 捧着那颗丹药 放进自己嘴里咽了下去 第十四章帮手 刚吃下去这颗丹药 李火望就感觉到 丹田如同有着一团火暖轰轰的 并且 这团火 有越烧越旺的趋势 烧得它都顾不上 内心涌出的恶心跟反胃 炫痒啊 回去歇着吧 这药效很烈 想要完全吸收 要一阵子功夫呢 是 师父 跌跌撞撞 回到自己住处的李火望 扶着门框大口的干呕起来 然而 他却只能呕出一些清水 整个丹药 早就已经完全吸收了 已经顺着脉络到了四肢 现在的他 就像大夏天 穿了一件大棉袄 浑身上下 都仿佛煮熟了一样 热量也让他的脑海 昏昏沉沉的 李火望躺在床上 看着上方不断旋转的屋顶 想到刚刚发生的一切 想起料房内 所有人的恐惧绝望的目光 自己成为了单养子 那令人作呕的帮凶 把对方对自己做的事情 强压在别人身上 对方或许不识字 但是对方却并不愚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自己做什么 都是虚的 我一定要弄死他 必须想办法弄死他 李火望在心中疯狂咆哮着 他的右手 不自觉地抓住了石床的边缘 随着最后一句话 在心中喊出 他的手背上 轻筋暴击 咔嚓一声 坚硬的石床 被他生生掰下来一块 这一变化 让李火望始料未及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自己中抓住了石块 马上反应过来 这是单药的作用 不只是力量 其他方面 也变得不一样了 李火望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 都能看得更远一点 那颗丹药 让李火望 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可以想到这种能力 是怎么换来的之后 李火望心中再次犯恶心 李师兄 你没事吧 白灵苗小心翼翼地 从门口探出头来 李火望抬起头来 表情复杂地看着他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灵苗上前一步说道 李师兄 其实你不用自责 我们都知道你身不由己的 如果 我是说 师父如果再让我去的话 你就别换别人了 反正 大家的下场都一样 李火望不想跟他聊这个 看着他流血的额头 掏出之前炼制的丹药递过去 吃吧 能止血 白灵苗看到李火望手中的丹药 却恐惧地用力摇了摇头 我不吃丹药 绝对不吃丹药 李火望干笑的几下 把那丹药 随手扔在地上 是啊 是要三分毒 吃了确实不好 白灵苗咬了咬嘴唇 思索一会后 对着李火望问道 李师兄 你是想对付师父吗 李火望脸色一变 紧张地看向门口 连忙冲过去关好门 没事的 师父现在听不见我们 师父是靠有老爷来盯烧的 每次赶大吉的日头 有老爷都要回去赶吉 有老爷是什么 李火望疑惑地问道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有老爷就是有老爷啊 他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听我爷说过 只有有道行的高人 能吊领他们 哦 李火望心中一动 把这个点记在心里 这个信息对自己非常关键 赶大吉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听到这话 白灵苗疑惑地看着他 初一时无感大吉啊 李师兄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你爹娘没有带你去赶吉吗 李火望摇了摇头 他脑海中 那些不知是真实 还是虚幻的记忆 证明他之前只生活在城市里 从来没有参与过 赶吉这种乡下物质交流大会 李师兄 聊回正式吧 你真的是想对付师父吗 李火望表情一宁 当然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白灵苗深吸一口气 用力点了点头 那师兄 我算我一个吧 这种事情 我也想帮忙 李火望看向眼前的少女 还有他坚定的目光 白灵苗或许并没有 他想象的那么柔弱 好 算你一个 李火望答应下来 自己现在确实需要帮手好 仔细思索了一会后 李火望表情凝重 对着他说道 我们两个人不够 你先去廖房看着 找找有没有其他人心怀不满的 别的人或许不敢反抗单样子 可是廖房里的药影注定要死了 其中肯定有不甘心的 这是根本性矛盾 这些人中 肯定有自己争取的对象 嗯 白灵苗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李火望坐了一会后 拿起绑在自己腰间的 那块圆形玉佩 他想起了那位逃跑失败的师兄 悬崖啊 悬崖 当初你们这么一批人 也是这样聚集起来的吗 但愿我不会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吧 随后一段时间内 李火望开始全身心的 融入整个清风观 把料房被人整理得井井有条 无论是人还是物 面对如此上道的弟子 丹阳子自然要有所赏赐 各种基本的丹药 都告诉了他 仿佛真的把他当弟子来培养 这些寻常的丹药 效果不怎么样 最多让李火望 治疗点小伤寒跟外伤 而且李火望不知道是丹阳子丹药这样 还是这个世界的丹药都这样 丹药这种东西 都有度的 吃多了 治病就会变成害人 而且还有忌讳 不能混着吃 混着吃也容易吃出事来 与其说 李火望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别角医生 倒不如 说他现在是一位合格的下毒人 丹药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 李火望在这接触中 跟丹药子的关系逐渐升温 对方甚至有时候炼丹 还会让李火望在一旁打下手 当丹药子 再次把一位道童 设为弟子 李火望不再是最小的那位 已经彻底融入清风关当中去了 通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李火望确定了自己猜想 丹药子确实不认识字 并且还非常非常排斥别人认字 他不允许自己的徒弟 在任何事情上超过自己 因此 他找到徒弟基本上都不认识字 这让李火望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他还记得当初丹药子 跟自己说过的话 因为呈现的办法 是老君爷天书上写的 而且 天书还是老君爷亲自送到我手上的 试问 全天下还有谁能呈现 他说 我能呈现 我肯定能呈现 既然他口中的老君爷 给了他一本天书 其他徒弟都不认识字 他自己也不认识字 那到底是谁读给他听的呢 第十五章正坤 我家在下凉东城门保路方念二 你告诉我媳妇 床下面第三个烟菜摊子的家层里 有两条小金鱼 省着点用 应该都用到把成年 一位满脸长满豆子的中年人 强忍着恐惧 低声地对着李火旺 交代着遗言 这是今天送去丹房的药义 对此 李火旺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把这些遗言记在心里 看着颤抖不已的他 走进了炼丹房 李火旺转身离开了 表情有些烦躁 想回走 这已经是第八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料房里的人数 在不断减少 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 自己似乎已经习惯了 把人送进死亡的负罪感 正在不断地减弱 自己正在被丹阳子 这种令人作呕的家伙童话 他不想这样 李火旺迫切 想要摆脱现在这种 异常折磨人的处境 他在寻找解决方法 可是这并不好找 单凭借着自己 跟料房的一些残疾人 想要对付高深莫测的丹阳子 几乎毫不可能 他现在唯一知道 丹阳子控制的有老爷 初一十五不存在 无法盯着他们 另外就是 丹阳子不认识字 清风关内有一个存在 在帮他看天书 我去丹阳子的住处 找到那位存在 把他弄死 全洞内他的弟子中 只有我认字 他肯定只能让我 帮他翻译天书 到那时候 我想要弄死丹阳子 岂不是手到擎来 这个念头 刚从脑海中蹦出来没一回 李火旺就否决了 他虽然知道 丹阳住的溶洞在哪 可第一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陷阱 第二不知道 替丹阳子看天书的存在 实力强不强 自己就这么 茫茫撞撞的进去 怕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往他的丹料理下毒 不行 我的炼丹技术 都是他教的 这么搬门弄斧 更是找死 李火一边走着 一边向回走去 脑海中不断思考着 有什么新办法 来对付丹阳子 就在这时 对面走来一位身穿道袍 头戴方式精的表情 阴郁的青年 李火旺认识他 他是丹阳子的内门弟子 郑坤 对于他李火旺了解的并不多 除了平时吃饭的时候 偶尔遇上 平时根本看不到 郑坤的影子 而且他还跟李火旺 这些记名弟子不同 不用费心思 来料理清风观 上上下下的事物 至于他平时在弄什么 李火旺并不知道 两人一左一右一交错 随着郑坤肩膀轻轻一靠 李火旺直接撞在了他的身体 碰到他身上的瞬间 李火旺仿佛感觉到 自己顶到了一块生铁 郑坤站定 侧过身来 皮笑若不笑地看着他 玄阳 你最近在灌内很跳脱 师父他老人家 被你哄得很开心啊 李火旺眉头微皱 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转身就要离开 可他还没走两步 就感到身后猛地传来一股距离 把他直接推了出去 李火旺踉跄的几步 稳定了好一会 总算是没有摔成狗吃屎 怎么 玄阳失地 本师兄说话都不好使了是吗 双手抱胸的郑坤 一步一步上前 走到李火旺的面前问道 郑坤师兄 我还需要去帮师父 整理好单料呢 李火旺表情平静地说道 少他妈拿师父来压我 当年我陪着师父被人追杀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告诉你 玄阳 平时老是干好你的活就好 其他事情最好就闭嘴 别那么没眼力尽 郑坤的语气再次严厉一分 李火旺并没有感到生气 而是愣愣地看着眼前的郑坤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对方确实如玄阳口中所说的一样 脾气很差 不过岂不是说 这家伙比较冲动 怎么 哑巴了 说话呀 刚刚一直表情木讷的李火旺 开始生动起来 他的语气中 开始带上了一丝讥讽 师父气重 我是师父的打算 哪怕就是师父 把成仙的办法告诉我 那也是他的事情 郑坤师兄 恐怕是管不了吧 郑坤愣了一下 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对方居然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当他回过神之后 表情正宁的双指 一并单手成绝 如同一把小凿子般 隔着道袍 直接捅在李火旺的左肋上 就凭你也配 成仙功法师父都没告诉我 他会告诉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要渣 剧烈的疼痛 差点让李火旺疼晕过去 可是他脸上却笑了起来 他猜对了 师父没告诉你 兴许是你的无信低呢 郑坤师兄 修仙这种事情 是看天赋的 既然你的天赋不行 那就别让师父 在你身体上浪费时间 这话仿佛触碰到了郑坤逆 他的双指再次拔出 对着李火旺的身体 再次连捅三下 你这个要渣 你找死 聚疼之下 李火旺的笑声却越来越大 来啊 会有什么反应 看着眼前的李火旺的笑声 从大笑变成了狂笑 郑坤右脚一踢一蹬 直接把他踹到墙上 哼 不知死活的颠子 李火旺躺在地上 半天没缓过进来 过来一盏茶的功夫 旁边一双宽大的手伸过来 把他搀扶起来 唉 玄阳师弟 你这么不听劝呢 我不是说了 让你对郑坤尊敬点吗 你怎么还招惹他呢 说话的人 是老好人悬远 因为他随和的性格 是清风关内 唯一跟李火旺说的上话的人 李火旺捂着自己的腋下 忍着疼痛说道 怎么 他还能杀了我不成 师父的有老爷 可在旁边看着呢 道观里的弟子在死 可就维持不下去了 什么有老爷 学员表情有些诧异 他不知道 李火旺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其他人不知道 师父监控整个清风关的办法 联想到之前死去的那些人中 有两位内门弟子 李火旺发现 这些人说不定还真不知道 没什么 我就是说 他不敢动手 话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内门弟子 你是挂名弟子 虽然不敢直接打杀你 可他想给你穿小鞋 那简直易如反掌 我娇小 天生就适合穿小鞋 跟学员说话间 李火旺的眼神 却露出一声笑意 刚刚正坤透露一个信息 哪怕作为内门弟子的他 依然没有资格学习成仙功法 单养子这家伙 谁也不信任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看到了对方的眼神 刚刚对视的时候 当自己说出自己学了成仙功法时 就明确感觉到 他眼中的强烈不甘心 单养子教育出来的弟子 不可能忠心耿耿到哪里去 这或许是一个利用点 他想试试 第十六章脑袋 被正坤这么一弄 李火旺的肋骨 被戳断了两根 身体也留下好几个无情的凹坑 好在这不算什么 凭借着丹药 他勉强能治疗这点小伤 相比伤势 他更在乎自己的布局 刚好是初一的时候 李火旺借着跟他的再次冲突 把从百里鸟那里知道的 有老爷的情报 无意地告诉了他 当看到他的神情微变之后 李火旺顿时心中一喜 其实他也不知道 对方得到这信息会怎么做 他只是想试试罢了 反正没事干 有早没早打三竿子再说 现在看来自己成功了 对方肯定有自己的私心 溶洞内的日子里 没日没夜 英力初一很快就到了 这一天是丹阳子炼丹药的最佳时辰 他要在炼丹房待上一上午 而且刚好也是有老爷不在的时候 整个清风关虽然不大 但是也不小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李火旺早就摸清了 郑坤的行动轨迹 然而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安安静静地待在正义店内 双腿盘坐 难道我猜错了 这家伙并没有这么贪婪 李火旺躺在自己的床上 思考着哪里出了差错 当15天过去 来到了2月初一 郑坤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李火旺以为自己算错了的时候 2月15的那天 郑坤常去的正义店没有人 他最终还是安耐不住 就在看到丹阳子开炉的时候 李火旺按照原定计划 急匆匆向着丹阳子的住处靠近 就在快要抵达洞口的时间 李火旺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看到郑坤就在远处守着 他没有进去 看着他站在门口小心地观察着 李火旺马上知道了 有人替他了 他在望风 这家伙 疑心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重 过了有半个时辰左右 李火旺看到玄鹰偷偷摸摸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郑坤看了他一眼 掏出黑色符露贴在两人的膝盖上 如同一阵风般 迅速消失了 门仅仅只是虚掩着 仿佛就是一个诱惑人进去的陷阱 看到对方已经替自己当了探路人 李火旺知道 哪怕房间里有准备了 估计也被郑坤给解除掉了 他缓缓靠了过去 这是自己的机会 丹阳子的住处十分宽敞 但是里面很乱 也非常脏 而且屋内一股死老鼠的味道 十分的难闻 虽然环境恶劣 但是李火旺还是一眼看出来 明显最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被黑线铜钱网罩着的石板 不出意外的那石板 就是丹阳子口中的天书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隔着黑线打亮着上面的内容 郑坤肯定是偷学成仙功法 不过从现场看来 他没成功 李火旺仔细地辨认着 这天书上的内容 上面的内容十分的晦涩难懂 勉强能看得出是象形文字 但是似乎是更古老朝代的文字 虽然说 汉字的上千年演变是最小的 可他依然看得很吃力 越看李火旺 觉得越不对劲 丹阳子不说成仙的办法 是内担外担同时练吗 看起来 这家伙根本没有按照上面练啊 喜不谱因前踏婆 得如云广不谱因则 妙好申令 一切或安乐解脱 而且 这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所谓成仙功法 而是一本经书 细细 一声诡异的窃笑 让李火旺后颈发凉 他迅速转身 却发现身后并没有人 被掏出一个坑的墙壁上 只有一个小臂般粗细的青花瓷竖瓶 有些不对劲 心惊胆战的李火旺 开始原路返回 郑坤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危险清理掉 不准动哦 一声又尖锐又纤细的女声 从身后响起 李火旺缓慢地再次一回头 眼前的一幕 让他赶到后脊被发凉 刚刚得那窄小的树坪的平口处 顶着一个白森森的女童脑袋 说是女童 但是皮肤颜色又不太像活人 尤其是那左右两边的腮红 红得吓人 盯着他额头中央的那点 红到极致的小红点 李火旺越看越觉得诡异 在这一瞬间 他也明白过来 单养子是靠什么来替他看天书的了 就是自己眼前这家伙 你跟刚刚的人是一伙的 希希 你们麻烦大了 我只要摇下灵 我爹就会回来 他的冲天辫子上 就刚好用红线绑了几个铜铃档 眼看着对方说这话 李火旺顿时心急如焚 可下一秒他表情却忽然淡定了起来 你叫吧 刚好让你爹过来知道 是你骗了他 当看到那花瓶 脑袋脸上露成一丝慌张的时候 李火旺心中顿时冷笑 自己猜对了 没错 想要愚弄不认识字的赖子头 不只是他一个 这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整个清风关内各个心怀鬼胎 这也不能怪我啊 那些字写得太难看了 我根本看不懂啊 爹逼着我读给他听 我能怎么办啊 花瓶脑袋委屈的说完 就要掉眼泪 看着花瓶女孩 彻底慌了神的表情 李火旺思索片刻后 迅速有了决定 那好 我们约法三章 我现在离开这个地方 你当没看到我 我也当不知道你的事情 这样对谁都好 花瓶脑袋摇晃着 最终点了点头 那好吧 你赶紧走吧 我就当你们没来过 李火旺抬脚缓缓地向着门外挪去 既然添书是假的 那拿人恋断的单方 都是你编给他的 花瓶脑袋脸上露出憨笑 是啊 因为我只记得那些东西 我就把那些单方假装书上的写的 告诉爹了 你放心 吃不死人的 我不想爹死 我就是怕爹知道我没用了 不要我了 你看我这没手没脚的 就在花瓶脑袋说的兴起的时候 李火旺忽然右手高举 过紧玉佩对着瓶子用力一砸 圆形玉佩带着一道白影 瞬间撞在瓶子身上 裂缝出现 在瓶子脑袋的恐慌下 他直接重重地摔在地上 瓶子碎了 混杂着粪便尿液的 被黑色佛珠缠住的五脏六腑 就这么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嗚嗚爹啊 我疼 爹啊 我好疼啊 花瓶脑袋的哭声越来越虚弱 第十七章找到了 谁 是谁 一道极其暴虐的咆哮声 在整个溶洞内回荡 那是丹阳子的声音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大动肝火 之前有人逃跑的时候 丹阳子没有生气 李火旺无意间用字冒犯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生气 但是他现在生气了 整个清风关内 气氛变得极其压抑 连墙上挂着的油灯 都感觉比平时暗上许多 在丹阳子的命令下 所有人陆陆续续的 来了上早课的大殿内 空气中充满着血腥味 地上凌乱的尸体 已经证明 丹阳子把无处发泄的怒火 倾泻到了一些无辜人身上 杀人能让他的心情好受一些 但是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啪哒 一团连着脑袋血肉模糊的东西 猛地摔在所有人的面前 那是离火望之前打破的花瓶脑袋 死亡让他的腮红变得暗淡无关 那无神的眼睛中 流露出深深的害怕 这是谁干的 是谁趁着我炼丹之时 偷偷撞入我的屋子 丹阳子此时的声音低沉压抑 如同一只爆发前夕的狮子 你现在老老实实站出来 本道爷给你个痛快 你要是等会被我亲自逮到 我会让你跪着 求本道爷杀了你 整个洞内压雀无声 无论是药影还是弟子 又或者说是童子 没有一个人敢动 好 都不说是吧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问 长明长人 我之前在炼丹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 背着常见的两位弟子 马上对丹阳子行礼 禀师父 我二人按您的吩咐 把手清风关大门 一刻都没有怠慢 面无表情的丹阳子 走到他们面前 详细地端向着他们的神态 盯着两人 冷汗都要留下来后 丹阳子这才缓缓地看向一旁 玄阳 你呢 而此时站在玄阳旁边的李火旺 心中意紧 他知道 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了 连忙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坚持住 只要别让他看出破绽来 自己就赢了定了 玄阳 到你了 你今天送完药饮过来后 你去哪了 听到这话的瞬间 李火旺马上脱口而出 弟子在料房 为师父准备下次需要的丹料 是吗 丹阳子走了过来 他身上令人作呕的臭味 跟那让人窒息的微压感 让李火旺身体紧绷到了极致 他终于明白 刚刚其他师兄们 为什么会流这么多汗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在强压下 李火旺的额头的汗珠 也越来越多 忽然身体一清 就在他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 丹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们这些人 真的看到玄阳在料房 李火旺的目光头去 他看到丹阳子 已经来到了白领庙 他们这些料房面前 他这话是对那些药影说的 想好再说 谁要是能帮我找到 是谁干的 本道爷不但送他回家 而且还发盘缠 这话一出 料房剩下的十几号残疾人 顿时睁大眼睛 他们想回家 做梦都想离开这鬼地方 师父 李师兄当时确实跟我们在一起 感觉到人心有些浮动的白领庙 第一时间开口了 丹阳子深深地在他的脸上看了一眼 哦 其他人呢 此时的狗蛋 身系有些急促 表情有些挣扎 最终 他一咬牙一跺脚站了出来 那个 仙人爷爷 我说 玄阳那家伙 我今天根本就没来料房一次 那人肯定是他 这话一出 人群中吓得脸色惨白的玄阴表情 嘴角微微上扬 几乎都要笑出声来 自己的命保住了 丹阳子回头看了李火旺一样 缓缓走到狗蛋面前 右手一轮啪的一下 直接甩在他的脸上 放屁 今天早上的药饮 是玄阳亲自送过来的 他没有去料房 去拿找的药饮 你是想找死吗 狗蛋仿佛被吓坏 连忙跪在地上 鼻涕眼泪直流 不断地磕头 仙人爷爷 我错了 我是一时间 被猪油蒙了心了 我才撒谎了 丹阳子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 吓得都要尿出来的狗蛋 下一刻 忽然转身忘去了玄阴 你刚刚笑什么 玄阳被诬陷 你很欢喜吗 这话一出 顿时下的玄阴身体一抖 丹阳子身体传来的强大压力 压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随着丹阳子 缓缓向着他走去 玄阴的表情也越来越慌张 慌到旁边不知道真相的人都 看得出他明显不对劲 就在丹阳子走到他面前时 他彻底支撑不住了 直接摊在地上 黄色的尿液 从道袍下摆下 缓缓渗了出来 师父 这不是我想做的 是郑坤师兄逼着我这么做的 这话一出 旁边的郑坤表情一宁 双脚在坚硬的地面用力一蹬 如同一头猎豹般 带着残影 向着洞口方向冲去 全会是你 丹阳子冷哼一声 右手道袍一挥 伴随着零零零的清脆响起 一枚带着铜绿的铜钳 翻滚着落到地上 如同陀螺般旋转起来 眼看着郑坤即将逃出洞口之际 丹阳子那穿着布鞋的右脚 猛的一塌一塌 尘土被高高扬起 咔嚓一声 整个铜钳瞬间四分五裂 飞进而出 四分五裂的布丹丹铜钳 还有远处的郑坤 他的四肢 如同受到了五马分尸板 直接被扯断开了 没有了四肢 血流不止的郑坤 居然没有死 依然如同一条肉蛆般 向着门口蠕动 哇呀 你是跟我醉酒的 怎么偏偏是你啊 我早该想到的 我屋内静置 也有你解的来 猙獰的丹阳子的脚 踩在了郑坤的脑袋上 阻止了他的蠕动 师父 我 我错了 师父 我现在都成废人了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师父 当初那些郑德寺的和尚 追杀我们的时候 是我两个胞弟拿命 才坏了我们逃生啊 师父 丹阳子的脚 微微下移 把脸上憋得紫红的郑坤的脸 直接压在地上 让他彻底说不出话来 哇呀 你知道吗 你心里想什么 其实本道爷知道了一清二楚 你跟你那两个弟弟 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丹阳子一字一顿地说着 他的脚 也在不断地加大力度 碰 伴随着一声炸响 一滴粘稠的血液 飞溅到李火旺的脸上 第十八章 成仙功法 打破自己瓶子的人找到了 但是丹阳子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他表复杂地 看着着郑坤的残躯 狠狠地抬脚踢飞 老子几乎都把你 当半个儿子来养了 结果你却这么对老子 整个洞内鸦雀无声 只剩下丹阳子急促的呼吸声 这种情况 维持了两炷香的时间 丹阳子缓缓抬起手来 伸手一指 直接指向了人群之中的李火旺 你过来 给祖师爷磕头 李火旺微微愣了一下 最终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走了过去 跪在地上 对着墙上的那三位雕塑 进行跪拜 当一套三里九寇的流程下来 此时举着三炷香的李火旺 已经明白 对方要做什么了 以后 你就是本道爷的关门弟子了 我绝对会助你得到成仙的 跟我来 为师有件事情要你做 丹阳子小心翼翼的 把那花瓶脑袋的残骸捧在手心 跟着丹阳子身后 李火旺重新顾地重游 来到了他的住处 修修修 缠绕石板的黑线 如同长舌般迅速飞舞 钻进了丹阳子的袖口 那所谓的天书 完全呈现在他的眼前 上面写的什么 你看得懂吗 李火旺装模作样的详细 辨别了一下后 有些疑惑地问道 师父 您之前跟我说成仙之法 是内丹外丹 双修方可成仙 可是不对啊 这上面没有什么内丹啊 嗯 什么 丹阳子殷勤不定看向一旁花瓶脑袋的尸体 千真万确 李火旺斩钉截铁地说道 天知道 花瓶他之前跟李火旺瞎编了什么 自己如果接不上话 怕是要直接露线 与其那样 倒不如索性坦白 直接推倒重来 而且自己又没瞎说 这就是事实 之前丹阳子所谓的成仙功法 确实就是那花瓶脑袋瞎编的 根本就是假的 当然了 接下来自己编的 也不会是真的就是了 丹阳子殷勤不定思索起来 刚开始他还不想相信李火旺说的 可是多疑的他 后来越想 疑点就越多 难怪自己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呈现 难怪这丫头 说这天书上 写的东西会变 根本无法硬背 感情是这么一回事 卡呸 一口恶心的绿色浓潭 被丹阳子 直接吐到花瓶脑袋上 他转过身 看向李火旺 那你说 新年未来之际 配合好几种外丹 同时服用修炼 才可把天道注入凡间的那一股 来至仙界的灵气解下 吸入体内 让自己得到成仙 李火旺看着那石板 眉头紧锁的瞎编着 吃的丹药 还有好几种吗 就比如说 是一种丹方吧 需要朱砂二两四钱 白钳子一钱 披霜一两两钱 还有 有老爷 师父 这有老爷 是个什么药材 丹阳子没有回答 而是静静的看着李火旺 哇呀 那小男男能骗我 你该不会也骗我吧 李火旺回答到的斩钉截铁 师父 这可是成仙的法子 我怎么能骗你呢 我也想成仙啊 好 丹阳子重重的一拍巴掌 大笑起来 那这一次 咱们师徒一块成仙 李火旺表情愣了一下 紧接着 表情变得极度亢奋 这是真的吗 师父 这真的可以吗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丹阳子仔细的观察着他的表情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 了然的点了点头 嗯 丹药先不急 李火旺随后先编出一套 所谓内外大周天的功法 告诉了丹阳子 作为看过不少小说的现代人 想要先编出一套这么的功法 还是手道擒来的 当天 李火旺在丹阳子的房内待了很久 一直到深夜才回来 李火旺提着灯笼 在隧道中走着 高兴的计划 正在顺利地进行着 自己目的很快就能达到了 压抑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有一件好事发生了 当他来到料房时 发现剩下的人果然没睡 看到是李火旺 所有人顿时一窝蜂地涌上来 他们的眼神中带着兴奋 所有人都明白 今天发生的事情代表着什么 之前 李火旺已经特意给他们提供了消息 放心 等我好消息 你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李火旺这话一出 所有人几乎都要激动地哭出声来 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李师兄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你就是活不萨啊 其中一位手脚不变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激动地跪在地上 就要向李火旺磕头 他似乎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其他人纷纷效仿 李火旺劝了好一会后 终于让这场闹剧停止下了 今天中午 要不是靠各位 我就完了 那是不是我 还要向你们磕头啊 当他们从地上爬了起来 各个喜笑颜开 过年一样开心 李火旺看着眼前的这一张张笑脸 心中泛起一丝暖意 在这陌生的世界中 他们这些长相千奇百怪的家伙 算是自己的同伴了 李师兄 我演得不错吧 那赖子头 跟个傻子一样 被我骗得团团转 狗娃拍打着干瓶的胸膛 嬉皮笑脸的 向着李火旺邀功 确实 演得不错 要不是你那么来一下 丹阳子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就在其他人围着李火旺 七嘴八舌的问话的时候 有人却在担心着其他毒 李师兄 你没事吧 他真的没有为难你吗 白灵苗走过来 有些担忧的问道 听到这话 李火旺回想起丹阳子说 要一起成仙的话 丹阳子企图拿自己 是要这种事情 自己知道就好 没必要给他说 他现在都让我给他翻译 天书上的内容了 我能有什么事情 放心吧 我好得很 相互闲聊了一会后 李火旺表情一正 初一马上就要过了 那些有老爷 马上赶紧回来了 我们长话短说 我这里还需要你帮忙的事情 你爷爷之前还告诉你 什么故事没有 天书上的成仙丹药 他还没编全乎呢 单纯的朱砂 这种拱框石 已经无法满足他了 他要往里面放别的东西 有多邪乎 要多邪乎的那种 丹阳子的实力 他没有忘记 必须让他彻底死透 第十九章迷信 听到李火旺的话 白铃鸟睁大眼睛说道 有啊 有啊 我爷还跟我说 别往村子外面跑 村外的人坏得很 抓到小孩子 就会把人包了皮皮上狗皮 当狗来训 因为小孩聪明 所以他们就能用 这条听懂人话的狗 去接上演杂技 那小孩就惨了 因为身子 跟那狗皮粘在一起 就再也长不大了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摇头 不 我说的 不是这些老太太 吓唬小孙子的故事 我是说 类似有老爷这种 有老爷那样的 我想想 白铃鸟眉头微皱 开始思索起来 我也平时讲的故事 都很乱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 山里的长冲吃人之类的 有老爷之种 真的很少 那是谁告诉你 也有老爷故事的 白铃鸟无辜的瞪大眼睛 那当然是我爷的爷告诉他了 然后我爷再告诉我 我将来也会告诉我孙子 李火旺摇头 合着这故事 还是祖传的 看起来自己失算了 李师兄 我知道一个 一位扶墙旁听的虚弱青年 忽然开口说道 此人关节畸形 一个肩膀 高一个肩膀低 整个身体十分的拧巴 哪怕在料房内 也算得上是比较样貌出众 李师兄 我姓赵 在家行武 你叫我赵武就行了 别管谁讲都行 李火旺走到他面前说道 行 你说 赵武左右看了看 特意压低声音说道 你说的那种邪门东西 我听老一辈说过 有过一种 那玩意叫大老了 大老了 长什么样 李火旺迅速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 与之相关的图片 从字面意思上来猜 也完全没有线索 虚弥师兄 别这么大声 小点声 这东西很邪乎的 我听说啊 大老老会听到的 你要是经常说的话 他们过来找你的 哦 听到这话 李火旺来了精神 我听我表就说啊 他在所有人的眼前的样子都不一样 有些像长耳朵的精怪 有的是自己过世的老人 但是唯一相仿的是 任何人只要跟他们旁边待一会 那些人 也都会变成大佬了 李火旺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这地方还真奇怪 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有 行 还有吗 有 还有 还有公婆鱼 这东西也邪门 在赵武那里 李火旺知道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名词 而这些都是 他将要放进成仙丹药里面的材料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多谢了 这些消息 给我有帮助 单独只说剧毒的丹料 丹养子也许会发掘出来 但是加入这些 连他都无法分辨的东西 可信度就高多了 要的就是听不懂 任何东西 只要是听不懂了 那就显得高深起来了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赵石喜悦的笑了 这都是 我从我表兄那听来的 他是货脚狼 奶都去过 知道的也多 行了 马上就要到点了 我回去了 你们安静等我消息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站起来向外走去 刚走没两步 一位最起码一米九的高大身影 挡在他的面前 我我我 李火旺认识眼前这光头 料房的人都叫他傻子 斗鸡眼流口水的那种 说完全 傻子不一定准确 他只是有些口吃 加反应迟钝 加智力低下 我我我也知道 李火旺叹了一口气 伸手在他大光头上拍了拍 转身向着门口走去 问一个傻子 倒不如干脆自己瞎编 第二天一早 李火旺便被丹阳子 早早地换到住处 你说的内外大小周天功法 我练得差不多了 你把搭配功法服用的丹药 说出来吧 是 师父 李火旺走到那石板面前 再次装模作样地观察起来 嗯 大姥姥心两颗 练其精华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表情阴晴不定的丹阳子 在屋内来回徘徊 嘴里喃喃自语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吗 成仙之道 居然要用到这种阴险 师父 大姥姥是什么 你别管 继续往下说 公婆于一只 取妻塞 浸泡 披霜二两 从赵武那里知道的东西 再搭配李火旺 从现代的知识 最终混合一晚上没睡的经历 在他的口中 柔和出了一套成体系的成仙办法 李火旺说完自己编好的一切后 就看到他十分的亢奋 喃喃自语说着什么 然而 当他仔细辨别出来后 顿时感到十分的错愕 对 错了不了 披霜偏寒 必须要公婆于这种 燥热之物中和 妙啊 还有 这居然用大姥姥入丹 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 既然人能入丹 这些阴邪之物 怎么就不能入丹呢 这家伙 居然开始挠不出 丹药的药性平衡了 李火旺发现 丹阳子聪明的时候很聪明 但是愚昧的时候 是真的愚昧 他谁都不信 只信自己心中 你定出不来的一套 如果有一个词来表达的话 那就是迷信 没有神鬼的世界 迷信鬼神代表着愚昧 可有神鬼的世界迷信 依然是愚昧的 只是迷的东西不同罢了 就在这时 丹阳子右手伸进自己的袖口一提 缺了一脚的铜道灵 出现在他手中 就是那种 他在僵尸片中看到的 用来操作僵尸的铃铛 随着他开始用力晃动 刺耳的铃声瞬间响起 李火旺顿时感到头疼欲裂 他本能地捂住脑袋 咬紧牙关 这种诡异的铜铃声 不但影响到他的听力 还影响到他的眼睛 四周的一切都开始扭动变形 整个世界仿佛地震般剧烈摇晃 怎么回事啊 丹阳子 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我有什么纰漏吗 难道被他发现了 就在李火旺这么想的时候 他看到桌子的桌角 丹阳子的道袍边缘 甚至是旁边天书的一侧 整个房间内 任何看到东西的边缘夹角 如同活了一般 随着扭动缓缓在丹阳子面前凝聚 这团由物体的边角形成的东西 很难描述是什么样子 但是唯一肯定是 他能是活的 李火旺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用力地晃动脑袋 结果不晃还好 一晃之下 那东西却随着李火旺的晃动 居然变成了两个 第20章 丹阳子 当看到这两个东西 匍匐在同样在不断扭动的丹阳子面前时 李火旺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这两个东西 是来帮他找丹料的 就在他这么想时候 李火旺看到丹阳子 弯腰从地上 抓起一把泥塞进自己嘴里 就开始对着这两团东西 鸡里呱啦说了起来 声音很怪 听起来完全不像 人能发出来的声音 可那两个东西 却好像听懂了般 上下沉浮了一下后迅速散去 随着他们的离开 不断扭动天昏地黑的一切 也逐渐恢复正常 哇呀 别着急 虽然天书上的东西 很难弄到 但是却难不倒你师父 在外面 为师还是有人脉的 丹阳子得意地说道 那是 师父都是要成仙的人了 世间恐怕没有什么事情 能难得到你 不过师父 刚刚那是什么 哼哼 哇呀 你还有得学呀 这个东西 就是天书上说的 有老爷呀 过去的危机 始终让李火旺绷紧神经 一直没有时间思考一个问题 这地方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世界 什么大佬了 什么有老爷 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东西 要不是吃饭的时候 吃到过正常的猪肉跟羊头 他真的差点以为 这世上的活物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唉 这东西可是好宝贝 倒也我当初为了抢到它 可是 花了好些功夫 丹阳子重新把那同龄 放进自己的袖口 抢 当然要抢 不抢别人 会白送给你吗 哼 咱们没有别人 有怎么办 抢 这是我五岁那年 一个比我大袋要饭的 从我手里抢走送馒头后学到的 年轻的时候 我抢婆娘 抢马抢银子 后来我抢功法 抢法器 抢弟子 甚至整个清风关 都是我抢来的 你看那尼苏的祖师爷 说什么了吗 哼哼 说到这 丹阳子的脸上 露出一丝得意 哇呀 大人说话你要听 这是教你乖呢 知道吗 我这是把你当自己人 才告诉你的 但是师父 抢不过怎么办 抢不过 抢不过 你不会搭火抢 你这回认字的脑袋 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和火抢不过就下药 下药弄不过就来阴的 聊聊几句话 让李火旺知道了 眼前这位赖子头的处世风格 东一狼头西一狼头抢来的 师父 师父活得明白 哼 我不认识字怎么了 我没悟性怎么了 说我旁门左道说 我没有道心 等我成仙后 我要掀开那些家伙的眼皮 让他们看看 现在是谁没悟性 是谁没有道心 丹阳子说到这 表情咬牙切齿 丑陋的脸上满是利器 李火旺不知道 那些人是谁 但是可以肯定 双方的恩怨肯定很深 随后一段时间 李火旺几乎都跟丹阳子 吃住在一起 全身心地倒固天书上的 成仙办法 借着这段时间 李火旺也在暗中不断地完善 让整个成仙办法 显得越发的可信 李火旺说出来的东西 很快被送来了 看着那附着黑色软毛的 灰白色的年华具体 以及旁边一团 无定型的 闪着隐隐约约的 微光的黑色肿泡 李火旺除了惊叹 这些东西的恶心外 就是惊讶于丹阳子的实力了 居然都能搞到 师父 我们开炉吗 李火旺问道 不急 李过年还有一会呢 走 我们先去吃年夜饭 丹阳子的话 让李火旺有些意外 这么怎么就吃年夜饭了 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话是这么说 可看到丹阳子都起身 离开炼丹房 李火旺连忙跟了上去 来到用餐的溶洞 其他弟子都已经到了 说是其他弟子 其实也就常人常名 还有玄园三个人 一看到有些空荡荡的大圆桌 丹阳子脸上 瞬间阴沉下来 怎么没给过世的弟子摆碗筷 都摆起来 接他们回来过年 没过一会 当死去的所有弟子 都有了碗筷 整个圆形桌子 显得满满当当 重新露出满意笑容的 丹阳子点了点头 重新坐在正座上 李火旺坐在他的右侧 另外一侧是空的 那是正坤的位置 来啊 上饺子 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 被童子们抬了起来 扑鼻的香味阵阵 他们用铁勺子 小心翼翼地放进每个人的碗里 包括那些死去人的碗 过年了 多放松点 多吃点啊 话是这么说 可包括李火旺四人在内 都等他动了筷子后才动口 丹阳子拿起一双筷子 夹起一个白饺子 放进自己嘴里 眼睛微闭陶醉地嚼了起来 嗯 猪油炸韭菜馅的 香 哎 这是什么 一文钱 好兆头 好兆头 哈哈 李火旺看着眼前碗里的饺子 愣了好一会 发了狠地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丹阳子笑眯眯地 看着大口吃饺子的李火旺 你们遇上了好时候啊 吃得上这么好吃的饺子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连饺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就光听说 它有多好吃了 呵呵 后来啊 有一年过年 我闻到别人家的饭香味 闯进去一看才发现 饺子原来长这样 当时连那家人的漂亮闺女都没完 直接一刀剁了 就蹲在炕头上 稀里糊涂 把两斤饺子 吃了一个精光 当时他们家包的 也就是这猪油炸韭菜馅的 其他弟子善善地陪笑着 只有李火旺 依然在那里狼吞虎咽 丹羊子看到 眼角有泪光的李火旺 他小心地端起碗来 把自己的饺子 倒进他的碗里 唉 也是苦命家的娃啊 慢点吃 别噎着 在吞咽声跟碗筷撞击声中 只有五人的年夜饭 落下来帷幕 就在李火旺以为 要开始炼丹的时候 他看到丹羊子 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赖子头 从袖口里 掏出一打红包 给长鸣常人 还是那些死人碗筷旁边 发了过去 来来来 过年了 记得放枕头下面压着 都拿好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可从来没有长辈 给我发压碎钱 丹羊子把最后一个红包 放在正坤的碗旁 紧接着 扭头笑呵呵地 对着李火旺说道 你就不用压碎了 咱们师徒二人 一起成仙去 从此天地同寿 李火旺笑了 笑得很是开心 师父所言即是 走 回炼丹房 起炉炼丹 哇呀 你来掌火 好烈 师父 第21章得到成仙 看着眼前两个金属光泽的 拳头大的红丹 两个蠕动的 如同活物的肉丹 还有两颗腐朽 气味十分刺眼镜的黑丹 李火旺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能想到的东西 都放进去了 放了这么多料 这绝对可以吃死人 一点生机都不会留 旁边插上了一炷香 代表着今年剩余的时间 按照他瞎编的功法 必须在度年的那一刻 练才可以吸收天道降下来的灵气 李火旺双腿盘坐 先是拿起拳头大小的红丹 时刻准备着 马上就要死了 他发现自己出人意料的瓶颈 是的 他压根就没准备什么后手 李火旺明白 这些丹药 自己肯定是要吃的 自己不吃 丹羊子肯定是不会入口 别看刚刚吃年夜饭 装作一脸和蔼的样子 可是他口中所说的 一同成仙 其实就是来拿自己是要的 可是丹羊子千算万算 怎么也没算到 李火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李火旺早就对生死看淡了 自己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自己现在活着的唯一目的 就是看着丹羊子这样恶心的垃圾 一颗红色丹药 在两人的注视下 那炷箱的火点逐渐降低 就在这炷箱快要燃尽时 李火旺深吸一口 把手中的丹药 塞进自己的嘴里 整个胡伦吞了下去 而此时的丹羊子 准备吃丹药的动作 却停了下来 全神贯注地盯着李火旺的举动 此时表情有些亢奋的李火旺 却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继续把剩下两颗 也直接吞下去后 闭上眼睛 双手掐绝 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汗水从他脸旁流下 打坐的李火旺 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但是他的脸上 却逐渐露出难以抑制的狂喜 我好多前天灵气 这 这些事 原来如此 我误了 我误了 我要成仙了 丹羊子听到这话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交集 可是他依然没有马上负担 一直到 当他看李火旺的头顶 开始冒出缕缕白烟之后 这才狼吞虎咽地 把三颗丹药吞了下去 当双腿盘坐的丹羊子 闭上眼睛 开始运行大小周天的时候 李火旺却慢慢地睁开眼睛 他看着眼前的师傅 笑容比刚刚更甚了 当看到丹羊子的脑袋 也跟自己一样冒白烟 某些黑色的东西 顺着他的血管 爬满全身之后 他的盘坐的腿松开了 李火旺捂着自己 巨疼无比的肚子 疯狂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赖子头啊 赖子头 你羞不成仙了 你只能成鬼了 奈何桥上 我们一起结个吧 哈哈 丹羊子似乎已经听到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反应 双眼紧闭 咬紧牙关 盘坐在原地 疯狂地运转着内外大周天功法 你还练呢 那都是我瞎编的 都是我从仙侠小说里面抄来的 哈哈 哎呦 肚子好疼 哈哈 李火旺扑腹在地上 缓缓地爬到丹羊子的旁边 颠笑地看着对方那惨白的面孔 他颤抖地抬起右手来 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喂 你聋了吗 大爷跟你说话呢 反手又是一巴掌甩过去 丹羊子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李火旺颤抖地掏出一颗丹药 塞进自己的嘴里 随后他浑身轻筋抱起 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我说了别再练了 你没听到吗 李火旺一拳捶在丹羊子的脸上 直接把他那地包天的嘴巴 跟鼻子捶凹了进去 满口鲜血的丹羊子 对猛地睁开眼睛 恶狠狠地瞪向李火旺 道袍一挥 直接把李火旺先飞了出去 滚开 你们这些心魔 休想妨碍道也成仙 老子马上就要成神仙了 祖师爷马上就要来接我了 被先飞出去 趴在地上 李火旺没有再坐起来 就这么躺在地上看着他 口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疯了 这家伙 被自己想要成仙的执念 彻底逼疯了 哎呦 我肚子真的好痛啊 就这么样 一个盘坐着一个躺着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而李火旺的腹部的疼痛 也越来越剧烈 在本能的趋势下 他的身体攻成了虾状 死 怎么这么痛啊 这要受罪到什么时候 真后悔 刚刚没被 把刀栏抹脖子 攻成虾的李火旺疼得满地打滚 在剧烈疼痛下 李火旺的意识 逐渐陷入了模糊 迷惑之间 他再次看到了 杨娜那张脸了 杨娜 你来接我了吗 杨娜那张脸 迅速融化 又重新拼接成自己的主治医生的面孔 14号床意识模糊 初步判断食物中毒 洗你大爷都为你别忘了 你那是神经病医院啊 哪有洗胃机器 你们这些幻觉能不能逻辑自洽点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 李火旺的意识 失去了对四周的感觉 他现在感觉很舒服 因为他的肚子终于不再疼了 李火旺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向下坠 却一直触不到底 火旺 坚持住 你答应过我的 一道朦胧迫切的女生 在他耳边乍响 不知道过去多久 忽然李火旺猛地睁开了眼睛 双手撑地的他 开始大吐特吐 一团混杂着黑水的 带着些许头发的畸形血肉 混杂着饺子碎屑 以及少许的内脏碎片 被李火旺直接呕了出来 那躺在黑水中的血肉 没动几下就不动了 这忽然发生的一切 让李火旺愣在原地 自己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呢 那自己还活着 那单样子岂不是 一想到这 李火旺顿时冷汗都流下来了 他下意识地 马上扭头望去 紧接着 他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到了最大 我去 他这是成了个神 什么 他看到自己的那位便宜师傅 身体已经完全积变 丑陋的脑袋裂开 三张血肉大嘴 从里面伸了出来 嘴巴里面 还同样嵌套了三四张小嘴 满嘴恶心黄牙的他们 相互纠缠 对着屋顶打张 除了他的脑袋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被历青粘连的羽毛 如同尖刺般 硬生生地 从血肉之中钻了出来 这是个啥 三花举顶 羽化灯仙 就在这个念头 从李火旺的脑袋中 迸发出来的时候 那三张嘴张到了最大 里面同时传出 丹羊子少年 中年老年的三种声音 原来如此 倒也我误了 我误了 哈哈 碰 伴随着一声炸响 丹羊子整个畸形的身体 瞬间爆开 血肉飞溅到整个炼丹房 第二十二张出口 清风关炼丹房内 浑身被师傅血液 铺满的李火旺 愣在原地 明显没有反应过来 这三颗丹药 这么大威力的吗 自己跟丹羊子练的 到底是丹药 还是炸药啊 他趴在地上 好一会后爬起来 用手摸了一把脸 弯腰在地上挑挑剪剪 荡挑了半天 都没有挑出一块能动的肉块 甚至连丹羊子的铜铃都诈别了后 李火旺这才松了一口气 丹羊子真的是被自己彻底争死了 可是他死了 可我接下来干嘛呢 李火旺站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李火旺本以为自己 报仇血恨后会很开心 可是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 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迷茫 这些天所有的计划 都是围绕着弄死丹羊子来做的 压根就没想着自己会活下来 现在丹羊子死了 百里秒安全了 自己承诺的事情都做到了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 就在他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炼丹房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 常人跟常明 单手举起长剑 警惕地走了走了进来 左右看了看 发现没有找到丹羊子后 他们把警惕的目光 投向了血肉模糊的李火旺 带何放妖面 说 我们师父呢 师父 你脚踩的就是啊 另外 我是玄羊啊 二位师兄 这话让常人跟常明 下意识地低头抬脚 一些内脏呈现在他们面前 两人的瞳孔 瞬间缩到了极小 李火旺左右看了看 从地上捡起丹羊子的半张脸 看 他真的死了 是被我整死了 李火旺对着他们自说自话 按理来说 他这一辈子 杀人如麻 早就该死了 可是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杀他 我杀他是私人恩怨 就在李火旺 要向着眼前二人 说明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时 常明常人两人相互对望一眼后 二话不说 迅速把长剑插入剑鞘 迅速转身 向着门外冲去 喂 你们等我说完再走啊 李火旺无奈地对着他们喊道 喊了半天 没有任何反应后 苦笑的李火旺捂着 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 向着门口走去 赖子头死了 他死了 都出来吧 你们可以回家了 李火旺他手中拿着那撇下去的铜铃 用力摇晃 对着四周大声地喊着 今天是大年初一 刺耳的铃声并没有引来任何有老爷 而是引来了童子跟药蚓们 当他们看到李火旺手中那半张脸时 纷纷欣喜若狂 倒地向着四方叩拜 李火旺顺着溶洞的隧道 缓缓地走着 他要把这一消息 传递给清风官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的队伍 开始跟着他一起大喊 赖子头死了 他死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就在这时 李火旺感觉到 身旁有人伸手过来搀扶自己 他扭头一看 发现是喜极泪涕的白领庙 李火旺对着他笑了笑 举起丹阳子的那半张脸 用力地挥舞着 赖子头死了 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过年了 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嗯 李师兄 你也可以回家了 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李火旺的表情一僵 紧接着 继续用自己最大的力气 捂着手中铜铃 用尽最大的力气 大声地吼道 丹阳子死了 都会出来吧 你们可以回家了 不过并不是整个清风官内的 所有人都是这么高兴 就在李火旺 走到丹阳子住处附近的时候 却听到了远处出来金石之声 李火旺带着众人走了过去 在丹阳子那肮脏的住处 看得了玄园正在跟长明长人对峙 双方都拿出武器 气氛十分剑拔弩张 李火旺看着被黑线铜钱缠绕的所谓的天书 自然明白 他们在争抢什么 学阳师弟 快来 我们一同弄死丹阳子的这两位帮凶 我们一起分享 这成仙天书 脸上不再随和的玄园 对着李火旺劝说道 一旁的长明右脚向前一塌一滑 直接把长剑对准了门口的李火旺 不想死鬼远点 师父教你练的是单道 在这种场合 你真觉对付得了修剑道的我们二人 李火旺轻叹一口气 有些无奈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成仙天书好不好 上面只是上古经文罢了 我之前说的 都是瞎编出来骗赖子头的 你们别太信赖子头的鬼话 这家伙鬼话连骗 什么老君爷亲手送的 按他那性格 说不定就是哪里杀人越货抢来的 三位师兄 咱们走吧 长明常人 左手手指一夹 两张黑色服录 对着自己长剑一抹 整个房间内顿时阴风阵阵 悬崖师弟 既然你不想掺和进来 那就别废话了 你走吧 悬崖师弟 既然你不想掺和进来 那就别废话了 你走吧 长明常人一提长剑 异口同声的说道 感觉到白玲苗胆怯的用手指 拉着自己的道袍 李火旺向着双方拱了拱手后 带着所有人 向着清风关的洞口走去 那三位师兄 那你们继续 我们后会有期了 当李火旺贴心地把关上那一刹那 里面开始响了起来 黑暗的隧道中 一群归家的人 亢奋又激动地走着 每个人提着油灯的手 都颤抖了起来 这条隧道很陌生 很崎岖 时不时还要用绳子攀爬 李火旺的记忆中 从来没有来过 但是他却明确地知道 这就是清风关的出口 因为他看到 四周其他人的手抖得越发的厉害 走了差不多 有两炷香的时间 溶洞隧道的远处 开始有了光 当看到光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步伐 开始凌乱了起来 开始游走变成了跑 随着跑动起来 那远处的光越来越大 最终 把所有人的视野囊括进去 出洞口的那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的 都眯上了眼睛 在洞内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外面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亮了 当眼睛逐渐适应光明 清风关外的风景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远处的天罡露出雨堵白 远处的山远处的林子 一切都纯净的 让人心旷神怡 仿佛一幅淡淡的水墨化 也就在这时 大年初一的第一缕晨光 射穿薄雾 打在了所有人的脸上 离火望眯着眼睛 看着天上的日出 喃喃自语的说道 我跟赖子头 在炼丹房待了一晚上吗 射都出太阳了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啊 忽然旁边有人动了 那是一位童子 泪流满面的他 双脚连忙摆动 埋头向着 旁边一条没入林中的小路冲去 他这一跑 起到了羊群笑意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向着那边跑去 他们想要跑得远远 远离这块伤心之地 没过一会 洞门口 就只剩下料房的七八号人了 他们此时的目光 都望向了李火望 李师兄 我们也走吧 脸上流着泪痕的白领苗 此时笑得很开心 先等等 李火望说着 从口袋里 掏出一些纸条 塞到白领苗的怀里 这些都是那些死去的药影 留下的遗言跟地址 你们等出去后 顺路找个标行给他们 带过去吧 白领苗双手捧着那些纸条 愣在原地 一时间无所适从 李火望再次对着 剩下的人笑了笑 提着手中的油灯 转过身来 孤身一人 向着漆黑一片的 清风关走了进去 第二十三张家 李师兄 白领苗那带着哭腔的 声呼喊声 让黑暗中 提着灯笼李火望 转过身来 看向门外 站在阳光下的其他人 他再次向着他们挥了回首 都走吧 都回家去吧 李师兄 那你也一起来啊 路上一起走 也安全些 你这是还忘拿什么东西了吗 趴在傻子背上的赵五说道 他神情有些紧张 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一起来去哪啊 李火望转过身来 把自己的脸 重新隐藏在黑暗中 一起回家过年啊 李师兄 你家在哪啊 黑暗中的李火望 无声地笑了笑 开始提着灯笼 向着来路走去 假 我现在哪有家啊 我的家早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李火望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 此时的清风关很安静 唯一跟他陪伴的 轻快起来 他手中的油灯 有节奏的左右摇晃着 在自己歌声的陪伴下 李火望重新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关上门 把油灯放在桌子上 连脸上身上的血 都懒得擦 就这么缓缓地躺在石床上 闭上了眼睛 今天是初一 这个月我没吃那恶心的黑太岁 应该很快就能再次看到杨娜了吧 想到这 李火望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安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自己那最好的青梅竹马 带着自己 回到属于他的世界 一晚上没睡的李火望 意识开始逐渐消散 可就在他即将陷入 美好的梦境中的时候 门忽然打开了 李火望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发现门口站在狗娃照悟他们 白灵苗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 眼神躲闪一会后 最终坚定下来 李师兄 如果你回不了家 那你就来我家吧 我家很宽敞的 而且东厢房也是空的 李火望看着眼前善良的少女 微微地摇了摇头 这里也挺好的 我已经待习惯了 一个自言自语 手舞足蹈的疯子 唯有待在这里阴暗的地方 才不会吓到其他人 白灵苗嘴唇微微颤抖着 似乎对李火望的话 有些难以置信 我有过家 我也有过家人 可是啊 李火望仰头看向漆黑的屋顶 表情复杂地 开始回想着什么 狗娃思索了一会后 小声地对着其他人紧没弄眼 既然李师兄都说 要待在这里 要不我们走 你闭嘴 白灵苗一句话 让狗娃吓了一大跳 这可不像过去 唯唯懦懦的小姑娘 白灵苗迅速上去 表情十分倔强地走上前来 你这样对得起你的家人吗 如果过去的家人 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会怎么想 李火望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们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 我连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都无法确定 我也许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疯子 我什么都没有 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完全幻想出来的 李火望的表情 变得十分的痛苦 白灵苗那白皙的 近乎透明的双手伸过来 握住李火望的手 李师兄 你不是一无所有 你还有我们啊 李火望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看着她那张执拗的精致面孔 一瞬间 她发现自己对眼前这位女孩子 了解得很少很少 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忽然四周的一切都开始变换 溶洞跟医院洁白的墙壁 开始切换 白灵苗的五官开始融化 又重新凝聚成杨娜的样子 泪流满面的她 此时充满着担忧 娜娜 李火望扑过去 表情极其痛苦地死死抱着她 火望 你不能放弃你自己 你要坚持下去 无论你遭遇到了什么 都永远别趴下 随后那张脸 再次变成她母亲的脸 儿子 你不能死啊 你要是死了 我跟老头子 可怎么活啊 那张脸迅速不断地变化着 出现了李火望认识的各种人 给着她加油打气 忽然之间 四周的一切迅速定格 明亮的病房迅速暗淡下来 李火望缓缓松开自己的拥抱 发现自己搂着的是白灵苗 此时被搂住的少女 明显有些羞涩 但是她的眼神没有躲闪 李师兄 我们走吧 这地方我待着难受 紧接着 她又从腰间荷包里 掏出那些纸条 放在她的怀里 李师兄 你把这些给我没用啊 我们都不认识字的 对啊 李师兄 这事情就得你干 别人干不了 其他人也在门口纷纷打着帮枪 我认 傻子这话刚出口 就被赵武捂住了嘴巴 她凑到傻子的耳边说道 就算你认识字 这会你也要给我装作不认识 李火望默默地看着眼前的那些人写的遗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白领秒双手往前一推 把那些纸条再往前推一些 李师兄 你可是亲口答应他们 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食言啊 现实跟幻觉在他脑海中不断转换 最终 李火望伸手把那些纸张给接了过来 我们走 李火望决定了 无论自己在哪里 都要尽可能地好好活下去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那些 可能存在 又可能不存的家人们 这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舒心地笑了 他们不知道 李火望是怎么想的 但是对方 只要不继续待在这鬼地方就行 一群人拥着李火望 从昏暗的屋内走了出来 就要向着洞口走去 然而刚走没几步 李火望就喊住了他们 等等 既然决定要离开 那这地方要好好搜刮 一下才行 傻子你驮着照顾 带其他人去厨房 拿些路上吃的粮食 路上没吃的不行 紧接着 李火望自己带着白领秒 来到练丹房 去拿一些自己认识的丹药 李火望练习丹道 已经有段时间了 有了这些东西 自己也算半个医生了 路上也不知道 离他们家有多远 带着有备无患 不过他只拿了自己认识的 其他丹阳子 炼制的不认识的丹药 李火望碰都不敢碰 更别说拿了 一行人在正一店碰头后 李火望继续开口说道 先等会儿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拿 李火望说着 提着手中的灯牛 小心翼翼地 向着关押黑太岁的溶洞走去 第24章搜刮 既然已经打算出去了 李火望当然必须压制幻觉再次出现 要不然 自己始终在幻觉跟现实中穿插 干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想要压制住幻觉 丹阳子饲养的黑太岁就是关键 当一群人来到那溶洞时 就停住了 他们看到那黑太岁 居然从黑顶里面爬出来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黑太岁的真正样子 那是一大块 沾满黏液黑色的黏滑具体 身体上的覆盖物 杂看式之下像是毛发 但仔细检查后便会发现 那是一种浓密生长的暗色修长处虚 或是尚未成熟的细思 整个身体 如同一头巨大的蛆虫般 自由地扩张 收缩 臃肿的身体上 还长着一些口子 随着那一下一下的蠕动 从里面喷出令人作呕的恶丑 这一幕 把所有人都吓住了 他们手脚发软 几乎就要转身逃跑 然而李火旺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这黑太岁 小了一大圈 而且 身下还在不断渗出黑色的液体 怎么回事 难道他跟丹阳子的命是连着的 李火旺的心不断下沉 想到这 他迅速跑了出去 等他回来后 他的手中 抓着一些丹阳子的残骸 李火旺冲到黑太岁旁边 单膝跪地 吃力的那地上 这摊蠕动的烂肉 抱进怀里 把手中的残骸 向着黑太岁身体上的一些缝隙中塞去 李火旺不塞还好 一塞之下 更多的黑水 从他的身体中渗了出来 他的身体 萎缩得更小了 此时 李火旺满脸的焦急 仿佛自己怀里躺着的 不是蠕动扭曲的黑色怪物 而是自己生病的孩子 焦急的他 抓住黑太岁两侧 轻轻地晃动起来 喂喂喂 你可别吓我呀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 黑太岁没有任何反应 他身体上的任何器官 再也没有动弹的痕迹了 眼看黑太岁越来越小 李火旺顿时发痕 张开嘴巴 用力咬在黑太岁的身上 李火旺的这一顿操作属实 让白铃苗等人看懵了 他们只能站在原地 看着浑身是血的李师兄 抱着蠕动的怪物 大口撕扯着 在他们看来 相比黑太岁 此时的李火旺更像怪物 狗蛋挪到赵五旁 低声说道 要不我们分开走吧 跟他在一起 我真怕睡觉的时候 他把我给吃了 所有人看向李火旺的眼神中 开始多了一丝畏惧 浓缩后的黑太岁 肉质明显更紧致了 李火旺咀嚼起来 有种肯轮胎的感觉 但是此时 他顾不上这么多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当他哪怕吃得再多 也赶不上黑太岁 自我溶解的快 没多久 李火旺的怀里 就只剩下一层黑皮 那个 李师兄 您吃饱了吗 吃饱了 咱可以出发了吗 狗娃陪小心地问道道 李火旺惋惜 把手中的这一层 又腥又臭的皮 扔在地上 他也不知道 这次能顶多长时间 只希望在自己幻觉出来之间 找到另外一只黑太岁 又或者其他办法 我去换件衣服 剩下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了 至于什么功法秘籍之类的 就别想了 单养子压根就不认识字 李火旺把身上黏糊糊的道袍 脱了下来 换了一套全新的青色道袍后 顿时感觉到浑身清爽 换好衣服的李火旺 带着其他人 一边向着门口走去 一边向着其他人 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当明白李火旺 是想凭借着黑太岁肉 压制幻觉后 他们终于暗自 心中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嗨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还当李师兄 这是饿了呢 狗娃在一旁插壳打混 嬉笑的缓和气氛 走着走着 隧道的一旁 有了新的插道 李火旺鬼使神拆的停了下来 这条隧道的尽头 是单养子的住处 要不要进去看看 三位师兄打得怎么样了 虽然不想理会他们狗咬狗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他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的单养子 走 过去看看 李火旺带着一堆老弱病残 向着那边走去 来到门口 李火旺发现自己刚刚关上的门 并没有被人打开 这证明里面没有人出来 李火旺推开了房门 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掌 就这么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所有人的视线向上移 更加血腥的一幕 呈现在他们面前 玄元死了 而且死得很惨 身体几乎被剑劈成两半 常人也死了 是被人用剑从身后刺死的 玄元是修路 而不是修剑 这能动手的 只有他的兄弟 长明 而活到最后的长明处境 依然不好 他身体被那挂着铜钱的黑线 穿进穿出后 把他整个缝在了墙上 看起来 他似乎是触发了 单阳子的后手 长明没有死 他那充满欲望的双目 依然死死地盯着 那所谓的成仙天书 嗨嗨可 看到李火旺走了进来 墙上的长明 似乎想说点什么 可是没落他脖子的铜钱 已经完全切断了他的气管 让他什么话都说不到来 李火旺走到他身边 对着他笑了笑 弯腰把他的剑拿了起来 这是一把长一米二的长剑 在灯油的照射下去 刀刃反着寒光 看起来非常的锋利 单手吃力的挥舞了几下后 李火旺对着长明说道 好剑 师兄看起来 应该暂时用不上这把剑了 那师弟就先用着了 虽然师弟虽然不是剑修 但出门在外 手里有个铁器 总比赤手空拳要好 师兄你说是吧 长明企图用眼神示意什么 但是很显然 李火旺根本理解不了 李火旺从死去的常人身上 拿来剑翘 把长剑插入进去 直接背在背上 随后 就是最重要的重头戏了 天书 李火旺转身向着此时 没有了任何保护的天书走去 也就在这时 长明忽然剧烈地挣扎起来 随着他的挣扎 那些黑线上的铜钱 陷得越发地深了 挣扎的没几下后 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来 李师兄 长明师兄他死了 狗娃瞪大眼睛 惊讶地说道 李火旺看着眼前所谓的天书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就是这么一个 不知道从哪来的东西 多少人因为他而死 李火旺再次把脑袋靠近了一些 仔细观摩起来 这一次比在单阳子威逼下 还要认真 可是他反复看了几次 依然觉得这就是一则经文罢了 半蒙半猜 这似乎还是一则 劝人向善的经文 李火旺后退一步 紧接着 单手伸向身后缓缓拔剑 枪 的一声 萧铁如泥的长剑 重重地劈在那颗满经文的石板上 第25章 林间小路 枪长剑与天书撞击 发出极其刺耳的摩擦声 让屋内的其他人 下意识地捂着耳朵 后退两步 连个印子都没砍出来 长明的这把剑不行啊 他不是剑修吗 这把剑 应该不是反品才对啊 李火旺举着剑 思索了几秒后 双手抓住剑柄轮圆了 再次重重砍了下去 咬牙一脸砍了好几下 情况终于发生变化 可这变化 不是来自那所谓的天书 而是李火旺手中的长剑 当个一声 剑刃从撞击处一分为二 好好的长剑 变成了一把断剑 看着手中的断剑 李火旺顿时有点猛 刚刚到手的武器 就这么没了 左右看了看 李火旺快走几步 从死去的长人手中 把他的那把剑抢了过来 还好有一把备用的 撒 长剑入鞘 李火旺围绕着那天书想着 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本来是打算毁掉 这所谓的天书的 可现在看来这天书 还真有点东西 很难说不是什么宝贝 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再自暴自弃 那么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自然不可能随意丢弃 不切实际的想法 李火旺完全抛弃了 他已经看到了 之前尝试之人的下场 他不想成为下一个 李火旺吃力地抱了起来颠了颠 这石板重量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重一些 但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用不把这石板包好后 往身上一背 他对着一旁等待的其他人说道 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灯油被甩进丹阳子 这臭烘烘的溶洞 火蛇顺着灯油在地上蔓延 点燃了屋内 一切可以点燃了 包括长鸣长人 还有地上的悬缘 火势很大 李火旺看到眼前的一幕才明白 人类的尸体是天然的燃烧物 他们一边顺着原路往回走着 一边逐渐点燃所有的房间 炙热的火焰摇摆着 开始逐渐联合 燃烧清风关内 一切可以燃烧的 熏黑这里 一切烧不动的 嗨嗨 浓烟开始让其他人咳嗽起来 所有人都步伐开始加快了 三炷香过后 所有人站在阳光之下 默默地看着 正在往外冒着浓烟的清风关洞口 龙烟滚滚摇摆直上 包裹着清风关内的所有阴暗跟邪恶 消失在明亮的天空中 仰头的李火旺 再次呵呵笑了笑 背着长剑跟石板 转身向着远处的林间小道走去 我们走吧 背着粮食的其他人 纷纷跟上 不知不觉中 李火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领头人 看着远处 正在逐渐靠近的树林小路 李火旺的心情 此刻不再低沉 啊 这地方看起来很奇特 也不知道 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呢 忽然之间好期待啊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在吸着清新的空气 他的心情开始向好的一边转变 李师兄 你慢点 我眼睛疼 李火旺扭头望去 这才发现 阳光下的白领秒 捂着自己的双眼 他走过去 捧着他的脸 仔细观察起来 惊讶地发现 自己可以从他的眼睛瞳孔中央 看到眼球后面的血管 粉色就是暗红血管 被光线照亮后的颜色 这 应该是某种缺陷吧 李火旺心中猜到 他不是行医的 不懂这些 但是他猜得到一些 因为李火旺 记得那些算命按摩的老年白花病 绝大部分都是瞎子 看起来 白领秒的这种病 会让眼睛有缺陷 比普通人的眼睛脆弱得多 这样可不行 李火旺从自己青色道袍 下摆割下一根布条 轻轻地蒙住了白领秒的双眼 以后只要是出日头 你就蒙上 但是 这样我就瞧不见 没事 我拉着你 李火旺抓住白领秒的柔软右手 带着其他人 大步向着林子里冲去 白领秒亮呛了几下后 跟着李火旺小跑了起来 多多多 满脸褶子的李状元 拿着自己的汗烟管杆 在细箱上用力敲打着 把里面卡住的黑烟丝 都敲出来后 他再从烟袋里 掏出新烟丝放进去 用火匣子点燃 美美地抽上一口后 他对着码头方向的林子喊道 细娃子 好了没有 快了快了 那边传来一声少年的回应 懒驴拉末 屎尿多 拉个屎还这么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亏待你 像林间小道上 属于自己的整个戏班子 除了一辆拉着放戏服 跟乐器箱子的马车外 还有自己大儿子 一家三口 以及从村里带出来的 两个远房外甥 别看班子小 可这都是他这些年来 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当 就是靠这小戏班子 在这年景不好的时候 才可以让自己全家吃上饱饭 爹 喝水吃馍 吕举人拿着吃的根水葫芦 递给自己的爹 吃什么吃 没到饭点吃什么 当粮食白捡来的吗 你知道 现在粮食什么价了吗 你闺女都两岁了 还当你是小娃娃呢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劈头盖脸被骂了一顿 吕举人也不恼 憨憨笑了笑后退了回来 把手里东西 让媳妇收起来 怎么样了 又挨骂了吧 你就是剑骨头 找骂 罗绢花把吃食放回到车上 又用手指头 逗了豆坐在箱子上的宝贝女儿 骂两下 又不会掉块肉 骂就骂呗 自从娘死后 爹脾气就这样 唉 当家的 我昨晚跟你说的话 你到底跟爹说了没有啊 等过些时间再说吧 最近没敢到场 爹手头也紧 一说到这话题 吕举人脸色苦了下来 则啊 手头紧连孙女买不做衣裳的钱都没吗 他现在穿的都是戏服 戏服 其实也能 啊 鬼啊 一声惊恐的尖叫 打断了两夫妻的交谈 也让整戏班子的气氛 顿时紧张起来 不多时 其他人就看到 一个光屁股的少年郎 哭爹喊娘的 从林子里冲了出来 扑向吕壮元的怀里 鬼什么鬼 大白天的哪来的鬼 赶紧把裤子穿起来 吕壮元虽然口中 训斥着自己的小儿子 可是他依然把吕秀才 挡在自己身后 握紧手中烟杆 目光警惕地 看向林子的方向 里面人影晃动 看起来有人来了 第26章 吓人 有有有 有时 我眼睛没下 别往前凑了 你这是要吃啊 说你傻 但也没傻到那份上吧 狗娃别说话 路上有人 嘿嘿 听您的 李师兄 不多时 吕壮元就看到 从林子里面 走出来的那些人 当看到那些人的模样时 吕壮元顿时 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刚刚小儿子 会说有鬼 这长得也太吓人了 脸上黑一块 白一块的瘦子 白头发的女人 躺在一人背上 螺圈腿的怪人 甚至还有一人 满脸都长满了毛 走南闯北的吕壮元 也算得上是 见多识广了 可还是被眼前的 一幕吓到了 爹 我怕 吕秀才不断地 向后缩着 似乎是想把身体 尽可能地缩到 自己父亲的身后 你怕我 难道就不怕吗 吕壮元在心中 对着自己小儿子狂骂 要不是这群人中 有一个俊道士 以及几个道童 模样正常 他怕不是早转身跑了 吕壮元哆哆嗦嗦地 对着离火望作一 敢问这位道也 那个 这些都是你降服的精怪吗 这话一出 顿时 他顿时收获了 一大批敌意的目光 老东西说什么呢 逃打是吧 说谁精怪呢 吕壮元看到 那俊道士一白手 让嘟嘟逼人的黑白脸 精怪挺口 心中更是确定了 自己的想法 这位老丈 劳烦问下 这条路通往哪里啊 无理港 前面就是无理港 不远不远 呵呵呵 这话一说完 吕壮元用手中汗烟 偷偷一趟马屁股 马斯叫一声 拉着箱子 顺着临间小路跑去 哎 我的马 我的马 快跟上 吕壮元带着其他人 假装焦急地向着马追去 他们跑得飞快 没一回功夫 就把那些东西甩在了身后 这一跑就是一个时辰 看到自己的小儿子 都跑吐了 吕壮元这才吹了一个口哨 让马停下来 等停下后 他没有管小儿子 而是第一时间 去看拉车的马怎么样了 在这个戏班子里 马可比人金贵 此时天已经慢慢变暗 已经快到晚上了 我的亲娘啊 那些到底是啥东西啊 可吓死我了 满头大汗的吕举人 大口大口喘着气 吕壮元踢了他一脚 没看天黑了吗 快去林子找些柴火去 在林间小路旁 暖和的火堆升了起来 被烤软糊的杂粮馒头 送进所有人嘴里 粮食的香甜 抚慰着他们那 担惊受怕的内心 看你们吓得那熊样 出门在外的 碰上点邪门是算什么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慌 我告诉你们 吕壮元对着其他人说道 爹 那些兴许不是什么精怪呢 我看蛮像人的 而且 那小倒是还叫你老丈吗 听到习说这话 吕壮元晃了晃手中的水葫芦 管他是啥 咱们都别掺行 你们都给我祭牢了 出门在外 怎么说 靠这这一点 他活到了这么大岁数 而且他也打算把这一点 传授给自己的小儿子 跟大儿子 毕竟等自己老了 这个戏班子 也要靠他们接班赶场 把手中水葫芦 递给了一旁的外甥 吕壮元看向了 正在躺在自己儿戏怀里的孙女 看着他用刚长出来的乳牙 磨着一小块馒头 吕壮元越看越觉得欢喜 他转身从车上的一个圆坛子里 掏出一枚咸鸭蛋 小心拨开一个口子后 把那滋滋冒油的蛋黄 送到孙女的嘴边 来来来 嫩嫩 吸这个 这个香啊 看着孙女卖力的瞬息着 吕壮元双眼顿时 笑得眯成一条线 虽然说 可惜不是个孙子 但是毕竟隔代轻 他还是对这个小孙女 稀罕得不得了 感觉到 这是一个好机会 罗娟花马上开口说道 爹 你看 窜都这么大了 是不是该有身衣服了 天天拿戏服套着 也不是个事啊 一天而起一提到钱 吕壮元的笑脸 立马消失了 五官皱到了一起 刚要回绝 可看到小孙女身上 松松垮垮的戏服 她的心又软了 啪哒啪哒的 抽了几口汗烟 脸上褶子更多的她 走到车前 拿出长条铜锁 来打开箱子 伸手在里面摸索了好一会后 她数了50枚铜钱出来 别去镇上买布 贵 等过两天到了无理港 你去问问 谁家女人织布的 去他们家买个几尺 记得多问几家 找最便宜的那家卖 还有 记得买棉布 别买麻布 笑得皮肤嫩 买麻布磨得难受 我晓得了 罗娟花眉开眼笑地 接过了铜钱 她本以为 能要到买麻布的钱 就很不错了 没想到这一次 铁公鸡居然打名了 小孩个头小 做衣服 要不了多少布 自己兴许 这次还能扣点下来 等看到自己孙女 把蛋黄吃干净了 吕状元把剩下的蛋白 给大人们分吃了 虽然一人没分多少 可是尝了点咸味 还是吃得很是高兴 这可是好不容易 才能开次婚 天已经黑了 吃完饭 也没什么事情做 听着铜状元 讲了几个不知道 从哪天来的老故事 就要睡觉了 今天手上半夜的人 是铜举人 今天走了一天了 铜举人已经很累了 但是他还是强打着精神 盯着眼前的火堆 别让他熄灭了 儿啊 你去睡吧 我盯着呢 铜状元坐在儿子身边 又开始啪哒啪哒 开始抽起汗烟 铜举人打着哈欠说道 爹 我不困 你去睡吧 费什么话 赶紧去睡 我老头子睡得少 就在两人在篝火前争执着 铜状元 忽然用手捂着了 自己儿子的嘴巴 用手指向远处 黑暗中的树林子 嘻嘻 一道又肩又细的女人笑声 忽然在他们的右侧响起 铜状元跟他儿子 下意识地望去 却出了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 嘻嘻嘻 你们说 我像人还像神啊 漆黑的林子开始晃动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铜状元顿时被吓得一身冷汗 见多识广的他知道 这是有东西 在向自己讨口风了 这可不能乱答 要是答错了 搞不好要家破人亡的 可现在问题就是 林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向自己讨风啊 夜间林子有节奏的摇晃 发出诡异的沙沙声 第27章邪门 嘻嘻嘻 你说啊 我是像人还是像神啊 林子里的东西 把树枝弄得不断地摇晃 那声音越发的奸细 你像人 你像人啊 精怪爷爷 我们一家都是苦命人啊 就是出来混口饭吃啊 惊恐的吕状元 顾不上其他 连忙匍匐在地上 对着林子那边不断地磕头 磕着磕着 他忽然停住了 因为他在林子的边缘 看到一双套着绣花鞋的小脚 就跟两根锥子立在那里 后颈发凉的他 错愕地缓缓置起脑袋 就看到一位身上 套着崭新的花棉袄的小脚女人 孤零零在那站着 他那大脸 盘子很白 嘴巴却极小 眼珠子仿佛像在脸上的黑珠子般 一下都不眨 整张白脸隐藏在黑暗中 如同飘在半空中的小气囊 嘻嘻 你说我像人吗 小脚女人无嘴轻笑 迈着那纤细的小脚 开始向着篝火靠近 当看到这女人走起路来 身体如同没有任何骨头般 扭来扭去时 吕状元心中最后一丝希望 被彻底浇灭了 自己这是碰到真的了 戏娃子 戏娃子 快别睡了 快撒童子尿啊 吕状元那充满恐惧的哭腔 吵醒了其他人 一根点燃的柴火 被惶恐的吕举人 哆哆嗦嗦地挑起 用力扔了过去 然而这攻击 却没有任何效果 柴火直接从女人的身体中 穿了过去 眼看着那小脚女人 即将靠近火堆 她的身体却忽然僵停 大脑袋 骤然向着冬面的林子扭去 树枝晃动 李火望等人 手中举着几枚发光的银石 从里面走了出来 嗯 此时已经把布条摘下来的白铃鸟 发现了一些端倪 李师兄 你看 李火望目光警惕地看着远处 极其诡异的小脚女人 你是什么东西 兮兮 我是人啊 难道我不像吗 极其纤细的声音响起后 小脚女人如同蜈蚣般 扭摆着自己纤细身体 开始转换靠近目标 李火望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当机立断左手一掏 一个撇下去的倒铃 出现在她手中 0000刺耳的铃声响起 在场所有人在内 包括李火望自己 都表情痛苦地捂着脑袋 李火望没有停下 继续用力地摇着 因为她看到视线内 所有人东西 都剧烈地扭动晃动 包括那小脚女人 在晃动下 她那崭新的花棉袄 开始裂开 一些黑气 正在不断从里面往外冒着 这同龄对着女人有效果 忽然间 小脚女人尖叫一声 那逐渐崩溃的身体 疯狂地摆动 向着林子里退去 没过一会 就消失在李火望的面前 铃声渐渐停下了 李火低头意外地 看着手中倒铃 虽然没招出有老爷 可每次摇晃铃铛 四周的线条都是乱晃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凝聚成有老爷 对于这个世界 随着见识的越多 他反而更加的迷茫了 这乱七八糟的 到底是什么 高人啊 高人啊 多谢出手相助 我真的有眼不识泰沙啊 来来来过来烤火 感激替林的吕状元 拱手迎上来 十分热情地拉着李火望 向着篝火旁走去 跟刚刚那东西比 这位盗爷身后跟着的这些怪物 无疑面闪多了 毕竟有盗爷阵着 这些玩意顶多只是吓人 刚刚那东西 可真的会要人命啊 唉 这该死的畜生 要不是他忽然发问一样逃跑了 老汉 我怎么会怠慢高人呢 吕状元掏出烟杆 装模作样地 对着马鞍上敲打着 打了几下后 他又转过身来大喊 那个 绢花呀 快快快 快烤膜拿水 拿顶大的白面膜 再拿三个布 五个咸鸭蛋 吕状元忽然这么热情 让李火望 实在有些不适应 老赵 不用麻烦了 我能劳烦问您几个问题吗 问 随便问 小盗爷刚刚可是救了我们 一家老小的命啊 哼哼 想问啥都行 吕状元拍着胸脯 满口答应到 似乎感觉还不够热情 他又把烟杆嘴 塞进自己的嘎鸡窝里 用力锁拉几下后 重新点燃 带着讨好的 双手捧到李火望的面前 嗯 多谢老赵 我不抽烟 你知道 刚刚我们遇到的是什么东西吗 他叫什么 李火望用手 把这磨得包僵的汗烟感隔开 对于这个世界 他目前是一无所知 想要安全地活下去 必须尽可能多了解才行 吕状元明显被问梦了 啥 这 这我怎么知道 道爷 那讨风的东西 不是被你赶走的吗 你不知道 看着他那疑惑的眼神 李火望发现自己问错了 在这方面 这老人 未必有自己知道的多 我听到你说 用童子尿 童子尿 可以伤害刚刚的那东西吗 嗯嗯嗯 肯定的 那些玩意怕购物 听说 紧把鼻涕摸过去 也有效果 要说最有效果的 还得是童子尿 这玩意 阳气最足 而且又是购物 真的 老赵你之前用过 刚刚还斩钉截铁的吕状元 被李火望这么一问 善善地笑了笑 目光有些躲闪 兴许有用吧 村里的老人 都是这么传的 既然大伙 都这么说 那肯定错不了 李火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又是祖传下来的 这里的人传授经验 都这么落后吗 那好吧 老赵 那我问你知道的 像这种东西 你遇到的多吗 没有 这种邪门的事情 哪能天天遇上 真要天天晚上来这么一回 我早卖了家当 带着儿子回去耕田了 吕状元 把汉烟放在自己的嘴里 啪哒啪哒地抽着 老汉我出来 也有这么多年了 也就遇到过四回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李火望看着四桌黑暗的林子 对着这个世界 有了新的了解 跟丹阳子身边待久了 他还以为 外面到处都是黑太岁这种东西 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这些东西 普通人有所听闻 但是距离却很远 第28章 吕加班 唉 这种事情怕不着的 出院门 只要聚在一起 人多点就行 吕状元对着李火望 说着自己的经验 哦 人多洋气望 那些东西就不敢动手 哪呀 吕状元重新上好烟丝 继续抽了起来 他吃能吃多少人 真要遇上了 跑得比别人快不就行了 担心这些 倒不如当心抢银子杀人的响马 跟林子里吃人的大虫 李火望一时间 不知道该往下接了 自己跟他似乎聊不到一块去 来来来 磨烤好了 趁热吃 几根用树枝串起来 烤得焦黄的白馒头 被罗绢花送了过去 李火望接过来 递给一旁的童子 这几个 都是他半路捡回来的 这些家伙 一看能离开清风关了 什么都不管 直接就冲了出去 一点为后续考虑 都没有 等自己在路上遇到他们的时候 都快要饿晕过去了 同门一场 李火望也不能真的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管 就顺道把他们都带上了 看到有热乎吃的 其他人也不客气 这么晚了 确实有点饿了 抓起来大口吃了起来 看着那傻大个一口一个 吕状元眼角直抽抽 这可都是白面膜呀 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呢 早知道刚刚就别这么大方了 就在这时 李火望的一句话 让他顾不上心疼 老赵 你有地图吗 实话说 我们不是本地人 在这里林子里 走着有些迷惑 不知道这是在哪 是的 李火望之前迷路了 到处都是一样的林子 他根本无法 确定自己的方位 问其他人 也是一无所获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 说自己家 在哪头头是道 可一问目前在哪里 都说不上来 为了掩人耳目 看起来 丹阳子似乎 并不是究竟找药影的 啥 地图 没有 不过这里的路我都认识 你们要去啊 问我呀 嗯 很多地方 你老看看 哪个地方最近 李火望掏出从袖口中 掏出一大堆纸条 啥呀 这写的是啥啊 吕状元把纸条拉远 满脸的褶子堆在一起 吃力的看着 虽然他名字叫状元 可是要是真是状元 也不会出来畅销了 吕状元认字 但是认识的并不多 在李火望的翻译下 他终于理解了 上面所有的地址 好歹是走南闯北 这么多年的老班主了 其他不说 对于地理方面 吕状元还是很了解的 然而 他知道这些地方在哪 并不意味着李火望 可以轻松过去 好吗 怎么连两国都有 这不是前些年 跟咱们齐国打仗来着吗 吕状元蹲下 用汗烟干头 在地上滑拉着 一个简单的地图 呈现在李火望的面前 如果用一句话来 形容他画出来的地图的话 那就是一块大饼摔地上 整个摔得稀碎 此时 他们的位置在大饼的左上角 从左往右移动 各种大大小小的国 相互交错 看起来 这有点像过去五代十国的时候 并没有大统一 李火望看着地上的地图 心中暗倒 虽然说 没有抱任何希望 可是 当他看到这地图时 他才确定下来 自己真的不是 穿越到古代某个朝代 而是一个更加特殊的地方 老汉我敢场子 也就在这地界北边跑跑 这一块我是晓得的 但是出了国 我还真是弄不清哪根啊 我就听说他们唱的戏 跟我们这不一样 一旁的白铃鸟 听到这顿时心中意境 他家在梁国牛心山 听起来 自己家离这里很远很远 李火望敏锐地 感觉到了他的异样 跟了他一个安稳的眼神 别慌 吕状元看着面前的 千奇百怪的十几人 因为恐惧压下去的心思 顿时又活落了起来 那个 这位小道爷 你看 你纸条的上面 有个建业镇 我们吕家班 刚好也顺路 嘿嘿 不如我们搭个班怎么样 建业镇 这是哪个人的 李火望翻找着纸条 李师兄 我家在建业镇 一旁的赵武 忽然开口说道 而且 镇上还有有标局 你只要给他们银子 南平的条子 可以给他们带送 听到这话 李火望没有犹豫 把纸张重新塞进怀里 那好吧 老赵 这一路上 还依仗你指路了 我们搭伙去建业 无论是地图信息 还是其他 靠着老班主的一面之词 实在有点 让人难以信服 不管是寻找 能抑制自己幻觉的黑太岁 还有给其他人送信 自己先去镇上 这种信息流通的地方再说 而且 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 并且 如果可以的话 李火望 还想寻找所谓的名门正派 这么危险的地方 没有实力 可是真不行 谁都可以随意蹂躏 自己可不想 被另外一个单养子 随意抓去 笑眯眯的吕状元 连连白手 唉唉 客气客气 哪里话哪里话 嘴上这么说 可吕状元心里却乐开了话 身边有这么一位高人作伴 这就是免费的标诗啊 这一趟下来 最起码 把刚刚那些白面膜 还有五个闲鸭蛋转回来了 哈一旁的傻子 打了一个大打哈欠 他吃饱了想睡觉了 看着其他人 双眼迷离 吕状元之躯地站起来 一不留神 都聊到二更天了 小盗爷 那你们先写着吧 我来守夜 不用 今天还是我来守夜吧 李火旺这步道 不是真客气 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折腾了这么久 所有人也累了 两拨不同目的人 围绕着温暖的篝火 陷入梦想 而故作在那里的李火旺 跟吕状元相视无言 第二天一早 李火旺是被守候半夜的狗娃叫醒的 李师兄 戏班子 他们在收拾东西了 走吧 我们也出发 背着长剑跟石板的李火旺站了起来 带着其他人 跟上戏班子的脚步 刚上路 双方明显有些拘谨 都没有任何人说话 时不时偷望几眼 跟着自己的同伴低声念着什么 不过这不包括领头的李火旺 跟吕状元 一路上 两人聊得甚欢 李火旺想要从吕状元这里 获得更多 关于这里的一切 而吕状元 更是想要跟高人拉近关系 反正漂亮话 又不要花钱 多说几句没坏处 哎呀呀 小道爷 年纪轻轻 就如此的厉害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 第29章大台 哪里哪里 敢问老赵 我们这有什么知名的门派吗 比如像我这样的 李火旺问出自己最在意的事情 有 当然有 西京城里 有座和尚庙 听说里面的佛爷 囚子 可灵验了 和尚庙 李火旺想起 之前丹阳子曾经提到过 他曾经被和尚追杀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家寺庙 李火旺在中心 把这一点标记起来 不管怎么说 跟丹阳子吃人畜生做对的 那应该都是好人吧 不过 小道爷啊 你是道士 去和尚庙不太合适吧 李火旺低头 看向身上的道袍 对方这话 还真提醒了自己 这件衣服 是不是该换了 自己又不是真道士 老张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行吧 感觉到李火旺在撇开话题 吕状元立马接过话题 嗨 行什么啊 咱们这地界 大汉过去又是大落 这年景老百姓都没钱 舍得看戏打赏的 就更少了 有钱人白事 舍不得请戏班子 都是吃烫席就完事 呸 真不孝顺 总会过去的 等熬过这几年就好了 是啊 好吧 日子总要想法子过下去不是 我就想啊 要是年金好了 再狠狠地多跑几百趟 等老汉我攒够了钱 在西京城 买下属于我吕家的戏楼 嘿 那就是 死了都能瞑目了 有了戏楼 我的儿子我的孙女 就再也不用出来 跟我一样受苦了 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在家念书 说不定过些年 我老吕家祖坟上冒清烟 真读出一个状元狼呢 到那时候 嘿嘿嘿 吕状元端着烟杆傻笑着 李火旺安静地听着吕状元 对未来的畅想 他其实蛮羡慕对方的 活到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有一个 能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李火旺跟吕状元的代理下 双方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至少吕举人跟吕秀才 不再把狗娃他们当精怪了 他们已经知道 那些世人 只是生了大病 生病有啥办法 谁不会生病呢 都是苦命人 当他们来到吕状元的时候 罗眷花已经熟到 让白领秒抱自己的女儿了 站在晒稻谷的平地上 吕状元看向屋檐下 抱着晚吃晚饭的村民们 行了 屋里港人多 咱们就在这撂地化锅吧 吕家搬开箱 把台子搭起来 他们要唱戏 李火旺也不打算急着走 赶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累了 刚好可以让其他人休息会 对于唱戏这种古老的娱乐方式 李火旺是不敢冒的 但是很显然 其他人非常的好奇 纷纷跑过去搭把手 被砍得高高的竹竿 撑起几块大红布 整个戏台子正在出见雏形 躺在田地黄灿灿道杆堆堆堆上 一个惊慌慌的东西 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兴奋地说道 李师兄 你看 好亮的铜镜啊 人被照得清清楚楚呢 他们唱戏的 就是拿着东西化妆的 天还没黑呢 你这么就把眼罩摘下来了 也不怕 李火旺的话戛然而止 他看着铜镜里的自己愣住了 镜子里的自己好陌生 李师兄 你怎么了 白领秒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白师妹 我在清风观里的时候 就长这个模样吗 李火旺用手迟 摸上了自己的脸 对啊 你一直长这样 怎么了 镜子里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火旺摸脸的手放下来 伸向面前的铜镜里的自己 自己脸还是那张脸 可是自己却早已经不是少年了 自己来这个世界 不是刚来 而是已经有段时间了 如果医院那里是真的话 那时候的我 估计最多时期 那我现在多少岁了 这个问题 李火旺可以问出来 但是他却无法回答 除了混乱的记忆 他同样还丢失了自己的年龄 他只能从样貌上勉强判断出 自己应该还没过三十 李火旺努力在自己混乱的记忆中寻找 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李师兄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吓我呀 看李火旺这反应 白灵秒神情有些紧张 我没事 只是想起一些事情罢了 赶紧把铜镜给人家还回去吧 吕家人唱戏 马上就要用了 嗯 白灵秒抱着铜镜 向着已经搭起来的戏台后面 跑去 一一啊 看着正在远处正在吊嗓子的吕举人 李火旺自嘲地笑了 重新在骨干上躺下 哎 我这人活得可真像一个笑话 他本以为自己会情绪更激烈一点 夜晚 天空无云 明月当空 简陋的戏台照得清清楚楚 听到有戏班子来 整个五里港的人差不多都来了 对于平时除了耕田 就是睡觉 戏班子唱戏 对没有任何娱乐的农家人来说 可是十分有诱惑力的 吕家人戏班子很小 除了一个两岁 还不会说话的 一共才六个人 又要吹拉弹唱 又要化妆演戏 根本忙不过来 所以 他们只能适当地剪掉一些项目 好在农家人也不挑 坐在自己带来的凳子上 看得是津津有味 李火旺跟其他人躺在道杆堆上 远远地看着他们的 一一啊呀的唱着 他没听过戏 也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出 他只认出来了 画着黑脸挂胡子 举着关刀的吕状元 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在台子上又唱又砍的 看起来十分的卖力 好 贺彩声忽然响起 把李火旺下了一个机灵 一场一场下去 整个晒稻谷的场地 站得是满满当当 台上吕家人 演得是满头大汗 台下人看得是满面红光 只有李火旺仿佛一位看客 不知不觉中 月亮已经到了当中了 吕家班的表演 也接近尾声了 就在这时 李火旺看到身穿着 破烂衣服的吕状元的儿媳 带着妆 抱着自己女儿 提着一个草篮子 哭丧着脸上了台 狠心书工饱感 好似那孤雁一只认飘零啊 好比路边野草 认人采啊啊啊 我母女饥寒交迫 识男人 识男人 只能大街把饭药 唱到这 罗绢花用手轻轻 在女儿屁股上一掐 两岁大的小孩子 顿时应景地哇哇大哭起来 第三十章唱戏 就在李火旺不知道 眼前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的时候 下面坐着看戏的农家人 纷纷动了 他们纷纷掏出一枚两枚的铜钱 向着台子上抛去 看戏的 都是田里 讨食的农家人 丢钱的 始终都是少数 更多的是一些苞米棒 马铃薯之类的粮食 家里厚食点的 也顶多扔些咸鱼腊肉 不过罗绢花也来者不拒 纷纷败谢 原来唱大戏的 都是这么要报仇的吗 李火旺心中了然 看着罗绢花 就这么卑微地跪在台上 抱着自己女儿 一边用哭腔继续唱着 一边伸手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放在篮子里 时不时还要向下面贺彩的人 鞠躬行礼 他顿时感叹道 赚这碗饭吃也是不容易啊 就在罗绢花捡东西 捡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一小块碎银子扔了上来 他眼前顿时一亮 伸手捡起银子 轻轻颠了颠 发现最起码有五千后 顿时掐着戏枪 一边唱着 一边对着人群中 唯一穿绸缎的胖老翁磕头 好好好 唱得推好了 满脸红光的老翁一抬头 又是一块碎银子飞上来 迎来罗绢花振振道谢 李火旺对着眼前的闹剧 有些倦怠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 躺到在道杆堆上 对着旁边的相对稳当的赵五说道 我们一回 你看着点 好的 师兄 等李火旺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其他人正在四周闲聊着 看起来 昨天晚上大伙都窝在这个道杆堆里 凑合了一碗 远处的戏台子已经拆了 旅家人正在把那些行当 往马车箱子里塞 赵五 我们还有几天粮食 李火旺忽然开口问道 不多了 省着吃最多三天 赵五抬口就答 李火旺从怀里 把当初从料房内坑来的几十枚铜钱 跟一小块黑银子递给了他 去村子里换点粮食吧 估计路上要够走呢 十几号人 而且都是年轻大小伙子 粮食消耗非常大 从清风关里 带了那么多袋 到现在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躺在傻子背上的 赵五刚要让傻子进村 但想了想后 伸手换来了一个模样好些的小道童 一边把钱放在他手中 一边轻声地嘱咐着什么 李火旺单手在道杆堆上一撑 向着远处的戏台子走去 老赵 我们什么时候启程 李火旺向着吕状元问道 吕状元此时神情 却显得有些焦急 小道爷 劳烦先等会 我儿媳带着秀儿 今天一早 不知道跑哪去了 等他回来 立马启程 李火旺顿感疑惑 嗯 不见了 那不就是吗 当吕状元顺着李火旺的手指 向着村头望去时 就看到手中 拿着几尺步的罗俊花 抱着女儿笑盈盈地 向着这边走来 看到这不着调的儿媳妇 吕状元顿时火冒三丈 拿着烟袋杆冲过去 就是披头盖眼的痛骂 面对公公的愤怒 罗俊花 显得非常的无辜 爹不是你让我去村子里扯步吗 说镇上的不归 猛地发现了一顿怒火后 吕状元转过身来 对着李火旺笑眯眯地说道 小道爷 没事了 那咱们走吧 哎 爹 先别走啊 我刚刚去买步的时候 可是懒到了生意了 听到这话 李火旺跟吕状元 同时看向了罗俊花 啥生意 咱们能做什么生意 当然是唱戏的生意了 雇主可是昨天晚上 给赏钱最多的那位老爷 你去看看吗 他说 有些事情要跟你细谈 一听到这话 吕状元顿时走不动道了 他缓缓转过身来 善善地对着李火旺笑着 虽然对方没有说话 但是看着表情 李火旺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不打紧 吕班主赚钱要紧 多等一天的事 哎呀哎呀 罪过罪过 老汉我去去就回 吕状元说完 把手中的烟杆 往脖子上一插 乐滋滋地拽着儿媳妇 向着村里走去 李火旺重新回到道杆堆上 闲来无事 他把那干瘪的道磷拿了起来 细细打亮仗 如果自己真的能驱使有老爷 那无疑能让自己的实力大大提升 可惜这东西 现在照不出来了 必须想办法修好才行 翻来覆去 仔细看了好几遍 发现别的什么都没问题 就是瘪下去的灵弊 是唯一的可能 那如果把它回正了 是不是就能用了 李火旺思索片刻 在铜铃下面垫一块方石头 紧接着拿起一块石头 对着鼓起的一侧 用力敲响 可石头一敲 刺耳铃声马上响起 李火旺顿时头疼欲裂 手中的石头都要拿不稳了 这样弄不行 得问问这村子里面 有没有铁匠 李火旺用力晃着 昏昏沉沉的脑袋 就在这时 李火旺看到那几个道童 拖着两个袋子 向着这边走来 他把道铃收了起来 跟着傻子背上的赵武一起 向着那边赶去 李师兄 我们只换到这些 道童稚嫩的脸上 满是不安 虽然他们都是孩子 可他们却非常的懂事能干 毕竟不懂事的 已经被丹养子杀了 李火旺伸手扯开麻袋 发现里面都是地瓜干 师兄 这些没有水的东西 也顶不了几天 傻子一顿 就能吃掉一斤半 而且 这东西吃多了烧心 赵武这话 让憨厚的光头 傻大个羞愧地垂下了脑袋 你们 你们 别别 扔下我 我少吃 粮食不够了 李火旺看着眼前的麻袋 思索着对策 听吕状元说道 见夜城 还有不少路呢 这要是半路没粮食 自己这十几号人 总不能去啃树皮吧 他再次把手伸进怀里掏了掏 一个缠着红绳的金环 被他掏了出来 拿着这东西想了想 李火旺伸手把它塞到身后 牵着自己一百百零秒的手中 拿这东西去换吧 李火旺把悬崖的那块玉佩掏了出来 递给了赵武 师兄 这怎么换啊 村子里又没当铺 别人也找不开啊 而且这些耕田的泥腿子 未必识货 玉佩也换不了粮食 那该怎么办 就在李火旺为粮食危机困扰的时候 他看到吕状元带着儿媳 正在向着自己这边走来 那个 小道爷 老汉 我生意上碰到点麻烦 能劳烦您帮个忙吗 吕状元表情十分的不好意思 吕班主 我也不会唱戏啊 你的麻烦我恐怕帮不上忙 李火旺感到非常荒谬 难道他还想让自己去台子上 巨舞一段见不成 不是 不是 是你能帮得上忙的 就是 叫我唱鬼戏 第三十一章 有老爷 给鬼唱戏 李火旺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这听名字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词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去祠堂去对着那些先祖 排位唱戏罢了 既然没什么 那吕班主 为什么不 自己做这个买卖 李火马上反问道 这一看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哎呀哎呀 你看我这也是头一回啊 心里有点虚不适 所以 想请您这高人在旁边镇着 我们才能安心做这趟买卖不是 吕班主 这个忙在下还真帮不上 平时躲着 都来不及 这回怎么还有空上赶着招惹 虽然说也有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他不想去躲 自己跟吕状元最多 只算结伴同行的 还真犯不上拼了命来帮他 他要真因为这事情 不愿意继续当向道 大不了一拍两散 自己去村子里问问就是 村子里这么多人 还怕没有不认识录的 哎哎小道爷 您别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这趟戏的酒水钱 我们对半分怎么样 一说到钱 吕状元首武足导的比划战 我先前也不想接来着 可这不是小钱啊 那胡老爷可大放了 给了足足十两文银啊 一两银子就是一千枚铜钱 十两文银就是一万枚铜钱啊 我的小道爷 十两银子啊 您就是想修到成仙 可您没成仙之前 总要吃饭不是 离火望顿时停住了 他看着旁边的两袋地瓜干 他现在确实需要银子 而且不只是因为粮食 等到了建业镇 同样可以预料的 也要花不少钱 只要是人构成的世界 没有钱 那就是寸步难行 小道爷 算老汉 我求你了行吗 实在不行 你六我四怎么样 这年头赚这么多钱 可不容易啊 吕状元哭丧着脸 围绕着离火望 继续劝说着 要是高人不来 他是真的不敢接这个活 毕竟钱再多有命花才行啊 离火望忽然扭头 看向吕状元 这村子里有铁匠吗 啥 在吕状元的带领下 离火望被带到了 五里港的唯一的铁匠铺 你们要打什么 赤裸着上半身的大胡子 打亮着离火望身上的道袍 粗鲁地问道 不打铁器 修个东西 不能敲也不能容 你能把这东西复原吗 离火望把铜铃掏了出来 问道 要是能修好 自己能召唤有老爷 那这个钱 或许真的能拿 否则 这钱拿着烫手 不能敲也不能容 什么丑毛病 铁匠伸手把铜铃接过来 稍微摆动了几下后 拿出两个铁钳子来 来 过来打把手 大钳子钱很长 轻松地就伸进了铜铃 稀奇了嗨 你这玩意 什么铜做的 怎么这么硬啊 好奇的铁匠 弯曲手指关节 就要敲打 被离火望阻止住了 看着夹住铜铃的 铃币的两把钳子 离火望想了想 从腰间的一个巴掌大的小葫芦里 倒出一颗丹药 来塞进自己的嘴里 这是丹养子 当初赏赐给他的丹药 之前在精神病院 就杨娜吃了一颗 杀丹养子的时候 吃了一颗 今天再吃一颗 就只剩下二颗了 嗡一股热气 瞬间从丹田穴炸开 涌遍了离火望的全身 他深吸一口气 一手抓住一边的钳子 用力一拉 两个人都弄不开 你一个人还想 铁匠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听到吱嘎声响起 那干瘪的铜铃 居然就这么稳稳地撑开了 当铁匠嘴巴张到最大时 那铜铃也恢复成原样 嘿 这有啥 我告诉你 小道爷道横高伸着呢 吕状远得意向着铁匠显摆着 仿佛在他心中 离火望无所不能 做什么都不意外 离火望离开了村子 孤身一人 重新来到了外面的铃子 看着手中的铜铃 他心中带着几分 期盼地摇了起来 随着铃声响起 那种天昏地暗 头昏脑胀的感觉 立马就出现了 这一次离火望没有停止 反而咬着牙 用力地摇着 他感觉到 四周的一切都在旋转 四周树枝的线条开始扭曲 脱离了原先的位置 逐渐开始凝聚成形 有谢 离火望此时的心跳的飞快 在那刺耳的铃声陪伴下 许久不见的有老爷 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 只不过 这一次只有一只 有老爷看起来 像各种线条扭曲拼尖成的 一团高频颤抖的东西 身体完全不定型 离火望无法死盯着太久 他感觉自己 如果盯太久的话 会把他给盯散了 他刚要张嘴说话 忽然想到了什么 弯腰从地上挖起一块湿泥 塞进嘴里 烂泥的滋味不好受 但是他还是强忍着开口了 朗逃之蕊谋邪 他是想问这有老爷 是不是能听得懂自己说话 结果说出的声音 经过这扭曲的环境处理 变成一种非常怪异的旋律 不管离火望说了什么 有老爷居然回应了 蝶呼之 这让离火望心中狂喜 有了有老爷帮忙 那自己实力大涨啊 蕊能懒吟臂气其差 离火望的身体前倾 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有老爷停在原地 不焦不燥 缓慢但又坚定地回应着 免急 其寿护脑帮 绝 离火望的眉头 逐渐骤气 罗脑 念 免急 其寿护脑帮 绝 当看到有老爷 继续重复着上一句话时 离火望心中轻叹了一口气 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 驱使有老爷有代价的 而且这个代价不是别的 而是人的阳寿 一次驱使 三个月的寿命 当离火望再次询问对方 当初单阳子 是不是也这么交换的时候 有老爷却不说话了 小道爷 您这是 吕状元看着他满嘴的泥 欲言又止 你刚刚跟我说的买卖 我答应了 离火望握紧手中的同龄说道 哎呀 那太好了 我这就是 去跟胡老爷回话 吕状元听到这话 顿时喜不自胜 第32章 胡家祠堂 请得起给鬼唱戏的人 都不是什么普通人家 胡家在吕状元 也算是大姓 全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姓胡 离火望 已经从吕状元那里知道了 初前请唱戏的 就是整个五里港最有钱的地主 同样也是辈分最高的 胡清禾 此时的他 正在陪同吕状元一行人 正在向着胡家祠堂感 胡老爷说了 没什么大事的 他往年也请过其他戏班子唱鬼戏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离火望撇了他一样 也不知道他说这话 到底是在安慰谁 用手按了按腰间的铃铛 离火望心中烧定 就是有事也没关系 有了这东西 心安了很多 当然了 最好是别出事 毕竟请一次游道爷 可是 要花三个月寿命 在村中小道上走着 他们很快就到了点了许多 红灯笼的胡家祠堂 这回人很旺 离火望等人都挤不进去 越过层层叠叠的人头 他看到有人许多人 正在对着黑色的灵味上香磕头 那就是胡老爷了 他还说了 等演完戏 让我们先别走 请咱们吃饭呢 吕状元用手指着磕头人 最前面那穿着绸缎衣服的老人说道 就在他说话间 那些磕头的人起来了 恭恭敬敬地 把祖宗的黑色牌位请下来 放在早已经准备好的半仙桌上 牌位很多 桌子也很多 把宽敞的三进门的祠堂都堆满了 牌位面前的桌子并不是空的 上面同样放着美味佳肴 种类很多 红烛 香 金元宝 黄纸 整齐罗列在端菜的盘子里 供祖宗享用 似乎唯恐照顾不周 祠堂的墙边上 还立着十几个端茶 倒水的指人 估计一会要摆到桌子旁边候着 嘿 黄老爷可真敞亮 亲自花钱 请戏班子给祖宗们唱戏 是啊 难怪胡老爷家那几房 都没病没灾的 这都是祖宗们保佑的好啊 唉 我死后也不知道 能不能有这份负气 那等你的后辈 也能跟胡老爷一样 赚大钱吧 请人给鬼唱戏 可要花老多钱的 听着这些胡家人的话 看着眼前庄严的场景 离火望心中烧定 这怎么看 也不像是会出事的情况 他微微侧身 靠向一旁的吕状元 吕班主 你过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你遇上鬼多 还是遇上讨风的那种东西多 嗯 怎么的 这原来不是一回事吗 吕状元瞪大了眼睛 表情十分惊讶 这怎么能一样呢 一个是人死后变的 一个是 李火望说到这 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但是李火望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丹养子拿来练丹的大佬了 还有有老爷 甚至包括那天晚上的小脚女人 他们绝对不是鬼 至少不是他印象中的鬼 就在这时 胡家排位已经请好了 胡清禾带着一大帮胡家人 向着吕状元这边走来 吕班主 还请多多辛苦啊 那个 娇梁啊 你带其他人帮吕班主搭台子 哎呀哎呀 这多不好意思 胡老爷可真的太客气了 吕班主 唱戏的规矩 你也知道 等祖宗们出来看戏了 请戏的后辈就要离开 要在家里闭门不出 祠堂这里 就还请你多多照顾了 胡老爷满脸和善地嘱咐道 应该的 应该的 胡老爷放心 有我在 祠堂肯定没事 吕状元拍着胸脯 斩钉截铁地说道 虽然没一个人看着 还有啊 等开始唱戏的时候 活着的人 就不能得跟唱戏的人说话 免得祖宗们听得不舒坦 戏嘛 就挑点欢喜点的就行 祖宗们托梦说 阴间太冷清 要看喜庆点的 也不用唱一整晚 等过了五更天 我儿子来接祖先的牌位归家 你们就可以歇着了 吕状元脑袋如同小鸡灼米般点着 哎哎 胡老爷放心 绝对不会坏规矩 在胡家人的帮助下 台子很快在祠堂搭好了 今天晚上登台唱戏的 只有五个人 罗眷花没来 因为女人不能进祠堂 紧接着在胡青和吆喝下 刚刚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 纷纷散开了 回家去了 枪枪枪枪台 吕家人开始登台唱戏的时候 李火旺则待在后台候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 整个五里港都安静了下来 蛮大的村子陷入黑暗 只有祠堂这一点有灯光 活人给死人唱戏 这对李火旺来说也是第一次 他拉开后台帘子 向着外面看去 不得不说 这还挺甚人的 台上热热闹闹 台下却一片死寂 没有掌声 只有一排排的刻着名字的黑色牌位 以及牌位之间的宝竹黄纸 在清风关里走了一遭 这些场面还是下不住他的 但是吕家班就不行了 没一会功夫 唱戏的吕举人就忘了好几次词 看敲锣的吕状元 直着急 不过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们开始进入状态 就开始顺畅起来了 寂静的深夜里 唱戏的声音传出去老远 背着剑的李火旺在这声音陪伴下 坐在后台闭目养神 听着听着 一一啊呀的唱枪摇起头来 在这种环境下 二更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来到了三更天 李火旺此时也已经弄明白了 三更天就是凌晨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四更天就是一点到三点 而五更天就是三点到五点 一般过了五点 村子里的鸡就要打鸣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 不知道为什么 来这里 他总是比别人更容易困 拿钱办事总不能真睡着 李火旺索性把天书放在手中 琢磨起他来缓解困意 最近一段时间 晚上首夜的时候 他也会拿出来研究 但是除了更确定 这就是一本劝人向善的经文外 别的什么收获都没有 看着看着 二更天过去了 来到了三更天 整个祠堂一切正常 什么都没有发生 李火旺抬头看着眼前 对着铜镜换装的吕状元 心中暗道 吕班主估计 现在心都在滴血吧 平白无故 少了六两银 想想也对 按理来说 也不应该出什么事情 这可是胡家祠堂 晚辈请长辈看戏 长辈们也不可能砸场子 就在李火旺以为 今天晚上就会这么过的时候 忽然停了 第三十三章 接着唱 感觉到情况不对 后台的李火旺 表情一宁 立马把手中添书一收 拉开后台帘子 向着外面看去 结果发现 无论是台子上唱戏的 还是旁边吹拉的 都表情恐惧的 将在那里直哆嗦 她的视线 向着台前望去 眼中瞳孔瞬间缩到了最小 只见那天在林子遇见的 双面小脚女人 此时就在台子下面的凳子上 敲着二郎腿 跟着那些黑色牌位看着戏 这东西 居然还跟过来了 难不成沾上了我们不成 别停 接着唱 李火旺拉来木板凳 就放在戏台的正下方 大马惊刀地坐在那 盯着那小脚女人 李火旺背影 给了吕家人勇气 他们艰难地吞咽了一口气 相互使了一个眼色 唢呐声跟戏声再次响起 小脚女人的视线 依然始终注视着台子上 面对李火旺的敌意 没有在意半分 仿佛她这次来的目的 真的是来听戏的 敌不动我不动 我就不信了 等到了白天 祠堂里的地上 开始升起淡淡的薄雾 气氛开始逐渐变得压抑起来 忽然小脚女人开始动了 她缓缓伸出 那胖乎乎的右手 抓起盘子里的两根红蜡烛 塞进自己的嘴里 啪哒啪哒地嚼了起来 她吃得很快 没过一会 她身旁那八仙桌上的宝竹 就被她吃光了 紧接着 唱戏声忽然又停住了 台子上演小声的吕秀才 更是被吓得哭出声来 只见被胡家人 放在八仙桌之间的纸人 毫无征兆地开始动了 头上戴着黑色西瓜帽脸上 大红色腮红的她们 伸手从其他桌子上端走 呈有红色宝竹的盘子 飘着送到小脚女人面前 嘻嘻嘻 小脚女人 忽然发出极其惊悚的 极肩极细笑声 让吕家班所有人 身体剧烈抖动起来 别停 接着唱 李火旺的怒吼声 在寂静的祠堂内乍响 冲散了所有人心中的恐惧 唱啊 老声打扮的吕状元的一声吆喝 乐声再次响起 并且比原先更亮了 每个人用尽全身的力气唱了出来 似乎要把心中的恐惧彻底吼出 她们唱得清清暴起 满头大汗 这一下 小脚女人却不笑了 反而阴沉着脸 死盯着李火旺 不单单是她 包括所有人的指人 都是这种举动 李火旺毫不在意 继续回瞪着 三更天 就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下过去了 进入了四更天 台子上唱得十分卖力的吕家班 此时声音都快要畅哑了 但是她们根本不敢听 她还要跟我号 这东西 到底要跟我号到什么时候 李火旺的心中暗道 就在她犹豫 到底要不要干脆花三个月寿命 请由老爷出马 彻底把这女人解决的时候 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台子下面所有的牌位 莫名的开始颤抖了起来 哒哒哒哒 牌位齐刷刷 敲打八仙桌面的声音 如同雨点敲打地面的声音 连绵不绝 这一次 吕家人彻底绷不住了 一个就受不住了 这是全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 小脚女人开始笑了 并且笑异常的开心 那极细的笑声词的李火旺 耳朵生疼 然而 看着眼前的小脚女人 李火旺嘴角上扬 也轻轻地笑了起来 我好像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你这几次的举动 似乎都想让他们恐惧你 如果说你不像人一样 有着这种恶趣味的话 那我只能猜到一点 你的食物不是那些蜡烛 而是他们心中生出的恐惧情感吧 当李火旺看到小脚女人 猛地站了起来 极其阴毒地瞪向自己 他知道自己肯定才对了 吕班主 别停啊 接着唱 胡老爷不是说了吗 他家祖宗要听欢喜点的 如果觉得怕风大谎了也 就闭上接着唱 嘻嘻嘻 你说啊 我像人还是像神啊 见自己的计划彻底破绽 小脚女人凝笑地站了起来 开始摆着身子 向着李火旺靠近 我看你像个二卵子成精 呛的一声 李火旺单手从背后拔剑 向着那女人反冲了过去 当弄明白这家伙的目的后 李火旺瞬间打消了顾虑 这装神弄鬼的东西 远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厉害 刚刚只是马赶打狼 两头怕 三两步 双方就接触到了一起 李火旺挥剑就砍 寒光闪过 那女人被劈成两半 被切成两半的红色宝竹 从她肚子里掉了出来 那空中半截女人的身体 飞快地挪到李火旺的身后 就要向着她背上摸去 可那惨白的手指 距离李火旺的后背 还有不少距离的时候 却仿佛烫到了一般 缩了回来 哦 当李火旺明锐地 察觉到这一点时 心中顿时一喜 这东西 忌讳天书 李火旺把手中长剑一扔 直接掏出天书 轮圆了 向着小脚女人 脸上直接拍去 面对天书的靠近 那小脚女人面露恐惧 转身开始逃跑 此时 双方的行事 瞬间倒转了过来 变成了拿着天书的李火旺 让对方恐惧 在胡家祠堂内 李火旺跟小脚女人 多多转转好一阵功夫 可对方别看是小脚 那跑起来 却一点都不慢 追了半天 愣是一点都没碰到 李火旺喘着粗气 隔着桌子 看着对面的小脚女人 这样下去不行 看看能不能驱赶走她 给我滚 听到没有 别让我再看到你 那小脚女人 用阴毒的眼神 死死地瞪了她眼 然后摇摆着身体 缩到墙角黑暗中去了 当李火旺提着灯落 靠近那墙角 发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吕状元从地上 拿起李火旺扔下来的剑 小跑着过来 双手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李火旺抓住剑柄 反差到背后 就看到吕状元脸上 对着笑脸 讨好的对着自己说道 嘻嘻嘻 你说啊 我像人还是像神啊 李火旺心中一阵 不对 唱戏声还没停 这个吕状元是假的 就在她反应过来的瞬间 眼前的吕状元扑了过来 惨白的双手 直接穿过了李火旺的身体 刹那间 她浑身感觉刺骨的寒冷 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 她把手伸进腰间一拉 极其刺耳的铃声响起的瞬间 那种难受的感觉 迅速退去 碰 的一声 李火旺的后脑勺 重重地砸在地上 让她脑子嗡嗡作响 顾不上李会脑袋的疼痛 李火旺咬着牙 用力地继续咬着手中的铜铃 差点被这家伙阴了 八仙桌的桌檐 搭台子的竹竿 胡家祖宗们排位的边缘 现在所有的线条开始扭曲起来 迅速凝聚成了怪异的聚合体 随着头疼欲裂的李火旺 用手一指 有老爷向着正在后撤的 甲铝状元扑去 见对方有帮手 那东西要逃 但是此时已经晚了 有老爷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但是 他并没有靠近铝状元的身体 反而直接向着地上 被灯笼照出来的黑色影子钻去 当有老爷身上的线条 如同尖刀板 把小脚女人的影子 切割得支离破碎 那东西 如同野兽般尖笑着 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 原来这东西的本体 就是地上的影子 难怪自己把他身体 切成两半都没有用 这个念头 在李火旺的脑海中闪过 在有老爷的攻击下 那东西变成了甲铝状元 如同漏气的气囊般 迅速扁了下来 地上的人形影子 迅速扩散 最终形成了一滩 腥臭粘稠的黑色液体 就在李火旺以为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唰的一声 有老爷迅速窜了回来 围绕着他 迅速旋转起来 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还有 李火旺那刚刚准备 缓下来的摇铃动作 开始加大力度 剑影藏没有起到作用 那小脚女人 从远处的一条 蠕动的线条中闪了出来 站在那阴沉沉地盯着这边 刚刚变成吕状元的 不是这一只 他有两只 就在李火旺这么小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脚女人 从他中分裂了出来 并且开始越分越多 并且越分越小 不止一只 好几位小脚女人 从四周扭曲的线条中跳出 同样开始越分越小 随着李火旺用手一指 有老爷冲了上去 开始攻击 四周只有八掌大小的小脚女人 可攻击得再快 也没有他们分裂得快 这些一模一样的小脚女人 围绕着李火旺 一边分裂着 一边张开血红的樱桃小嘴微张 开始扭着那怪异身体 用那极其间隙的声音 开始唱起歌谣来 洗神乐 洗神笑 衣冠衣让 矮然轻 洗神跳 洗神闹 黏护红尖墨色星 洗神怒 洗神杯 香炉提灯鸣如海 洗神呃 洗神机 左手心肝 右手肠 村头前来引洗神啊 他们唱完的瞬间 整个身体瞬间爆炸了 某种黑色物质 从他们体内溅出 把四周蠕动扭曲的一切空间 都彻底染成了黑色 虽然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但是此时李火旺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停下手中的摇灵 就准备先撤退 可下一秒 他脚如同钉子般被钉在原地 一种朦胧 微弱 不知来自何方的指引 让李火旺直直地抬起头来 看向正上方的天空 那里一片极其黑暗 什么都没有 但是李火旺察觉到了什么 黑暗之中 肯定有非常宏大的东西在动 洗神 这个念头一出 李火旺就看到 黑暗中有大大小小的轮廓开始浮现 不对 那东西 感觉到了我的想法 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李火旺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的身体 却不是这么做的 他的身体开始亢奋起来 呼吸开始急促 脸上的青筋爆起 双手扯开身上的道袍 双手向上高举迎接那黑暗中的东西 黑色的轮廓 变得清晰而扭曲 李火旺已经能看到他了 他那双眸中的血丝 因为激动 甚至已经开始破裂了 两条血泪 从他眼眶缓缓滑落 不能再看了 绝对不能再看了 赶紧把眼睛闭上 李火旺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 然而却毫无用处 李火旺已经能看到洗神的头了 如果那一大串的混沌粘稠的东西 真的可以称之为头的话 眼看那东西 就要从黑暗中彻底钻出来时 某种非常特殊的哒哒声 忽然响起 紧接着 那黑暗里的东西忽然停住了 猛地向着漆黑的天空中 缩了一大截 似乎黑暗之中 有什么东西在拉他 忽然一声极其洪亮的攻击 打鸣声响起 天空中的黑暗 如同镜子般破裂了 伴随着骨头的咔嚓声响起 仰头李火旺恢复了知觉 他猛地一低头 双手撑地 看着地上的石砖 大口大口喘着气 那些小脚女人 到底照了什么东西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各种各样的 注定没有解答的疑问 在他脑海中乍现 扶着一旁的八仙桌 李火旺吃力地坐了起来 他抬头望去 空中什么都没有 仿佛刚当的一切都是假的 天已经蒙蒙亮了 五更天已经过去了 胡佳人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接祖宗了 远处的戏台子 此时依然在想 吕状元他们 确确实实唱了整整一晚上 哪怕他们看起来 因为铃声的影响 摇摇晃晃 声音都畅哑了 可是他们却一刻都不敢听 看着旁边各种黑色的牌位 李火旺这才厚之厚 觉得响了起来 刚刚那哒哒声 好像就是这铃牌 同时敲打桌子的声音 李火旺惊讶地 看着面前这些胡佳祖宗牌位 难道刚刚是他们 出手帮助我 仔细想了想 他越想越觉得 有这种可能 连忙站定 对着那些放着牌位的半仙桌子 行了一个清风观道理 多谢各位帮忙 他这里刚行完 那些牌位 忽然开始轻微颤抖起来 并颤抖声音越来越大 哒哒哒哒哒哒 看着这眼前圣人的一幕 李火旺手握到 领警惕的后退半步 这什么情况 谢礼 都谢出坏事来了不成 天都要亮了 你们不回去 还在等什么 可就在李火旺这么响的时候 哗啦一声 他面前八仙桌上 所有的牌位 齐刷刷向后一道 紧接着 一道熟悉切飘渺的声音 从李火旺的耳边响起 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坠入刺骨的冰窟之中 哇呀 第三十五章迷茫 爹 爹 快看 红烧肉啊 红烧肉 嘴里塞着狮子头的铝袖子 眼睛直直地盯着端上来的盘子 这一盘子 油汪汪的红烧肉 刚一上座 六七双筷子 瞬间插了过去 等筷子撤回去 连下面垫的梅干菜 都不剩下半点 看看你们那饿死鬼一样的吃相 都慢点吃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吕家人没叫养吗 爹 别教养了 往日过年 都吃不上这么好的 瞧你那筷子上的肥肉 你吃的也不比我们少啊 小儿子的调侃 换来了脑袋上 挨了一筷子 看弟弟挨打 吕举人咽下嘴里的菜 开始帮忙解围 爹 你就让大伙吃吧 喂换这顿饭 昨天晚上 咱们可受了不少罪呢 这话一出 正在狼吞虎咽的所有人眼中 浮现出死里逃生后的庆幸 昨天晚上 那真是有够吓人的 高人跟那金怪在下面斗法 他们这些在台子上 唱戏的好悬眉下的尿裤子 紧接着 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屋前 看着天空陷入沉思中的离火望 所有人的眼神中 不由自主地 戴上了一丝敬畏 昨天晚上 要不是有这高人在 今天怕不是就吃不到这顿饭了 这小道爷 别看年纪不大 嘴上也没长毛 可是真不是一般人啊 不过 当另外一个端菜下人送上来 他们的注意力 立马又转移了 啊 有鸡 快看 有烧鸡啊 那一双双筷子 如同蛇杏般 在圆桌上方蠢蠢欲动 眼看着筷子 就要将那只鸡 五码分尸 一根包浆的老烟杆 挡在了鸡头上 都给我停下 这只鸡不准动 等我去请小道爷过来一起吃 爹 别喊了 倒是不吃肉的 你这让道爷破戒啊 放你娘的屁 不吃肉的 那是和尚 我把化料这 要是我回来 看到这鸡少了一点皮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吕状元恶狠狠地 瞪了最不安分的小儿子一眼后 用手抹了抹满石油的嘴后 向着桌板下面 用力一擦 转身向着李火旺走去 小道爷 小道爷 满脸褶子挤在一起的铝状元 别提多亲切了 小道爷 忙了一晚上了 一起吃点吧 你瞅瞅 胡家上的菜 都是油水十足的硬菜啊 沉思中的李火旺 转过身来看向了他 思索了一会后 迟疑地问道 铝班主 你看到那些牌位是自己 一起倒下的吧 那场景 应该不是我的幻觉吧 哎呦哎 小道爷 这我哪知道 我没您的本事 哪还敢乱看啊 老汉我后面都是闭着眼睛 在台子上唱的 李火旺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再次回想起 自己耳边的那一句话 虽然很轻 可是绝对错不了 那就是自己师父 单养子的声音 两个世界 也只有他 才会叫自己娃 按理来说 再次听到师父的声音 他现在应该会非常紧张才对 可是李火旺却陷入了迷茫 因为他连自己都信不过 我是神经病 而且是病得很重的那种 如果说 那是因为 自己没有吃黑太随 病情复发 耳边有点一点小幻听 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那些忽然倒下的牌位 还有忽然出现又消失的洗神 这一切也解释不通啊 难不成 李火旺想起单养子临死前 那身体怪异变化 表情变得难看起来 难不成他真的 成仙了 不对 单养子不可能成仙 他所谓的成仙功法 跟服用的那单 明明就是我瞎编的 随嘴瞎编乱造的东西 怎么可能助人成仙呢 要不他根本成的就不是仙 可如果他不是仙 那他现在到底成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纠缠我 李火旺的脸上 露出一丝猙獰的烦躁 小道爷 您在想什么呢 大家现在都是自己人了 有什么难事您说话 吕状元的话 让李火旺回过神来 他深吸一口气 在心中打定一个主意 不管真假 现在自己能做的对策不多 先去所谓的西京城 找吕状元口中的和尚庙看看 万一是真的 他们也许知道什么 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 我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吕班主 没什么事情 就想起了一些琐事罢了 吕状元高兴的连连点头 两人转身就向着屋内饭桌走去 当来到桌前 吕状元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他看到桌子上 除了那只烧鸡以外 别的菜已经舔得干干净净 干净的都可以不用洗盘子了 啊吃的可舒坦 估计皇帝老子也就这享受了 满嘴油的吕袖 踩松懒散的背靠凳子 解开了自己的裤腰带 吕状元尴尬对着李火旺笑了笑 外人面前不好发作 他只能双手端着那只烧鸡 放在李火旺面前 小道爷 这鸡挺肥的 实在对不住 见丑了 李火旺笑了笑 拿起筷子 扯下一条鸡肉 塞进嘴里 没事 鸡也挺好吃的 刚吃没几口 旁边有一群人 穿过长廊走进屋内 走在最前面的 是吕状元的雇主 胡江河 不错不错 祖宗听得满意的不得了 桌子上的香烛吃得干净 这是好事啊 听到对方夸自己 吕状元满脸笑容 一定要过来到我们胡家 来喝口茶啊 胡江河客气说道 说着 胡青河旁边一位壮汉 端着一个盖红布的托盘 送上前来 红布一掀开 十枚银黄黄的元宝 整齐地放在那里 说好的十两银子 你收好 哎呦 多谢胡老爷上 胡老爷放心 以后只要还有活 只要妥人带话 我们吕家班不管在哪 都尽快赶过来 等胡老爷走后 吕家人围着托盘 眼睛垂涎欲低地 看着盘子里的元宝 就在吕秀才 刚要伸手去摸这辈子 见过最大的钱时 就被一根老烟杆打掉了 吕状元先从托盘里 掏出四枚元宝 塞进兜里 他看着剩下的六个 眼睛露出了强烈不舍 可是 最终他 还是重新露出笑脸 端着银子 来到了正在吃饭的李火望身边 来来来 小盗爷 咱们说好的 你六我四 这是你的那份 第36张驴车 看着这六两银子 李火望也懒得推脱 伸手塞进怀里 咱们鸣个接着赶路 吃饱喝足 吕家人也困了 要回去补觉去了 毕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吕家人走后 整个屋内 只有李火望一人 他看着面前 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烧鸡 想了想后 对着一旁的下人说道 有什么装的东西吗 没过多久 李火望牵着一头驴 走出来五里港 驴的背后 还拉着一个板车 板车上堆满了一袋带粮食 六两银子 虽然不多要省着点用 但是买不起马 买头老驴还是可以的 有了这东西 至少一路上粮食什么的 不用背着了 等李火望出来 就看到 其他人依然窝在田地里的倒杆堆里 他们没有进村 明显也是 怕自己奇特的样貌 吓到了村里人 走过去后 李火望发现 他们正在拿火烤地瓜干呢 李火望伸手从车上一提 一只香喷喷的烧鸡 被他拽了出来 吃这个吧 一群人吃了这么多天的干粮 看到这东西 哪里还忍得住 连忙兴奋地冲过来 十几号人分一只鸡 每个人分不了多少 但是每个人都啃得格外认真 连鸡骨头都小心地咬成碎块 放进嘴里咽下去 李师兄 这鸡哪来的啊 还有这驴车 昨天晚上 你去哪里 白领秒双手捧着鸡脖子 开口问道 李火望坐在道杆堆上闭着眼睛 简略地描述的起因跟过程 当得知李火望是拼了命 才得到这东西的 白领秒把手中的鸡脖放了下来 他听着声音 爬到李火望身边的 表情心疼地看着他 李师兄 抱歉 是我们这些雷坠拖累你了 要不是我们 你根本没必要这么拼命 李火望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用青色布条 蒙着双眼的少女 跟你们没关系 那东西 既然能来胡家祠堂 他肯定早盯上我们了 哪怕没有昨天晚上的事情 早晚也会撞上的 而且啊 李火望说到 这顿了一下 想起当初在清风关内 自己彻底陷入幻觉的时候 而且啊 将来谁是雷坠 还真不一定呢 李火望想了想 重新看向眼前的少女 他伸手握住了对方的手 白领鸟羞涩地向后缩了一下 但是又马上停了下来 可是过了一会 李火望又想了想 躺在道杆堆上的他 闭上眼睛 把视线撇向一边 缓缓松开了紧握的手 然而就在松开的瞬间 那双柔软的双手 迅速追了过来 紧紧地握住了 好好的修整了一晚上 两帮不同目的的人 再次出发了 他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剑叶镇 这也将会是李火望 一次进入这个世界的 大规模的聚集地 小道爷 五里港距离剑叶镇不远 按我们的行程 差不多四五天就到了 吕状元向着李火望汇报着 李火望扭头 看向被傻子驮着的赵武 怎么样 快回家了 高兴吗 之前赵武说过 他家就在剑叶 这些天接触下来 李火望对赵武有了初步的了解 他感觉对方脑子非常好用 只不过 因为身体 行动不便 又不认识字 没有发挥出来潜力罢了 赵武 这眼看都要你家了 怎么的 你得请咱们弟兄几个 去趟酒楼吧 狗娃在一旁细血地调侃道 然而赵武的反应 却出乎其他人的意料 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这样的废人 回家了又如何 手不能提肩 不能挑的 窝在家里 也只是当饭桶罢了 这话一出 气氛变得安静下来 他这句话 戳中了所有要因的心 能在料房待着的 除了李火望 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哪怕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们依然是那被人恐惧 或者讨厌的一类 从清风关出来 逃脱了死亡的恐惧 是非常的不错 可重新回到那个 被人鄙视敌意的环境 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感觉到气氛有些沉闷 李火望扭头看向赵武 谁说你是废物 趁着这段时间没事 我来教你炼丹 能计多少计多少 回家当个赤脚狼中 也不至于饿死 赵武听到这消息 愣了一下 紧接着 他的表情激动起来 眼神中充满着强烈的渴望 李师兄 我不要学炼丹 您可以教我认字吗 为什么要学认字 多学几个单方 回家行医 有个饭折不是挺好 李火望有些无法理解 这些本地人的情感 倒不是说 认字没用 认字当然非常有用 但是读个小学 还要五年呢 要教一个连自己名字 都不会写的文盲认字 这可是大工程 没有几年根本下不来 不碍事 学不来多少也没关系 能学多少 就学多少 虽然赵武那份对知识的渴望 李火望不理解 但是既然他想学 那自己当然可以教 傻子 把你背上的赵武放驴车上 我教他认字 赵武什么都不会 李火望只能用木口人 这种简单的文字启蒙 骄着骄着 李火望发现 附近很安静 他抬起头来 发现包括吕家人在内 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 专心听着不说 而且他们的脸上 还带着敬畏 仿佛李火望在干什么 庄严神圣的事情 那个小道爷啊 笑嘻嘻的吕状元 一手提着两条腊肉 一手硬拽着自己的小儿子 就向着那边靠过来 就在李火望 等着对方开口的时候 临间小鹿的后面 扬起阵阵尘土 不多时 一匹马在他们面前停了下去 从马上跳下来的 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大胖小子 吕状元明显在五里港认识着人 连忙拱手作医 哟哟哟 胡少爷 您慢点 您这是要去哪呀 我哪也不去 我跟你们一起去唱戏去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天天听戏了 兴奋不已的胡少爷 声音稚嫩的很 虽然看起来壮硕 却并没有变音 哎哟哟 金子铸成的长寿所 被他硬塞带吕状元的手中 吕状元此时 表情十分纠结 捧着手中的金子 左右为难 不过很快 有人从后面骑马追了过来 替他解了围 爹 你别拽我 我不回去 我要唱谢 啪 甩在胡少爷脸上的大嘴巴子 吓了周围所有人一跳 少年的脸迅速肿了起来 你居然当戏子 你居然敢当戏子 你是有多见 那是下九流的下九流 你要敢当戏子 给胡家丢人的话 老子他妈的揍思念 一把扯过吕状元手中高举的长寿所 那人扛着自己的儿子 骑着两匹马绝肠去 他走了 李火旺重新看向吕状元 等待着他刚刚没说完的话 吕状元尴尬提着 两条腊肉站在那里 好几次张嘴 似乎想说点什么 又没发出任何声音 一向十分圆滑的老人 第一次束手无措地向着孩子 最后 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抢笑着对着李火旺点了点头 拉着自己的儿子 向着旁边的马车走去 本来就有点驼背的他 驼得更厉害了 第三十七章九流 离开五里港 有点时间了 细长的临间小路 逐渐变宽 并且此时也不止两拨人 马车 牛车 还有挑着担子的农家 一同往前赶着 地上的开始密集起来的脚印 跟畜生的粪便 让李火旺明白 剑夜阵应该快到了 赵武 向旅班主他们演戏的人 身份都很低吗 李火旺对着全身贯注 学写字的赵武问道 拿着树枝临摹的赵武 抬起头来 意外地看了一眼李火旺 紧接着又望向前方的赵家班 嗯 虽说唱戏的时候 能被台下的人叫好 可是他们就像勾篮院子里的女人一样 喜欢是一回事 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 戏子是九流里面的最下等 是吗 哪九流啊 李诧异地问道 要不是之前那一出 他还真没感觉出来 一流帝王相 二流冠军将 三流身假伤 四流派教帮 五流公熟将 六流一帝农 七流无企奴 八流盗片枪 九流耍戏娼 五流不同 就比如下 三流的人 不能同梁家通婚 衣着乘坐 也有所限制 不能骑马坐轿 也不能穿紧 零 愁 甚至告官的时候 都要若三分 听到赵五如同被绕口令一样 熟练地脱口而出 李火旺十分惊讶 没想到你知道的还不少 李师兄客气了 我家毕竟在镇上 这些还是知道的 而且这些事情 应该大部分人都晓得 李师兄 你过去是哪的 为何连这都不知道 赵五早就察觉到了 这位李师兄的不同之处 只是今天才找到机会问 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于自己的来历 李火旺懒得解释 费经不说 这帮人还未必理解的了 见李火旺不答 赵五也不问 继续往下说 咱们这还好了 无论哪一流 皇帝还让考科举 虽说不一定能成吧 可至少是个想念 我听说 别的地方下三流的人 连考科举都不准 祖祖辈辈都翻不了身 戏子只能一辈子是戏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李火旺对着这个世界 又有了新的认识 那像我这种道士呢 在这里地位如何 李火旺再次问道 道士是三教之一 不在九流 大部分人遇到道士 还是比较尊敬的 哪怕不敬 也会避而远之 毕竟神神鬼鬼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 赵五的这句话 让打算把身上这件道袍 脱下来的李火旺 打消了这个念头 既然接下来要走南闯北的 那穿上这身道袍 明显比一身不一 会方便得多 对了 赵五 那像单养子那样的存在的人呢 他们的地位 应该很高吧 李火旺马上问出了关键问题 李师兄 说实话吧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被他抓走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 世间真的有人可以那么厉害 我以为那些都是说书人瞎变的呢 这么回事吗 李火旺若有所思 看起来这些地方消息很闭塞 按理来说 单养子这种存在的人 应该有不少才对 结果赵五这样的本地人 居然不知道 不过他猜测 像单养子那样的人 应该会有人克制才对 要不然 他也不至于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去 偷偷休闲 小道爷 小道爷 你快看那城门 咱们到了 听到吕状元的叫喊 李火旺抬起头来 向前望去 这条走了这么多天的镜头 出现了一排布满青苔的低矮城墙 而城墙里面 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建业镇 吕家班顺利地走了进去 但是李火旺等人 却没有这么好运的 因为他们的长相 实在太特别了 还没进来一回功夫 镇上的捕头 就带着人来找麻烦了 枪 捕头双手举着刀 表情十分忌讳地 对着李火旺问道 站住站住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是 严捕头 是我 这些都是 我认识的人 他们没有坏心的 特意送我回家的 旅车上的赵武 开口打着招呼 一见赵武那张脸 捕头顿时敌意大减 把刀收了起来 哦 是赵家老五啊 你这段时间跑哪去了 让这些跟你一样的人 老实点啊 买几个挂步斗笠遮着 别吓到街坊四邻 多谢了 严捕头 我家最近还好吗 好 当然好 对了 你二姐嫁人了 是个好人家 来了一个卖斗笠摊位 买了好几个带黑布的斗笠 要一门带上后 虽然这样 还是非常的显眼 但是至少吓不到人了 再跟吕状元 预定好了下次出发时间 李火旺对着赵武说道 你家在哪 先去你家吧 看着四周熟悉的一切 赵武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他没有带斗笠 因为城里的人都认识他 四肢无力的赵武 用那双手吃力的驴车上一撑 就跳了下来 一旁的狗娃 刚要伸手去扶 被李火旺挡住了 他拔出身后长剑 递给了赵武 紧接着 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张仪颜条 开始梳理起来 赵武就这样 双手拄着长剑 跌跌撞撞地 向着自己的家里赶去 剑夜镇看起来热闹 街上人来人往 但是并不大 赵武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家 那是一家小小的米铺 看着里面忙碌的家人们 赵武顿时热泪盈眶 爹 我回来了 赵武颤抖的一声喊 让米店里的所有人 抬起头来 五弟 一位正在扛米的 赤裸上半身的健壮小伙 把肩膀上的米袋 往地上一扔 兴奋地冲了出去 死死地抱住了他 紧接着 又是一个头顶上 绑着牛角边的小丫头 也冲了出来 激动地围绕着赵武直转 就在赵武激动地望我的时候 在旁边冷眼旁观的李火旺 发现了不对劲 除了冲出家的两人外 屋内的其他人 表情都非常的平淡 这可不像普通家人的样子 李师兄 怎么了 敏锐感觉到气氛不对的白领秒 轻轻拉了拉李火旺的衣摆 李火旺用手 在他手背上拍了拍 什么话都没说 第38章剑夜 五弟赶紧进来 这些日子 你去哪了 我跟六妹可担心你了 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呢 看到那赤膊小子 搀扶着赵武 就向着里面走去 李火旺抬脚跟上 他感觉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怎么回来了 当看到打算盘的那人 刚不平不淡地开口 李火旺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刚刚还十分激动的赵武 脸上的情绪渐渐消失了 用颤抖的声音陈述道 爹 我被人用麻袋 蒙着脑袋抓走了 他们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 是我的这些朋友送我回来的 看着门口那好几顶黑斗笠 赵武的父亲 不耐烦地连连摆着手 都散开都散开 你们这样堵住门口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对方的态度 让李火旺很不爽 你们父子关系 不喝 关我们外人什么事情 一把抢过赵武手中的长剑 高高一举 寒光一闪 锋利的刀刃 静直披在对方的木桌柜上 几乎要切成两半 你要干什么 镇上的捕头 可是我亲切 赵武父亲 吓得连连后退 李火旺右手掏出一两银子 当着他的面 沿着翻着寒光的刀刃 缓缓消下一小块来 紧接着 用手那碎银子 推到他面前 买米 米铺的小后院内 赵武正在给李火旺倒茶 李师兄 你消消气 我爹就那样 他本心其实还是蛮好的 李火旺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管他好不好 别人的家事 他也懒得管了 他过来 也不单单 是为了送赵武 这些一眼纸条 是国内的 既然见夜城你熟 那你找个靠谱的标行 把他们都捎过去吧 李火旺把七八张纸条 推到赵武的面前 赵武双手接了过来 慎重地点了点头 李师兄放心 这些事情 我保证办到 行 就这样吧 你在家好好待着 我们走了 李火旺说完就站了起来 这么快就走吗 要不中午在我家吃的了 我能活着回来 全靠大家 赵武显然有些不舍得 这一离别 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算了吧 别忙活了 李火旺拍了拍赵武的肩膀 就看刚刚他父亲的态度 这顿饭 恐怕要吃不安生 我这几天教的字 你多记住 尤其是你的名字 会写自己的名字 至少不是纯文盲 就在李火旺嘱咐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旁边一位浑身长黑毛的女药营 忽然冲上前来 把嘴巴凑到他耳边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回家后 好好查查 说不定 你不是被人绑走的 而是被你爹卖了 这话说得所有人鸦雀无声 等赵武的三哥 扛着米过来 李火旺一挥手 让傻子带上米 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走到人来人往的马路上 李火旺等人 正在寻找落脚的客栈 你为什么会认为 赵武是被他父亲卖掉的 李火旺回头 对刚刚跟赵武说 最后一句话的女人问道 这个患有多毛症的女人 一路上非常的沉默寡言 平时基本上不跟别人说话 今天忽然开口 实在让李火旺有些惊讶 虎毒还不识子呢 他未必有那么欢 李火旺这话一出 那女人身体却莫名地颤抖起来 声音中带着伤感地说道 虎毒是不识子 可人比老虎毒多了 因为我就是 被我爹娘卖掉的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站住了 目光震惊地看向了他 二两银子 区区二两银子 他就像卖牲口一样 把我给卖了 连头都不回一下 感觉到对方心中的痛苦 白铃苗走了过去 轻轻地抱住了他 安慰地拍着他的背 李火旺想了想后再次开口 他都把你卖了 那你还回去吗 回去 那女人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看他那因为激动 而急促起伏的胸口 以及声音中的极度恨意 李火旺立马能猜到 他回去的目的 恐怕跟白铃苗他们不一样 东来客栈 我们今天就住那吧 李火旺用手向着 接到左侧的牌匾指了指 率先走了进去 客官里面请 打间还是住店啊 住店 一间房多少钱 我们这分假一柄三种 假号房90文包吃10 一号房60文不包吃10 柄号房20文 不过要跟别人同住 客官 您这一共7位大人 5位小孩 一共12人 您可以选4间一号房 咱们客栈屋子宽敞 一间屋子睡三个人没问题 两大人带着一小孩一块睡 也安全些 行 就按你说的办吧 好脸 贵客12位 一号房4间 楼上请当心台阶 夜晚 李火旺靠着窗前 看着外面街道上行走的古代人 一路上奔波 他终于有时间坐下来 好好观察这个 跟自己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千马的壮汉 拿扇的书生 提着花灯的小孩子 还有用扁担 担着吃食的驼背小饭 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但是跟自己 又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一张张不同的面孔 在他眼前闪过 看着看着 忽然李火旺精神恍惚了一下 下一秒他浑身肌肉瞬间紧绷 他在街道上看到了杨娜 那张精致的面孔 此时已经梨花带雨 他的表情是那么伤心 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火旺 你快醒醒啊 被吓得浑身冷汗的李火旺 连忙后退一步 紧接着又迅速扑了回去 向着下面看去 结果发现 那并不是自己的青梅竹马杨娜 而是一位跟他样貌 有几分相似的黄花闺女罢了 也是 我都长这么大了 如果杨娜真的是存在 她怎么可能还是少女 李火旺被擦着墙壁缓缓滑落 眼神无神地 看着上方的木质房梁 幻觉难道又要开始了吗 可可可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 进来吧 门没关 李火旺本以为进来的 会是跟自己住一起的狗娃 结果发现是白灵苗 脸上带着笑意的她 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 送到李火旺面前 荷叶打开了 发现里面 是几个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李师兄 饿了吧 吃包子 李火旺伸手抓起一个 塞进嘴里 大口大口嚼了起来 白灵苗捧着包子 蹲在李火旺的左侧 安静地看着她 一看到她吃完了 就立马贴心地地上一个新的 这地方挺特别的啊 大碗上的 还有包子卖 李火旺开口说道 大碗上有包子 卖不是挺常见的吗 要是特别 那还要说傻子呢 她吃包子 居然沾醋 也不知道她哪人 还有这种吃法 正在跟白灵苗闲聊的李火旺 忽然想起什么 我没给你钱 你哪来的钱买的包子 白灵苗目光躲闪地挪开了 但是 她先是把剩下的包子 放在腿上 紧接着从自己腰间 掏出几大块银子 双手捧着 送到李火旺面前 李师兄 我把那金脚还荡了 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我也做不了别的 就只能这样帮你了 第39章野生 看几眼白灵苗手中的几定银子 李火旺把手伸进怀里 掏出一块银子 叠在上面 还没等李火旺开口 白灵苗连忙抢先说道 那金镯子已经溶掉了 我亲眼看到 它溶掉了 已经熟不回来了 看着张嘴 愣在那里的李火旺 白灵苗得意地笑了 感觉自己赢了一样 她捧着自己手中的银子 塞到对方的怀里 放心吧 那镯子 本来舅娘 给我傍身用的 不是家传的什么宝贝 见白灵苗话 都说到这份上 李火旺也不再坚持 她把那些银子 仔细轻点后放好 等一切都安顿下来 我给你买个更大的 嗯 我等着 白灵苗微笑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石门 忽然开了 狗娃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看到蹲在墙角的两位 男女一愣 紧接着就要往外走 看错客房了 实在对不住了 我这就出去 白灵苗脸一红 埋头冲到门口 一把推开她就跑开了 狗娃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李师兄 白师妹虽说她浑身白 但讨老婆吗 样貌不重要 性子才重要的 您可别嫌弃啊 李火旺懒得跟她瞎扯 别废话了 洗洗赶紧睡吧 好不容易有床睡 昏昏沉沉中 李火旺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老林子当中 前方朦朦胧胧的有光源 疑惑的她用剑劈开树枝 向着前方的火光赶去 当靠近后 李火旺发现 那是白灵苗他们正在跟着自己的母亲 以及杨娜 围着篝火烤地瓜干 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 就要向着那边走去 然而忽然之间天地骤变 李火旺发现高大上百丈 长着三个脑袋 浑身长满羽毛的丹羊子 如同一座大山般 赫然站在那里 哈哈 哇呀 干得不错 药影都带过来了 骇人的丹羊子 大笑着说完 举起手中 如同比他身高还长的石柱 狠狠地向着脚下的 那篝火堆砸去 等等 浑身冷汗的李火旺猛地坐了起来 她深吸了几口气候 惊魂未定的她 才反应过来 刚刚的一切只是在做梦 李师兄 您醒了 我特意给你买了扁食 趁热吃吧 正在看热闹的狗娃 把脑袋从窗外缩了回来 现在什么时辰了 李火旺捂着自己 有些胀疼的脑袋 坐到桌边 发现她口中的扁食 跟馄饨差不多 沉食刚过 睡晚点没事 反正今天不用赶路 拿起陶瓷条羹 把馄饨大口大口地 向着嘴里塞去 没过几下后 就吃完了 谁说今天没事 走吧 我们去买赶路时 需要用得到的东西 紧接着 刚刚的梦境 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 李火旺再次开口说道 我带别人去买那些 你去问问吕状元 什么时候能走 越快越好 如果他不能走 那我们提前走 李火旺买驴车 还剩银子 再加上百零秒 多给的那些银子 可以再补充点必备品 最起码的被子席子 是需要的 不用晚上窝在篝火边上 后背发烫 钱凶凉 另外还可以买口锅 这样路上 也能吃上点热乎的了 不至于天天啃干粮 零零散散的东西多了 一辆驴车不够用 当他跟吕状元 在城门口会合时 已经又多了一辆驴车了 嘿 小道爷能耐啊 这一路上走来 家当是越攒越多 我估摸着 等您再多走个半年一年的 您怕不是腰肠万贯了 赶路的吕状元 也不忘继续拍马屁 吕班主 见夜到西京城远吗 李火旺看着面前 宽敞的土路问道 路宽了人也多 路上不止他跟吕状元的两拨人 还有不少背着包袱 一同赶路的 看起来都是去西京城的 不远 再走个十几天功夫就到了 吕状元不知道 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 脸上笑开了花 李火旺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关于你口中的和尚庙 除了他们那仇子厉害 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 嗨 和尚庙就和尚庙呗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哪里的和尚庙里面 不是一群老和尚 带着一群小和尚 斥斋念佛 李火旺轻叹一口气 看来这种事情 还要自己亲自上门询问才行 吕状元这样的平头百姓 稀里糊涂地活着 对这方面的事情 根本没有任何概念 小道爷 和尚 哦 李火旺抬头望去 发现路边真的站着一位光头僧人 当他走过去 就看到穿着破烂僧袍的背影 抖了抖转过身来 然而 当看到这家伙的正面 李火旺顿时皱紧了眉头 说是和尚 但是看上去 更像是剃了光头的老乞丐罢了 模样要多寒沉有多寒沉 浑身上下的僧袍 全是布丁跟破口 阿弥陀佛 你找我有事啊 这位浑身脏兮兮的老人咧开嘴 露出那没有一颗门牙的黄牙 憨笑着 你是 和尚 对 我是和尚 老和尚提着脖子上 那串用果盒穿起来的佛珠 有几分说道 敢问大师 你是哪座寺庙的高僧 李火旺的声音 已经带上了一丝迟疑 我没庙啊 这不往北边去找吗 听说那边和尚庙多 而且还能管饭呢 我打算去那边去当和尚 听到对方这么说 李火旺的心中顿时有了猜想 对着他不平不淡地点了点头 转身回来 自己的队伍当中去了 可当李火旺不打算理 会这个假装和尚的老乞丐 对方却像一块牛皮膏药一样 贴了上来 你也是去找和尚庙吗 那咱们一道啊 可你不是道士吗 道士应该不信佛祖吧 这家伙 该不是在跟我这扮猪吃老虎吧 心中开始提高警惕 李火旺在驴屁股上一拍 带着其他人快走起来 直接当他不存在 可他不理会 有人却在理会 心中单纯的傻子 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你没带 没带 吃的 会饿死的 怎么会饿死呢 你看这林子里什么都有 野果子 野蘑菇野菜的 我也 我也 吃过野果 我还 我还 傻子 别跟他说话 哦 当没有人理会 那老乞丐无趣的自己离开后 暗中握紧道林的李火旺 松了一口气 不管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诡异的地方 防人之心不可无 沿着这条土路 走了一个时辰 日头挂在天空的正中央 见不少人 已经开始蹲下来啃干凉了 李火旺也让其他人照做了 虽然他心中开始有些焦急 但是人多还是安全线 新买的白馒头 送到每个人的手上 他们就着几个咸菜罐子 吃着赏饭 结果百里秒的水葫芦 仰头喝了一口 李火旺回头看了看 忽然发现 少了一个人 嗯 傻子呢 刚刚去林子撒尿了 怎么还没回来 该不会撒尿撒到一半 便拉屎了吧 喂 傻子 你在里面吗 当狗娃对着路边林子大喊的时候 傻子那憨厚的大脑袋 从林子里面钻了出来 他嘴里鼓鼓囊囊的 似乎在嚼着什么 你吃什么呢 李火旺疑惑的问道 林子里的 爷爷 也白米饭 不不 不要钱 傻子说完又缩回林子里去了 第四十章后半夜 嗯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 走进了傻子待着的林子 刚一走进林子 李火旺顿时瞳孔一缩 只见傻子跟着刚刚的老乞丐 正在蹲在一个小土包面前 吭吃吭吃的吃东西呢 那小土包的顶端 还放着几张黄纸 用块石头牢牢压着 李火旺压抑着怒火冲过去 一脚把傻子踹倒 起来 祭坟的东西 你也敢吃 活腻歪了是吗 不是说了别跟这要饭的说话吗 傻子委屈的爬了起来 我眉眉没跟他说话 跪下 赶紧磕头赔礼道歉 李火旺严厉的下令着 看到傻子对着坟包 重重的磕了几个响头后 李火旺伸手把他硬拉起来 这鬼地方什么都有 他不敢躲 万一处理不好 马上麻烦了 呛的一声 李火旺把身后长剑拔出 直指那老乞丐的鼻子 冷眼说道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离我的人远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不等那人回话 李火旺拉着傻子 转身就离开了 我不是要饭的 我是和尚 那人嘴里低声地嘟囔一句 继续蹲在那里 吃着死人的贡品 重新回到路上 一行人继续出发了 李火旺的表情有些凝重 开始对着其他人嘱咐着 最近几晚都别睡那么死 可能要出事 虽说 傻子已经磕头认错了 但是天知道 那坟墓里的东西 脾气怎么样 他不敢躲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其他人马上明白了什么 轻轻地点了点头 随着日落西山 夜色降临了 路上的人 纷纷走进路边林子里 去捡柴生火 围绕着两头驢车 李火旺把篝火生得很旺 并且还让其他人去林子里 砍了足够多的柴火 今天没有月亮 四周一片漆黑 四周的树枝 随着微风摇晃 仿佛里面有着无数东西 隐藏其中 窥探着火堆周围的人们 随着时间推移 四周逐渐安静了下来 其他人都睡着了 但是李火旺却没有睡觉 安静的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除了四周的林子外 他的心 还要奋出大半 到那老乞丐身上 如果说 那东西找上门来 肯定是先找他身上 如果来了更好 也刚好也可以借此机会 来看看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漫长的等待下 上半夜就这么过去了 来到了下半夜 来到了最容易犯困的那个时间 李 师兄啊 那地方 刚刚是不是有张脸啊 一同首页的狗娃 声音中 带着一丝颤抖的说道 李火旺迅速望去 然而黑暗之中 什么都没看到 你确定吗 他用极低的声音询问着 狗娃艰难的吞了一口唾沫 不确定 兴许 兴许 是我眼花了吧 别说话 安静 李火旺假装盯着面前的篝火 用余光向着那边撇去 安静的等了一会后 在微弱的火光照应下 他看到了一张丑陋的面孔 缓缓从黑暗中露了出来 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 可让李火旺感到头皮发麻的事 这颗脑袋后面 慢慢地冒出更多的脑袋来 一条条白光 在脑袋下面时影时现 等等 白光 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 抓起篝火堆中点燃的一根柴火 就扔了过去 站住 你们什么人 李火旺的一声大喊 在安静的环境中 如同一道惊雷 把睡梦中的其他人都吵醒了 当翻滚的柴火 扔到那些脑袋下面 看到那些脑袋 都有脚油影子后 李火旺马上明白 这些人是活人 不但李火旺看到他们 其他人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他们手中的大砍刀 响马来了 快跑啊 这惶恐的一声喊 让人群瞬间炸了锅 所有人纷纷背起戏软 做鸟兽散 他娘的 被发现了 快牵马过来 很快马蹄声响起 这些劫匪们 踢着刀 向着路上行人追去 快往林子里跑 他们的马在林子里跑不起来 听到老乞丐这么喊 其他人纷纷远离大陆 冲进四周树林 他们是跑了 但是像李火旺这种有驴车的 却跑不了 驴是不可能跑过马的 听到马蹄声从后面响起 李火旺迅速站定回头 就发现 一匹高头大马 驮着一位胡子拉擦的劫匪 把向着一位老妇人砍去 躲不开了 李火旺迅速掏出一颗药丸 直接塞进嘴里 一股热量 瞬间涌向全身 马上的高德秋 看着眼前的老乞丐 眼中露出一丝不屑 刀都不举 一拉手中缰绳 伸下马蹄高举 静止向着男人踩去 他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 期待着接下来血腥的一幕 他平时当响马 除了玩女人 也就这点爱好了 然而就在下一刻 他看到一道人影 从前方冲出 一拳头重重地砸在马头上 砰 伴随着马的嘶叫声 正在前冲的马硬生生地 被改变了方向 向着右侧道去 正在向着地上 落去的高德秋什么 都做不了 只能看着那边的马头 眼睛越瞪越大 下一刻 伴随一声闷响 他的脑袋 跟他的马落的一个下场 见自己同伙欲敌 其他人土匪 纷纷把手指放进嘴里 吹着响哨过来帮忙 然而 吃了丹养子炼制丹药的李火旺 让他们的这些人 马上明白过来 自己惹了不敢惹的人 闷声不断昏暗的土路上响起 在折了好几号人后 这些土匪 连忙慌张地离开 快撤 点子硬 搞不好是尖尖撕的人 全都满是血的李火旺 站在那里 大口喘着粗气 他转过身来 看向身后的老乞丐 经过刚刚那一出 自己可以断定 这家伙不是老虎 他就是猪 在李火旺的注视下 那老乞丐站了起来 走到一位被土匪砍死的人面前 跪拜着双手和石 低声念着什么 随着李火旺靠了过去 他听清了 那人在念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个发音 不怎么标准的阿弥陀佛 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念着 念了有几十遍后 老乞丐走到一旁林子里 开始用手刨地 第41章和尚 漆黑的林间土路上 李火旺举着火把 带领着其他人往前走着 天还是黑的 可惊魂未定的他们 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意 毕竟经历了刚刚那么多事 谁都顾不上睡觉 驢车上堆着一些割下来的马肉 除了抢匪尸体上的几块碎银子外 这同样是李火旺的 仅有的战利品了 差不多了 就在这附近 歇到天亮吧 大晚上的赶夜路不安全 李火旺一声令下 很快 火把相互堆在一起 重新形成了一个新的篝火 睡不着眯着也行 明天要继续赶路呢 保持体力 我来守夜 随着驴提声跟脚步声消失 整个土路再次恢复安静 坐在火堆的李火旺 扭头向着刚刚走来的路看去 那里一片漆黑 看起来那老乞丐 不把那些死人都买完 是不会跟过来了 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李火旺心中不由的有些感慨 这地方还真乱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已经够危险了 身为同类 不抱团取暖不说 还相互残杀 他用长剑捅了捅 快要熄灭的篝火 抓起身旁的柴火扔了进去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偏移 林子里那些跑散的人 逐渐向着李火旺篝火边聚集 很快 篝火边逐渐升起好几个小篝火 归来的人中 并没有屡家人的身影 但是李火旺一点也不担心 刚刚抢匪出来的时候 救赎他们跑得最快 屡状元不亏是老江湖了 难怪他那么抠门的人 拉车的牲口要悬马 他肯定早就考虑到了 今天这种情况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天渐渐亮了 其他人开始清醒过来 烤起马肉当早饭 准备开启新的路途 别管马肉好不好吃 至少马肉是肉 可以很好给他们补充体力 就在他们大口大口吃着的时候 一道颤抖的人影 从后面走了过来 看到来人的样貌 李火旺警惕的心稍稍放下 那是之前的老乞丐 看起来他埋人埋了一晚上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他的破烂僧袍 冻得他瑟瑟发抖 他走到稍稍靠近篝火的地方 蹲了下来身体缩成一团 见李火旺正在看自己 那乞丐憨憨的笑了笑 联想到他昨天晚上舍身救人的举动 李火旺心中的敌意减弱不少 虽然他认为这老乞丐 这么烂好心肠 不容易在这危险的世界生存下去 但是谁也不会排斥 跟一个好人接触 见到李火旺递给自己一个馒头 乞丐连忙伸手接过来 一边咀嚼一边含糊的说道 愿佛祖保佑你 听到对方这么说 李火旺顿时来了兴致 你口中的那个佛祖是哪位佛祖 啊 佛祖不就是叫佛祖吗 还分什么那位 老乞丐眼中露出一丝迷茫 唉 赶紧吃吧 在这世道 有你这样的人也少见 希望你不是骗我的 我怎么能骗人呢 我可是和尚 和尚不能骗人的 老乞丐斩钉截铁地说道 念经只会念个阿弥陀佛 而且连自己信的佛祖都不是哪个 你这在哪门子和尚 孙秀才说 和尚都是光头 我就剃光头 王财风说 和尚不能讨婆娘 我就不讨婆娘 刘铺快说 和尚不能吃肉 我就不吃肉 而且我看到别的和尚在喊啊 弥陀佛 那我学着喊啊 弥陀佛呀 我都做到了 怎么就不能是和尚啊 看起来 老乞丐对这方面很在乎 非常执拗地辩解着 听到对方这么说 李火旺哑然失笑 对方这和尚 当得比自己这个倒是还要假 但是并不是代表 你就是和尚 老乞丐一乐 捧着半个馒头 慎重地看着李火旺 那你说 和尚应该是怎么样的 看着对方的目光 李火旺张了张嘴 结果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 对方的话 似乎大于中 又透着一丝真理 不知道为什么 李火旺在他的身上 看到丹阳子的影子 愚昧中懵懵懂懂地坚持 我猜你 应该是不认字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们倒是都这么能掐回算吗 呵呵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当和尚呢 当初要不是有一个和尚救我 我早死囚了 从那天起 我就发誓我也要当和尚 我一定要当一个好和尚 说话间 李火旺看着远处吕家班 从远处正在往回赶 他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向着那边走去 接下来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在路上 老和尚也一直跟着 有时候 看他饿到嚼生野菜 李火旺也偶尔救济一两个馒头 就这么样 走了有十多天后 一座比剑业更加宏伟壮观的城市 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西京城到了 连城片的青砖城墙 高大宏伟 站在城门口向上仰视 巨大的压迫感 扑面而来 终于到了吗 看到城门口的时候 李火旺心中 这才彻底松了一气 一路心惊胆战 好在噩梦中的场景 总算没有出现 小道爷 西京城的客栈 不能乱住 可宰人了 我带你去一家客栈吧 绝对便宜 李状元说着 就要向着高大城门走去 但是却被李火旺拉住了 等等 你之前口中的那个和尚庙 在哪 李火旺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是他来这地方的 最重要的目的 在旅状元的带领下 李火旺向着西京城香火 最鼎盛的郑德寺走去 还没看到寺庙 李火旺就闻到了 佛门之地特有的檀香味 宽敞的街道 也开始拥挤起来 老汪 妇人 大人 小孩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看着他们手里 拿着那好几摞香 李火旺立马明白 这些人都是去拜佛的 这家寺庙香火 一直都是这么旺吗 听到李火旺 向着身边的吕状元说这话 旁边的香客就凑过了插嘴道 那是当然 郑德寺的菩萨 可是很灵验的 我儿媳妇 就是在这里求了一次后怀上的 而且 郑德寺的大师们 人很好的 平日里隔三差五 都会像穷人不周呢 是啊是啊 西京城里 能有一座这么好的寺庙 可真的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第42章寺庙 在李火旺的印象中 绝大部分寺庙 都是建在山上的 建在城里的寺庙 比较少见 不过 这都不是他在意 他现在更在意的 是刚刚香客说的寺庙的名字 郑德寺 李火旺马上回想起 郑坤临死前 对丹阳子说的话 他们当初 似乎就是被这郑德寺的和尚追杀过 他的心 开始加速跳动起来 自己找对地方了 一路上经历这么多事情 总算是到了 就在这时 随着一个拐弯 面前豁然开朗 干净整洁的石板 枣红墙壁的庄严寺庙 映入眼帘 高大的寺门上方的黑色牌匾 用珠红色 写上了三个大字 郑德寺 上帘 修德种因法身原庙 下帘 水清月 现玉盖尊严 在鼎盛的香火下 整个寺庙被白烟笼罩 看起来十分的仙气十足 小道爷 我就不陪您进去了 您请便 对了 西京城跟建业不一样 晚上要宵禁的 您记得天黑之前要回来啊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向着人潮涌动的台阶走去 跟随着香客们 一路走进寺庙 几座大殿坐落眼前 此刻 李火旺如同人潮的礁石般 立在那里 看着四周的一切 寺庙找到了 可是下一个问题难住了他 自己应该怎么跟着寺庙的和尚接触呢 直接说自己是丹阳子的弟子 怕不死 要被他们一掌拍死 没等李火旺想出对策来 郑德寺的和尚 就先靠了过来 毕竟 哪怕是在拥挤的人潮中 李火旺身上的道袍 也太过于惹眼了 对方一开口 那纯正的佛门味道 根本不是之前老和尚能比的 阿弥陀佛 平僧尖顿有礼了 看到眼前的父太和尚 对着自己双手合十 李火旺马上回礼 大师父 幸会 在下宣扬 施主作为玄门弟子 来本寺 想必不是来烧香拜佛的吧 这边请 看了看四周热闹的人群 李火旺点了点头 跟着他向着旁边的侧门走去 看着前面和尚头顶的戒巴 李火旺心中开始琢磨着 接下来该怎么说 两人在威延庙宇间不断穿梭 门口人群的喧嚣 逐渐退去 最终 他们在一颗黄灿灿的银杏树下 一组石桌 石凳面前停了下来 施主请 尖顿和尚坐下 双手不紧不慢地 转着一串佛珠 他没有再问 李火旺哪门哪派 也没有问李火旺 把佛门弟子的清心淡愈 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火旺思索了一会后 看着眼前的和尚 丹羊子死了 啪哒一声 黄褐色的佛珠四处散落 看到面前的胖和尚站了起来 李火旺暗暗点了点头 错不了 这里的和尚 果然跟丹羊子接触过 那牛鼻子老道 真的死了 此事关系重大 还请施主一一道来 既然想要知道答案 那当然要告诉对方 足够多的信息 除了隐瞒自己拿走所谓的天书外 李火旺把清风关发生的一切 都告诉眼前的和尚 大师父 那种情况下的丹羊子 真的可以呈现吗 说到这 李火旺身体微微前倾 表情凝重地继续问道 又或许说 他成的是别的东西 一阵微风吹过 把旁边的银杏树金黄色的树叶 吹得沙沙作响 施主当真听到 丹羊子在你耳边说话 表情同样凝重地坚钝 再次确认道 嗯 千真万确 而且不单单只是幻觉 还有那喜神的异常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李火旺眼中露出一丝烦躁 那无法被直视的喜神 本来要从黑暗中爬出来吃了我 可是他那隐藏在黑暗中的身体 似乎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 虽然没有理由 但是 我心中有种猜测 那在黑暗中 拉拽喜神的 就是丹羊子 成仙后的丹羊子 坚钝表情凝重地想了想后 站了起来 施主 请稍等片刻 此事关系重大 说完 坚钝对着李火旺 双手合十 转身就匆匆离开了 对方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他的态度 已经表达出了一些信息 李火旺抬起头来 看着那空中的云彩 果然 丹羊子的事情 没这么容易结束 坚钝回来的 比李火旺想象的还要快 最多不过半炷香 手中拿着一串新佛珠的他 匆匆走了回来 悬扬施主 这边请 方丈要亲自见你 正德四很大 李火旺在庙宇间穿梭了好一会后 最终 在一座宏伟的大殿面前 透过扒开门的殿门 李火旺看到里面身高十几丈 五座双腿盘坐 姿态各异的巨大威严金佛 在五座金佛面前的蒲团上 坐着一位身穿袈裟的背影 他的头顶 还戴着一顶类似唐僧的武佛帽 李火旺走进去后 就听到那和尚的宋经声 因为大殿足够空旷 宋经声甚至产生了空灵回响 在那五座巨大金佛的注视下 李火旺不由自主地 开始放缓了脚步 宋经声停了 盘坐在蒲团上的和尚 缓缓转过身来 当看到这和尚样貌时 李火旺顿感意外 那是一位眉毛胡须揭白的老方丈 意外的 不是他异常和善的样貌 而是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粉色的眼睛 朝夕相处的这么长时间 李火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他跟百里秒一样 都患有白化病 阿弥陀佛 老那心慧有礼了 心慧方丈双手合十 与其平静 在下悬崖 见过方丈 李火旺行碗里 就对着他的面坐下来 方丈 关于丹阳子 李火旺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对方举起的手挡住了 悬崖施主 这店内的五座佛祖 你可认识 见李火旺摇头 心慧一边倾抚着自己的长白虚 一边解释道 居中金刚世界 毗如折纳 东方相机世界阿处佛 南方欢喜世界宝生佛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 他们合称五智如来 李火旺心中不免 有些交集 这和尚跟自己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到底什么意思 方丈 以后有时间再聊这些吧 敢问现在丹阳子 到底成什么了 心慧双手合十 重新平静地看着李火旺 他成佛了 第43章佛 他成佛了 听到方丈平淡地说出这话 李火旺瞬间赶到后背发凉 他猛地抬头 向着四周的五座巨大金佛看去 刚刚还装颜肃目的他们 此时仿佛瞬间换了一副嘴脸 刚准备要起身的李火旺 看了一眼门外阳光明媚的太阳 又看向眼前的方丈 老方丈依然跟刚刚一样 定力十足地坐在那里 不喜不悲 仿佛刚刚那句话 不是出自他口 等等 别自己吓自己 未必是我想的那样 仔细琢磨了一会后 李火旺重新开口问道 方丈 郑德四跟丹阳子 应该有过节吧 不错 他此前到处辱人杀人 闹得鸡犬不宁 我曾派本寺的达摩院五僧前去 前去擒拿 可屡次都被他逃脱 你能想办法 除了此人 也算功德一见 那敢问大师 他这样的十恶不赦的坏人 是怎么成佛的呢 他怎么可能成佛呢 阿弥陀佛 他现在是什么 不在乎他本身是什么 老那心中有佛 在我心中 他便是佛 听到对方说这话 李火旺顿时心中烦躁起来 这老和尚不好好说话 在跟自己打谜语呢 施主 此时的丹阳子顿与大千 我认为他是什么 并不所谓 重要的是 你认为他是什么 你认为他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毕竟 现在他的因果在于你身 而不是老那 心晦的声音 依然不平不淡 但是 这一次李火旺听明白了 他要表达的意思了 你是说 丹阳子现在变成了一团没有形状 可以随着人意念而变化的东西 类似有老爷那种 然也 可是为什么 他怎么就变成那种鬼东西了 呈现的那些功法 都是我瞎编出来啊 那么多剧毒的东西 吃下去 应该会直接死掉才对 李火旺想破脑袋 都想不出这个问题 老那不知 对方如此坦白的话 让李火旺感到猝不及防 你不知 老那不是未来佛 无法做到全知全能 出家人不达妄语 出一个关键问题 方丈 可有办法能彻底解决掉丹阳子 他既然都是我们的对手 那让他这么悬着 总不是个事 他费尽心思跑这么远来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的 别管丹阳子 到底变成了什么 自己必须解决掉他 这次心会 没有回答那么快 而是沉思了一会后 举起右手 你且过来 我须再看看 看着那只满是皱纹的白手 李火旺有些迟疑 悬扬施主 如果你现在还以我要害你 那你方才就不该迈进四门 李火旺思索片刻后 把额头贴在了他的掌心 嗡一声 李火旺 感觉自己四周的所有颜色 瞬间鲜艳了好几倍 浑身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这种奇妙的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当一切都恢复正常 李火旺心中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中还有些空荡荡的 他明白 这老方丈 别的不说 肯定是有某些佛门特殊神通的 嗯 此事关系重大 老纳需要跟其他长老商讨对策 你暂且在寺庙住下吧 明日给你答复 一听到要留下 李火旺顿时有些紧张 我还有朋友在庙外 我不回去 他们不放心 见李火旺拒绝 方丈的语气依然不急不慢 去留随你 正得四明日尘世开门 悬崖施主 还请莫要食言 你也知这麻烦不除 无论对你 还是对天下苍生 终究是个大隐患 当李火旺走到殿外 站在阳光下 向里看去时 却发现方丈已经再次的转过身来 对着那巨大金佛 再次开始诵经起来 李火旺仰头看了看 头顶正是中午的大太阳 又看了看四周安静祥和的佛门庙宇 怎么看都不像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在李火旺刚转身走没几步 正在诵经的方丈 那光秃秃的后脑勺 开始蠕动起来 没过一会 五佛冒下光滑的皮肤 缓缓裂开一条缝 一颗拳头大小的巨大树眼钻出 死死盯着李火旺 此时 老方丈口中的诵经声 忽然大了一个亮极 色不是我 若是我者 色不应病 极受苦恼 我欲如是色 我不欲如是色 随情所欲 事故当之 等李火旺七拐八拐 顺着妙语间的小道 重新来到人声鼎沸 相克众多的正门 他有种再次来到人间的感觉 站在人群中的他 向着刚刚走出来的小巷看去 我应该相信他吗 李火旺感觉到有些犹豫 哎 倒是 我在这呢 听到有人喊自己 李火旺扭头望去 就看到路上的老乞丐 就在不远处 兴奋地向着自己招手 你来这郑德寺了 别人肯要你 老乞丐兴奋地点了点头 嗯 刚刚那和尚说了 看我可怜 可以让我待在这庙里干活 这样也好 你在这好好干吧 至少比在外面挖野菜 吃死人贡品强 我还有事先走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叫我和尚就行 我喜欢被人叫和尚 以后有空来寺庙坐坐呀 哼 按你们佛家的说法 随缘吧 告别了这老和尚 李火旺离开了郑德寺 等他来到早已约定好的客栈 其他人顿时一窝蜂地涌上来 李火旺抬手阻止了其他人往下问 开口说道 我这有个事情交给大伙 你们分别散去 向着当地人打听郑德寺 虽然今天跟那些和尚的接触 非常的正常 他还是打算 先听听本地人对郑德寺的看法 再做打算 其他人也问什么 点了点头后 转身就向着客栈外走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 当太阳落山后 散出去七人陆陆续续回来了 并且开始向李火旺 汇报自己的见闻 听他们说 郑德寺庙是整个西京城最大的寺庙 香火最鼎盛 我听说那些和尚都很虔诚 严守轻规戒律 上次有个和尚偷吃了肉 被他们直接逐出寺庙了 听说宫里的皇帝 也会去那寺庙拜佛 如果运气好 站到好位子 还可以看到皇帝呢 我这跟他们打听到的那差不多 师兄 你要我们打听 郑德寺做什么 李火旺没有回答 他不想把丹阳子 可能还存在这么恐怖的事情告诉他们 免得他们担惊受怕 仔细琢磨了一回他们的见闻 可是思来想去 李火旺发现自己并没有拒绝的理由 如果不信任这些和尚 那自己只能独自跟成佛的丹阳子 硬碰硬了 这个选择 无疑是找死 最终衡量了德师 李火旺下定决定 明天再回郑德寺 第44章 郑德寺 武佛殿内 李火旺再次见到了心慧方丈 这次 他不再是一个人 身后还一次排开 坐着四位老和尚 既然来了 那么悬崖施主 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李火旺 运接空经 带回去 早中晚一天三次诵读 李火旺接过来 翻开经书 里面全是声色的佛门经文 云里雾里 完全理解不了含义 只要诵读就行了 没有什么功法 也不用吃什么东西 这么简单的步骤 远远低于李火旺的猜想 看到心慧方丈摇头 李火旺拿起经书 就要向外走 就在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转过身来 看向盘坐在团铺上的老和尚们 心慧方丈 郑德寺可有修行功法 自然有的 只要诗主愿剃度出家 归入本寺 藏经阁随意翻阅 听到这话 李火旺转身就走 自己不可能当和尚的 悬扬诗主 这段时间 就在本寺庙住下吧 如此这般跑来跑去 你麻烦 我们也麻烦 这一次 李火旺没有拒绝 竟然都相信对方了 再警惕这一点 反而显得自己小气 郑德寺内 一间独立的厢房 被整理了出来 李火旺安静地待在这里 看着他送过来的经书 刚开始几天 李火旺还有些紧张 也没人搭理后 他逐渐放下心来 深夜 在一盏邮灯的陪伴下 李火旺双手捧着这本经书 送读着 我生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办 不受后友 说辞法时 五必除等 于诛烦恼 心得解脱 信受奉行 这所谓的五蕴皆空经 刚开始念的时候 李火旺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随着一天天过去 他发现自己睡眠质量 越来越好后 这才知道 这东西真有用 平静地送读完一遍后 李火旺缓缓地把书盒上 吹灭油灯 准备睡觉 心中开始盘算着 之后要做的事情 等清理掉单养子 就去找黑态岁吧 如果能把我的病情稳定下来 那样 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 稳定地生活下去了 不过那黑态岁 看起来挺凶的 如果真的抓到了 我该如何把它束缚住 每个月割肉吃呢 对了 还有实力 必须获得足够自保的实力才行 不过这同样也难办 就在李火旺想到这时 他忽然看到 门外有道人头影子 一闪而过 身体瞬间紧绷起来 庙里有人在监视我 李火旺放慢脚步 缓缓地走了过去门边 拉开门栓 猛地拉开一条缝 门外被月光照亮的小院空 无人一人 李火旺小心地探出头 发现远处 黄色僧袍的一角 迅速拖入黑暗的走廊 这寺院搞什么名堂 李火旺稍加思索片刻后 放缓步伐跟了过去 紧走几步 借着月光 李火旺看到了前面的光头 从后面无法看到正面 但是从介巴都没有 可以看出 他应该在正得寺地位不高 就这样 鸦雀无声的寺庙内 一个在前面走 一个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走着走着 忽然那和尚一闪 钻入旁边虚眼的门缝中去 李火旺刚要钻入 但是想了想 转身着妙宇的另外一侧 用手沾了点口水 捅破了纸窗 相比方丈呆的五佛殿 这殿内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很狭小 里面供着的 一手捏绝一手脱平的菩萨 比人小多少不说 连供台上的蜡烛 也仅仅指点了两根 让整个大殿内 十分的昏暗 此时 有人正在佛前跪拜 但是并不是刚刚进去的和尚 而是一个女人 女人 大晚上的在寺庙里 没等李火旺想明白这个问题 那女人低声地念了起来 大慈大悲的菩萨 求求你了 赐我一个儿子吧 我要是再生不出儿子 我男人会把我卖了的 就在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一位赤裸着上半身的和尚 从菩萨的背影中 悄悄地走上来 一条红布被他拉着 轻轻地绑住了那女人的眼睛 女人身体猛地一颤后 没有反抗 她的呼吸逐渐沉重起来 在她的一呼一吸中 紧接着从四周的黑暗中 走出了七八位光头 双手合十 向着她缓缓围了过来 这就是囚子很灵验的真相 李火旺看的里面的一切 顿时目瞪口呆 颠覆了她之前 对郑德四的一切认知 忽然她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一转身 只见在院内明亮的月光之下 那位叫尖顿 如同雕塑一样立在那里 被发现了 看着李火旺 尖顿什么都没说 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 转身远去 再瞥了一眼 店内开始的混乱 李火旺轻轻地跟了上去 尖顿并没有把李火旺带到别处 而是带回到了她的住处 紧接着点燃了灯油 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我知道施主在想什么 可能认为正德四和尚 六根不尽吧 但是施主真的认为 那些香客 都是傻子不成 他们为何大晚上的来拜佛 站在门口的李火旺 没有说话 等待着对方接着往下说 有人要儿子 我们就给他们儿子 出家人慈悲为怀 这是在座善事 听到这话 李火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那你们的好事 还做得挺多挺大的 正德四从来没有弟子说 自家菩萨求子灵验 这都是香客们自发宣传 我们没说他们也没问 第四十五章佛祖 大师父 您不用给我一个住客 解释这么多吧 我也管不了你们 请出去吧 我要就请了 尖顿双手和时 对着李火旺鞠了一躬 向着门口走去 就在跟李火旺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一声轻飘飘的话飘了过去 别瞧不起了佛门 我出家前就是道士 悬门其实也一个样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尖顿走了 整个房间只剩下李火旺一个人 他转过头来 看远处的被黑暗笼罩的寺庙 此时再也没有感到任何威严跟庄重 李火旺对着那些黑暗 缓缓吐了一口气 这破地方真脏 难道就没有点干净的地方吗 自从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李火旺晚上便尽可能的不外出了 免得破坏了和尚们的好事 招人记恨 日子一天一天过 李火旺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 基本上不做噩梦了 就在他打算去问方丈 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 他却提前派人来了 悬崖施主 普渡大斋 马上就要开始准备了 此时法会筹备一次 耗费巨大 还请近日不要走动 行 你回去告诉老方丈 我已经知道了 李火旺对着眼前的小沙迷说道 等小沙迷刚走 一个熟悉的人影闪过了进来 表情带着惊喜地说道 小道士 原来你就住在这里啊 怎么不跟我说一下 那是之前的老乞丐 只是现在 他跟之前的狼狈一样 明显不同了 身上穿着崭新的黄色僧袍 脸上身上也没有任何污渍 显得精神了不少 虽说跟着和尚 只是萍水相逢 但是在这陌生的地方 遇到这么一个熟人 李火旺还是感觉清静 和尚 你在这过得怎么样 还行啊 我现在每天吃饱穿的暖的 只是寺庙里 没法做善事了 有点不自在 一提到善事 李火旺马上想起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看着眼前的老和尚 轻轻叹了一口气 别在意那里多 好好待着吧 这寺庙虽然脏了点 可是至少不会 呃 来 小道士 我带你去我干活的地方看看 那地方可大了 兴致勃勃的老和尚 拉着李火旺 就向着门外走 太阳这么大 等下次吧 李火旺有些兴致区区 他对这寺庙 没什么观光的兴趣 你来啊 你过来看看 绝对不后悔 可多有意思的东西了 李火旺在老和尚 声拉硬拽下 走出了房门 在跟着这和尚 七拐八拐之下 李火旺来到了 郑德寺的一个 宽敞的露天大院中 来到这里 他才发现 这郑德寺可真大 当当当 院内尘土飞扬 一些虎口 绑着纱布的僧人 举起石锥跟锤子 正在雕塑着佛像 佛像成两排 一左一右 向着大院远处延伸 阳光照耀下 僧人的光头 闪闪发光 他们挥洒着汗水 全神贯注地 雕刻着自己的艺术品 你就是在这干活的吗 环境可不怎么样 李火旺 用手眉头微皱地 捂住鼻子 避免灰尘吸进去 是啊 我负责搬没用的碎石头 这些佛像中 也有我的一份力 老和尚似乎对自己的职位 非常的自豪 两人走了到两排 未完成的佛像之间的路 观察着这形态各异的作品 时不时从他们身边 走过的僧人 也不阻止 完全把他们当作不存在 郑德四雕这些东西 肯定不是自己用的 一看就知道 是卖给相克的 看来这僧人 搞创收的能力很强啊 李火旺暗中讥讽道 不过经过之前的事情 李火旺对着这些事情 反而一点都没有感觉意外了 这些还不止呢 前面还有呢 老和尚兴奋地说着 就要向着前方门房走去 看他往前走 李火旺抬脚便也跟上 忽然之间他精神一阵恍惚 身体有些摇晃起来 喂喂喂 小道士 你怎么了 见情况不对 那种异样的感觉 逐渐消失了 没事吧 感染风寒了 要不先回去歇着吧 李火旺回绝了老和尚的善意 没事 我好得很 继续走吧 行 反正真感染了风寒 也要多晒晒日头 那咱们接着往前看 李火旺听到他这话 抬头看看头顶的烈日 难道中暑了 这才刚过年多久 我也没感觉热啊 感觉到身体没什么异样后 李火旺抬脚就要 跟着老和尚往前走 可脚刚抬起 他发现 四周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凿子凿鸡石头的当当声 而变成了肉皮撞击在一起的拍打声 嗯 李火旺疑惑转头 向着右侧的石雕看去 身体瞬间僵住了 刚刚的石雕消失了 取而代之 是一团白花花的肉堆 那些都是和尚 刚刚那些雕刻佛像的石雕 他们虔诚地闭着眼睛 拥挤地堆在一起 身体如同白躯般 不断蠕动 做着一些男女才会干的事情 这事 这事 双眼大睁的李火旺 他缓缓转过身来 看向自己身后那些之前的雕像 不出意外 他们都变了 冬日明亮阳光下 多了几十座肉山 道士 快点走啊 老和尚在前面兴奋地喊着 仿佛像一个急着向同伴 显摆东西的孩子 李火旺颤抖地深吸一口气 抬脚继续往前走着 走过了巨大的门方 又是一个宽敞的大院 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里依然肉山重重 只是这肉山之中 不再只是人了 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猪 他们痛苦地嘶吼着 然而 这座由一脸虔诚的和尚 形成的肉山 如同淤泥般 把他们献了进去 你看 这雕的麒麟 跟石狮子 多想真的 我要有只手艺多好 李火旺机械地 跟着老和尚往前走着 继续观看着 郑德四僧人的作品 他看到狗 看到了马 看到了牛 看到了驴 仔细辨别后 他还发现了更多的异常 那就是 这些和尚 都是半男半女的阴阳人 此时 李火旺的脑海一团乱麻 嗡嗡作响 忽然老和尚的一只手伸过来 拽着他 快走几步进了一间空旷的大殿 可是那种啪啪声 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更响了 在空旷的大殿内 响起回音 李火旺脖子僵硬地看向殿内 随着他的脑袋 越痒越高 眼中的瞳孔 也越缩越小 快看 老和尚用手向上指去 脸上露出如同孩童般的笑容 语气中带着感慨地说道 多么大的一尊佛祖啊 第46章星会 佛祖 李火旺仰头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 最起码二十几米高的一大摊生物 不管老和尚眼中的佛祖长什么样 在李火旺的眼前的佛祖 就是一摊巨大扭曲畸形的粉色肉衫 他那好似癞蛤蟆背部的皮肤 布满的粘稠血浆 各种怪异畸形的繁殖器官 包裹着血浆 从那作呕的皮肤里面 伸出尽伸出 随着他的身体蠕动 而不停扭动 如此怪异恶心的东西 此刻居然浑身上下 都爬满了同样蠕动的赤裸和尚 这些和尚忘我的吸食着 这东西体内喷出的粉色雾气 表情亢奋 呼吸急促地 用自己的血肉填补佛祖身上的一切空隙 身体也随着这东西的蠕动节奏一起扭动 女人 同类 畜生 到眼前的这东西 郑德斯的和尚们 似乎在一步一步挑战自己的肉体极限 怎么样 大吧 这座石头佛祖 是我见过最大的 一无所知的老和尚 站在一旁称赞着 离火望身体都僵住了 他过去一直以为丹阳子那种 坏人在这个世界 是非常邪派的 是被主流所排斥的 既然郑德斯的和尚 跟丹阳子有仇 那么这些和尚 不说有多正派 但是最起码讲规矩 可是他这个假设 从根本上就是错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正派邪派 说不定 整个世界的其他修为方式 全是一样怪蛋 丹阳子跟这和尚结仇 或许也不是什么 正邪不两立 根本就是两帮势力在争地盘 不管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之前老方丈的话 全是假的 自己被他们骗了 什么普渡大债 那老和尚肯定在撒谎 不行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鬼地方 离火望扭头望向 没有察觉异常的老和尚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和尚的障眼法 对自己起不到效果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自己还没有被他们发现 自己想要脱困 必须好好利用这一点 离火望竟强行忍住 不让自己做出任何异常举动 收敛表情转过身去 还行吧 也就那样 我先回去了 说完 离火望大步走出大殿 来到的外面 那令人作呕的雕刻场 四周的肉山 依然在此起彼伏地蠕动着 但是他全当看不见 继续往前走 哎 倒是 别走啊 好不容易来一塌 你这什么急啊 老和尚说着 就从殿里跑出去 连忙跟了上去 这里的伙食也不错呀 不如我们等会儿 一起去吃个饭怎么样 这里油炸出来的豆腐 比肉还好吃 离火望脸上 装出少许的不耐烦 脚下开始加快了脚步 老和尚在旁边 继续喋喋不休 眼看着离火望 就要走出肉山的时候 一道高大的身影 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 表情严肃的壮和尚 比离火望整整高了一个头的他 盯着离火望 一言不发 这位大师父 可有事 离火望冷漠地问道 心此时却瞬间揪到了一起 那高和尚 身体逐渐前倾 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离火望 紧接着 让离火望感到心中 一颤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一根明显柔软灵活的 带着吸盘的黑色触手 从他头顶部借巴里钻里出来 并且越伸越长 那怪异的触手 如同一条在空中游动的海蛇 开始围绕着离火望的脑袋 缓慢扭动 仿佛在感知什么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 你的心不尽啊 这话一出 四周扭动的肉山 忽然停了 那些正在坐着苟且之士的和尚 齐刷刷地盯在了离火望的身上 他知道我看破障眼法了 听了 眼看着情况 向着不可无逆转的事情发展 离火望心一横 单手向后拔剑 奋力向着面前的高和尚斩去 刺拉一声 那高和尚的触手 连同他的衣服 瞬间被展开 不断往外 喷洒着黄绿香剑的浓叶 啪哒一颗丹药 飞进离火望的嘴里 他双脚在地用力一蹬 身体直窜三米高 向着距离最近的土墙 就冲了过去 离火望这一动 四周所有人的一切 都开始发生了剧烈变化 所有肉山上的和尚 纷纷跳了下来 怒吼向着他追去 可这些还不够 地面猛的一颤 让所有人都差点没站稳 已经跳到墙头的离火望 下意识地扭头望去 就发现 那座巨大佛祖 已经撞破大殿母门 正在向着自己滚来 逃 离开这个寺庙 他们不可能让全西京城百姓 都看到佛祖的真面目 离火望带着这个信念 迅速向着正殿冲去 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嘈杂 但是他已经完全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个人跑 一群人追 吃了丹药的离火望 耐力惊人 虽然有好几次险象还生 但是还好都没有被抓住 眼看着离火望再转一个弯 就要来到正德寺门口时 一个熟悉的面孔 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正德寺方丈心慧 离火望没有任何犹豫 手向怀里一伸 向着那道灵摸去 可下一秒 他的手将在原地 自己那能召唤有老爷的道灵不见了 阿弥陀佛 玄阳施主 你是找这件东西吗 星慧拖着那道灵问道 他的表情依然那么不缓不及 没等离火望回答 星慧缓缓地走到离火望身边 把那道灵重新塞回到他的手中 施主 此物不详 还需小心使用啊 紧接着 他并没有询问离火望 而是转过身来 看向对着已经追到跟前的一众和尚训斥 虚声 你等可是出家之人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啊 方丈 这话 星慧方丈转过身来 疑惑地向着离火望问道 玄阳施主 可有此事 你为何忽然向本院弟子动手 可是他照顾不周 看着眼前这一众光头 又看了看手中施而复得的道灵 离火望一时间有些理解不了 对方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都明白自己已经看到了一切 还在这眼什么呢 思索片刻后 离火望索性跟他摊牌 星慧方丈 你们跟丹阳子有仇 我又弄死了丹阳子 不说感谢怎么说 也不用斩尽杀绝吧 你放心 在寺庙里看到的一切 我会牢牢闭嘴 不告诉任何一人 再者说了 凭我一人之口 根本无法撼动你们的正德四口碑 然而听到离火望的话 星慧的表情更加的疑惑了 施主看到了什么了 老那怎么听不明白呢 此时双方都愣在原地 一瞬间局面安静下来 嗯 怎么回事 难道方丈跟那些东西 不是一伙的 心中带着疑惑 离火望缓缓地 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荒唐 一派胡言 这是离火望 看到星慧第一次动目 底下两根白须 如同龙须般微微抖动 强大的气场 瞬间压得身后 一众和尚 连忙低下头来 第47章上香 星慧刚说完这话 似乎马上察觉到自己的失言 连忙双手合十 双眼微闭 向着西方参拜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弟子犯称戒了 事后必超经书百变 已是成见 说完这些话后 星慧重新抬起头来 心平气和地看向离火望 仔细地打量一会后 他轻轻地点了头 老那知道这是为何 玄阳施主 你且跟我来 看着那一群虎视眈眈的和尚 离火望此时不跟也不行了 他把手中长剑 向背后剑桥一插 转身就跟了上去 星慧并没有去别的地方 而是带着众人 重新来到了之前的雕刻佛像的场地 玄阳施主 你刚刚可是在此处看到的那些污垢之事 被和尚围住的离火望 看着眼前的一切 顿时愣住了 之前变成肉山的一尊尊 就往随我来 在星慧的陪同下 离火望缓缓向前走去 过了雕塑佛像的场地 又来到了之前看到牲口的地方 在这里 同样也没有任何一只畜生 有的只是那一座座 还没有完工的石器灵石狮子 他们大大小小的石只锐兽 整齐排列 无声地注视着前方 就在这时 星慧忽然拔出离火望身后长剑 用力一斩 一个巴掌大小的狮子脑袋 被斩了下来 星慧抓起这石狮脑袋 放在离火望的手中 离火望用手指头 在石狮子的脑袋上 轻轻抚摸 这石头的质感 还有这沉甸甸的重量 这分明是真的 这怎么会陷入迷惑的离火望 还不死心 他走过去 双手在那些雕塑上一一摸过 发现他们确确实实都是真的 最终 他站在那座大殿门口 向着里面看去 只见一尊双腿 盘坐在莲花座上 左手手捧拨鱼 右手垂直直地的威严俱石佛 赫然呈现在离火望的面前 这不可能 我刚当明明看到了 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听到离火望的话 心慧方丈 轻叹了一口气 阿弥陀佛 施主 你病得不轻啊 迷茫的离火望 扭头看向心慧 错愕地说道 难道是我发病了 刚当的那些都是 我自己看到的幻觉 心慧轻轻地点了点头 施主 你自己得了什么病 想必比我们这些外人清楚吧 难道我吃下的那么多黑太岁 只能支撑这么久了吗 又开始出现幻觉了吗 离火望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 表情痛苦地喃喃自语 听到离火望说这话 旁边一群面带排斥的和尚 纷纷凑在一切 低声议论起来 搞了半天 原来他是个滇子 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赶紧请他走吧 万一哪天发滇 砍到人就不好人 嘘声 心慧的一句话 让所有和尚安静下来 他走进殿内 点燃四根香 紧接着转过身来 递到离火望面前 麻烦到我等佛门弟子 倒也没什么 可惊扰到佛祖就不好了 好好给佛祖上个香吧 上香 身体肌肉瞬间紧绷的离火望的目光 在大佛 心慧 还有那四根香中不断交换 施主 你还在等什么 此事可是你有错在先 心慧把手中的四根香往前伸了伸 离火望的脑海中 再次回想起那滩蠕动的怪物 那团浑身挂满河上的怪物 如果那东西是真的 自己过去给他上香 岂不是送到他嘴边 让他吃 施主 你在犹豫什么 离火望看向说这话的心慧 此时的他 脸上开始流露出一丝不悦 摸了摸手中的货真价实的石狮子 又仰头看了看头顶耀眼的日头 离火望把尸头一扔 双手接过香 抬脚迈过门框 缓慢向着那尊石像走去 他走得很慢很慢 肉体跟精神高度紧绷 额头上开始挂上冷汗 可走得再慢 离火望最终还是 走到了大佛之下 佛还是那佛 并没有变成那贪令人作呕的怪物 离火望双手握香 站在香炉前 再次仰头看去 从这个角度往上看 恰好可以看到巨佛 正在用那不喜不悲的眼睛 注视着自己 让人心中不由自主 心神敬畏 随着离火望 把香高举过头顶 四根香轻轻一抖 白色的烟在空中打了一个旋 向着殿顶飘去 离火望举着香拜了三拜后 郑重地 把香插进香炉里后 转过身来 重新回到殿外 见矛盾解开后 那群和尚逐渐散开 重新来到自己的位子上 拿起工具 继续雕刻起来 当当生不绝于耳 心慧跟离火望 沿着石像中间的那条石砖路 缓缓向着外面走去 悬崖施主 既然你的病这么严重 接下来就别乱跑了 安心等普渡大摘会吧 虽说你的病麻烦 可跟你的病相比 单养子无疑更危险一些 犯一口一口出 事情也一件一件做 心慧一边转着手中的佛珠 一边向着身边的离火望说道 离火望仰起头来 再次看了看 头顶阳光明媚的太阳 双手高举用力 伸了一个懒腰 方丈 对于我这种异症 症得寺内 可有办法解决 嗯 老那可以让弟子试试 可能否成功 还是两说 毕竟本月内并无黄旗之术传承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反正风这么久 我习惯了 离火望一脸都无所谓 对了 方丈 你刚刚是怎么做的 怎么我怀里的东西 忽然就到你手里了 一点小把戏罢了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 方丈 这时候就别谦虚了 你要是不足挂齿 那我这样的人算什么 一只虫子都不如吧 悬崖施主 事情不是这么算的 你看丹阳子 虽说实力不如我 可在外面 也算得上是中游 可最后 还不是被你除掉了吗 丹阳子那样的 都是中游 那上游的多厉害 方丈 像你们这样的高人之间 可有高低之分 有室友 什么天地悬黄之类 可那都是无聊之人 胡乱编排出来的罢了 出家人不求虚名 不在乎这线 这条不长的路 两人走了很久 也说了很多 李火旺也从星会口中 获得了这个世界 很多有用的信息 当离开了雕刻地后 李火旺停了下来 对着星会行李 多谢方丈解惑 哪里哪里 举手之劳罢了 悬崖施主身体抱恙 就先回去歇着吧 相互客气一番后 李火旺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 那老和尚的踪影后 就转身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他走到很慢 看起来心事重重 似乎靠想着什么事情 走了有小半个时辰 李火旺终于来到自己的住处 就在关上门的瞬间 李火旺的表情瞬间争鸣起来 双手握拳 用力一锤墙壁 虽然不知道 那些和尚用什么办法 迷惑住了感官 但是 作为长时间在幻觉 跟现实中交替的病人 李火旺别的不行 可对于这些再敏感不过了 刚刚那座大佛 给自己的感觉明显不对劲 那种感觉跟幻觉中医院一样 有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那些石雕都是假的 大佛也是假的 都是障眼法变出来的 我之前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幻觉 第48章逃跑 嘎吱一声 木门缓缓地打开一条缝 李火旺透过那条缝 向在外面警惕地张望着 午后柔和的阳光 穿过摇晃的树叶 在地上撒下点点树影 此时外面非常的安静 除了远处那位 拿着扫把扫地的扫地森外 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 这样祥和的一幕场景 在已经彻底领悟过来的李火旺看来 完全就是另外一幅场景 哼 都是装出来的 他们骗不了我 他们这么做 就是想稳住我 就是想让我自愿参加 他们口中的什么普渡大战 刚说这话 一个念头 在李火旺的脑海中闪过 等等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这么一个普通人 他们那么强 想做什么 直接跟我来硬的 不就好了 这个问题 现在注定没有答案 不过李火旺 现在也不需要这个答案呢 他现在只想尽可能地 离开这鬼地方 就在李火旺还在猜测 那远处的扫地僧 是不是过来监视自己的时候 对方间地上没有落叶 拿起扫把 转身离开了 郑德寺的和尚 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利用的优势了 李火旺心中暗暗估算着 外面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但是李火旺并没有走 而是安静地等待着什么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李火旺的手心 开始逐渐冒汗 当当当沉闷的终生 瞬间响遍整个郑德寺 也让李火旺浑身一震 待了这么久 李火旺已经知道 这终生代表有时到晚 这同样也是 整个郑德寺和尚 开饭预报 嘎吱一声 表情平静的李火旺 走了自己的住处 跟上路上遇到的和尚 一同向着用饭的膳房走去 他现在出现在这里 完全合乎情理 过去一些日子里 他都会跟今天一样去吃饭 相比自己住的地方 膳唐明显离香客云集的正殿更近 既然对方用障眼法 那他们肯定是 不想让普通人看到他们那些恐怖阴暗的一面 一路上 李火旺注意到 有不少和尚偷偷注视着自己 并且低声说着什么 似乎还在议论着 下午发生的事情 他们的眼中带着戏血 带着敌意 也带着好奇 但是李火旺明白 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和尚们都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跟新会都是一伙的 整个郑德寺 没一个好人 他们都想害我 李火旺斩钉截铁地确认到 不快不慢走了 有半炙香的功夫 李火旺看到光头涌动的膳房 他并没有直接逃跑 而是也随着人流 走了进去 拿着木碗盛好饭 李火旺平静地坐在凳子上 就着眼前的斋菜吃了起来 今天的菜是芋头汤 但是味道尝起来还算不错 不过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 现在李火旺已经没有任何胃口 为了骗过他们 李火旺此时却不敢有任何异常举动 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 趴一张趴在肩膀上的手 让李火旺身体猛地一颤 小道士 你也在啊 哎 之前你慌慌张张地跑什么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嘴里鼓囊着的李火旺扭头望去 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那张缺了一颗门牙的笑脸 那是路上遇上的老和尚 今天要不是他硬拉着自己去看什么石像 现在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老和尚端着自己的一碗饭 强行挤到李火旺的身边 坐了下来 我们一起吃啊 李火旺用余光瞥了一眼 四周没有异常的和尚 嘴里的东西嚼了嚼后 继续埋头吃了起来 随你 倒是 你之前的其他人呢 让他们别住客栈了 过来一起吃啊 我可告诉你 这里吃饭不要前岸 一无所知的老和尚 依然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但是这一次 急于脱身的李火旺 懒得搭理他 用了跟往常一样的速度 吃完了晚饭 李火旺打了一个宝格 向着扇房外走去 重新来到了外面那条石砖路 老和尚却又跟了上来 别走啊 咱们再聊会吧 这里的和尚 闷得要死 用舌头舔了舔牙龈上的食物残渣 李火旺脸上 带上一丝不耐烦的看向他 别跟着了 回去睡吧 睡什么 这才什么时辰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老和尚的话 刚说到半截 他就看到 刚刚还好好的小道士 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紧接着 李火旺用极低的声音 对着老和尚说道 快走 越快越好 这个寺庙很危险 下一秒 李火旺双脚 在地面用力一蹬 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着正殿奔去 他这一跑马上 引起了其他和尚的注意 四周的和尚 马上看了过去 但是他没有理会 开始狂奔 李火旺的心跳的飞快 精神也高度紧绷 时刻注视着 四周心灰那老东西 可能出现的地方 十炸 五炸 一炸 当李火旺从那侧门 猛地冲了出来 四周轰然乍响 脚步声 说话声 敲目鱼声 瞬间挤入他的耳朵 此刻他已经回到了 那香火灯盛的正殿 前来祭拜的平民百姓们 把他撞得不断摇晃 站在人声鼎沸的中心 李火旺一时间愣住了 四周那一张张 神情自然的面孔 似乎在无声地 告诉他什么东西 有些气喘的李火旺 猛地想到了什么 扭头向着之前 侧门看去 那里空空如也 任何追兵都没有 远处无论是 接待客人的银客僧 还是负责解签的解签僧 也没有像这边 看过来半分 在李火旺看来 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 正常的 都有点不正常了 难道 那些真的是我的幻觉 那些恶心的东西 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但是很快 李火旺打消了 这个荒谬的念头 用力晃了晃脑袋 抬脚脚大步 向着寺外冲去 这种事情堵不得 哪怕就是 有一丝可能都不行 初四的过程 很是轻松 跟进来的时候 一样轻松 李火旺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 来到了客栈 看到有些天 没见的李火旺 这些药医们 格外的清静 纷纷涌了上来 师兄 你怎么回来了 寺庙的事情办完了吗 没时间叙旧了 赶紧收拾行李 走 我们赶紧离开这地方 好 那我去通知旅班主 不等他们了 我们现在就走 快快快 师兄 我们去哪啊 白领秒满脸疑惑地问道 出关 第49章行诉 哒哒哒 黑驴体子 在硬路上不断敲打着 不断发出清脆的响声 神情有些慌张的其他人 跟着旅班车 一路小跑着 他们一边走着 一边还时不时向后张望 似乎在害怕什么追上来 李师兄 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出关啊 用手擦汗的狗娃问道 郑德寺 既然能开在闹市那么久 并且还能如此的人生鼎沸 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出关 李火旺的脸色 阴沉着的可怕 听到李火旺的反问 浑身黑毛的小满开口说道 既然郑德寺 能跟皇宫位于同一个城里 并且能相安无事这么久 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不管西京城的掌权者 是同流合污 还是被他们渗透 这里的官府也不能信任 李火旺点了点头 像他这样的普通人被骗了 还说得过去 要说这么大国家的 所有掌权层 全部被骗了 打死他都不信 他们肯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交易 反正这地方 我们也待够了 遗言也全部送给了赵武 我们本来下一步 本来也是要出关的 划拉一张地图 被李火旺铺在旅车上 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地图 终于在西京城找到了 哪怕依然十分的粗糙 李火旺的指尖 在地图上缓缓滑动 画一条接下来的行程路线 横跨四旗 后数 下三个国家 最终都目的是白领秒的老家 梁国 嗯 去我们那 我们那没有这么恐怖的和尚 我们那的和尚 都很和善的 听到白领秒的话 李火旺抬头看了他一眼后 又重新看向地图 说句实在话 他现在谁都不信 他现在无法判断 白领秒口中的和尚 究竟是真和善 还是说 同样是障眼法 自己这么一群普通凡人 面对这些高深莫测的他们 实在太被动了 他们就这样一直走着 走到天快要黑了 一直走到彻底走不动了 才停下来休息 李火旺看着眼前的篝火 心中有些焦急 速度实在太慢了 说实话 他现在不缺银子 实在不行 就把那块玉佩当了 应该也能让人一人一匹马 可问题是 他们这些人 压根就不会骑马 这样走不行 不能走大路了 这样太容易被追 等下吃完饭就钻林子 李师兄 你的面 接下来要赶路 我放了很多猪油 顶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被端到李火旺面前 点点肉末 在里面上下沉浮 坐在一旁 安静看着李火旺 大口大口吃着面条 白领秒把脑袋枕在膝盖上说道 既然这正得四的和尚 不是好人 那李师兄 你事情怎么办 非要找和尚吗 你估怎么样 用力咽下嘴里面条 李火旺端着碗 轻轻吹了吹吼 稀疏喝了一大口面汤 没事 小麻烦 跟那些追杀的和尚相比 这些事情 根本称不上麻烦 既然和尚骗了自己 那么他之前说过的话 全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能解决单养子 又或者 单养子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可能存在 又或者不可能存在的单养子 完全可以放到后面 再解决也行 是不是面不够啊 不够我再给你盛点 锅里还有 李火旺摇了摇头 把碗递给了白领秒 站起来走到傻子身边 点脚用手在他的大光头上一拍 走 别吃了 一起跟我去林子里放水 哦 小林子里 李火旺跟大傻个并排站着 给面前的小树施肥 先扭头再撇了一眼 深厚的篝火堆 李火旺低声对着他 吩咐着什么 随着夜幕降临 正得寺内也开始闭寺 所有和尚陆续续的 开始上晚课 整个寺庙内 到处都是一扬顿挫的送金声 肩顿右手 在前转着佛珠 左手在后握拳在寺庙内 不紧不慢地走着 很快 他来到了武佛殿内 看到了殿内 正在专心穿佛珠的方丈 方丈 刚刚我去查看 发现悬崖施主走了 双腿盘坐在蒲团上的心会方丈 举起水中的佛珠 悬到空中查看着 半想过后 他把水中佛珠放在地上 又从一旁的摇篮里 抱起一位婴儿 唉 可怜啊 要不是我们发现的走 你就要被你爹腻死了 他抱着这女婴 轻轻地哄着 方丈 悬崖施主走了 老那还没耳背呢 不用那么大声 当心吵到孩子 敲 哒哒哒哒 四周沐鱼敲打的声音响起 整个武佛殿庄严起来 心会小心翼翼地 把孩子放在地上 且 亲手亲脚地 把那刚做好的佛珠 缠在她的身上 紧接着 在沐鱼声的陪伴下 心会开始低声念了起来 念的不是 并不是佛经 而是其他的什么 月藏玉兔 日藏乌哀 自有龟蛇相盘解哀 随着念咒声响起 那婴儿身体上的佛珠 如同活过来一般 开始收紧 感觉到疼痛 婴儿本能地挣扎 开始哭喊起来 但是声音 却怎么也压制不过 一下一下地沐浴声 像盘结 性命间 却能活力 重惊恋爱 佛珠逐渐陷入血肉之中 要是普通的孩子 早就命损当场 可是 他现在 却依然底气十足地哭啼着 心会双手 掐作莲花印 猛地像血肉模糊的孩子 用力一指 哭声渐渐变成了笑声 笑声越来越大 大到连殿内那五座 聚佛都嘴角上扬 残簇五行颠倒用哀 攻完随作佛和仙 沐浴声渐渐减弱 一脸心疼的方丈 双手捧着孩子的脑袋 轻轻一把 眼见的尖盾 连忙快走几步 托起一旁 早已经准备好的花瓶 送到心会身边 心会如同仲菜般 把手中笑声不停的女婴 种在满是洪水的花瓶里 一个新的花瓶姑娘 便做成了 做完这一切后 盘子的心会 重新拿起一根线 开始穿起佛珠来 既然走了 那你就去追回来吧 是 弟子遵命 当心点 那小子虽然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可他潜力不容小事 单养子这贼人 别的不说 运气还真不错 也不知道从哪找到 这样一个罕见的心所 第五十章佛陀 夜 一处茂密的灌木丛中 离火望身上裹着被子 无声地守着 没有篝火的夜晚 很是寒冷 毕竟现在才三月份 但是此刻他不敢点火 以免黑夜中的火光 引起和尚的追杀 借着空中的微弱月光 离火望伸手把盗铃 从怀里拿了出来 当初单养子给的 能力大无比的丹药 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这是他现在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可怜想到方 仗那轻松拿在手中的样子 离火望就感到强烈的不甘心 对方想要对付自己 结果 自己却只能逃跑 这种感觉 实在太难受了 这个混乱怪异的世界 一切都是实力为尊 想要在这里立足 我必须要足够强大 连单养子那样的人 都可以变得如此强大 我凭什么不行 不管这个世界的修为方式 是多么的怪弹 我都必须得到 我要自保 我也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求不到就偷 偷不到就抢 抢不到就来阴的 离火望的表情 逐渐争鸣起来 刚想到这 离火望一愣 表情疑惑的 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后搏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南无赫罗达纳多罗叶夜 寂静的树林中 被一道空灵的宋经声打破了 几乎的条件反射般 离火望猛地站了起来 向着四周迅速观察 可是四周一片漆黑 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之前做的那些简单的小陷阱 也没有任何反应 南无阿里叶 婆罗接地 朔波罗叶 空灵的宋经声 再次从黑暗中响了起来 这一次更近了 快 都起来 快走 分散跑 别管旅车 傻子 做我之前教你的 在离火望的提醒下 白灵秒下意识地 刚要跟上离火望 就被傻子一把扛在肩膀上 大步向着东面冲去 离火望跨过灌木丛 重新跳回到路上 咬着牙 迅速向着前方冲 不管怎么说 那些和尚的目标 只是自己 如果真的逃不掉 没必要别人一同送死 黑暗之中 离火望不断地跑着 可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宋经声 始终紧随不舍 并且 他的鼻子 开始闻到了寺庙里的香火气 跑着跑着 忽然之间 离火望停住了 他的瞳孔微缩 注视着眼前 一片漆黑的道路 里面很多苍蝇大小的红点 在轻微地抖动着 扑陀叶扑陀叶 迷地立叶 那落井池 诵经声越来越响了 终于那黑暗中的东西 慢慢出现了 那是佛 巨头 高深 但是双腿 却极细地大度佛陀 之前离火望看到黑暗中的红点 其实是插在佛身上的一束束香 这些插在佛肉里的香 随着佛巨大的身体的摆动 而抖动着 高大的佛陀 被白烟环绕 本应该是仙气十足 然而当环境 换到昏暗的野外灵间小路上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样的佛不止一个 而是七位 他们并排站列 摇晃着身体 向着离火望走来 他们踩着简单重复的步子 一下左一下右摇摆着 他们跟人四向非向 表情四笑非笑 四怒非怒 当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时 离火望也看到头位佛陀的样子 他认识那佛陀 那是坚顿的脸 阿弥陀佛 施主 你心不尽啊 离火望仰头 看着眼前最起码四米高的肉身佛陀 你们终于不装了是吗 你们这些祭拜怪物的拉姐 施主 平僧不知你在说些什么 快随我回寺里去吧 丹阳子的因果在你身上 如果带着他离开 你会有大麻烦的 天下苍生也会也大麻烦 坚顿说完 随着他双手重重一盒时 血肉撕裂声响起 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掌 摇摆着从他身后长了出来 刹那间如同孔雀开平般 刚刚的七位佛陀 已经变成了七位 恐怖害人的血肉牵手佛 随着离火望 用力摇晃手中的道铃 四周的环境开始积变 四周树枝的线条 迅速扭曲 形成了有老爷 可在铃声中 四周混乱的一切 却并没有影响到那些佛陀 他们如同礁石般站在那里 随着离火望 挖起地上的泥土 向嘴里一塞 看顿肯 有老爷带着残影 贴着地面 向着佛陀飞去 但巨大的佛掌用力拍下 顿时激起尘土飞扬 然而 没有实体的有老爷 对这种攻击完全无视 直接从长辈钻出 向着佛陀那张大脸扑去 当有老爷 完全钻入一位佛陀的脑袋 那高大的身影 开始摇晃起来 巨大的手掌 如同驱赶苍蝇般 不断地挥打 然而这不起作用 没过一会 巨大的佛陀 重重倒地 脸上的五官开始融化 本应该不受影响的身体 也跟着四周的幻觉扭曲起来 砰砰砰 剩下了六位佛陀 迅速被对被围成一个圈 紧接着 如同十吨般 用力往地上一砸 双手合十 开始念起 声色难懂的佛经来 如来阿多罗 至三末至三菩提 念经声刚响起 远处的李火旺 马上看到有老爷的情况不对劲 组成他身体的线条 开始不由自主地扭动 李火旺看到这情况 抓着手中的道铃 摇得更迈力 致见 狗烤高运缺 当听到李火旺说 愿意付出更多阳寿之后 有老爷艰难地 维持住自己的身体 向着其中一座佛陀冲去 伴随着一阵颤地声 又是一座佛陀倒在地上 然而 这已经是有老爷 所能做得到极限了 在洪亮的诵经声中 半空中的有老爷 从空中落在了地上 见有老爷没用了 李火旺停止了摇灵 可随着四周一切恢复正常 那地上的有老爷 并没有消散 他身上的所有线条 开始褪去本来的颜色 变成了粉色的血肉色 一直是无形的他 居然被那些佛陀的诵经声 给予了肉体凡胎 有了实体的有老爷 看起来 就像犹如一大团 打了死结的蚯蚓 在地上缓慢地蠕动着 掌心有着万字符的巨掌 重重拍下 趴击有老爷的肉体 瞬间变成了一团烂泥 粘连着有老爷血肉的巨掌 缓缓抬起 重重地核实 剩下的五位牵手佛 摇晃地走了过来 站在李火旺面前一次排开 阿弥陀佛 施主 请随我等回去吧 第五十一章辩证 李火旺仰头看向佛陀 因为背着月亮 他看不到这些巨大佛陀的脸 他只能看到 他们背后如同触手般蠕动的手掌 以及巨大的黑暗头颅 还有闻到他们身上血腥味 跟香火味 混合在一起的怪异味道 李火旺往后退几步 左右张望后发现 这里真的 只有自己一个人后 他对着面前的佛陀摇了摇头 不去 决然地李火旺的手 向身后握去 抓住了剑柄 伴随着支嘎声 巨大的佛陀弯下腰来 挡住了李火旺头顶的月光 巨大的压力扑面来 李火旺能感觉到黑暗中 灯笼大小的佛陀眼睛 正在看着自己 阿弥陀佛 施主 你还是去吧 我们这是为你好 坚盾出乎意料的 并没有直接动手 继续语气平静地劝说着 你们要真为我好 那就让我离开怎么样 出家人不是慈悲为怀吗 放我走又如何 出家人正是因为慈悲为怀 所以 我等断不能让施主离去 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 一颗石头飞了过来 砸在佛陀的脑袋上 发出清脆的当的一声 李火旺跟尖顿 同时向着那边看去 就看到白灵苗等人 举着手中的夜光石 站在远处 李师兄 快跑啊 更多的石头 向着这边扔来 打在佛陀的身上后 再无力地落了下去 阿弥陀佛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尖顿那巨大的双手 重重地一合石 纤细的双腿 轻轻蹲下 紧接着用力一蹬 轰的一声巨响 尖顿那高大的身影 腾空而起 紧接着 如同一颗巨石般落下 十几根树木 被直接压断 他那高大的身影 重重地砸在了白灵苗 他们身后 看到那身体瘦弱的白灵苗 站在那佛陀身边 连肚子都不到 李火旺顿时表情猙獰 歇斯底里地喊道 给我停下 轰 似乎瞬间感觉到了什么 无论是李火旺身边的佛陀 还是远处的佛陀 都同时齐刷刷地后退一步 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李火旺的一句话 对方居然照做了 他们在紧张 我一个普通人 有什么好紧张的 出家人不杀生 贫僧只是想让他们安静下来 尖顿说着 用巨手轻松掰下四周的树干 相互交叉 做成了一个简陋的树楼 把所有人困在里面 尖顿解决完闲杂人 重新摇摆着走了回来 来到李火旺眼前 悬崖施主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去 不如跟贫僧辨证一把如何 辨证 你这是想靠嘴皮子 说服我回去 李火旺看着那根 自己身子还要大的手掌 实在弄不清楚 对方这是在干什么 然也 悬崖施主 是个懂事理的人 贫僧相信 能说服施主 嗯 联想到之前 在郑德寺遭遇的事情 此时 李火旺发现了一个 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无论方丈 还是眼前的尖顿 哪怕他们实力 远比自己强大很多 可是他们却依然 不想用暴力来对付自己 反而一直想用 欺骗一类的情感方式 来困在自己 能用武力轻松解决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我身上 难道有什么特殊存在吗 诧异的李火旺 张开双手 看向自己那平平无奇的手掌 我除了是个神经病外 还有什么 是能引起他们在意的属性 李火旺心中暗暗琢磨着 完全无视了眼前坚顿的说话 他需要寻找到对方 在担心什么 这或许是自己逃脱的 唯一一线生机 反退一下 如果我被他们用武力 威胁到了生命 那么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世界经历的一切 在李火旺电光火石般闪过 最终停在了洗神 被黑暗中拖拽的时候 这一路 只有那次是真正生死存亡的时刻 但是那一次 却以极其古怪的方式解决了 李火旺瞳孔瞬间缩到了最小 丹羊子 他们不敢对我动 是因为 只要我受到致命的危机 不知道成为了什么东西的丹羊子 就会出现 丹羊子其实在保护我 想通了这一点 李火旺顿时茅色顿开 他一直惯性思维 以为丹羊子跟着自己 是害自己的 现在看来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他是自己杀的 但是在他视角看来 自己这位关门弟子 并没有对他 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甚至还协助他得到成仙 郑德寺的和尚 很显然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可是他们并没告诉我 反而费尽心思地把我蒙骗 想借助普渡大斋 彻底把丹羊子解决掉 如果他们解决了丹羊子 那么我这些人 就真的成和尚砧板上的肉了 一想到郑德寺和尚会做的事情 李火旺顿时感觉到一阵恶寒 反应过来的李火旺 重新仰头 看向眼前的坚盾 这一次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你们在害怕丹羊子 既然他都成佛了 你们这些和尚还怕他 坚盾表情一宁 悬扬施主 贫僧不知您在说些什么 出家人不达妄语 贫僧可以向佛祖发誓 普渡大斋 除了解决掉丹羊子外 绝对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对方这句话 更加确定了李火旺的猜想 这个世道 根本没有哪个好心人 会好心全盘拖出 想要知道一些 更有价值的东西 只能自我收集信息 自行判断 我忽然发现 带着丹羊子也挺好的 毕竟他是我师父 就这么把他清理掉 实在过意不去啊 想明白一切的李火旺 此时一点都不慌了 阿弥陀佛 这断然是不行的 丹羊子不但关乎到你一人 更关乎到天下苍生 李火旺仰头看着眼前的坚盾 嘴角微微上扬 不如你跟我师父当面说怎么样 什么 呛的一声 李火旺单手握柄 用力一拨 那把削铁如泥的长剑 握在他手中 坚盾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 想靠这东西 破了平僧的佛身 悬崖施主 你这实在是这香了 没听到我刚刚说什么了吗 我是说 让你跟丹羊子当面说谈谈 话音刚落 李火旺把长剑 放在自己的脖子下 用力一抹 皮肤被轻而易举地切开 滚烫的鲜血 从里面喷了出来 瞬间就把李火旺身上的道袍 染成了红色 赫赫意识开始模糊的李火旺 用手捂着脖子轻声说道 听到了吗 好像打雷了 第52章丹羊子 打雷 包括尖盾在内的其他五位巨大佛陀 同时抬头看去 紧接着 他们发现空中 刚刚还露在外面的半月 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整个天空都被黑暗的云层笼罩 里面翻滚着 并且不断地传来什么声音 那动静很像打雷声 但是那绝对不是打雷的声音 嗨嗨 感觉到呼吸不畅的李火旺 干咳了几下吼 踉呛倒地 当躺在地上的他 抬头看向天使 在那黑云中 李火旺终于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师父 他还是跟之前一样难看 黑色羽毛血淋漓 长满了他的皮肤 本应该长着脑袋的地方 从中裂开 长着三张不同年龄的脸 此时他身上除了他本身就拥有的器官外 鼓鼓囊囊的身体上 还多了出来一些 别的完全不可能是人类的器官 噩梦般的黑亮形体 龙夜市的双瞳树木 污秽不洁的外翻内脏 缠绕的鞋一触手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统统被一条悬浮在空中 掀气飘飘的白色批驳给环绕住 而且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换 变化成一些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还没看一会 李火的眼睛开始冲血 他的额头被青睛不满 整个脑袋开始胀得跟老兽星的脑袋一样大 不行 不能再看了 虚弱到极致的李火旺 连忙挪开视线 这才感觉好一些 但是这也好不了多少 不断地流血同样也可以带走他 伸出自己颤颤巍巍的手 从自己腰间掏出几颗止血的润血药 扔进嘴里咽了下去 他体内的血液流动开始减缓 出血量肉眼可见的减少 但是这还不够 李火旺又掏出一些 自己在清风内炼制的固本培缘的丹药 放进嘴里 突如其来的刺拉的血肉撕裂声 让李火旺目光上移 他看到自己的师父已经开始行动了 此时的那怪诞的丹羊子 如同一只蜥蜴般趴在巨大佛头上 张开三张大嘴 轻而易举地把一条腹胎的耳朵给扯了下来 一声怒吼过后 佛陀身后那些表皮的手掌迅速弯曲成爪 向着丹羊子身上抓来 可谁知 丹羊子身体上的各种畸形怪异的器官猛的一掌 把所有的血肉手掌硬生生地全部撕扯了下来 紧接着 丹羊子三张大嘴 拽着伤口边缘 用力一扯 一个喷血不止的硕大阔口 被制造了出来 紧接着 三个脑袋向里面一伸 啊 这佛陀绝望地惨叫着 那巨大的手掌 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皮肤 想要把体内的什么东西揪出来 然而 这注定是徒劳的 他腹胎的身体 开始内摇干扁 没过几息 七孔流血的他 就重重地倒在了 紧接着 他那腹胎的大肚子 如同开花般绽放 当浑身浴血的丹羊子 出现在其他佛陀面前时 表情十分凝重的尖盾 丝毫不敢拖打 直接掏出一本 由人皮做成的佛经 阿玛娜 巴米欧 随着双腿盘坐的尖盾 演出六字真言 那佛经上的血红色的金纹 迅速消失 转而出现在丹羊子的身上 丹羊子身上 被金纹覆盖的器官 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并且开始增生起来 增生没多久 又开始迅速萎缩 并且萎缩得越来越快 最终 丹羊子彻底地消失在了原地 脸上冷汗直流的尖盾 看到这一幕 稍稍松了一口气 好在自己准备了后手 要不就真的麻烦大了 紧接着 随着他开始捣念六字真言 手中拖着的人皮金书 重新开始浮现金纹 见一字不守 尖盾刚要合上 整本书猛地炸开 书上的金纹四处飞散 恐怖的丹羊子 居然从里面钻了出来 这一幕 谁也没有想到的 趁着尖盾下意识地 嘴巴大张的时候 丹羊子那三个脑袋 如同钻头把 直接钻进了他的喉咙里 撕裂声响起 尖盾的脖子 瞬间长到脑袋那么粗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感觉到巨疼无比的同时 绝望的尖盾 听到自己体内传来了咀嚼声 那东西正在里面吃自己 不 伴随尖盾不甘心地呐喊 丹羊子破开他的胸腔穿了出来 三张大嘴齐力一扯 把那颗蹦动的心脏 迅速分食 剩下的三位佛陀 还想挣扎一下 可这注定是徒劳的 没想几下 就被骨头断裂声 还有血肉撕裂声音给替代了 半炷香过后 七位佛陀依然不在 地上堆满了冒着热气的血污 就在离火望 向着血腥的丹羊子 看去时 那丹羊子转过身来 三张不同时期的脸 同时露出一个 意味深长的恐怖笑容 哇呀 扑得一声轻响 丹羊子身体 如同烟云般消散了 时间慢慢的过去 空中的月光重新出现了 给这临间路上的一切 盖上一层银沙 一起都尘埃落地 离火望捂着自己的脖子 吃力的坐了起来 看向了还在被树干围住的其他人 此时 他们已经都快要被吓傻了 呆若目击地缩成一团 离火望仿佛知道他们 在想什么 连忙虚弱地解释道 你们别怕 都别怕 丹羊子真的死了 他不会再把你们当药引了 然而离火望的话 却没有让他们脸上的恐惧 减弱半分 李师兄 什么 什么丹羊子 我们没有看得到 离火望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你们看不见 刚刚杀死那些佛陀的丹羊子吗 难道他在你们眼中是透明的吗 一时间 离火望的心里 又多了别的猜想 就在这时 坐在大个子身后的狗娃 越发剧烈地颤抖着身体 他不敢看离火望 只能闭上眼睛 声音带着哭腔的大喊道 李师兄 哪有什么丹羊子 那明明就是 你干的呀 什么 离火望忍着痛疼 用手摸向了自己脸 这才发现 本应该干净脸上 被写完全覆盖 继续向下摸 他还摸到了自己的 左右嘴角两侧 也被撕裂出很长一道口 就仿佛自己 刚刚张开了很大的嘴 而这些都不是重点 现在最重要的 是他现在感觉很饱 很饱很饱 第53章琢磨 嘎吱嘎吱 驴车的轮子不断转动 轴承不断发出刺耳的难听声音 狗娃 往轮子那里滴点香油 躺在驴车上的离火望 吱嘎声减弱了很多 离火望目光无神地看着天空 想着前几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之前的郑德四的麻烦 已经解决了 但是自己身上的麻烦 才刚刚开始 在自己看来 是成仙后的丹阳子 杀死了那些佛陀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 是表情猙獰恐怖地 自己扑上去 钻进佛陀的体内 活生生地吃掉了他们 一个世界 不可能有两种视角 那么 自己跟他们所看到的 肯定有一种是假的 离火望扭头看一旁 双眼被布条缠住的白领秒 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手 一刻都不肯放松 目光回缩 离火望重新看向 天空中的白色云彩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说实在的 因为病情的原因 现在连离火望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 再搭配上自己隆起的肚子 还有满脸的血 一切都表明 动手的 真的就是自己 并不是丹阳子 难道丹阳子真的已经死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 就被离火望迅速推翻了 单靠发病 根本不可能轻松解决掉 那些巨大的佛陀 归根结底 还是丹阳子 不管他现在成为了什么东西 关键是他依然还在 还在盯着我 离火望非常确信这一点 只是我之前一直以为 是呈现的他亲自下凡 现在看来 其实他是附身我身体上行动罢了 我之前假设 丹阳子是在保护我 这个猜想已经得到了证实 但是根据我对丹阳子了解 他这种人 绝对不可能因为善意帮助我 他帮助我 绝对是因为别的目的 联想到那天夜里 自己感觉到的异样 离火望心中 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他伸出手指 在那柔软的掌心挠了挠 你说 从清风关出来 到现在 我的脾气变大了吗 没有啊 李师兄为什么会这么问 离火望手指 在他的手背上 轻轻摸了摸 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担心 丹阳子这狗屎 没别什么好活 别人虽然没说 但是离火望自己 却感觉到 为人处事产生了变化 难道丹阳子那老东西 想通过我的身体复活 所以他保护我是因为 这同样是在保护 他自己的身体 这个让离火望 冷汗直冒的可怕猜想 在他脑海中炸开 不过 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这仅仅只是 一个猜想 丹阳子肯定是要处理掉的 可目标好定 怎么做才是关键 对此 离火望感觉到 非常的抓瞎 这个世界的一切 根本不会像游戏一样 明明白白地标出来 一切的一切 都是陌生的 都要自己寻找 经历过郑德寺的风波 离火望已经不敢轻易 跟这里的什么其他派别 有什么接触了 毕竟连最和善的和尚庙 都变得那么恐怖 天知道别的地方变成什么了 然而思来想去 离火望发现 如果自己想要在这个 鬼地方生活 还是躲不开他们 就在离火望 琢磨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旅车缓缓的停了 旁边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李师兄 我去给你洗下你的衣裳 白领鸟说完 轻轻的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拿起驴车上的血衣 向着身旁的小溪走去 其他人也没闲着 默契地开始 去林子里找柴火 开始生火做饭 现在的离火望做不起来 他只能凭借着声音 来判断四周发生的一切 不多时 食物煮熟的香气飘了过来 离火望的肚子 咕咕作响 受伤的身体 迫切需要食物 师兄 我来喂你 离火望感觉到 自己被人扶起 靠在毛茸茸的怀里 离火望已经知道 这位浑身长满黑毛 好似黑猩猩一样的 女人的名字了 她叫春小满 这个名字非常的好理解 因为她是在小满那一天生的 所有她叫小满 农家人给女孩子取名字 就是这么随便 小满用木头削出来的条羹 盛起马肉汤 送到离火望的嘴边 一个人默默地 喂着一个人默默地吃着 自从事情发生后 离火望发现 其他人好像更怕自己了 离火望能理解他们的恐惧 毕竟跟一个吃人的怪物 待在一起 谁心里也发出 吃得差不多后 离火望低声对着小满说道 让白灵秒回来吧 实在洗不干净 就别洗了 好 小满轻轻地把离火望放下 把天书当成枕头 放在她的头下 不多时 白灵秒回来了 她手中的血色道袍 并没有退回原来的青色 披驴背上晒着 赶紧去吃饭 饭要凉了 嗯 轻轻应了一声的白灵秒 匍匐下身子 仔细观察一回离火望的伤口后 她向着篝火走去 哒哒哒 熟悉的马蹄声 从远处响起 人没到 声音就先到了 哎呦 小道爷 原来你们在这啊 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们了呢 当吕状元那张满脸者子的老脸 出现在面前时 离火望就知道 吕家班跟来了 哎呦 您这是您这是 她看到了离火望的惨状 没什么 路上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已 你有什么事情吗 小道爷 您怎么话都不留一个就走了呀 不是说好的一块走吗 好在之前 你说过要出关 要不然 我还真找不到你呢 吕状元陪着笑脸说道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免费标诗 可不能这么轻易地丢弃了 抱歉 吕班主 我身上有伤 就不叙旧了 自己自便 唉 您躺好您躺好 吕状元也不问什么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他当然明白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的道理 眼看着天就要下山了 两拨人也不打算走了 毕竟旁边有条小河 洗漱跟用水都方便得很 睡不着的离火望 默默地看着空中的星星 想着白天那些事情 忽然他身体的右侧 传来了一些动静 没等离火望反应过来 一个柔软小巧的身体 默默地躺在了他的怀里 瑟瑟发抖 闻着那熟悉的忧香 离火望伸出右手 在那背上轻拍着 没事 一切交给我 一切都交给我吧 第54章 有老爷 碰 巨大的木头棒子 重重地砸在地上 扬起厚厚的尘土 紧接着 那厚重的棒子 又高高地被举起 重重地落下 被白领秒搀扶着的离火望 在一旁看着 挥舞木棒的傻子 虽然脖子上的伤 还没有恢复 但是经过几天的躺式恢复 勉强已经能站起来了 用力 再用力砸 离火望在一旁喊道 篝火旁 吕状元举着两个杂粮馒头 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小道爷 您这是在干啥呀 动静怪大的 一棒棒敲下 四周的林子跟灌木 被砸得乱七八糟 哼哼 没什么 这么大个子 放在这里 只扛人抬行李 未免有点浪费了 恋恋他 啊 那感情好 那感情好 吕状元一边点着头 一边退了回去 离火望视线重新看向 眼前赤裸着上半身 挥洒着汗水的傻子 别看这家伙 脑袋不行 但是身体还真的不错 离火望看着他虎背熊腰的身体 心中暗道 这么大的块头 对付别的不行 至少对付普通的劫匪 应该是够的 这就是离火望的打算 提升自己这些人的实力 老善靠有老爷跟单养子 这两种副作用巨大的方式 是不行的 哪怕不会这个世界的神神叨叨 他依然知道最原始的方式 别管野蛮不野蛮 有总比没有好 不说将来遇到敌人时 在旁边协助 自己发病的时候 他还可以在旁边护卫 行了 一摆下了啦 可以休息了 听到这话 光头傻子把手中的木棒一扔 喘着粗气 向着篝火旁大步走去 没顾得上休息 傻子二话不说 端着属于他的那碗特大好饭碗 稀里哗啦的喝起面来 没过一会 一惊面就又下肚了 可刚运动过后的傻大哥 明显饿得很 果然是穷文富武啊 还好自己现在还有些银子 要不然 还真被他吃穷了不可 李火旺这时 忽然想到了什么 抬手把自己那道铃拿了出来 看着手中的道铃 李火旺脑海中回想起 那被砸得稀烂有老爷 这东西还能用吗 李火旺心中 隐隐打了一个问号 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 有没有这东西 可是一件大事情 走 扶我去一旁的林子里 李火旺对着白铃铃说道 一直远离道 听不到篝火那边的声音后 李火旺这才停了下来 你先回去 不过这一次 白铃铃没有听他的 你尿吧 我不看就是了 对方的话 让李火旺有些哭笑不得 我不是要放水 你先回去 一刻钟后再回来 一直等到林子里面 只剩自己一人后 背靠着一棵白花树的李火旺 用手按着额头 开始要摇起到铃来 四周的一切 不出意外的开始扭曲 但是线条四处乱窜 并没有形成有老爷 李火旺有些不甘心的 用力晃动着 难道这东西 真的就这么费了 这个念头刚起 四周扭动的线条 重新混合 混合一团新的有老爷 被填美 然而 面对李火旺的疑惑询问 有老爷那古怪的语言中 依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就仿佛之前 被佛陀一掌拍死的 并不是他一样 忍着头晕 李火旺迅速跟有老爷交谈 结果得知了一些意外的信息 首先 有老爷是有名字的 只是他们的名字 通过人类的嘴 发不出来罢了 也不知道 第一次见他的人 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要给他 取名叫有老爷 其次 有老爷这种东西 并没有死这个概念 又或者说 他本身就不是活物 对于他们本身 没有死亡这个概念之外 他还没有数量这个概念 没有数量概念 想到了什么的 李火旺 用力晃了晃脑袋 本就非常晕的脑袋 变得更晕了 他现在看什么都是重瘾 包括有老爷 看着眼前的有老爷的两道残瘾 李火旺似乎明白了什么 再次加大力度 晃动了起来 随着他脑袋越晃 有老爷也越多 最终头晕目眩的李火旺 看到眼前将近二三十个有老爷 哦 李火旺终于忍不住那晕眩 最终弯下腰来 拼命呕吐 铃声消失 四周恢复正常 那些有老爷也迅速消失了 把刚刚吃下去的午饭 都吐了出来后 李火旺开始呕清水 一直吐到吐无可吐 都快要吐胆之后 他这才停止了下来 直起身子的李火旺 用手背擦了擦口水 大口喘气 把那道灵举在自己眼前 要是之前我能知道这一出 我是不是就不用自残请丹养子了 想了想后 李火旺把道灵收了起来 不行 请有老爷 可是需要花羊兽的 请一次三个月 这么多有老爷一动手 他是请一次 就要折兽十年 李火旺扶着树干 有些踉跄的原路返回 刚走到路边时 就看到自己那帮人 跟吕状元那帮人 正在围成一团 各位 您瞧瞧 都是上好的东西 要是里面东西是坏的裂的 我住得洗不得好死 祖宗十八代 都是畜生 李火旺走过去一看 才发现 是个牵着骡子板车的货狼 正在滔滔不绝地 向着其他人都收东西呢 白铃鸟跟着那长毛女 站在车边 拿着一些针线头犹豫着 这世道这么乱 你还敢出来卖东西 不怕被翔马抢吗 面对李火旺的询问 那嘴角有颗带毛大致的青年 呵呵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道爷 要朱砂不要 我这都有啊 这是一旁看戏的吕状元靠过来 在李火旺耳边 低声笔解释道 响马怎么可能抢他 这种货狼 跟那些杀千刀的响马 一路货色 响马负责抢 而他这种人 就负责收来卖 原来这么回事 李火旺了然地点了点头 也是 深山里的土匪寨子 也需要货物流通 这种零散的货脚狼 是最隐蔽的 道爷 朱砂不要 别的东西看看啊 我这东西 全得很啊 朱德喜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继续滔滔不绝地做着生意 李火旺想了想 开口问道 东西全得很 那有杀人用的东西吗 这话一出 四周其他人骑刷刷地看了过来 朱德喜兴奋地双手一拍 就开始在自己 骡子板车上翻找起来 有 有有有 第55章愈合 来来来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些东西 倒也可还满意啊 朱德喜用手指着 地上的东西说道 我 一大堆东西 乱七八糟地 铺在李火旺的眼前 大部分都是生锈的刀剑 旁边是一些瓶瓶罐罐 你这都什么啊 都生锈了 破铜烂铁 狗娃蹲下来 就开始讨价还价起来 别看秀了 那摩摩也能用啊 真要有什么神兵力气 那也轮不到我身上 您说是不是 李火旺目标 没有留意那些刀剑 而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那些瓶瓶罐罐上 他半蹲下 挨个拿起来看了看 发现这上面 并没有什么文字都没写 这位倒也就是识货 一眼就看到好东西了 朱德喜刚蹲在他身旁 就被李火旺衣服上的 血腥未熏的后挪两步 不过他也不怕 反而更加的殷勤了 道爷 您手里的那可是好东西 这要名字叫半步岛 你只要向谁里面放一点点的 绝对会让人走半步就到 不贵 一瓶只要三两银子 哎 有眼光 这瓶同样是宝贝 它是鹤鼎红 只要放指甲盖那么多 就可以送人直接去地府 一瓶无两 对对对 这更是宝贝了 金枪不到 一颗吃下去 保证一晚上 两个娘们都撑得住 这是榔头山刘二爷定的 你要的话 就先紧着你 不过您得加钱 李火旺有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怎么在你嘴里 什么都是宝贝 行了 我要前面两样 狗娃 车上拿钱 道爷大气 朱德喜笑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金枪不到真不要啊 我算您便宜点如何 现在年轻用不上 未必老了也用不上啊 这好东西不怕多 毕竟能传宗接代的 李火旺懒得理他 扭头看向其他人 你们都挑剑衬手的兵器吧 有总比没有好 听到这话 除了白领秒跟小满这两个女人外 其他早已经跃跃欲试的男人们 纷纷走上前来 李火旺把手中的两瓶药 放进怀里 对着一旁看热闹的吕状元说道 吕班主 你不买点东西防身啊 吕状元连忙摇头 不带 身上没家伙 真被小马追上了 最多银子没了 可身上带了家伙 万一要是打不过 那就人没了 吕班主倒想得周全 各有各的活法吧 李火旺重新回到驴车上躺了下来 等围在一起的人散开 狗娃他们已经人手一把武器 别管会不会用吧 至少看上去 威慑力比之前高几个量级 就在他们兴冲冲 举着刀相互比划的时候 手中拿着顶针 跟线头的白铃铁铁 靠了过去 表情有些担忧的白铃铁铁 拿起红线头 就给李火旺倒袍上的一些口子缝合 李师兄 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加在一块 把我们的银子花了一大半 现在就剩五两银子了 常年要在路上走的 这些防身的东西 还是要的 看起来李火旺又有道灵诱 可以血迹召唤丹阳子 完全用不到这些俗物 但是说句实在的 李火旺真的不信任自己 他真担心哪天 黑太岁的维持稳定时间消失了 自己再次陷入幻觉当中 无法自拔 真要那样的话 旁边没有什么人保护 那自己简直就是任人宰割的羊羔 李师兄 这些刀剑也就对付响马有用 要是我们能学会 当初丹阳子那些神通 那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狗娃扛着刀 走过来惋惜地说道 以及正德和尚 那些怪异的修炼方式 再者说了 哪怕肯交给你 那些神通你一个普通人 未必敢练 虽然并没有接触太多 但是李火旺的心中有了一个预感 这个世界的其他势力 恐怕不会比丹阳子好得了多少 狗娃呵呵地笑了笑 用手肘一顶身旁的天生独臂的男人 带着他向着旁边的小溪走去 走 我们去水里 找块粗石头磨刀去 这时 身材高大的傻子走上前来 如同一堵墙般 挡住了李火旺的音音 我我 我 别我了 你用不来刀剑 老实练你的棒拳 那东西 能把你的力气优势 发挥到最大 说完 李火旺重新躺下 霍脚朗的这个小插曲 就这么结束了 两帮人继续赶路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除了偶尔路过一些小村子 要让吕家班唱的戏外 平时都是在赶路 李火旺的脖子 也随着时间慢慢的愈合了 站在一个水缸边 李火旺仰着下巴 对着水面 看着自己脖子上的疤痕 还行 低着头的话 就没那么明显 李火旺说着 扭头看向一旁的白领秒 用手在他那洁白的头顶 揉了揉 怎么板着一张脸 最近没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李师兄 人吃驴嚼的 刚刚补充了一些粮食跟驴料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两银 345个铜钱了 白领秒掰着指头算着 这么快 不应该吧 李火旺走出赞住的农家院子 向着吕家班的台子走去 本来是可以尝一些的 可你让他们练刀练枪的 大家都累坏了 吃的就更多了 傻子自从拿了那木棒子起 一顿就要吃两斤面 一天两顿就要四斤面 可那又不是烧火棍 买来总要练的 别的不说 批砍跟直刺 总要学的 就是简单的批砍 天天练跟光碑在背上看 那就是不一样 遇敌的时候 再给他们的刀刃抹上毒 同样是不可小视的威胁 此时 李火旺看着远处 正在给吕家班 帮忙拆台子的其他人 可是这样 最多再撑一个月 大家都要饿肚子了 没钱啊 这是个问题 李火旺摸着下巴 看着吕家班若有所思 他们这一路上 应该赚了不少吧 把他们全抢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 这个念头一起 李火旺自己先是一愣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吕状元别的不说 虽然圆滑 但是为人正直 自己怎么会想到抢他呢 李火旺刚刚还不错的心情 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五十六章关外 李师兄 你怎么了 看到李火旺 表情有些不对劲 零秒下意识地握紧李火旺的手 李火旺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想到了 马上就要出关了 有些担心外面的递解 走吧 我们一起 去帮吕家人拆台子 拆完了赶紧走 李火旺嘴上这么说 但是他的目光却是冷的 自己的脾气 正在变得跟丹羊子越来越像 这个变化 让李火旺背脊发凉 再联系到其他人看到的丹羊子 是自己后 当时的那个猜想 不再只是一个猜想 而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如果仅仅只是性格也就罢了 李火旺更担忧 自己会随着时间转移 彻底变成丹羊子本人 如果这样 之前的一切也都说得通了 丹羊子并不是保护我 而是在保护他自己 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 李火旺的心开始有些烦躁起来 如果这个世界 他最恨谁的话 那丹羊子这个老疯子 绝对排第一 他不想变成丹羊子 如果那样 他宁愿去死 李火旺甚至心中忽然有种冲动 现在马上掉头回郑德寺 不管之后 要遭遇什么磨难 先让那些和尚举行普渡大斋 解决掉丹羊子再说 不过这仅仅只是想想罢了 之前没有撕破脸 还好说 双方还有讲和的希望 可是当那七位佛陀 被自己杀死后 相信那些和尚 见到自己的第一眼 怕是要当场报销 那些和尚 可不是吃斋念佛的真和尚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过好在根据之前方丈的描述 除了正德寺外 还有别的门派 自己现在只能从他们身上想办法 正德寺能干的事情 其他门派肯定也能办到 李火望走到驴车前 打开地图 细细地观察起来 他之前一直是不打算接触那些人 是因为正德寺开了一个坏头 可现在不接触不行了 既然正德寺有办法解决掉丹羊子 那么其他门派同样可以 虽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可从他们行动上看得出 他们基于自己什么东西 是丹羊子留下来的天书吗 李火望心中暗道 自己如果不想变成丹羊子 那就必须从他们身上想办法 实在不行 就把那什么天书拿出来 跟他们交换 李火望心中暗暗下定了这个决定 这也是他目前唯一拿得出的筹码 在李火望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中 他们最终来到了关口小镇 这条不大的镇上 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商人 一些穿衣风格不同的人 这些都是入关来做买卖的 看着远处的关口 李火望看向一旁的吕状元 吕班主 看起来我们要分开了 吕状元同样感慨 向着李火望拱了拱手 小道爷 辛苦了 这一路上要不是有你在 我们还不定受到多少苦呢 吕家班自然是不可能出关的 到了关口 他们就该从另外一条路往回走了 重新回到他们的村子去 等在家修整好后 有周而复始 这是他们这种小戏班子的宿命 如果想要摆脱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 唯有买下一栋戏楼 彻底安顿下来 一路顺风 也不知道小道爷要干什么 但是 祝您马到成功 这有些自家烟的咸鸭蛋 拿去路上吃 吕袖才抱着那罐子咸鸭蛋 面带不舍地放在驴车上 借你急言吧 如果日后有机会 我们会再看吕家班的戏的 真别说 这么一趟趟看下来 我还真看上瘾了 双方相互告别后 驴车拉着刚刚补充的粮食 向着关口缓缓靠近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吕状元啪哒啪哒地抽了抽汗烟 举起来在自己眼中 露出依依不舍的小儿子 脑袋上砸了一下 少惦记那发白的姑娘 咱们家小门小户的惹不起 回家找媒婆 给你说门亲 爹 你瞎说什么呢 我没有 我真没有 在吕秀才慌张的拼命否认中 码头转向 向着热闹的大街走去 爹 您这么抠门的人 怎么舍得给他一罐闲鸭蛋了 抱着自己女儿的旅举人 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屁话 别以为你爹是个小气的人 记住了 该抠的时候 抠那该大方的时间就不能省 这小道爷不是一般人 结交好了 那我们吕家也算有条人迈了 兜兜转转 终于出了关头 虽然土路四周 依然是林子 但是李火旺却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道路上不止他们一伙人 还有其他不少马车 跟扛着扁蛋的其他人 要分清他们的身份 也很简单 看衣服的款式 关内是左刃关外的四骑 是右刃 李火旺想了想 打开吕状元的罐子 发现里面是满满一罐咸鸭蛋 一旁的狗娃靠过来 惊讶地说道 这年头 鸭蛋值钱 沿野值钱 吕状元这老头 难得出手争扩起 李火旺把罐子盖上 心中对那老小老头的印象 改观了不少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你们有谁家在四骑国 准备好回家 所有人相互对望了一眼 浑身被黑毛包裹的小满 抬起右手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地说道 我家在四骑 听到他说这话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其他人都知道 他跟父母的恩怨 也知道他回家后 打算干什么 小满姐 要不 白领秒面带男色的 刚要劝说什么 就被李火旺直接打断了 好 那这里 你应该比较熟 来说说 这四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有什么像正德寺一样的大门派吗 被黑色斗笠 罩着面孔的小满 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 虽然住在这里 可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村 我就九岁那年 在村头见过一次跳大神的 跳大神啊 一提到神字 李火旺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些发出 洗神给了他太大的阴影 那跳大神的 有什么集体生活的地方吗 没有 我听说 跳大神都是住自己家里的 都是在家供奉仙家 仙家 有名字吗 李火旺的脑海中 闪过这个世界的种种诡异东西 红黄白柳碑 我就听过 有五种不同的仙家 但是不知道 是都分别是什么 第57章 跳大神 我不知道 跳大神的红黄白柳碑舞位 仙家代表什么 村里老人随口说了一句 我就记下来了 我遇见他们的那次 是村里有人撞邪了 趴在地上做狗叫 那个跳大神 凑巧在村边路过 就过来看看 后面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我就记得 那个撞邪的人 第二天就好了 夏天里干活去了 李火旺听着小满说着 关于跳大神的支离破碎的信息 心里默默地盘算着 这么说 跳大神在四骑 跟道士干的活差不多了 驱邪必灾 那他们的能力 是不是也来自有老爷这些东西 跳大神的 既然要经常跟其他人接触 那么他应该比郑德斯的和尚 好说点话吧 他现在倒不是怕这些 所谓跳大神太强 而是怕对方实力太弱 根本解决不了单样子 毕竟单枪匹马的 没法跟一群人比 旅车的嘎吱嘎吱声的消失 让李火旺回过神来 他看到其他人 已经去林子里去找柴打水 抬头看看天 李火旺发现 不知不觉中 太阳已经逐渐偏西 该些着了 他也没干坐着 掏出身后的箭 就开始给地上挖坑 这把箭非常锋利 没过一会 一个脑袋大小的小土坑 就挖好了 旁边早已经准备的傻子 举起旅车上的黑锅 放着坑上一放 等一下只要在左右两边 再开个口子 一个放柴 一个出烟 水煮开后 吉大捆在关口小镇 买的长寿面 顶着热气放了下去 路边采的一些蒲公英 荡蔬菜 一人一个咸鸭蛋当荤菜 再每一人一大碗面 晚饭就完成了 李火旺用筷子 把面汤里 沉浮的咸鸭蛋破开 里面滋滋冒油的蛋黄 瞬间让整个面汤 浮上一层金色油花 看起来非常的开胃 用筷子捞起竹软的蒲公英感 放进嘴里 缓慢地咀嚼起来 味道微苦 口感有点像菠菜 他过去也不知道 蒲公英还能吃 但是之前 看到那老和尚 吃得那么欢 才知道 这东西 也是一种野菜 吹开热气 李火旺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汤 胃里顿时暖哄哄的 非常的舒服 看到这野菜 李火旺不由地想起了 正德四的老和尚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他那么傻 什么都看不见 应该会在那种环境下 生活得很好吧 一双筷子 夹着冒油的咸鸭蛋黄 放在李火旺的碗里 我不吃蛋黄 坐在他身旁的白铃鸟 低声说道 李火旺默默地点了点头 用筷子挑起面 放进嘴里 吸溜一大口 我怀里有个倒铃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从清风关带出来的 嗯 我现在告诉你 他的用法 万一我出现了什么事情 你记得拿出来保密 好 首先 你需要摇起来 这时候 你会感觉非常的头晕 忍住 紧接着 从地上抓起一把泥 放进嘴里 天空逐渐变黑了 李火旺的碗也空了 他的话也说完了 白铃鸟 他那纤细的背影 不知不觉中 转变成了一位 穿着高中红色校服的少女背影 那是杨娜的背影 用力晃了晃脑袋 白铃鸟又重新变回来了 有些烦躁的李火旺 往地上一趟 看向空中那逐渐明显的星空 夜渐渐的深浪 李火旺依然是手上半夜 他睡眠最近不是很好 或者说他睡眠从来都没有好过 李火旺用剑 挑着眼前的篝火 放进一块柴火进去 甩了甩 李火旺借着火光 看向自己的武器 这削铁如泥的武器 在他手里实在是有些驱惨了 不是用来挖坑当铲子用 就用来当铜火棍用 弄得现在剑尖黑漆漆的 十分的难看 唯一一次见险 还是拿来抹自己的脖子 长明师兄啊 要是你看到你的宝剑 落得这样的地步 是不是会气得活过来 李火旺自言自语地 把长剑重新插回自己身后的剑销 杀身后传了一声轻响 让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 从篝火中抓起一根点燃的柴火 那双绣花鞋非常的红 红得甚人 什么人 出来 李火旺的大喊 让睡梦中的其他人 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 当他们看到远处的那双 穿着绣花鞋的角时 顿时被吓得彻底清醒过来 拔剑拔刀声不断 别动手 一场误会而已 随着一道随和的声音响起 一味头发发白 五十来岁的男人 从黑漆漆的林子里走了出来 他身上穿着朴素 衣服上的补丁 可以表明他应该不富裕 身上除了背上的一个小包裹外 就是腰间跨着一个脏兮兮 扎着许多彩条的旧骨 面对李火旺等人的武器 他站在那里解释道 我呀 大晚上的赶夜路 这不 看到前头有光 就过来瞧瞧 没想到遇见你们几位 看到李火旺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 那双红色的绣花鞋 他继续解释道 没事 那我媳妇 怕生 你过来 话音刚落 那双绣花鞋 不紧不慢地从黑暗中走出 来到那老男人身边 那双红色鞋一样 绑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布条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半夜地看到这东西 实在让人后脊发凉 这是你媳妇 举荐的李火旺再次确认道 这大晚上的身边带这么个东西 要说是他驱赶的僵尸 都没人不信 就在这时 一旁小满连忙靠过来低声说道 李师兄 他就是跳大神的 这句话 让李火旺的警惕心 瞬间提到了最高 对 没错 我们就是跳大神的 我是大神 我媳妇是二神 看到面前一群人 没有任何表示 那男人再次开口说道 怎么的 不信啊 那个 我就给你们来一段 嗨嗨 没等李火旺刚阻止 他张嘴就喊 请神来 这一声底气十足的吆喝 在黑暗的林子里传出去 很远很远 第58章李志 凌凌凌凌凌凌凌 及其刺耳的铃声 瞬间打断吆喝声 在场的所有人 纷纷表情痛苦地捂着耳朵 当慢慢的铃声减弱了 李火旺的剑 已经搁在了那人的脖子上了 真人 你这是干什么 被锋利的长剑抵住了脖子 那人脸上却不慌不忙 你问我干什么 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你请什么神 那被柴火熏黑的剑人 微微一压 顿时留下一条血线 不管这人再请什么神 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来这破地方这么久了 就没碰到过好东西 感觉到被误会了 那人顿时哑然而笑 真人 你不是四七这儿的人吧 我没请神啊 我连鼓都没敲 请不来神的 我只是证明一下 我就是跳大神罢了 这时 旁边的小满走过来 低声说道 嗯 没错 跳大神 确实要敲鼓的 瞥了一眼对方腰间的踩鼓 满脸警惕的李火旺 这才缓缓地把剑抽了回来 这位朋友 半夜三更的 别开这种玩笑了 当心容易误会 你走吧 那人上下打量了一会 眼前一脸警惕的道士 善善地点了点头后 转身离开 那好吧 在下理智 后会有期 咱们走 说完 他别的什么也没不说 带着那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静止向着漆黑的 林间道路钻去 一直看到他们 都彻底消失后 李火旺回过头来 对着其他人说道 今天晚上都别睡了 戒备起来 当心这家伙没走 防人之心不可污 这大半夜的 忽然跳出个这么个家伙 鬼知道他有什么目的 在三三两两的答应声中 药蚓们抱着自己的武器 一个挨着一个 围坐在篝火旁 一根枯木 被李火旺抓起 翻滚地抛进了火堆中 炙热的火光 照亮了所有人脸上的 忐忑不安 漫长的晚上 就在这度日如年的 等待中过去了 除了所有人脸上 变得十分憔悴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今天休息一上午 然后接着赶路 狗娃先守着 李火旺说完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李火旺瞇了多久 他被人轻轻摇醒了 李师兄 那人又回来了 嗯 什么 这个消息 瞬间让李火旺清醒过来 当他扭头望去 发现昨天晚上的李志 带着他那用盖头盖着的媳妇 笑眯眯地站在不远处 昨个晚上 我想了半宿 我想明白了 我这是把真人吓着了是吧 抱歉抱歉 所以特来谢罪 阳光透过树枝 打在了李志的 有些黑的脸上 让他脸上的那颗痣 无比的显眼 如果把他腰间的骨拿掉 只从模样上看 他跟一年到头 在田里干活的农家人 没什么两样 大太阳下 现在的他 可比昨天晚上 看起来安全不少 心中思绪快速转动后 李火旺掐绝回李 李志兄客气了 在下昨天也莽撞了 不管这人什么目的 既然这么一个跳大神 就在眼前了 不从他嘴里 撬点东西出来 实在说不过去 刚刚听这姑娘说 真人也信礼啊 你说这不是巧得很 我也信礼 咱们五百年前 说不定是本家啊 满脸和气的李志 非常自来熟的 向前走两步 来到李火旺面前说道 李志兄 你这是要去哪 嗨 我本家黑三太奶 过些天要过大寿 这不 我敢早些过去诅寿 过大寿 李火旺心中暗道 跳大神看起来 跟和尚道是不是一回事 并没有摆脱世俗的要求 真人这是打算去哪啊 还带着这么一大半帮子人 李志眼神有些闪烁地看着 李火旺身上 没洗干净的血色道袍 去梁国 李火旺言简一概地回答 好吗 去那么远 那真人一路上有够苦的了 相互交流的一会后 双方的关系 相对缓和了不少 至少不用那么剑拔弩张了 旅车的车孤路转动起来 与一旁的红色绣花鞋 一同向前走去 前面不远 就是半月沟了 那里有个寨子 真人可以在那好好休整几天 在遇到能住的地方 最起码要走15天之后了 你也知道 边界这地方 总是这样人少地慌的 李志仿佛一位老朋友 热情地 给李火旺指点着 多谢了 敢问李志兄 既然你是跳大神的 那你家中供奉的是哪位仙家 听到李火旺这么长刀直入的询问 包括那用红盖头盖住的女人 同时微微一仰头 哼哼 在下卑家弟子 既然你都问了 那我也不矫情了 敢问真人哪座山哪扇门啊 西山东华派清风官 悬扬 李火旺马上搬出了 当初单阳子那一套说辞 他也不知道 西山东华派是哪一派 反正至少这样说 可以让别人 以为自己是有传承的 而不是一个假道士 李志摇头 哼哼 没听过 不过也是 全天下这么大 哪有人都懂得呢 李志十分的健谈 尤其是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跟这种待在一起 心情都能好些 走着走着 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 依然是起造价锅煮面 路边的那条河 越来越宽 倒也方便 李志也没从自己那小包裹里拿吃的 就这么笑嘻嘻地蹲在路边这么看着 看得李火旺一行人 浑身不自在 李志兄 要来点 那感情好 我昨天刚好一天没吃饭 李志性冲冲地跑了过去了 拿起碗来就要成面 稀里哗啦的一碗接着一碗 吃得百零秒眉头紧皱 李师兄 这都快三斤了 这人怎么这么能吃 他跟着我们套了这么久的近乎 该不会就是为了这顿饭吧 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锅里 最后一根面条都被李志捞走 他一点都没觉得害臊 蹲在树下继续吸溜了起来 李火旺走到他身边 学着李志的样子 也蹲了下来 面够不够 要不要再下点 哎呀 那多不好意思 不过 我确实没吃饱 李志说着 喝了一大口面汤 再下两斤面条 李火旺对着铁锅那边喊道 怎么光你吃 不见你媳妇吃 他不饿吗 李火旺的目光 撇向那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他发现 这女人的指甲有些发黑 而且很长很长 我是大神 他是二神 我吃就够了 李志说的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哦 这是为何 锡溜面条的声音停了 李志举起拿着筷子的右手 用手肘抹了抹嘴 侧过头来 笑眯眯地说道 哼哼 真人问这么多 这是想出马 第59章 出马弟子 没等李火旺回答 面条锡溜声再次响起 就是想出马也不行 出马弟子 都是仙家自己选的 想入这行当要机遇的 李志开始解释道 哦 如果方便的话 还请戏说 跟这家伙磨迹这么久 可不就是为了更了解这些事情 对于这个陌生的世界 了解得越详细 越安全 李志手中的筷子 在空中哗啦了几下 想要出马啊 要得大病 最好是快要死了的那种 你要运气好 仙家就会给你托梦 他治好你 完了 作为报酬 你当他的出马弟子 仙家长什么样 李志沉思起来 似乎在回忆什么 嗯 怎么说呢 反正不是人样吧 说完刚用筷子捞碗里的面 发现面没了 李志兴冲冲的 再次向锅边走去 不是人样吗 李火旺若有所思 听他这么说 这些仙家能沟通 还能交易 这些仙家跟有老爷 应该是一类东西 这里的人 似乎都在跟那些东西 进行主动 或者被动的交易跟接触 李火旺马上回想起来 正得四的那一座 蠕动的血肉大佛 从男人 女人 畜上 然后再到最后的大佛 和尚的修炼方式 处于一种 循序渐进的过程 再联想到之前 那七座佛陀的能力 既能赐予有老爷血肉 本身还可以长出血肉牵手 不难判断出 正得四的和尚 应该就是通过那种修炼方式 来获得血肉相关的能力 跟不同东西 进行交易跟接触 可以获取不同的神通 这或许就是 他们不同门派的由来吧 李火旺对这个世界 开始有初步的了解 这时 李志端着面条走了回来 碗里的面条 高高的堆起 一点水分都没掺 他刚刚蹲下 就一边吃 一边滔滔不绝地诉苦 我告诉你啊 这出马弟子 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能不当就别当 破烂事一大堆 而且还有三灾三劫 钱又没什么钱的 听着他絮絮叨叨地 诉了半天苦后 李火旺忍不住插嘴说道 那你们出马弟子 能请仙家来干什么 李志看了李火旺眼后 回答道 什么都干 驱邪驱病 转运招财 婚丧嫁娶 策字算命 阴宅风水 这么厉害 到了麻烦事 自家先搞不定 你也可以请别家的仙家吗 听到这话 李火旺表情不由地 开始凝重起来 那如果说 有人身上被某些东西缠着呢 他们也能解决 被什么东西缠着了 那就是撞邪了呗 那当然呢 你确定 那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李火旺脑海中想着单样子 看着眼前的这人 怎么看 这家伙都有些不靠谱 嗨 行不行的 你试试呗 横竖不够五十个铜板 你还怕我拿钱跑了不成 五十枚铜钱 这是你的报酬 这需要付出的代价 远远低于李火旺的想法 我是我的 仙家是仙家的 这就要分开算了 李志嚼了嚼 把嘴里的面咽了下去 打了一个宝格 我的茶水钱呢 就是五十个铜板 别还价 三百多年的老规矩了 没变过 当然了 要薪钱啊 不能拿捡过边的烂钱来抽数 至于仙家的吗 仙家的报酬 我自己跟他商量 不 你商量不了 你要让仙家随便挑 挑中什么拿什么 绝大部分情况下 仙家是不会要钱财 这种身外之物的 挑中什么拿什么 而且还不要钱 李火旺心中 隐隐有些不安 如果真的跟他们交易 这些仙家会拿走什么 那过去 仙家都拿走了别人什么 嗨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李志双手捧着碗 就开始舔 仔仔细细的舔 但凡是被仙家 拿走了什么的人 可不能往外讲 这番忌讳 说了可是会倒霉的 你不是跳大神的吗 你也不知道 说白了 我就是仙家的长工 我只管把仙家请来 别的事情我不管的 就给这么点钱 我才懒得管那些破事呢 相比郑德四的和尚 还有单样子 李志身上 仿佛有种置身室外的洒脱 怎么 你要试试啊 是谁中邪了 吃饱喝足的李志 一边用筷子踢牙 一边向着远处 其他人张望着 郑主就在眼前了 李火旺此时却不着了 继续耐心地问道 李志兄 你这走南闯北的 应该处理了不少事情了吧 你口中的中邪的那个邪 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李志脸上 带着少许不耐烦的摇头 我才懒得记 那些事情呢 跑一趟50个铜板的买卖 饭都快吃不上了 那么 卖命做什么 他要是让我涨价到500铜板一次 那我铁定记得的清清楚楚 又还不让涨价 也不让我改行干别的 这是 做得真他们憋屈 对了 真人 你们倒是做法事 应该挺赚钱的吧 一趟法事 能赚多少啊 李火旺再次看了一眼 身后的那一动不动的 红盖头女人 站了起来 休息的差不多了 那咱们接着走吧 好厉害 那个 咱们什么时辰吃晚饭 李火旺一行人 继续往前走 性格过于跳脱的李志 总是想找李火旺等人聊点什么 但是他们并没有过于热情的回忆 这人说话交谈间 非常的正常 而且也没有什么恶意 可好人不会写在脸上 李火旺的警惕心 依然没有完全放下 李火旺微侧头 看向道路另外一侧的两人 他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李志身边 那位盖着红盖头的 不吃不喝 一言不发的二神上 越看越觉得别扭 相比李志 这女人明显诡异得多 她每次抬脚走路 走的距离都分毫不差 看起来完全不像真人 更像是一具 被人操纵的尸体 更诡异的是 李志居然喊这东西叫媳妇 李师兄 要不我们跟他们分开吧 白零秒走到身边开口说道 先不急 先等等看 李火旺需要好好观察 万一这人没有说谎 那么摆脱丹阳子的事情 说不定真要靠他口中的仙家 第六十章跳大神 太阳慢慢偏西了 路边一个村庄 逐渐出现在他们面前 各种高高矮矮的房屋 零散排练 你看啊 这就是我说的寨子 面带笑意的李志 用手指着眼前 这一大片黑色瓦片说完 就大步向着里面走去 你们跟我来 这地方有我一个老乡 咱们在他家住不要钱 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 随着李火旺轻轻一挥手 两辆旅车也向着里面开去 走到房屋之间的黄土路上 李火旺等人 向着安静的四周张望着 可奇怪的是 无论是田里还是院子里 都不见人影 怎么回事啊 村子里的人呢 疑惑的李火旺心中暗闹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前面一个拐角 李志探出一个脑袋来 那张老脸上 此事别提有多兴奋了 喂 快来啊 这边有热闹桥 好像是公公在爬灰呢 脸都抓花了 别提都带劲了 爬灰 什么是爬灰 李火旺这话 没有人回答 他扭头一看 就看到其他人一脸尴尬 白领秒更是羞红着脸垂了下来 李师兄 咱们别去凑热闹了 那都是别人家的家事 李火旺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转身向着李志那边大步走去 刚一拐弯 面前顿时豁然开朗 只见农家人打扮的男女老少女 三层外三层 在一家人门口围着 李志站在人群边上 垫着脚 扶着别人的肩膀 在那里探头探脑 搞了半天 原来整个村子里的人 都跑过来凑热闹了 什么是爬灰 李火旺走到李志身边问道 公公偷儿媳妇人 难道在你们的地界 还有别的叫法 你哪人啊 面带诧异的李志 再次上下打量着李火旺 听到对方的解释后 李火旺一脸无语 难怪刚刚白领藐视那种表情 啊 一声女人的刺耳间 叫在人群中央乍响 围观的人群嗡的一声 猛地后退了一大圈 借着让出来的缝隙 李火旺看到了里面 有些怪异的一幕 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 四肢关节扭曲得 如同一条蛇斑盘在八仙桌上 一边尖叫 一边颤抖 哎呀 坏了 好像不是爬灰 是有人撞上了 李志懊恼的双手一拍 推丧的就往里面钻去 那个 麻烦让一让 我是跳大神的 麻烦让一让 死 谁他娘的踩我脚 看到眼前这一幕 刚准备转身的李火旺 站住了脚 他这是打算用他的办法 开始曲血了 好不容易钻进人群 李志左右看了看 就对着李火旺摆手 真人 快来啊 处那么远做什么 李火旺想了想 也向着人群中挤了过去 这家伙看起来有些不着调 刚好可以借此机会 看看他的实力如何 要是他只是小打小闹 也没必要让他来帮忙 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免得丹羊子跟吃佛陀一样 把他给吃了 当他来到人群中央后 看得更清楚了 那八仙桌上的行为怪异的女人 明显非常的不对劲 一双好看的丹缝眼中 没有一点黑人 而且 他的眼睛上 似乎还有着五重眼皮 旁边站着两个脸 被挠花了的一搂一哨 看起来像苦主了 真人 你看这事情 你来还是我来啊 李芝再次提耳低声问道 要不咱们一起上 完了 你可以多要点钱 我们再对半分 这样就不破坏跳大神的规矩 不用 我不擅长驱邪 还是你来吧 李火旺一口回绝 他本来也不会 听到李火旺的解释 李芝一脸诧异 你蒙我的吧 你连邪碎都不会驱 怕不是个假道士啊 快点去吧 你看这女人 多快把自己骨头扭断了 李火旺用手指着 一身咳嗽 让四周人群的 嗡嗡的议论声 安静了下来 动 随着李芝用跟小棒 轻轻一敲腰间的旧鼓 在场所有人的心中 也随之一颤 动 动 动 请神来 这一声底气十足 音调极高的声音喊出 把四周的一切声音 给压了下来 李火旺扭头向着屋外看去 空中的红光 正在渐渐消失 寂静的黑夜即将到来 日落西山那 黑了天爱 龙归沧海虎归山了 龙归沧海 能行与虎要归山得安眠 哀哀 随着李芝 唱出跟鼓声节奏相同的词 旁边一直没有存在感的二神 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头上的红盖头 身上的彩布条 也随之抖动 头顶七星琉璃瓦 脚踏八棱紫金砖 脚踩地 头顶天 迈开大步走连环 双足站稳靠银盘 烧香打鼓 勤劳先哀 李芝一边敲着鼓 一边掏出几根香来点燃 围绕那八仙桌上的女人插下去 那劈头散发的女人 呲牙咧嘴的 李芝一边敲鼓 一边接着唱 老仙家呀 你要来了我知道 不要吵来不要闹 威风有啊 杀气多 威风杀气少带着 屋子小 嘎拉多 磕着碰着了不得 碰到君子还好办 碰到小人配口舌 哎 第六十一章 二神 咚咚咚咚咚低矮的平房内 鼓声不停 李芝的念唱声也不停 帮兵我 头顶着防疤 脚踩着船 左手拿鼓 右手拿鞭 挨颗挨颗又挨 咚咚咚咚 一旁的李火旺可以看到 随着他的念唱声不停 二神头顶的红盖头 逐渐被里面的东西顶起来了 隔着红盖头 李火旺看到里面浮现出 一些怪异的兽头轮廓 说兽头还不准确 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像寻常兽类的 全部严重变异畸形 只是其中部分 带有兽类模样 这些东西 如同流水般 在红盖头下实影实现 不断蠕动着 眼前的一幕 搭配着朦朦胧胧的白烟 显得是那么的诡异 李火旺用力揉了揉眼睛 发现 二神此时已经踩着古典 跟着李志 向着完全被白烟笼罩的 八仙桌旁边靠去 打一下颠三颠 那个打三下颠九颠 前三后四左五 右六六十八下矮 朦胧的白烟中 随着李志 跟那女人一牵一后 围绕着转圈跳着 那八仙座上的女人 开始表情十分痛苦地 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滚 滚开 她的声音带上一丝颤抖 班兵我请黄天霸 请黄天青 请来黄天黑 请黄天红 大豹马 二灵通 快嘴聊歌 学舌惊爱 咚咚咚 这话一出 李火旺的心情 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有些烦躁起来 此时她听到了四周 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可当她仔细听时 那些声音又不见了 不管李志口中的老仙是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 跟她过去遇到的 任何一种都不一样 听起来 她不止 能请一种仙家 她最多能请多少 就在她 还是专注 想着这事情的时候 鼓声却渐渐地轻了下来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 用手一挥 挥开眼前的白烟 大步向着桌边走去 可没成想刚走近 忽然 白烟一道黑影飞出 带着残影 静止向着她的脸上扑了过去 敲 消铁如泥的长剑一当 下一秒 就被两排带血的牙齿 咬得咯吱作响 这浑身赤裸的女人 力量大的惊人 承找的双手 拼命向着李火旺的眼珠子挠去 此时 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 整个暴脱了出来 几乎要从脸上掉下 不断抖动的脸上 满满的力气跟杀意 李智 你搞什么名堂 苦苦坚持的李火旺 对着白烟中大声喊道 咚咚咚 老仙家爱 班冰绝再次响起 大红色的盖头 从白烟中旋转飞出 盖在了那女人的脸上 女人拼命地挣扎着 可架不住 盖头上的瘦脸 蠕动着 向着她口里钻去 嗖的一声 他被某种力量 猛地拉进入白烟当中去 里面还在不断传来李智的唱词 老仙家呀 离了鼓洞离了山 抓把黄沙 把洞门蒙 阴天驾云走 晴天旋风旋 驾云走旋风旋 来去不用一带烟 当惊魂未定的李火旺 举着长剑 警惕地走进了白烟中时 发现刚刚还疯癫的女人 此时已经瘫软在桌子上 脸色蜡黄的 浑身冒冷汗 一旁的李智 依然带着身后颤抖打嗝的媳妇 围绕着这女人 不停转圈 你要走啊 我不拦 霸王曹头把马牵 仙姐将绳后被安 老仙家扬鞭打马 要回山啊 哀嗨一吼黑 唱完这最后一句话 李智反拿手中的鼓鞭 对着鼓中心 重重地敲了三下 鼓声一线 四周的白烟 开始缓缓散去 李火旺心中那种奇怪的烦躁声 也逐渐消失 没啥事吧 刚刚有点走神了 我就知道 有你在外面 这家伙跑不了 李智还是那一点 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 走神 这种情况下 你还敢走神 李火旺实在有些无法理解 这人的做事逻辑 才五十个铜马 现在去城里吃碗面 都要多少钱了 鞋碎没了人 又还活着 你还想咋的 已经很可以了 要怪就怪当年立规矩的 立的啥破规矩 跳大神的 就活该受穷 李火旺强忍着 向他翻白眼的举动 走到八仙桌旁 仔细地观察的女人起来 看起来 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无神的双眼中 满是恐惧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左右看了一会 李火旺并没有看到 李智口中的仙家 拿走了他什么 又不要钱 身体上什么都不缺 这所谓的仙家 要的报酬 难道是某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李火旺心中猜测着 这时 外面的苦主一家冲了进来 当看到自己家人恢复正常后 顿时搂在一起 又哭又笑的 这时 李智走过来 对着他们说着 这小媳妇 刚刚撞了煞身体虚 完了 你们家风水又不好 往后 我怕还有麻烦事找上门 要不这么的 你们请个保家先吧 保家先 李火旺的注意力 马上跟了过去 行行行 都听高人的 被吓到六神无主的老人 这回哪里还敢拒绝 李智伸手 从自己的包裹里掏了掏 一个泥塑小人 就被他拿了出来 紧接着 他拿出一些红头绳 开始缠绕起来 一边缠着嘴里 还念着什么 一切缠好后 李智找来梯子 就把这东西 隔放在了房梁上 每年大年初一大击败 每月十五上香 听懂没有 好了 班冰的茶水前 跟着保家先的钱 一共一百个铜板 拿钱 没有在里会要报酬的理智 李火旺走到梯子前 认真观察起 房梁上的保家先来 这是一个一张 见宽的泥塑小人 看起来 仿佛是随手用捏出来的 可偏偏 他那双眼睛 捏得格外的传神 看着那双眼睛 李火旺仿佛真的是 在跟一位活物对视 就在这时 李火旺忽然看到那保家 先莫名地动了一下 怎么回事 我眼花了 别看 一道极小的纤细声音 从后面响起 李火旺猛地一回头 瞬间跟那盖着红盖头的二绳 来了一个面对面 两人挨得很近 尽到李火旺的轻微呼气 都能让那红盖头轻轻摇晃 此刻 李火旺脑海中 思绪万千 这人真的是活人 他为什么让我别看 李火旺看了一眼 正在低头点铜钱的理智 把声音压到最低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那有着长长的指甲惨白双手 轻轻地 捏住红盖头的一脚 缓缓抬了起来 咕咚 手中握紧盗铃的李坚男的 吞了一口唾沫 他有一些紧张 呃啊 走了 去找老乡家 借张床睡觉去 红盖头重新盖好 二绳转身 快速跟了上去 第62章夜谭 有人吗 李火旺的呐喊声 在极其空旷的环境中 不断回荡着 十分困惑的他 向着左右张望 发现自己 站在一座木桥上 前后左右 只有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抬起脚来 继续往前走 身下的木桥 被他踩得搭吱作响 不知走了多久 他感觉 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李火旺浑身一阵 快步向着那边冲去 可让他走近 终于看清了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 身体却猛地一阵停了下来 那是李志的宝家仙 之前巴掌大的泥素 变成比李火旺的身体 还要大三倍 伴随着石头相互摩擦的声音 他缓慢地转动脑袋 向着李火旺看来 同仁没有一点黑 白茫茫的十分吓人 这不是什么木桥 我这是站在别人房梁上 李火旺马上反应了过来 吱嘎声响起 宝家仙身上 那好几层的红头绳裂开 密密麻麻的泥素手掌 从里面伸出 一边不断滴落灰尘 一边向着李火旺方向抓去 李火旺转身刚要退 一个巨大的红盖头 瞬间盖了过来 把他身体整个彻底包裹 别看 一道极其纤细空灵的女生 响了起来 呼 浑身冷汗的 李火旺猛地惊醒过来 他连忙向着四周看去 发现并没有什么宝家仙 也没有什么红盖头 刚刚仅仅只是自己的一场梦 低头看了一眼身旁的白领鸟 李火旺拉了拉被被子 盖着他的肩膀 转身下了床 打开窗户 向着外面看去 月亮还挂在天上 看起来 自己并没有睡太久 看着外面的黑色瓦片 李火旺回想起了 昨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盖着红盖头的二神 很明显 似乎想要跟自己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李志无意间打断了 他到底想说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看保家仙 眉头紧锁的李火旺 思考着这个问题 这位二神 一直是一言不发 不吃不喝 相比异常随和的李志 他显得非常的神秘 这样人忽然开口跟自己说话 肯定是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他能有什么事情 需要偷偷告诉我的 而且还不能让李志知道的 李志想害我 本来打算找李志试试跳大神 但是忽然出现这档子时 此时李火旺却有些犹豫了 说起来 他们也并没有多熟 他想过要找其他的跳大神 可是 就算找到其他跳大神的 也难保其他跳大神 就更值得信任 既然要找 不如找一个熟悉点的 我单独问问二神 这到底怎么回事才行 李火旺暗自打定了主意 李火旺又看了一眼漆黑的天空 转身穿上血色道袍 向着屋外走去 李志的老乡的几间平房 相隔的并不远 李志他们就住在附近 漆黑的屋内 李火旺沉默地走着 向着李志的住处摸去 嘎吱贴着道夫的门 缓缓地被打开 一颗带着荧光的小石头 轻轻地弹了进去 昏暗的荧光照亮了屋内 只见大神李志 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打着憨 而盖住红盖头的二神 却像一件衣服那样 直挺挺地立在床边 听到动静悄无声息的 二神把红盖头转向了李火旺 立在那里似乎等待着什么 大晚上地看到眼前的这幅场景 说实话实在甚人 我真的要现在跟这东西出去单独待着 李火旺此刻有些犹豫了 但是一想到他跟自己说的话 李火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用手轻轻地招了招 二神居然真的动了 他如同幽魂般 缓缓地向着门口飘了过去 他往外走 李火旺就往外退 一个进一个退 最终来到院子外面 这才停了下来 空中的半月 洒下的朦胧月光 稍稍安抚了李火旺 极度紧张的心情 盖着红盖头的二神 再次缓缓靠了过来 靠得很近很近 尽到李火旺的说话 都可以让红盖头轻微地摇晃 你昨天想说什么 那极长的黑色指甲 缓缓抬起 在李火旺惊讶的目光中 轻轻划破自己的 另外一只手的指尖 紧接着 他用里面流出来的暗红色血液 在自己的红盖头上 开始缓缓写字 当心你 是心 素贤 你们干嘛呢 随着一声呵斥声猛的乍响 红盖头上的黑血 迅速吸收进去 李火旺刚刚后退两步 就看到表情阴郁的李志 赤着脚 哒哒哒地走到二神身边 一把紧紧搂着了他的腰 你要干嘛 这是我媳妇 李火旺听着屋子那边传来的动静 迅速想了想后 开口说道 没干什么 只是对嫂子的面容 有些好奇罢了 一脸戒备的李志 上下审视了李火旺一番 好似宣誓主权般 李火旺隐约看到了一些东西 那是 鳞片 紧接着 李志把脑袋从红盖头下钻回来 啪哒啪哒地舔了舔嘴角的黄绿相见的年夜 记住了呀 这可是我媳妇 你打光棍 这能怪谁 还不是怪你自己 谁让你当道士的 有能耐你还俗啊 说罢不等李火旺辩解 牵着二神 那惨白带着黑长指甲的手 转身向着屋内走去 鳞片 黄绿相见的年夜 这两个画面 在他脑海中不断闪过 这二神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李火旺 回到屋内时 发现白领鸟已经被吵醒了 跪坐在床上 睡眼朦胧地揉着眼睛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吗 李火旺什么都没说 重新把点燃的油灯吹灭 没什么 睡吧 当心 我是新宿仙 躺在床上的李火旺 开始琢磨着 二神刚刚的直言片语 新宿仙是什么 他又让人当心什么 第二天 等李火旺醒来 来到大堂 就看到李志正在喝粥 他右手牢牢地牵着二神 正在给自己那位老乡说着什么 老乡 多谢你照应了 不不如这样 我帮你请个保家先吧 算你便宜点 三十个铜板怎么样 李志说到这就不说了 因为他看到了李火旺 此时他的表情 也没有之前的随和 第六十三章 红盖头 看到李志的表情不太对 李火旺静止走了过去说道 李志兄 关于昨晚的事情 我可以解释 李志手一抬 挡住了李火旺 继续往下说 带着几分不耐烦地说道 嗨 这解释啥啊 我又没怎么拧 就这么糟呗 说完 他站了起来 拉着自己的媳妇 转身向着屋外走去 李火旺看着那远去的两人背影 沉默不语 二神说 我是新宿仙 这听起来 似乎是某种特殊的称呼 而且他还提醒我 别看保家仙 也许他知道我一些什么 我必须要想办法 把这个消息 从他嘴里撬出来 好不容易知道的线索 李火旺不想就这么断掉 李师兄 怎么了 你跟他跳大神的有过节 听到狗娃的话 李火旺摇了摇头 没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都去吃早饭去吧 好不容易有床睡 这些天好好休息 等出了这个村子 咱们就只能躺路边了 现在对方肯定还有脾气 如果现在去问他 关于二神的事情 怕事会不太好 先先缓缓再说 李火旺是这么想的 然而就在等待着过程中 有个小麻烦找上门来 白领秒病了 这麻烦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大是因为在这破地方 小病不重视 同样很容易要人命 说小是因为 借助清风关炼制的丹药 他能勉强称得上 是一位乡下郎中 别的病治不了 这点小病 还是没问题的 李火旺把白领秒的 有些发烫的脑袋 靠在自己怀里 小心地把一颗红色药丸 放进了他的嘴 李师兄 我不会是要死了吧 我不想死 非常虚弱的白领秒 用手牢牢抓住 李火旺身上的衣袖 别瞎想 小风寒罢了 已经吃药了 等好好睡上一觉 捂着出汗 就好了 咳咳咳敲门声 忽然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李火旺刚抬头 就看到李志 带着他的媳妇站在门口 怎么样 我听老乡说 你妹妹病了 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 谢谢 李火旺把被子 轻轻地盖在了白领秒身上 转身向着他走去 行了 客气什么 你之前请我吃面 我也要帮你不是 白家老仙治病救人是一绝 只要你不打我媳妇的主意 咱俩就还是朋友 这帮的帮 李志语气自然 仿佛那件事情 就这么过去了 只是小风寒罢了 用不着请你的大仙 而且 他们要的茶水钱 我们给不起 李志一愣 紧接着又笑了起来 是啊 这确实 算我来添乱了 老仙确实不能随便乱请 不过李真人啊 不会驱邪 也不会治病的 你这倒是 当的可真够可以的 李火旺重新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还有他那脸上的 十分自然的笑容 我已经在治了 丹药已经下肚了 总要等要笑发灰吧 板着脸的李志 站在那不断地摇头 你这不行 我见过别的道士 老厉害了 随便化张黄符 烧成灰冲水喝 甭管什么病搜的 一下子就好了 李火旺轻轻地笑了笑 感受着这轻松的氛围 他觉得 现在是个不错的时候 李志兄 我们能聊聊吗 关于你的妻子 他似乎不是寻常人吧 其他跳大神的二神 也都这样吗 李志的脸上的笑容一僵 李真人啊 你这说开了 就没意思了 你也是修道之人 你身上的一些秘密 肯定不会全部告诉我吧 我有问你 这群天蚕地缺 是从哪找来的吗 没有吧 说完 笑眯眯的李志 用手拍了拍 李火旺红红色道庞 带着他的妻子 转身离开了 很显然 虽然看起来 李志平时非常健谈 甚至背地里 还时常抱怨仙家 感觉什么都不在乎 可这明显是装出来的 李火旺若有所思地想了一回 转身回到屋内 重新照顾白领鸟 当天晚上三更天 浅睡中的他 被一阵敲窗声给惊醒了 嘎吱 木窗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一双血红色的绣花鞋 悬在上面 轻轻地晃动着 李火旺认识着双鞋 这是二神的鞋 他来找自己了 李火旺想了想 对着那双绣花鞋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村头那片林子 我马上过去 看到那双鞋 缓缓缩了回去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翻身下床 开始穿衣服 不多的 接着朦胧的月光 李火旺就来了 外面黑漆漆的树林中 紧接着 他在一棵树下 看到了一动不动的二神 李火旺警惕地左右 张望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 李志的身影后 靠了过去 二神姑娘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二神再次抬起流血的手指 重新开始在自己的红盖头上 写起字来 距离太远 李火旺看得不太轻 他下意识地 向着那红盖头靠了过去 你 有 当 行 写到半截 毫无征兆 二神忽然举起双手 黑色的指甲伸直 狠狠地插进了李火旺的脖子 碰 浑身肌肉瞬间紧动的李火旺 猛地抓住眼前的红盖头 右脚一抬 狠狠地揣在他的肚子上 虽然暂时脱离危险 可四个血淋淋的血窟窿 已经出现在了李火旺的脖子两侧 颤抖地掏出几个止血丹药 塞进嘴里 李火旺目光 看向面前衣着大红大紫的二神 李火旺怎么也没有想到 之前仿佛要提醒自己的二神 忽然间就对自己下了杀招 然而 当他看到那人面孔的时候 顿时愣住了 虽然这人五官畸形 并且 脸上同时有着蛇绿鳞 刺猬被针 胡耳之类的各种动物的特征 可是凭借着剩余一些人类痕迹 他还是看得出来 这人分明就是李智的模样 不 应该是女相的李智 他所剩不多的人类皮肤上抹着粉 另外一半尖牙暴涂点售口 没有办法 可是另外 一边樱桃大嘴上 还特意涂了红胭脂 见李火旺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 李智用手捂着嘴 如同狐狸般 极其尖锐地笑了起来 试探了半天 你这心素原来是个样子祸 没被别人提前抢走 你运气真算好 试探了半天 你这心素原来是个样子祸 没被别人提前抢走 你运气真算好 这声音有两重 一重在眼前 另外一重在四周黑漆漆的林子里 咚咚咚 悠长又密集的敲鼓声 从林子里传来 请神嘞 第六十四张鼓 请神嘞 随着李智特有的红亮声音 从林中内转了出来 身体怪异的二神 开始同样配合的 开始身体颤抖起来 日落西山黑了天 家家户户 把门关喜鹊老鸭奔大树 家却憋骨奔房檐 大路短了啊 李智的请神条 就这么突如其然地 戛然而止了 这明显让二神始料未及 他错愕地抬起头来 看向眼前的李火旺 以及他上扬的嘴角 你特意来试探我 我又何尝不是在试探你呢 我已经被和尚们骗过一次了 吃一欠长一智 我总要防备着什么吧 李火旺话音刚落 树林子里 就传来林散的脚步声 那是狗娃傻子他们 这帮人手中拿着武器 推丧着 捂着满口鲜血的李智往前走 而李智 用来跳大神的救骨 此时被浑身黑毛的小满 牢牢抓着 李火旺伸手从小满手中 拿过救骨 当着李智的面 扔在地上一箭刺下 扑刺一声 被绷得紧紧的骨面 就这么轻易地刺破了 看起来这东西 是你最重要的东西 无论叫哪家仙家 没了这东西 恐怕都来不了吧 经过这些天的接触 李火旺发现 不管仙家多厉害 这跳大神的人 始终还是肉身凡胎 只要控制住他 一切都好办 看着四周寒光四射的刀刃 嘴上挨了一棍子的李智 脸上并没有任何孔意 甚至恨你 反而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其实这种事情 我做不了主的 呛 的一声 锋利的碳黑色剑刃 已经抵在了李智的脖子下面 这时候还想骗人 让二神放弃抵抗 李火旺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远处 那面目全非的二神 李智是被困住了 远处那位人受不明的二神 可还是个麻烦呢 呵呵 你这话说的 你凭啥认为 我媳妇就一定会听我的 李智说完 就看到远处的二神 张开猙獰的嘴巴 狠狠地咆哮了一下后 四脚着地 如同野兽般 向着林子里奔去 二神居然跑了 把李智一个人丢在这里 李真人 我真没骗你 我们这些出马弟子 跟你们不是一回事 有些事情 我是真做不了主 李智语言苍白的努力 辩解着什么 你觉得 我听你这些话 就会忽然突发善心放过你吗 李火旺的剑刃 稍稍往前对了一些 那不能 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 李智显得十分的坦然 看着眼前的俘虏 李火旺思索片刻后 缓缓开口说道 心素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叫我心素 这是他最在意的 他们对自己动手 肯定是有理由的 而这个心素 已经出现了两次了 李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合着你真的啥都不知道啊 我之前被你这身血衣给蒙住了 心素到底是什么 李火旺咬着牙齿 一字一顿地问道 剑刃割出一道血来 李智看着眼前的李火旺 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脑子是转得快 可你怕是斗不过老仙的 下一秒 李智的双眼 开始充血变长 一根根刺猬被刺 从他眼角下钻了出来 鼻子扭动地向前伸去 整张脸都开始 像着刚刚二神的怪异模样 发生畸变 李火旺单手一压 锋利的剑刃 就向着李智的脖子摸去 然而 撕裂的皮肤 下面不是血管 而是一排密集坚硬的蛇鳞 杀了他 随着李火旺一声呐喊 呼 的一声带着进风 一根巨大的木棒 率先赶到 狠狠地砸在了李智的脑袋上 血肉飞溅 刚刚一变到半截的李智 瞬间被开瓢 倒在了地上 咚咚咚 黑暗中的林子里 传来了急错的鼓声 吸引所有人都望了过去 错愕的李火旺 下意识地低头 看着地上的破骨 鼓声 怎么还有鼓声啊 李智的鼓 明明已经被我 毁了才对 请神来 伴随着鼓声跟神调 一个人影 亮呛地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那是二神 又或者说是李智 随着李智脸上 长出那些东西 离开的二神脸上的那些东西 已经统统不见 他们两个人 居然就这么轻松地交换了位子 李智变成二神 二神变成了李智 咚咚咚 唐突的鼓声 从李智身下响起 当其他人向着他的身下看去时 顿时深吸了一口气 只见这人衣裳敞开 一只手硬生生地 把腹部的皮肉给扯了起来 而另外一只手 拿着鼓边 就这么敲着 没有鼓 李智居然掀起来 自己的人皮做鼓 咚咚咚 日落西山黑了天 家家户户 把门关麻雀老鸭 奔大树 家雀憋骨奔房延埃 小屋断了行路难 十家道有酒户所 还剩一家门没关 烧枪打鼓 我请神仙来 话音刚落 倒在地上的二仙 猛地立了起来 哪怕此刻他的脑袋 大半的都扁了下去 扑斥声不断 连同李火旺手中的 长剑在内的所有兵器 瞬间插入了二神体内 李火旺非常肯定 自己这一剑 已经刺穿了他的心 然而 二神 却依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先请红来后请黄 请得清风燕云带杯王 红家为帅手 黄家为先锋 清风燕云为战主 那个杯王为堂口 一股巨力 猛地从二神身上传来 随着他猛地一扭身体 四周所有握住兵器的人 瞬间脱手 不行 必须让李志的鼓声停下来 他是关键 李火旺右手一掏 那黄铜道铃 瞬间出现在他手中 零零零 咚咚咚 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整个林子内 相互纠缠交错 四周各种线条 迅速地凝聚成有老爷 李火旺猛地一晃 头晕目眩的脑袋 有老爷瞬间一分为四 向着李志冲了过去 丝毫不顾因为包皮 而不断流血的身体 额头轻轻抱起的 李志嘴皮子不断抖动 神调的语速 瞬间加快了两倍 桌上酒席落成落 会好吃会好喝 好吃好喝好那个 你对帮兵讲来 你对帮兵说 帮兵好来给你备着 要吃肥的牛羊肉 要吃瘦的鸡鸭鹅 老先你就是要吃那旺本肉 帮兵也得想折 给你弄碍 李火旺感觉脖子一疼 不知何时 那二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满嘴尖牙的血盆大口 狠狠地咬在了他肩膀上的肉上 第65章 我让你敲 见李火旺受到袭击 远处的一位有老爷 迅速飞了回来 狠狠地向着二神身上撞去 可过去从来都是虚体的他 这一次 却碰上了硬骨头 有老爷狠狠地撞在二神身上 非但没有钻进去 反而被撞得反弹了回来 哎呀 粗犷的吼叫声响起 一根粗壮的木棒挥了过来 擦着李火旺的面孔 狠狠地砸在二神的脑袋上 刺拉一声 血肉撕裂声响起 虽然二神被砸飞了出去 可是李火旺肩膀上的大块血肉 也被带下来大块 剧烈的疼痛 让李火旺差点疼晕过去 但是他现在顾不上这些 掏出两个瓶子 塞进一旁 想要搀扶的狗娃 一个毒药 一个猛汗药 都抹刀上 你们帮我困着这东西 自己不能两边受敌 必须奋出一边来 看着半个脑袋 都先飞的二神 居然还能挣扎地爬起 捂着脑袋的狗娃 显然有些腿脚发软 李师兄 你确定 这东西 对那玩意有用 这时 一旁的小马二话不说 直接把两瓶药抢了过去 咬着牙心一横 提刀就冲 不管有没有用 先用了再说 李火旺知道这有些勉强 可是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不把李志解决掉 闲家只会越请越多 远处的三位有老爷 不断地围绕着李志绕圈 每次想要接近的时候 都有某些看不见的东西在阻挠 见到李火旺 向着这边走来 李志扯着自己的肚皮 继续卖力唱着 拘魂瓶 三宝往弟子身上扔 抓得不劳用脚踹 捆得不仅用足蹬按 李志唱完 举起手中敲鼓的短边 向着李火旺方向猛的一甩 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 可是有老爷 明显感觉到了什么 其中一团有老爷 迅速飞回来 挡在李火旺面前 片刻之后 伴随着一声脆响 由各种线条 形成的有老爷 就这么炸散开了 李志再次向着这边 又是用力一划 如果打中 肯定会落得 跟有老爷一样的下场 千钧一发之计 李火旺迅速向后背一摸 把那本天书 挡在了自己面前 当的一声 李火旺感觉到手一马 挡住了 这天书还真硬 就这样 他一手举着盾 一手摇着铃 摇着牙 迅速向着李志靠近 随着他猛的一晃脑袋 四周的有老爷的数量 瞬间翻背 外令身竹 李火旺一声令下 加倍的有老爷 瞬间从不同方向 开始围攻李志 李志在苦苦支撑 但是李火旺 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有老爷太多的原因 他现在感觉 极其强烈的恶心感 本能的想要呕吐 现在就比谁先撑不住了 一片混乱之中 李火旺忽然发现 这种状态的自己 能看见那些 阻挠有老爷的仙家了 这些如同白烟 样的透明东西 千奇百怪 人形兽形 半人半兽 什么样的都有 并且 还会随着时间推移 不断发生变化 组成他们身体的所有东西 都随着李志的鼓声颤动着 他们就像一本书 当看到他们的样子的瞬间 李火旺也就理解了他们 这些仙家 有很多很多 他们无处不在 就像一群身体永远虚化 永远隐身的东西 他们如果想要跟现实有接触 就必须通过某种旋律 才能出现 鼓声是他们的出现条件 鼓声 回过神来的李火旺 咬着牙 继续向前冲 手中的道铃 咬得越来越大声 随着他不断靠近 渐渐的铃声 开始压过鼓声 有老爷那边 防守开始突破 看到情况不妙 李志表情一宁 嘴巴一张 嘴角两边瞬间被撕裂 星红的舌头 如同蛇性般 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的声音一变 变成了凄惨的悲调 烟云哀 这话一出 顿时四周狂风大作 鼓声重新压倒了铃声 并且 某种女人的轻微 尼男声在李火旺的耳边响起 他眼前的一切 开始迅速扭曲 渐渐的 风声鼓声铃声 四周的一切动静 都逐渐被其他声音给替代 交谈声 魔方转动声 皮鞋声 手机提示声 等他回过神来 发现穿着蓝白相见并服的自己 正在被人扶着 在精神病院子里院子里散步呢 这都是假的 都是幻觉 李火旺猛的一抬头 向着四周张望 瞬间就看到 远处的老流头 正在被自己的女儿搀扶的 向院外走去 他的距离 跟刚刚自己跟李志的距离一模一样 火旺 怎么了 李火旺忽然表情猙獰的冷笑一声 这家伙 还想要幻觉迷惑自己 那他算是算差了 别的不行 但是幻觉对他压根没用 一把甩开 搀扶着自己的手 右脚在花园台阶上一踏 向着远处的老流头冲了出去 远处的交谈声 逐渐传入了李火旺的耳中 医生 多谢您了 要不是您 我父亲不会好得这么快 哪里哪里 这是我们医生分内的事情 刘师傅 记住了 回家后 记得定时吃药啊 好好 李志 李火旺的呐喊 让所有人下意识地回过头来 包括特意为了出院 换了一身衣服的老流头 碰 李火旺一拳头 结结实实砸在老流头的腮帮子上 一副假牙 混合着血液 在空中翻滚着 下一秒 幻觉迅速退去 李火旺看到眼前的李志 被自己打得扬起脑袋 鼻血直流 四周的仙家 还企图救援 但是都被六位有老爷阻止住了 我让你敲 敲的一声 长剑拔出 奋力一次 极其锋利的剑尖 削断了李志的手指 刺穿了李志的 被掀起的皮肉 静直地从他的腹部中央 深深地扎了进去 这一剑 让鼓声铃声都停了下来 仙家有老爷 逐渐消散 四周的一切都重新安静下来 李志错愕地看着自己流血不止的腹部 缓缓后退两步后 瘫倒在地上 气喘吁吁的李火旺 看了两眼冰死的李志 扭头看向身后 发现远处正在跟其他人纠缠的二神 此时也散架了 哼哼 李真人 对不住了 第66章 善人 听到身后有动静 李火旺用手捂着自己火辣辣的肩膀 重新看向倒地的李志 他这是 再给我道歉 都要死了 你还跟我装 这回摆好脸 刚刚要杀我的 难道是别人不成 脸色开始逐渐惨白的李志 露出一丝苦笑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他们逼我的 你能跑 我真的逃不掉 自打出马那一天起 我就是再也跑不掉了 暗红色的鲜血 逐渐从李志身体上渗了出来 映红了地上的泥土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李火旺表情复杂地站在那里 看着眼前这位口中话语 不知道真假的李志 其实 这也不赖 终于脑子里没别的动静了 李志感慨地说道 之前的一切都是仙佳 逼你这么做的 李火旺重新开口问道 呵呵 你要不信也没辙 从出马的那天起 我就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我反抗过 可是真没用 人是斗不过仙佳的 李火旺懒得分辨 这人口中说的话 是真是假 静止走过去 抓住剑柄 就要拔出来 随着用力一拽 却拽不动 他发现 李志居然用那被削掉手指的手 死死地抓住了剑人 嘴角流血的李志 呵呵地笑了笑 李真人 那个 下次遇上我这样的人 记得多个心眼 你这样的心素 可是别人眼中的香喉喉 别人难保 不会有什么坏心思 听到这话 李火旺的心顿时一缩 他本来没在指望 从李志口中得到消息 没想到 他居然自己开口说了 是什么 心素者 太史变而成形 行而有志 而未成体 是曰心素 心素 致之使而未成体者也 什么 李火旺显然没听明白 对方在说什么 这是仙家跟我说过 我是个粗人 没念过几年书 听不太懂 可我是头一回见他们 能乐成那样 所以我琢磨着 应该是好东西吧 李火旺抬起自己的手 一脸震惊地看着 联想到之前 郑德斯那些图谋不轨的和尚 这足够已经证明 李志没骗自己 在这个世界 我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东西 可是我这个人 除了是精神病外 明明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心素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火旺把刚刚李志 说出来的那段话 牢牢地记在心中 他隐隐感觉到 这关系重大 紧接着 他再次联想到 那死去的师父 丹阳子 李火旺发现 这事情 其实从一开始就有预兆了 自己那个便宜师父找药影 不是随便找的 既然其他人都修炼方式 跟丹阳子一样的怪异 那么他们修炼保不齐 也要用到自己这样的药意 这时 李志的声音 开始逐渐变轻了 同人也开始逐渐涣散 李真人 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 李火旺 重新看向冰死的李志 你说 下个月念二 就是清明节了 到时候 能给我多少点纸钱吗 我李志 已经穷了一辈子了 我不想死了之后 还是个穷鬼 说到最后 李志再次习惯性地笑了笑 血水从他嘴角流下 下辈子投胎 做畜生都行 就是不敢再跳大神了 太憋屈了也太 累了 一辈子过得连祭院里的龟公都不如 李真人 记得以后干什么都可以 可千万别跳大神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真是实在太苦了 太憋屈了 两行青泪 从他眼角滑落 李火旺表情复杂地看着这人 过去的一切种种 在他脑海中闪过 他自己或许是个善人 可是他做什么不做什么 都不是他说了算 他只是被那些仙家控制的 一位可怜人罢了 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了他 能使用那些特殊力量 不一定是像星会丹养子 那样会法术的高人 也有可能是那股力量的奴隶 多谢指点 这些对我很重要 李志兄 此时的李志 就生最后一口气 说了 他深吸一口气 用最后的力气说道 还有啊 那天你问要驱血 是有事吧 记得往南走 去那边找一帮穿黑衣服的尼姑 他们 勉强 善人 应当会 帮你 李火旺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份意外收获 这关乎到自己身上的丹养子 连忙夹急问道 尼姑 这些门派叫什么 他们擅长驱除邪碎 李火旺说了半天 却没有人回应 他这才发现 此刻李志眼中 没有任何光泽 他死了 看着死不明目的李志 李火旺心中 不由地感觉到五味杂陈 如果他不是跳大神的 也许两人能成为不错的朋友 就在这时 其他人从远处走了过来 李师兄 鼓声一些 那精怪东西 忽然就不动他了 哦 这人怎么回事 狗娃小满这些人 跟二神纠缠了一通 看起来非常狼狈 每个人都挂了彩 不过好在都是小伤 李火旺叹了一口气 他伸手抓住李志肚子上的 剑柄拔了出来 重新插入身后剑桥 找个地方 把他两个人埋了吧 免得被狼柴撕咬 为什么啊 师兄 他可是杀人越货的恶人啊 狗娃很不理解 李火旺没有解释什么 伸手过去 轻轻闭上了李志的眼睛 李火旺没有给李志留杯 他孤家寡人 也不会有人祭拜 留了法容易出事 忙活了大半天 等他们回去的时候 村子里的鸡都在打鸣了 刚到门口 在井边 他看到了一位意外的销售背影 之前还躺在床上 十分虚弱的白灵鸟 现在居然弯着腰 在那里提水 李师兄 你们去哪了 怎么受伤了 没出什么事吧 白灵鸟担忧地问道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 走过去 扔掉了他的桶 都发烧了 还打什么水 赶紧去屋里面躺着 我没事 我好了 不信你摸摸看 当李火旺用手按在他的额头上 发现真的退烧后 有些意外的说道 我炼制的丹药 可没这么强的药效啊 你确定没事 白灵鸟表情一宁 紧接着 脸上又笑了起来 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情 病好了 难道不是好事吗 没事也给我回去躺着 生病刚痊愈 别去碰水 第67章宝果 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 人死深宵 随着李志的死亡 整个事件也告一段落 虽然说遭遇了危险 可是收获也大 首先李火旺明白了 郑德思的和尚 图谋不轨的原因 心塑者 太史变而成形 形而有志 而未成体 是曰心塑 心塑 致之使而未成体者也 这是李志临死前 对他说过的话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人眼中 是非常罕见的心塑 李火旺对古文不太懂 但是凭借着学校里的模糊记忆 他还是对意思 理解出一个大概 按照这个说法 其中太史 是形成一切物质的某种物质 而心塑 则是诞生太史之前的东西 翻译是翻译出来了 但这内容 反而更让李火旺迷惑了 我明明是个人 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是什么 致之使而未成体者 这根本就不挨着 这种一听 就旋之又旋的东西 怎么也跟活人搭不上便 一个东西 连物质都没有形成 他怎么还可能还是活物 还能思考一动 面对这个问题 李火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不管他怎么想 单养子 心会方丈 还有理智 这些人的举动 告诉李火旺 这个世界的修道人 是怎么想的 别管到底什么是星宿 我现在就是那唐僧肉 谁都想来啃上一口 走在路上的李火旺 自嘲地说道 现在对于这个世界人 李火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任何人都说的任何话 都有可能是假的 他们都有可能是为了欺骗自己 这很让人怀疑 这个世界接触的每一个人 都有目的 然而 日子也要往下过 麻烦也要一口一口吃 至少李火旺 可以断定 李智并没有骗自己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他应该说的是真的 对方还指望自己 清明节给他烧纸吗 在这地方骗一下 对他实在没什么好处 喂 你们等等 听到有人喊 李火旺等人刚回头 就看一位面向憨厚男人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从后面追赶过来 你们去哪啊 我那跳大神的老乡呢 就是跟你们一起的那两公婆 那气喘吁吁的人问道 李火旺自然不可能说 是自己杀了他 他有事 所以就跟媳妇先走了 那人也不宜李火旺 反而把手中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塞到了他的怀里 哦 那这样 那这是他屋子里的包裹 走之前忘了拿 你们给他送过去吧 多谢了 这个颜色的包裹 李火旺还记得 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李志背上 就是背着这东西 不等李火旺在说什么 那人送完东西后 转身就走 重新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 李火旺表情复杂地 看着怀里的包裹 这东西 肯定是无法送还给李志 他都死了 此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 从李火旺的脑海中迸发出来 在李志的包里面 我能不能找到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想到这 李火旺说干就干 直接解开了这部包裹 里面没有什么 眼前一亮的东西 东西都很陈旧 首先是一张白蒙蒙的骨皮 看起来 应该是跳大神备用的 李火旺抓起 就向着路边扔去 跳大神给他的印象很不好 看到这东西 就感觉晦气 唉 别扔啊 多好的皮子 万一以后能做点什么呢 白领秒双手捧了起来 能做什么 逢补丁吗 李火旺发现在一些事情上 白领秒远比自己节省得多 咱们现在可彻底没钱了 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看对方小心地放在驴车上 李火旺摇了摇头 继续翻着包裹 接下来提起来的是半吊子铜钱 看铜钱的光泽 兴兴旧旧旧的 这半吊钱 李志应该是攒了很久 提起来放在手中颠了颠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 李志攒钱打算做什么 但是肯定的是 他为这做出了很多努力 拿去买粮食 李火旺把钱扔到白领秒怀里 正在为钱财担忧的白领秒 看到这些铜钱 顿时没开眼笑 可是紧接着又转为担忧 师兄 我们总要来个赚钱的银圣才行 这些铜钱也撑不了多久 赚钱银圣 你打算做什么 跟吕状元他们一样唱戏吗 李火旺一边掏着包裹 一边说道 白领秒顿时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我爹要是知道我唱戏会打死我的 我是说别的一些正当银圣 李火旺伸手把从线穿着的 原型玉佩拿出来 放在他的手中 别为钱的事情担心 找个富饶的地方 把这一卖 就什么都有了 我这还有 我这还有 狗娃从怀里掏出一叠红包 递过来 李火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这些是丹阳子给那些死去的弟子发的红包吧 你什么时候偷的 我出清风关的时候拿的 这不是看到没人拿吗 嘿嘿 我就顺手拿了出来 狗娃的声音中 脚匣带着得意 就在这时 李火旺的手一停 他在包裹里面 摸到一个圆鼓鼓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 意外发现 是个两个巴掌大的葫芦 有点像装丹药的葫芦 跳大神的 也会练丹吗 凑到葫芦嘴边 想看看 这里面是什么的时候 葫芦的上半部分 忽然裂开 小小的葫芦嘴 瞬间裂出一排排倒钩白牙 狠狠向着李火旺脸上咬去 砍刺一声 还好李火旺退得快 要是慢一步 自己这半张脸皮 都要被扯下来 李火旺惊魂未定地 看着手中重新恢复原状的葫芦 这东西 居然是个活物 李志居然用它来装东西 那这里面的东西 肯定非常珍贵 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仿佛有感应般 李火旺腰间的铃铛 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们先等会 心里一动 李火旺说完 转身向着林子里走起 茂密的树林中 铃声响起 很快 有老爷被罩了出来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李火旺举着手中的葫芦 向着眼前的有老爷问道 叫人 李火旺难以置信地 看着手中的葫芦 什么 你真的确定 这里面装的是杨兽 第68章过节 受命 这个一直困扰着所有人的难题 如今 这个难题的答案 光怪陆离的世界 经历了这么多 李火旺早已经不再考虑 这些次要问题了 他现在更应该考虑的是 手中这东西 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根据有老爷的指点 李火旺高举手中的葫芦 对准空中的太阳 没过一会 从葫芦嘴处 如同花瓣般裂开了 六颗圆鼓鼓 里面隐约带着金色 受自游动的小球 在绿色的粘稠液体中 缓缓滚动着 李火旺慎慎重地伸进水里 拿出一颗 他手指捏了狠毛 根据有老爷的解释 羊兽这种东西 只要碰到金木水火土 任何一种都会消散 要是掉在地上 可就没了 这一颗代表着 寻常人一年的寿命 可是非常珍贵的 当暴露在阳光下 这些固体寿命 就开始逐渐涣散 弥漫出一些 让人浑身一阵的黄色青烟 随着李火旺 轻轻用力一按 那东西就没入了他的手中 顿时李火旺浑身 感觉轻松了不少 他增加了一年寿命 要是一直服用这东西 我岂不是能永生不死了 李火旺很快把这个 不切实际的想法 抛之脑后 联想到之前李志所说的话 不难猜出 这些寿命 就是仙家们所要的茶水钱 李志为了攒这点寿命 天知道跳了多少场大神 要是真这么轻松 他也不至于老成那样 这些寿命的唯一作用 恐怕就是用来喂给有老爷 李火旺说着 就要把这剩下五颗 从里面捞出来 直接吸收掉 昨天晚上 为了对付李志 他可请了六位有老爷 三六可就一十八了 必须从这里补回来 可当手指触碰到那些授求的时候 李火旺却又忽然停了下来 这东西 在这个世界 能不能当作货币使用 俗话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可是 如果寸金真的可以买到寸光阴吗 这东西 无论在凡人 还是那些修行人那里 估计价值都很高 就这样吸收 实在太可惜了 必须好好利用才行 李火旺把手从葫芦里收了回来 看着回到树荫下的葫芦 那猙獰的大嘴 缓缓合拢 他拿起葫芦 转身向着马车方向走去 李火旺找根绳子 把这葫芦绑在腰间 继续翻找着包裹 不过 接下李火旺并没有找到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一件半旧的衣裳 两双纳到一半的鞋底子 顶针线头 以及几个尼素的绑家线 这就是李志所拥有的全部了 他所有的家当 看到这李火旺 不由感到几分唏嘘 仙家的力量 非但没有给李志更好的生活 反而 让他活得比普通人还要轻苦 想用仙家的能力 给李志获取钱财 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可是那些仙家 未必会这么做 他们只想要一个听话的奴隶 收集杨寿罢了 奴隶过得怎么样 他们才不管 李志说的没错 跳大声 真不是人干的活 李师兄 这东西能给我吗 一位脸上流着鼻涕的道童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泥素 说到底 这些人再吃苦耐劳 毕竟还只是孩子罢了 只要是孩子都贪玩 李火旺摇了摇头 抓起那些人形泥素 就放在路边 这些东西不干净 旅车的咕噜声不断地响着 向着前面不断滚动着 之前别的事情 李志骗了李火旺 但是有样东西 并没有欺骗他 那就是 接下的一段路 确实非常崎岖 中途真的没有别的落脚点 就这样 在泥泥的土路上 走了有十多天 他们这才终于看到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城镇 哪怕此刻 天上飘着毛毛细雨 依然没有阻止 他们疲惫的脸上 露出喜悦笑容 终于可以睡床了 这一路上 可真是磨死我了 人群中的一位独臂男人抱怨到 他也不是没有手臂 只有另外一只手臂 是正常的 而另外一只手臂 只有婴儿般大小 李火旺的视线 从手中地图上挪开了 我们在这休整两天 等雨停了 我们再走 旅车的车辜辱 开始向着阵口滚去 当李火旺他们 走进去阵口 发现有不少马车 跟牛车独轮车 放着黄纸 跟一小碗一小碗的蛋肉鱼 面带伤感的 默默的向外赶 怎么了 镇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火旺下意识地问道 李师兄 今天是清明 他们是去扫墓的 一转眼就清明了吗 这么快 李火旺难难自语 走进镇子里 路边支起几个摊子 里面卖的都是黄纸跟金元宝 还有纸人跟纸牛的 生意都很好 答应李志的事情 李火旺不想食言 可是他手中拿着纸钱跟宝竹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自己该如何烧给死去的李志呢 师兄 这是你交给我 我在行 我会 狗娃得意地拍着他那干瘪的胸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镇上的十字路口 那里同样有不少人 正在给远方的家人烧纸钱 狗娃掏出自己的刀 在地上画了一个圆 圆流了一个口子 口子的方向 是买李志的方向 黄纸在白圈里被点燃了 逐渐被燃烧成灰烬 旁边帮衬的狗娃 一边烧 一边还大声吆喝着 先烧的是给李志的 后烧的是李志他媳妇的 谁他妈的敢抢 谁就是狗娘养的 下辈子只叮当畜生啊 你这样喊 有用吗 李火旺把手中的金元宝塞进火中 有用 肯定有用 我三叔就是这么教我的 这样喊的话 孤魂野鬼 就不敢抢咱们烧的名钱了 狗娃自信满满地说道 李火旺看着眼前缓缓飘起的青烟 看了很久后 才缓缓地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说 人死后真的会变成鬼吗 李师兄 你这说的什么下话 人死了不变成鬼 那变成什么了 也许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也不会变成鬼 什么都不会留下 人就是这么脆弱渺小 李火旺在这个世界 看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唯独没有见到过鬼 这话让四周的其他人 顿时感到有些不安 四目相望 狗娃双手搂肩 用手安抚着自己浑身的鸡皮疙瘩 哎呀 李师兄 你这说的也太甚人了 这清明节的 可别瞎说 人死了 那肯定是变成鬼的 然后绝对会去地府转世投胎 铁定的是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你亲眼见过 因为 因为这是我阿姨乃告诉我的 她活了94了 什么都懂 第69章吃饭 一张张黄纸 随着火焰的燃烧 逐渐变成黑色灰烬 乘着热气浮摇直上 李火旺表情复杂 看着眼前的一切 李志啊李志 你要的纸钱我已经烧了 但愿你能收到吧 刚说完 李火旺就看到 黑色的灰烬 在面前打了一个悬 仿佛是对自己说的话的回应 在这一刻 李火旺忽然有些理解 那些迷信之人的想法了 相比极其残酷绝望的 死之后 一切都销声匿迹 死后还能变成鬼 继续轮回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 把手中最后一落黄纸 被扔了火堆中 李火旺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 走吧 我们去镇上 找个客栈修整一下 大火浑身都湿透了 他刚要走 一旁的白领秒的话 让他侧过身子来 李师兄 小蛮姐不见了 李火旺在人堆中观察了一会后 就在这附近 这话没有人回应 经过之前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小马回家后打算干什么 一时间本身就有些压抑的气氛 变得更加压抑了 那个李师兄 要不咱们去找找他 兴许能拦得住 善善笑着的狗娃 把手伸进斗笠里面 挠了挠自己油乎乎的头发 李火旺看了他一眼 抬脚像一个挂在客栈排扁的方向走去 先去找监客栈安顿下来 这附近是小马的老家 他肯定熟 等他忙完了 会来找我们的 这句话 让欲言又直 想说什么的白领秒安静下来 双手揪着衣裳下摆 默默地跟着后面 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 他不用不调蒙着眼睛 粉红的瞳孔里满是悲伤 甘爽的客房很快开好了 一些人洗头的洗头 洗澡的洗澡 等一切都准备妥当后 就都集合去大堂吃饭 兜里没多少盘缠了 桌子上的菜一般般 大部分都是素材 唯一称得上荤菜的 就苦瓜炒鸡蛋 还有猪油渣炒辣椒 但是所有人都吃得不易乐乎 原因无法 菜里面的猪油放得实在 闻起来香吃起来也顶饿 今天清明节 客栈没多少人住店吃饭 一旁的跑腿的小二 正在跟算账 正在聊闲天 嗨 秀才 你知道吗 我听说啊 边境估计又要打仗了 别瞎说 你知道个球 一个臭小二 有什么资格议论国事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虽然是小小一跑堂 可别的不行 那消息还是最灵通的 我听说啊 这一回 咱四骑是打算往东打 东 正常吃饭的李火旺 竖起了耳朵 东面就是关口内的地界 那边李火旺 没多少熟人 唯一担心的 就是吕加班的那些人 不过一想到 十分圆滑的吕状元 他便放下心来 那老头游得很 应该没事 小二的声音开始压低 秀才 我告诉你啊 前段时间 在那边做买卖的 都往回赶 指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呢 吃饭的李火旺 摇了摇头 这破地方都乱成这样了 又是邪碎 又是想骂的 这些上面人 不忙着治理名声 居然还有空出兵打仗 真是够昏的 兴致勃勃的小二 刚要继续说点什么 眼睛忽然一亮 连忙向着客栈门口迎去 哟 这位姑娘 您里面请 是打监还是住店啊 听到动静 李火旺他们同时扭头 舅舅看到一位 踢着短刀 带着黑纱布斗笠的女人 走了进来 整个阵子 会这种打扮的并不多 再看到那人 长满黑毛的手背 李火旺轻松地 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 小二 来副碗筷 让后面的厨子 再添两硬菜 好嘞 这就来 李火旺用手肘 撞了撞一旁的傻子 傻大哥支去地 猛加了几口菜 端着碗下 捉蹲着吃去了 小满走了李火旺身边 坐了下来 黑纱斗笠被摘下 露出他脸上 因为流泪 而被浸湿的黑色毛发 李火旺吸了一口气候 猛扒了几口饭 他从小满身上 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筷子碗来了 哎呀 我的妈呀 用手挥退了 被吓到的小二 李火旺把碗跟筷子 放在小满面前 吃饭 表情痛苦的小满 看着面前的空碗 仿佛在回忆什么 他把我妹妹也卖了 我妹妹被卖给了一个 五十多岁的老头 他年初刚难缠死了 桌子上只有筷子敲打碗筷 以及咀嚼吞咽的声音 此刻没有任何一人说话 他就是人渣 我恨他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小满咬牙切齿 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听到这 坐在一旁的白领鸟 一脸心疼地靠过去 伸出白皙如玉的双手 轻轻地抱着他 我娘劝我 说他不管怎么样 都是我爹 说杀亲爹要遭天谴的 可是 我宁愿遭天谴 我也要杀了他 用条羹往自己空碗里 成了几勺青菜豆腐汤 李火旺端起 往往嘴里倒去 好像聊天般轻声说道 这地方的老天爷 不长眼的 桌子上逐渐安静下来 其他人安静地坐在原地 默默注视着小满 他们的眼中 带着一丝愤怒 还有悲伤 大家都是要野 对于小满的处境 他们能感同身受 在没有到家前 谁也不敢确定 自己是不是被家人卖了 当小满的眼中的愤怒退去 眼中只剩下深深的迷茫 我家没了 被我亲自拆了 我不知道 下一步该去啊 小炒驴肉 红烧和鱼 各位客观慢用 放下两个菜的小二 逃命一般地离开了 李火旺拿过小满的空碗 成了满满一碗冒煎的白饭 推到他的面前 吃饭 说完 李火旺用筷子 从红烧鱼里面 挑出一根鱼刺当牙签 一边剃着牙 一边向着二楼客房走去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三三两两地也散开了 整个大堂 很快就只留下百零秒 一人陪着小满 泪水从小满脸上的毛发上滑落 不断滴落在米饭上 他颤抖地拿起筷子 端起碗来 大口大口地吃着那 掺了自己泪水的米饭 越吃泪水就留得越多 最终端着碗的他 彻底大声地嚎哭起来 第七十章壶 当烂种烈玉一块 三两 三两 不当了 感到极其不爽的李火旺 拿起玉佩 就向着典当行外面走去 这玉佩在现实世界 怎么都值四十万 结果跑这来就值三两 这家典当行 实在太黑心了 走出门口 李火旺扭头重新看向 这典当行的牌匾 这地方这么黑心 肯定黑了不少钱 要不干脆晚上过来 抢他一票 这个念头刚起 李火旺顿时心一惊 单手握拳 狠狠地给自己脸上来了一拳后 烦躁的大步向着客栈走去 重新回到客房 李火旺找出地图 在床上整个扑开 对着一旁正在拿着骨皮子 做针线活的白领秒说道 去把小满叫过来 李火旺的手指 顺着南边缓缓滑了过去 临死前里 致提到过 在南边有一群黑衣尼姑 他们有可能解决自己身上的丹羊子 现在 丹羊子正在不断地影响自己 必须想办法 尽快解决掉丹羊子 这笔什么都重要 黑太岁什么 都都要向后烧烧 李志说 那些尼姑 勉强算是好人 李火旺是不幸的 经过了之前那些事情 他现在谁都不信 想要请那些尼姑 解决丹羊子 自己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付出他们难以拒绝的好处才行 李火旺的目光 看向了床边 跟那羊兽葫芦 挨在一起的天书 这是他现在能付出的所有筹码 不过这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现在首先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李志口中的尼姑 李师兄 你找我 气喘吁吁的小满走了过来 他现在除了眼角有一点微红外 已经没有任何情绪变化 你刚刚去哪了 李火旺问道 去找了个彪行 把在四齐的遗言纸条给了他们 让烧回去 这些事情 让别人做就可以了 你先躲一阵子 免得镇上的捕快 找你麻烦 李火旺对着他说道 小满眼神微微一闪 平静地摇了摇头 没事 紧接着 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 我娘没报官 哦 那你过来帮我看看这图 你是本地人 对着附近都了解吧 小满走了过去 看着李火旺 手指在地图上指点的位置 这块附近 你知道哪里有尼姑安吗 穿黑衣的 尼姑安 黑衣 小满想了想 他用那毛茸茸的手指指向了一座西南方向的一座山 那应该是这里 横华山 我听说镇上的孙缘外 去这里 拜过金身菩萨 金身菩萨 你对这尼姑安了解多少 李火旺尽可能地收集 关于那地方的信息 没怎么了解 我们家穷 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烧香拜佛 只是听说香火蛮鼎盛的 嗯 李火旺心中暗暗摇了摇头 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郑德寺香火同样鼎盛 这个尼姑安 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吗 就打比方说 郑德寺球子很灵验 小满想了很久 最终开口说道 我只听说 那里的尼姑都很胖 很胖 这也算什么过人的地方 李火旺想了想 用手在那地方敲了敲 出发 我们去这地方看看 理智的半吊前 被换成了干粮跟细米线 还有一大罐子猪油 李火旺一行人 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是孤单 路上有不少人跟他们同路 从他们的直言片语 李火旺听得出来 这些人是觉得 马上就要打仗了 住在边境不安全 都未雨绸缪往内路跑 就这样走走停停 随着经过一条条岔路 人群开始慢慢变少 就在李火旺以为 马上又要只剩 他们一行人的时候 一大片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微风吹过水面 同样把李火旺身上倒袍 吹得轻微摇摆 这就是二叔公说过的海吗 狗娃惊讶地说道 广阔的水面 如同天地间的一面镜子 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边 李火旺重新拿开地图看了起来 不 这不是海 这只是湖罢了 很大很大的湖 四骑本来就多水 有这么大的湖一点都不奇怪 师兄 这湖水怎么有点黑啊 湖水颜色有点深 哪怕站在湖边 地图收起来 看着其他站在水边的人群 先等等 看他们怎么做 当一个小黑点出现在远处时 岸边的人头开始船洞 那是一艘木船 这里的人是坐船渡湖的 这木船看起来很旧 但是也很大 来来来 都上船啊 一个人头七十文钱 一位船老大站在船板上 对着岸上的其他人吆喝 怎么七十文了 去年才46 船上有人对价格表达不满 可那赤脚的船老大 一点都没惯着他 拿着双眼怒瞪着他 我就问你做不做吧 有能耐 你自己游过去 看到那人乖乖交钱服软 得意的船老大 对着湖面 就是一口唾沫 眼看都要打仗了 还这么多规矩 我就涨价怎么了 走 上船 李火旺抬脚走去 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界 他倒不怕贵 就怕别人图谋不轨 船载着几十号人 开始缓缓向着湖心开去 没坐过船的人 很容易运船 但是李火旺觉得还行 他扭头对着船老大问道 师父 到对岸要多久 两个时辰就到 面前船头被破开的湖水 墨黑色的湖水 看起来十分压抑 仿佛里面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钻出来一样 这湖里 应该没什么吃人的东西吧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李火旺如同惊弓之鸟 你这话说的 那些都是咸汉编出来的 我在这湖上 住了快二十年来 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 放心吧 没的是 我拿钱绝对办事 听到这话 李火旺的心 稍稍安心了一些 随着船缓缓地向前开着 天上的日头 也在逐渐偏西 当天空的云彩 被夕阳染成了红色之时 船缓缓地 开进了一大片芦苇荡里 应该快到了 李火旺看着四周的芦苇 心中暗暗想到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扑通一声 身后传来了落水的声音 当听到声音的所有人 都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发现那撑船的船夫 还有船老大 居然都不见了 妈呀 他们被水里的东西吃了 不知道谁的一声喊 让船上的几十号人 顿时人心惶惶 都坐下 你们想让船翻吗 李火旺的呵斥声 让船安静不少 他转过身来 看向自己人 你们谁会乘船 但是得来的 却是一致摇头 就在李火旺琢磨着 该怎么办的时候 四周如围有了动静 几艘小木舟 载着一些手拿冰刃的男女老少 向着大船围了过来 在其中一艘木舟上 李火旺看到了刚刚那位船老大 此刻他举着一把小匕首刮着面 瞧见李火旺在看自己 他笑呵呵地说道 小后生 你是想吃滚刀面 还是馄饨面啊 这压根就是一个局 一个把所有人都骗到陷阱中 在统一打劫的局 哼 这地方还真是名风淳朴啊 李火旺看着他们 喃喃自语地说道 此时他还发现 水匪里面并不只有轻壮男人 老人女人 还有半大的孩子 都有 看起来 这是历史悠久的家族产业了 搜一根箭射了过来 钉在了船弦上 让船上几十号人 慌得更厉害了 老少爷们 只要把你们的包裹行列 身上的金银首饰都扔过来 我们这些横山伯杰富济贫的好汉 绝对不会伤 你们一根手指头 可是 要是被我们查到了 你们藏了一文钱 哼哼 那就只能让你们在滚刀面 跟馄饨面里面选一个了 听到船老大的威胁声音 慌张的人群 重新开始骚动起来 不少人都开始向水里 抛行李跟包裹了 在路上碰到响马也行 还能跑 可现在在水中央 可只能认灾了 哪怕就是跳水 终究是玩不过这些汇水的 李火旺看着在湖面上 环绕游动的小山船 上前一步 对着那船上的老大说道 朋友 老老实实 把船送上岸吧 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眉头微微一皱 船老大重新打量了李火旺一回 声音略带轻蔑地问道 并尖子 甩个慢 说人话 送我们上岸 李火旺的语气 有些烦躁起来 啊 搁几个快看啊 这还是个啥也不懂得出啊 心许下面毛还没长齐呢 哈哈 水匪们轰的一声 跟着笑了起来 后生 你以为你是道士就了不起 像你这样的道士 老子早多了七八个了 我告诉你 这湖上 就是我们原家的底盘 是龙给我盘着 是狐也要给我趴着 哪怕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他妈的 要给我交过路前 传老大的威胁声 瞬间引来水匪们 阵阵叫好 拍巴掌吹口哨声不断 其中不少人 已经开始提前分配自己的收获了 爹 我要抢那白头发的女娃当媳妇 她长得真俊 不行 完完可以 这种废人 可不能给你当媳妇 我可不像我大孙子 也长得怪模样 那我先给爹完 等爹完腻了 再丢我完 好儿子 真他妈孝顺 零零零零刺耳的铃声 把水面顿时机的荡漾起来 眼中露出杀意的离火旺 从包里拿出一包土 往嘴里一道 铲鲁叫 迅速成形的有老爷 马上游了过去 向着小山船上的水匪扑去 面对着来历不明的东西 慌张的水匪 下意识用弓箭刀刃反击 但是很显然 这并不起到作用 任何被有老爷穿过的肉体 都会瞬间一僵 向着水中栽去 没过一会 水面上就已经浮了十几具尸体 水匪们很显然没想到 居然惹到了如此厉害的人物 一时间哭爹喊娘 跳水逃命 李师兄 船漏了 水下有水鬼 在找我们的船底 随着离火旺的手指移动 有老爷迅速钻入水下 没过一会 从水下缓缓飘出几具 赤裸着上半身的水匪尸体 趁着这个短暂的机会 四周的其他水匪 已经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无主的山船 跟尸体随波飘荡 人虽然都逃了 可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赶紧把水都咬出去 用衣服把窟窿堵上 离火旺连忙让其他人展开自救 这里可是大湖中心 要是船真沉啊 有老爷再多 也就不了他的命 一顿手忙脚乱后 窟窿终于是堵住了 可还没等离火旺停歇一回 一旁白领秒 用手拉了拉他的袖口 指向远处的芦苇荡 红色的夕阳下 一艘艘小山船 重新从里面抬出头来 船上的人眼睛都红了 目不转睛的的 盯着水面上的几十具尸体 一位胡子发白驼老人 被船老大搀扶着 站在最前段 他那带着一丝颤抖苍老的声音 传出去很远 高人啊 这可是我们原家几十号人命啊 你老人家 方才要是唱个名 我们这些粗人 哪敢阻拦 还是说 您今天就是心里不舒坦 想见见些啊 离火忘懒的听他废话 对着身后其他人询问 哪个水性好的 去把远处撑水的竹竿捞过来 船总是要走的 就这么停在水中 也不是个事 尤其是天色逐渐变暗的情况下 老人的声音 带上强烈的悲愤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我们的命是箭 但是 甭管哪个人杀了我们原家 这么多口人就想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远处的老头 有些反常的话 引起了离火忘的注意 可因为太远 而且天色逐渐变黑 他看得不太轻 谁眼神好 帮我看看他们 搞什么名堂 离火忘依然不敢大意 在这破地方 小心围上 这时 一旁的独臂男 努力地眯着眼睛眺望着 时而眯眼 时而睁眼好一会后 才开口说道 他们好像都在磕头 看样子在击败啥 辈分还挺高 用了猪牛羊三处呢 哎呀 我的妈呀 那老头 把两个没满约的小孩 扔水里去了 听到这话 离火忘顿时心中意紧 连忙再次摇起手中的盗铃 不管他们做什么 这反常的举动 绝对不对劲 现在不是节省 三个月寿命的时候了 迅速成型的有老爷 以飞快速度 向着那边飞去 可刚飞到一半的时候 又迅速折返 在他往回赶的瞬间 离火忘身下的整艘大船 猛的一颤 从水下传来木头 逐渐受力的枝嘎声 水下有东西 哄 得一声震天响 整艘大船 被猛的 被一股巨力 掀到半空中 紧接着 又狠狠地甩在了湖面上 本来就陈旧的船 哪里还受得住 这样的折磨 当即直接四分五裂解体了 离火忘翻滚地 栽入湖水中 冰冷的湖水 让他瞬间 打了一个机灵 猛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在那漆黑混沌的 湖底淤泥中 隐约有什么轮廓模糊的东西 在匍匐如动 刷 七只怪诞地 闪着邪意反光的 不断变换的眼球 猛地睁开 直直地盯着离火忘 第72章龙门寨 这是 什么 东西 看到那眼睛的同时 离火忘有种奇妙的感觉 他感觉到 自己的思绪都变慢了 四周的一切都变得奇妙起来 这一刻 自己仿佛并不是躺在水里 而是悬浮在半空之中 湖底的淤泥 开始涌动起来 被搅浑的湖水 迅速上浮 跟淤泥一同上浮的 还有那七只怪异 不断扭动的眼睛 当淤泥把离火忘的身体 彻底笼罩进去 他看到了一张 比山峰还要巨大的 丑陋腐烂的巨嘴 以及从那大嘴的喉咙深处 伸出来的密密麻麻的 倒沟黑色处须 不行 不能 这样 离火忘用尽全身的力气 拔出身后的长剑 就在他刚站起来 向着自己的脖子插去时 那些触手 瞬间缠了上来 把锋利的道刺 生生扎入离火忘的体内 猛地拽进了 那血盆大口之中 看着远处翻滚的泥浆 以及在水中挣扎的人群 站在小山船上的圆二 带着一丝忐忑的 望向一旁自己搀扶着的老人 祖爷爷 咱们回吧 有何博在 他们死定了 老人冷冷地看了他眼 把手从他手中猛地抽出 回寨子 听到老人声音中的怒意 袁二心中一慌 可是他现在依然做不了什么 只能把两根手指塞进嘴里 吹出一个撤退的哨声 小山船们迅速转向 开始在茂密的芦苇荡中穿梭 整个芦苇荡极大 完全就是一座天然的迷宫 可袁家人在这里生在这里长 对这里无比的熟悉 兜兜转转了一回 最终这点小山船 来到了一片 由芦苇编织而成小岛面前 这是他们的家 这整个岛 包括岛上的小寨子 都是由芦苇编织而成的 在外面人看起来 异常壮观的景色 可是在袁二眼中 早就看腻了 他现在有别的事情要担心 看着祖爷爷 拄着拐杖 二话不说 下了船向着寨子走去 袁二一咬牙 迅速跟上 其他袁家人 看到这一幕 也默默地跟了上去 整个水寨的气氛 变得有些压抑起来 寨子里看起来不大 但是里面一点也不小 甚至还有位置养猪养鸭 最终 袁二跟着自己的祖爷爷来到了 一间 由巨大鱼骨做成骨架 用芦苇编织而成的大堂内 里面点着蜡烛点着香 堂的正中央 是一幅栩栩如生的 鲤月月龙门的墨水画 画的下面放着五对牌位 这里是袁家人的祠堂 给何不还有祖宗们跪下 而是一个犯了大错 等待挨发的后背 一旁的老人来回走了几圈后 忽然举起手中的藤杖 狠狠地甩在了袁二的背上跟脑袋上 一下下的力道极重 没过一会儿就把袁二打得头破血流 浑身乌清 可哪怕就是这样 咬紧牙关的袁二 也不敢乱动一下 一直等到老人打累了 拄着拐在那喘粗气的时候 袁二这才转方向 对着老人重重地磕下了头 祖爷爷 我错了 说说看 你错哪了 老人怒瞪着他问道 我太冒失了 我没有摸清秧子们的底细 就贸然打了窝子 结果没想到窝子里面有硬茬子 死掉的那些几十位弟兄 还是继神的两个侄子侄女 错都在我 哼 原来你还知道 老人脸上的怒气稍稍减弱一丝 过了一会 袁二表情挣扎了几下后 声音带着满满的不甘心说道 可我之前跟他道人对了切口 结果那小子根本没有对上啊 噗刺 一声 拐杖头静止戳进了袁二的左眼 直接硬生生的 把他的眼睛给戳爆了 哎呀 表情痛苦的袁二 捂着自己的瞎眼 痛得满地打滚 可他滚了几下后 就顾不上伤势 颤抖的重新跪后 对着老人重重的磕头 看着眼前的小一辈 老人面带担忧的叹了一口气 二小子 你别以为 独自搂过几次秧子 就一副看不起天 看不起地的憋样子 咱们这一行 看起来是无本买卖 可真要长久干下去 可不容易 眼要明 手要快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家给你当 可你这做错了事情 居然还怨别人 这星星实在让我放心不下呀 袁二听到这话 表情有些慌了 连忙顾不上疼痛 开口说道 祖爷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在眼瞎看错了秧子 你就戳瞎我另外一只眼珠子 我也绝不二话 一颗眼珠子 就想抵几十条人命 没思念 随着阴着脸的老人 轻轻一摆手 门外正在看戏的其他人中 钻出两人来 他们手中的盘子里 放着各种怪异的白色鱼骨 犯了事就要挨法 全天下的规矩 咱们袁家也不例外 你要撑得过月龙门 这事就算过去了 家还是由你来当 可你要是撑不过 我会给你大葬的 看着那些怪异的骨刺 向着自己皮肤靠来 袁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可旁边的老人 却让他连一丝逃跑的心思都没有生气 弯曲扭曲的骨刺 缓缓划开皮肤 切开肌肉 最终跟人骨粘连在了一起 就在袁二咬着牙 打算硬撑接下来的酷刑的时候 门外的一道呐喊声救了他 祖爷爷 不好啊了 你快去看 湖水都变红了 当一群人乌泱乌泱地来到岛边的时候 顿时吓得站在那里 没敢说上半句话 只见整个芦苇荡的湖水 全部都被染成了暗红色 空气中弥漫着腥臭的怪味 六神无主的其他人 下意识地 看向整个寨子的主心骨 他们的祖爷爷 老人表情迅速变换了几下后 用手一摆 开一坛上香 没过一会 香根供品都准备好了 一群人跪在那里 对着变红的湖水 不断跪拜着 当看到湖水 依然没有褪色的迹象 老人果断地转过身来 向着几个抱孩子的妇人走去 这些孩子们 已经换了崭新的新衣裳 头发也用红线头 绑了两个牛角鞭 老人郑重地拿起一根 沾有朱砂的红笔 轻轻地 在两个孩子的眉心点了一点 两个孩子 明显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纷纷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人先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头 紧接着轻叹了一口气 不忍看得闭上了眼睛 去吧 一旁的两位青壮年 从哭天喊地的妇人手中 抢过两个 只有三岁不到的孩子 抱着他们 就向着湖边走去 就在他们刚走湖边 高举手中的 同男同女的时候 却忽然停了下来 嗯 老人眯着眼睛 向着暗红色的水中看去 里面好像有东西要出来 在所有人的众目睽睽的注视下 一位浑身湿透的道人 低垂着脑袋走上了岸 他的脖子上 插着什么东西 等老人仔细辨别后 才发现 那是一把被水草缠绕的长剑 第73章杀人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看着眼前从水里走出来的东西 原儿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从何伯手中逃出来 如今这个人居然做到了 他认识这个人 眼前这个人 就是当时害的他 死去几十位弟兄的红袍道士 还没等这些人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就看到古怪的道士 缓缓地抬起头来 一步一个血印 直直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杀 快杀了他 快 别让他摇零 原儿声音带着上一丝紧张 虽然对方只有一人 自己这边有好几百人 可原儿却莫名有种 想转身逃跑的感觉 嗖嗖声联想 几十根箭头 泛着寒光向着 这道人射去 然而却一根都没有中 刺拉一声 生生地被李火旺给拆散架了 水匪们刚开始还企图围攻 可很快 越来越血腥的画面 让他们那热血 纷纷冷却下来 这堪比十八层地狱的场景 让所有人的眼中的愤怒恨意 逐渐被恐惧代替 终于他们再也撑不住了 迈着逐渐颤抖双腿 开始逃命了 哪怕此时原儿的命令 也不会让他们停留半点 此刻他们彻底被吓破胆了 当这些人彻底失去反抗意志 并且把背对着李火旺时 这座芦苇岛上 彻底上演了一场赤裸裸的屠杀 祖爷爷 祖爷爷 你快想点办法呀 原儿看到自己的亲弟弟 被生生拆散 彻底六神无主了 到了这时 他才明白过来 自己到底惹到了一个 多么恐怖的存在 之前威严无比的老人此刻 也慌了神 他有些慌张的 双手和十 对着一旁暗红色的湖水 低声念叨着什么 这种念叨声 没有维持太久 他看到 有着大船大小的血肉 从湖底漂到水面上时 老人顿时感觉到眼前一黑 身体就要向后倒去 那是他们祖祖辈辈的 祭拜的何伯 他居然就这么 被那道人给杀了 原儿看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一颤 他二话不说 背起身后的祖爷爷 就向着寨子里奔去 听着身后的哭喊惨叫声 原儿冲耳不闻 咬紧牙关 迅速逃跑 李火旺看到远处的丹阳子 一个一个慢慢杀掉水匪们 每杀一人 自己眼前的红的就深一层 到了最后 都已经红得他 看不见路了 刚开始 李火旺并不想阻止什么 可当他看到丹阳子 在抓起人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了 不用杀了 别杀了 在李火旺的大喊声中 丹阳子抓起那眉心点红点的后 缓缓地转过身来 血红的脸上 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哇呀 凭啥 李火旺张开嘴 想要说点什么 可他扭头看向 完全陷入漆黑的湖面 想起生死不明的其他同伴时 忽然发现 自己找不到任何反驳理由 心中痛苦 几乎要瞬间吞噬了他的一切 他捂着胀疼的脑袋 拼命大喊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杀了我们的人 我不能杀了他们 当他回过神时 丹阳子已经不见了 自己出现在丹阳子的位置上 此时在他眼前 是一个胖女人 梨花带雨的他 捧着一位脑袋干扁一半的男人 在那里失声痛哭 看起来 那人是他丈夫 杀了他 杀人要不不杀 要杀就杀全家 一道声音 凭空在他耳边乍响 眼角不断抖动的梨花旺抓住 自己脖子上的剑柄 缓缓地拔出 随即用力一挥 一道白虎闪过 凄惨的哭声戛然而止 动手的这一瞬间 梨花旺感觉到一股特殊的感觉 从后几两股直冲后脑 让他脑袋轻飘飘晕乎乎的 这种让人着迷的感觉 冲散了他心中的绝望跟痛苦了 呵呵呵 按捺不住脸上颠笑的梨花旺 握紧手中的剑 一步一个脚印地 向着那芦苇寨子走去 不多时 寨子里面卷起腥风血雨 看着一张张各种不同的脸 被轻易地撕碎 看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凋零 梨花旺笑了 杀的人越多他笑得越大声 难以抑制地大笑 刀尖入体的声音不断响起 暗黄色的芦苇岛 逐渐被红色给覆盖 当天彻底黑了下来 整个岛上的惨叫声 逐渐小了下来 原家的祠堂内 浑身是血梨火旺踢着血剑 一步步向着一位销售少年靠去 其他地方都没有声音 这人是应该是岛上最后一人 面对眼前杀人如麻的血人 少年已经吓得彻底崩溃了 被吓得尿液横流的他 双手胡乱摆动 呜呜的胡言乱语着 就在李火旺缓缓地 举起手中的长剑之时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当他木讷地转过身时 看到浑身湿透的白铃鸟 站在门边 捧着快发着荧光的石头 瑟瑟发抖 看到他的瞬间 心中的杀意 还有后脑那种奇妙的感觉 如同潮水般退了下去 你没死 刚一开口 李火旺就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 本应该爽朗的 声音变得极其的沙哑 脖子上的那一剑 幸运但又非常不幸地 伤到了声带 我会水的 我村子面前有个池子 我打小就去里面玩水 李火旺提着剑走了过去 脱下身上 裹了一层血架的道袍 劈在了白铃鸟的身上 这时 李火旺仿佛清醒过来一般 茫然地看着四周的一切 看着四周死相各异的尸体 无论年龄 无论性别 所有人都死了 都死在自己手中 看着四周搂着母亲的死去少女 还有那毫无声息的摇篮 之前消失的自责跟痛苦 再次涌上了心头 压得他 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 李火旺缓缓弯腰 捡起地上的匕首 咬紧牙关 狠狠地插在自己的手心 他过去一直没有明白 精神病院隔壁的狐姐 为什么要自残 现在他懂了 第74章死亡 李火旺 他缓缓地把这柔软的身体 埋进自己怀里 渐渐地 李火旺重新冷静下来 他缓缓松开 重新望向了白铃鸟 深吸一口气后说道 好了 我没事了 其他人呢 你见到了其他人吗 听到这话 白铃鸟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眼睛微微有些发红 拉着李火旺 向着岛边走去 很快在岸边 他看到了其他药蚓们 本来有七个大人 跟五个道童 可现在只剩下六个大人 三个道童了 而且 剩下的这些人 也都不全是能动的 悲伤的白铃鸟 哆嗦着那动的发子的嘴唇说道 孙师弟水性比我好 我们拼了命去湖里捞人 可是也只找到这几个 而且 傻子 也淹死了 李火旺站在人们面前 看着傻子那张憋得发子的面孔 跟他脸色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位药医 以及一个道童 不见了两个 又淹死了三个 这一趟下来 十二人轻易地没了五个 李火旺跟这些人并不太熟悉 可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在清风关内 生死与共的同伴 平时休息的时候 自己还听过这些人对家的向往 向往着自己回家后 跟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是现在 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他们死得一文不值 李火旺阴沉着脸 在岸边徘徊 看着那些被淹死的人 心中刚刚的那些负面情绪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碰 李火旺一脚 把一个血肉模糊的脑袋 狠狠地踢飞了出去 操 自己刚刚简直得了失心疯了 居然会为这群杀人犯感到愧疚 李火旺 甚至想让这些人间残渣 能重新活过来 自己再动手 重新挨个杀一遍 这些人死有余辜 就该死全家 就在李火旺的情绪 重新有些不稳定的时候 人群一直没有存在感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声音带着愧疚地 对着李火旺说道 李师兄 我本来想拉住傻子的 可是他太重了 我实在拉不住 李火旺知道他 他就是白铃苗口中水性好的孙师兄 他叫孙宝露 看着面前动得跟落汤鸡一样的他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开口说道 都别在这里待着了 先去寨子里面找火房 把火烤起来 事已至此 再说 什么也没用了 总共就剩这么点活人了 他可不能让风寒再送走几个 一帮人抬着背着同伴的尸体 缓慢地向着 寨子里面挪 整个芦苇寨子里面 到处都是血血肉跟尸骸 暗红色的鲜血 流淌的到处都是 走在路上都沾脚 其他人眼神传动 似乎有什么话想问 但是李火旺却不想解释什么 在各种房屋间 又是一个拐弯 白铃鸟瞬间被吓得 往李火旺的身后一钻 之前威严的原家祖爷爷 脑袋大嘴张开 死不瞑目地 被插在一根竹竿上 眼中全是满满地不甘心 是我把他插这的吗 我什么时候杀了他 疑惑的李火旺 回忆了一回 并发现 没有任何印象 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兜兜转转找了一回 最终 他们找到了火房 灶上的铁锅被掀开 一旁的柴火扔了进去 形成了一个篝火堆 一群人围着 就开始烤火 企图想让火焰的热量 带走他们身体上的寒冷 李火旺并没有去烤火 他站在火房角落 默默地看着面前的 那一张张姜子的脸 最终他定格在傻子 那张果子脸上 李火旺没想到 连他也死了 这个忠心耿耿的傻子 他性格单纯 真要说起来 那次道童都比傻子成熟 我不该一直叫你傻子的 最起码给你起个大名 这样墓碑也好邪点 李火旺看着他的尸体 喃喃自语 就在他说这话的瞬间 忽然看到那浑身姜紫色的傻子 猛地瞪圆了眼睛 炸失了 被吓得一机灵的李火旺猛地后退一步 立马重新拔出剑来 就在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鸡飞狗跳地找着武器的时候 一脸呆滞的傻子 大嘴一张 哦 腥臭的黑色胡泥 混合着湖水 被他大口大口地吐了出来 当肚子里的存货都吐完后 傻子侧躺在那里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紧接着脸色也迅速恢复血色 我的天 李师兄 你还会起死回生啊 怎么做到的 惊喜的狗娃跑过来 把傻子搀扶起来 李火旺顾不上理他 迅速跑到其他淹死的人那里去 进行抢救 说不定有人跟傻子一样还没死 只是呛昏过去了 可是让人遗憾的是 傻子的例子只有一项 李火旺忙活一痛后 其他淹死的人 一帮人围绕着烤火的傻子 嘘寒问暖 火房里的气氛 不至于像之前那么压抑了 面对其他人的关心 傻子憋了半天 憋出了一句话来 我 我 我 行啊 那咱们吃肉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 还养了猪呢 我这就宰一头去 狗娃抓起一旁砧板上的菜刀 急匆匆地向着外面赶去 没过多久 那拿下来的铁锅 重新放回柴灶上 水烧开后 大块大块的肥猪肉 被扔了进去煮 没过一会 随着小满撒了一点盐 顿时肉香四溢 忙了一晚上了 不止傻子一个人饿了 李火旺拔出长剑 从锅里戳起一大块 肥多精少的猪肉 如同啃水果般 大口啃起来 一边啃着猪肉 李火旺脑子里 还在想着其他事情 这么大的水匪寨子 可不止只有猪肉这一样收获 第75章库房 两辆驴车 还有上面的家当 全沉水里去了 路上的盘缠 自己必须要从这水寨里 找回来才行 李火旺看着锅里 咕嘟咕嘟翻滚的肉 心中盘算着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 既然事情都发生了 那就应该放下 要往前看 现在当务之急 是从这地方 找到自己想要的 然后带着其他人离开这里 而且速度要快 我们在这里脱不得 如果说 有什么是比满是尸体的寨子 恐怖的话 那就只有满是腐烂尸体的寨子 死人就算不动 照样有别的办法杀人 李火旺大嘴一张 把剑尖上的一块肉扯了下来 看向狼吞虎咽的其他人 吃饱了吗 吃饱了干活 穿着被火烘干衣服的其他人 一边啃着手中的肉 一边跟着提剑的李火旺 走出了火房 他并没有跟无头苍蝇一样 在这芦苇寨子里乱翻 而是静止地向着原家祠堂走去 这破地方太大 也太乱了 自己需要一个本地向导 别别杀我 之前那位背下的尿裤子的半大少年 被李火旺拿剑 重新抵在墙角 萧瘦的脸上满是惊恐 李火旺懒得跟着人废话 对他询问道 你们领头的 把抢到的银子都藏哪去了 库房 祖爷爷的库房 抢到的银子都放在了那里 少年如同竹篓倒黄豆般 迅速导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站在他面前的李火旺身上的血 可还没干呢 就是光闻着他身上的血腥味 袁大郎就感觉到 自己的裤子有点湿 任何别的小心思都不敢有 此时的天早就已经暗了下来 一行人举着荧光石头 跟着那少年在这芦苇寨子里转着 暗蓝绿色的荧光下 四周血腥的一切如同鬼欲 胆怯的少年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 忽然他的身体一僵 转头趴在路边的一具女人尸体上 失声痛哭起来 李火旺靠了过去 扶下身子 看清了这女人剩下的半张脸 这女人看起来年龄也不大 一双丹凤眼中满是恐惧跟绝望 这人是你什么人 李火旺冷冷地问道 她是我媳妇 少年声音颤抖地回应着 我可稀罕她了 可是她死了 我爹我娘也都死了 仿佛想到了伤心处 少年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听到刺耳的哭声 李火旺表情忽然一鸣 右手一举一落 刺了啊 刚刚还失声痛哭的少年一只耳朵 瞬间被割了下来 戴陆 我让你停下来了吗 李火旺的咆哮中戴上了一丝暴虐 感觉到身后有人轻轻拽自己的衣袖 烦躁的李火旺猛地一甩开 你可怜她 你觉得她是痴情种 你怎么不问问这媳妇是哪来的 看到那些目光都投向自己 少年委委屈屈地说道 是我爹抢来的 可寨子里的其他人的媳妇 也是抢来的呀 就连我奶我娘都是抢来的 白玲苗嘴巴大张 难以置信地看着四周女人的尸体 看到那戴着自己的血的长剑 重新提了起来 少年顿时浑身一哆嗦 慌忙重新站起来继续带路 见白玲苗有些被吓到了 一旁的小满走到她身边 用那长着黑毛地 手扶着她的肩膀 向着自己怀里靠去 安慰说道 贼窝子的女人都这样 别想太多 可是为什么 他们跟那些人一起去抢人呢 他们也是被抢过来的呀 白玲苗此时感觉到难以置信 她还记得当初 抢劫的人中有女人的 其实吧 人跟狗都是一个样 都是可以训的 听到这话 离火望扭头 看向身后的其他要因 却并没有看到 这句话是谁说的 唉 跟着这少年七拐八拐 他们在一间用虎头 锁锁起来的房屋面前停了下来 看着四周不再是如尾屋子 而变成了木头屋子 这地方应该在寨子中 算比较重要的地方 呛 伴随着火光四溅 虎头锁被劈成两半 一脚踹开 离火望把少年抵在自己身前 向着里面闯了进去 这明显是个库房 木柜子上一排排对齐 上面全是大木箱子 当少年打开一个箱子后 屋内顿时都亮了不守 这一箱子 全是大把大把的碎银子 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被打开 没打开一个 其他人都不由就惊呼起来 除此银子 更多的是一些金银首饰 看起来是从女人身上抢来的 另外还有不少值钱的货物 比如绸缎 铁钉 以及书籍 这整个屋子 都放着水匪这些年抢来的东西 我的老天爷啊 我这辈子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能娶多少媳妇啊 看着眼前的白花花的银子 狗娃声音都开始颤抖 眼中更是满满的贪婪 离火望注意力 却不在那些金银上面 而在那几本书上 随意地翻了翻 发现只是一些 用来开萌的启蒙书 以及几本佛经 那老头之前 会用同男同女 招水里的办法 看起来 不像是从某些书上学来的 难道这恶心的办法 也是口口相传呢 就在离火望继续地翻找之时 他看到最底下的一本书 一时间愣住了 离火望双手捧着那本书 眉头紧锁地 看着书封面上的那些字 很是努力地思索着什么 这是什么字 离师兄 我们现在把箱子里的东西 都搬出去吗 好像拿不了那么多 白玲苗走过说道 离火望把手中的金书 向着眼前的白发少女 展示了出来 你看这书上的字 认识这是什么字吗 白玲苗的眼中 露出一丝迷茫 离师兄 我不认识字啊 他话音刚落 一声结结巴巴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哗哗哗言经 离火望一抬头 看到傻子 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你确定 这上面写的 就是哗言经 得到了准确答复的离火望 手指在言字上 缓缓地滑动着 眼中露出深深的迷茫 这是言字吗 我为什么现在连言字 都认不出来了 第76章主简 不能再让丹羊子出来了 仔细琢磨了 丹羊子出现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 离火望得出了这个结论 对比第一次的喜神 到第二次佛陀 再到今天的第三次 离火望发现了明显的规律 第一次的时候 自己只能隐约听到 丹羊子的声音 第二次的时候 自己已经能看到了 他的样子 而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丹羊子不但可以跟自己交流 而且已经开始用杀意 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且还让自己 不认识一些普通的文字了 不管现在丹羊子 到底变成了什么东西 他现在对自己的影响 是一次是比一次明显 丹羊子自始至终 都没有这么好心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抢夺自己这具身体 哪怕在他的保护下 不会因为别的原因死亡 恐怕要不要多久 自己就会彻底变成他 真要出现那种情况 离火望绝对不能接受 宁愿死他 也不想变成自己最痛恨的人 一双白皙的手伸过来 轻轻地握着了他的右手 眉头紧锁的离火望 抬头看着那双关切的粉色双眸 他微微地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解释 离火望拿起手中的滑岩精 随手打开一页 扫了两眼 这书没用 下了定论的离火望 随手一丢 把手中的滑岩精 扔回到了木箱子 看了滑岩精 内容之后 离火望才记起来了 这书自己在郑德寺听到过 和尚拿着送读过 并且还是不同和尚的手中 这就是一本超本 非常广泛的佛经罢了 估计随便去家书店都能买到 相比这东西 还是那些金银珠宝 更有价值一些 当离火望重新来到那些财物面前时 就看到狗娃带着其他人 兴冲冲地 把所有装宝物的箱子 用力地向屋外拖着 不过这活干起来很吃力 毕竟金银在值钱 也是金属 银子别拿了 只拿金首饰就行了 这些金子 就够我们路上花的 离火望这话一出 让狗娃急得跳了起来 李师兄 这可是银子啊 白花花的银子啊 用脚踢了踢一旁死沉的大箱子 离火望开口说道 你知道这些银子有多重吗 我们还要做人呢 把船压沉了 你打算背着银子游出去吗 这些金子 多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别太贪心 赶紧走 狗娃还满脸的不甘心 把银元宝 向着衣服里不断地塞着 那多少再拿点吧 这么多银子 能娶多少媳妇啊 能买多少头牛啊 离火望懒得理他 跟其他人带上所有的金子 就转身 带着其他人离开 鼓鼓囊囊的狗娃 连忙在后面追赶 可没走几步 就累得气喘吁吁 看眼到其他人背影越来越远 狗娃懊恼的一跺脚 慌忙扔掉一些银元宝 赶忙跟了上去 离火望走出库房 刚要带着其他人 向寨子外面走去 想了想后 却向着火房走去 没过一会 等他重新出来后 手里的金子 换成了两个脸色酱子的死孩子 去寨子里面 找几个罐子来 等会儿出去后 把他们烧了 装骨灰 活人送不到 至少也让他们落叶归根 是 李师兄 其他人说着 就准备去找罐子 可就在他们刚要动身之时 一道血光从旁边划过 带着呼啸声 向着他们射来 都躲开 浑身紧绷的离火望 下意识地向后一扑 只见一道红光 从他胸口掠过 把那两个死孩子 轻而易举地切成了两半 离火望冷汗直流 如果不是这两个 淹死的道童挡着 自己刚刚 怕不是要被切成两半 找有掩体的地方躲 寨子里面还有活人 当一手拿铃 一手拿剑的离火望 小心翼翼地 从一口缸后面冒出头来后 这才发现 远处地上散落的一些 带血的白色碎片 刚刚是什么东西攻击了我们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答案 低沉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人从阴影中 缓缓地走了出来 一颗荧光石头 被小满扔在他脚下 照亮了他的面孔 他们认识这个人 这是之前的传老大 这家伙居然没死 这个念头出现在 包括离火望在内 所有人的脑海中 满嘴流血的圆二 右手托着一卷发红的古怪竹简 一手拿着黑铁钳子 看着他流血的嘴 离火望马上反应过来 那些白色的东西 什么东西了 出来 出来 小牛鼻子 原来你也有没能耐的时候啊 眼睛布满血丝的圆二 把钳子伸进嘴里 再次钳住门牙 用力一扯 随着他对着红色竹简 用那流血的嘴 低声念着什么 那颗牙齿 迅速被血色包裹 如同一道流星般 瞬间钻入旁边一间平房内 从里面传出来的小满惨叫声 让离火望心中一净 零零零 铃声骤然响起 两位有老爷 贴着地面 向着圆二飞去 呸 圆二对着地上 狠狠大吐一口血水 紧接着 再次举起钳子 这一次 他没有对准牙齿 而是对准了 自己仅剩的那只独眼 啪的一声 随着眼球被捏爆 一道奇异的光芒 笼罩了四周 那两位有老爷 仿佛被什么东西粘住一般 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杀老子全家 老子也要杀你全家 都给我一起死吧 大声地咆哮完后 圆二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来 插进自己的喉咙里 哪怕他疼得身体色色颤抖 依然用力地 刮起自己的血肉 铃声再次响起 十几位有老爷 从四面八方凝聚 迅速向着圆二扑去 刺拉一声 连同着喉管 声带 舌头 这一连串体内的器官 就这么被圆二硬生生地拔了出来 血色的竹简扑上地上 当圆二把手中这些东西 往竹简上一放 所有的有老爷 瞬间消失了 而当圆二的那些血肉 被竹简转起来后 这死物 忽然间活了过来 借用着圆二的舌头跟声带 竹简开始说话了 那极其怪异的 公鸭嗓的声音一出现 叉奈间 天地骤变 一蛇转轮 一劫大千 妙境诸极 飞檐可全 天好神鬼 得无弃卷 无主至高 安感惊艳 第77章八辉 一蛇转轮 一劫大千 妙境诸极 飞檐可全 天好神鬼 得无弃卷 无主至高 安感惊艳 当木制的竹简 利用人的肉舌头 说出了这些话后 随着四周的一切 发生扭曲 整个岛上所有人的五官感知 同时开始发生变化 视觉味觉 嗅觉听觉 这一切的一切 都逐渐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种 寻常人无法了解的 全新感知 通过这一极其奇特的 感知能力 李火旺等人 突破了人类的感知界限 他们看到天空的最深处 在一片深不可测的 辽阔黑暗深渊里 无数更深的黑色世界 与太阳 在其中旋转之地 有着什么东西在动 李火旺闻到了一丝 从那东西身上射来的视线 尝到了那视线上 令人忍不住 不停站立的恐怖气息 也看到了 那东西轻微移动 而带来的怪异旋律 砰砰砰砰 李火旺感觉他 距离自己很远很远 可他的旋律 又是那么的迷人跟清晰 李火旺无法在现实中 找到这旋律相对应的对照物 唯一能跟这东西 有一点相似的话 那就是洗神出现前的雷声 可这东西 远比洗神强大太多太多 弱小的洗神 在他面前 简直就是沙子跟山峰的差别 李火旺几乎毫不犹豫地 做出了这个判断 哪怕他根本无法了解自己 感知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自杀让丹阳子出来 不 丹阳子在他面前 也狗屁都不帅 两者相差太大了 李火旺绝望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那东西面前 凡人根本没有一丝反抗可能 就在李火旺 已经彻底万念俱灰 待在那里等死之时 他那扭曲在一起的五官感知 居然莫名地恢复正常了 嗯 还没等李火旺想明白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表情一宁 果断提剑 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外面的圆二冲去 此时双眼全瞎的圆二 奄奄一息 他仅仅只做了一个扭头的动作 随着李火旺握件的用力一挥 脑袋顿时飞了起来 随着人头落地 四周的一切的一切 都重回正常 气喘吁吁的李火旺提剑站在那里 惊魂未定的仰头 看着黑漆漆的天空 那是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李火旺知道 那绝对不会是幻觉 那东西真的存在 李火旺企图再次把之前感知到的东西 拼接出来 可是结果 恶然发现 自己再也无法想起那东西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了 靠自己现在的无感 无法理解 之前自己接触的东西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危险虽然过去 可是岛上却安静极了 所有人都僵住原地 眼中露出深深的恐惧 李火旺看到的 他们也看到了 每个人脸色惨白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他们都感觉很冷 从内心里流出来的刺骨寒冷 就这样 原而拼尽一切 原本打算 仅仅只是笑眠一下 看着四周完好无损的其他人 李火旺心中泛起一丝疑惑 如今的安全处境 反而让他莫名感觉到不安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用带血的长剑 挑开卷曲的红色竹简 发现里面的血肉器官 已经干枯发黑 李火旺单膝蹲下 警惕地看着那红色的竹简上的内容 红色竹简上刻的黑字 很小很小 并且非常的怪异 他从来没看过这种文字 可偏偏当他认真注视 发现自己居然可以认出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白丸 针鹿 吞其腹 拨其骨 这是一卷极其邪性的主解 上面的内容全部记载着 如何使用自身最大疼痛跟血肉 来跟某位存在换取东西 其中比较最轻的一种 是如何用竹片横 插进自己的指甲盖里 向上拨 把自己的手指甲 整个撬出来 更重一点的 是如何咀嚼一大包生锈的碎铁线 并且应验下去 再到最后 更是教导阅读者 如何献祭自己的血清骨肉 来跟一些东西达成交易 这种办法越往后越血腥恐怖 甚至都快要超出 李火旺的忍受能力了 终于在看了一半内容后 李火旺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 把之前的猪肉 全部吐出来后 脸色惨白的他 强忍着恶心感 咬着牙 坚持查看下去 不找到圆儿之前在做什么 他实在不安心 万一是什么咒诅 那可就麻烦大了 忍着恶心 继续地翻看着 最终在最后的第四根竹简上 找到了圆儿的方法 不 圆儿并不是打算吓我们一下 他本来是想招什么东西过来 可是他失败了 八灰 是那东西的名字 也是这竹简上的 所有苦难的来源 圆儿失败 是因为无法付出召唤他的代价 按照竹简上面的要求 虽然他的肉体 已经极度痛苦 可是他内心还不够痛苦 哪怕他刚刚死了全家 依然远远不够 想要把八灰请出来 必须是肉体 跟精神的极度痛苦才行 李火望扭过头来 再次看了一眼 圆儿那无眼无嘴的头颅 看起来 他也是刚刚知道这竹简的用法 并不熟练 不过这也正常 这竹简上的各种办法 只要用一次 就基本离死不远了 根本不可能活到熟悉的时候 虽然现在安全了 可是李火望心 却并没有安心下来 这么一卷恶心的竹简 水匪从哪弄来的他懒得管 他更在意的是 这竹简是谁写的 会不会有一个 跟正德四一样的门牌 只是他们不像和尚一样 修炼的血肉功法 而是极致的苦难 可是 如果按照上面的内容 来练的话 恐怕没多少活人了 除非 他们门派有什么办法能让走 自己承受了这么多伤之后 还能不死 李火望看着手中的竹简 胡乱地猜测着 这一刻 李火望发现自己之前对这个地方 哪怕最阴暗的猜想 都显得过于乐观了 这里远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危险得多 他已经知道 仙佳还有喜神这些特殊的存在 可今天这一次 真的让他彻底开眼了 有些东西 远比他们还要恐怖得多 八辉 愣在原地的李火望 喃喃的自言自语 第78章上后 如围岛的岸边 李火望拿着手中的血腥味 十足的竹简 站在那里 其他人脸色很差的 站在不远处 相互依偎地看着他 他们还没有从刚刚的余波中 缓过进来 李火望的表情有些犹豫 现在只要他用力一抛 手中这卷光看 就能让人呕吐的邪恶至极的竹简 就会沉入狐泥之中 再也不见天日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竹简 不管是谁写出来的 八辉的力量 不是那么好借用的 留在世上 只会其他人 带来无尽的苦难 李火望站在那里 思索很久之后 可最终 还是把带血的竹简 重新塞进怀中 这里面的记录的各种办法 是血腥之极 可也确实好用得很 原而这种普通的水匪 都能使用 自己就更不在话下 这种东西 有备无患 说不定到了某种极端情况 自己还真用到 如果不想彻底 变成单样子的话 那么以后遇到危险 自己就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品 即使这个替代品 使用起来 代价非常的高昂 李火望重新扭过头来 看向身后的其他人 把船推过来吧 然后 把死人跟金子都准备好 我们离开这个破地方 麻烦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解决了 自己没有必要 在这满是死尸的地方 再待下去 水匪们用来抢劫的小山船 被汕水的孙宝露 推了到岸边 其他人带着自己同伴的尸体 还有那些金手士登了上去 上船 划江 带我们去这大湖的另外一边 李火望虎视眈眈的盯着 眼前的少年威胁道 我把你们带出去 你能不杀我吗 畏惧的少年 畏畏缩缩的问道 当看到李火望 伸手摸向身后剑柄的时候 少年顿时屁滚尿流的 向着船上爬去 随着少年摇着江 小山船开始转向 向着芦苇深处开去 其他人也跌跌撞撞的 划起来跟上来 整个茂密的芦苇荡内 很安静 除了船桨划开水面的声音 没有任何人发声 之前岛上发生的一切 让所有人惊魂未定 脸色惨白 高高人 我叫袁福 划江的少年 忽然开口说道 眉头紧锁的李火望 没有回话 他眼睛如鹰般 向着漆黑的四周巡视 高人 那个 其实 我知道 在水上杀人越货不好 我爹打窝子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去的 脸上带着紧张的少年 企图辩解着什么 我其实想去考功名 去上京去当大官 这地方 我早就待你了 我对地方熟得很 高人你要去哪啊 我可以给你指路啊 这句话 终于引起了李火望的注意 他低头看向划船少年 关于横华山的尼姑庵 你知道多少 这是接下来的目的地 也许可以从这人口中 知道点什么 横华山离这湖 应该没多远距离了 姑子啊 这我知道 有一次我跟二哥干活的时候 遇到过一次 本来船上秧子的底细都摸好了 结果最后关头 二哥却说 这单不做了 他跟我说 这是祖爷爷的意思 黑衣的姑子 羊鸟的光头 带骨的大神 这叫三不强 那些尼姑长什么样 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胖 可胖了 一个人能顶我三个 而且还懒 能坐着就绝对不站着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而且 他们身上还臭轰轰的 脏得很 有一次 有个姑子脱了鞋 我隔着船都能闻到 高人 你是要去找那些姑子吗 我可以带路啊 胖 懒 脏 这些词 怎么也很难跟尼姑 这个佛门词汇联系在一起 李治说 他们勉强算好人 可是 这世上 真的还有所谓的好人吗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 李火旺表示严重的怀疑 兜兜转转 小船在鲁尾档里 转了很久后 那广阔的湖面 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小船重新靠岸后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从日落到日出 他们居然在那岛上 待了一整夜 当阳光照在所有人的脸上 他们那沉甸甸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划了一夜的船的他们 此刻已经筋疲力尽 纷纷倒地 大口喘着气 李火旺对着其他人说道 先别休息 去林子里找柴火 把这三个死人烧了 要不然 等会儿就要发臭了 看到那船上的淹死的三位同伴 其他人吃力地站了起来 硬撑着 向着一旁的林子走去 李火旺拦住了 捂着手臂的小满 他右臂上 有一大块地方皮都被掀了 血红色的肌肉 就这么暴露在空气中 怎么样 没事吧 李火旺从腰间掏出一颗丹药 递给了他 小满并没有接丹药 没事 能活着下来 也算命大 这点小伤 等会儿拿草木灰盖一下就行 相处了这些天 李火旺已经知道了 他十分倔强的性格 便没有再说什么 很快 三大团篝火在岸边生了起来 李火旺抱着那些死去的三具尸体 分别扔了进去 所有人看着昨天 还活蹦万跳的同伴 逐渐被火焰包裹 当日头挂得老高时 火焰也逐渐熄灭了 李火旺用手中的长剑 在灰烬中捅了捅 把一些大块骨头 敲成小块后 跟骨灰一通 装进陶瓷罐子里 看着眼前的骨灰罐 李火旺的心情很是沉闷 昨天晚上的事情 让他的脑子很乱 这时 双眼已经蒙上了白铃鸟 双手伸过去 轻轻地拉着他的衣摆 感觉到情绪有些不对劲 他靠了过来 在李火旺的背上贴了贴 我好得很 不用安慰我 李火旺弯腰抱起那三个罐子 放在了傻子怀里 元福如同狗腿子般 站在李火旺一旁说道 高人 要歇会吗 要是不歇会 那我带你去找姑子吧 我认识路 平静的李火旺 甩了甩剑上的灰烬 紧接着向声音的方向 猛地一挥吼 反手插进了剑桥之中 把骨灰带上 我们走吧 元福双眼大睁 带着难以置信 用手舞向自己躺血的脖子 他张开嘴巴 对着李火旺的背影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却只能发出嗨嗨的声音 最终 他踉枪走了几步 身体一软倒在地上 眼神双人 逐渐失去光泽 第79章集市 以后 你就叫高志坚 李火旺对着眼前 扛着木棍子的傻子说道 我 我 李火旺伸手吧 他那指着胸口的粗壮手指 按了下来 别我了 记住了 你以后不叫傻子了 这以后就是你的大名 高志坚 听见没有 你不是认字吗 掰根树枝下来 自己在地上多写几遍 写到彻底记住为止 哦 对自己名字 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傻子 垂头丧气的转身 向着林子里走去 李火旺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 轻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既然之前说了 要给他名字 那我自然要说到做到 就当他死而复生的礼物吧 其实李火旺 早就想给傻子取名字了 毕竟总是傻子来傻子去的 叫起来实在难听 只是从那芦苇岛上出来后 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 才会拖到现在才取 傻子缺智 所以李火旺给他取名叫高智 希望这家伙 可以从名字中找不一些回来 至于最后间 是李火旺对他的期望 希望他面对自己悲惨的人生 能一直坚持下去 李师兄 李师兄 你给我也起一个吧 他叫傻子难听 我叫狗娃 也没好听到哪里去啊 眉头眉皱的李火旺 扭头看向身旁 那位贼眉鼠眼的青年 他脑子不好使 你脑子也不好使吗 这么大个人 名字都不会自己起一个吗 说着 李火旺向着篝火旁走去 可狗娃跟在他身后 穷追不舍 哎呀 李师兄 那不是你认识字吗 你取名字 肯定比我这个放牛的强啊 我不贪心 你就给我起个名气大的名字就行 越大越好的那种 李火旺笑了 哼 你还要名气大的 叫你曹操 你真的住吗 狗娃显然没听明白 李火旺的意思 兴奋的双手一拍 一蹦老高 好 曹操这个名字好 听着喜庆 以后我就叫曹操了 没等李火旺再说什么 狗娃一溜烟的 跑到人堆里去 兴奋的向着他们 宣布自己的新名字 而其他人自然没有明白 这名字背后的含义 纷纷起身恭喜 看着眼前这滑稽的一幕 李火旺无语的摇了摇头 抬头看了看 已经逐渐亮起的天 李火旺开口说道 别磨叽了 继续出发 我们争取今天抵达镇上 到了镇上 我们好好吃上一顿 这些天的野菜 都吃够了吧 这句话 瞬间让所有人打起了精神 不断吞咽口水 之前 干粮跟驴车 一同掉进水里去了 他们有大把的金子 可是也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也没人卖粮食给他们 没有粮食 只能跟老和尚一样吃野菜 这一路上吃野菜 吃的脸都是菜色 更何况 有时候甚至连野菜都吃不饱 集体饿受了一圈的药影们 带着食物的渴望 大步向着前面赶着 也许是因为有食物在前面掉着 半天的路程 只用了两个时辰就赶到了 一座云山雾罩的 高大山峰的山脚下 坐落着一座热闹的小镇 这小镇甚至有些过于热闹了 离火望等人挤进去 连落脚都难 微微侧头 躲开一根横过来的扁担 又迅速把右脚抬起来 免得踩到地上的鸡石 离火望顶着四周胶着的叫麦生 向里走去 这里难道是什么好地方吗 怎么这么多人 本来就不宽的石砖路上 此刻蹲满了卖货跟买货的人 大声地讨价还价 卖自家竹边篮子的 卖山上打的野味 卖自家种的菜 卖鸡的 卖狗的 甚至连卖树苗的都有 这些卖货人 跟买货人都交谈的声音 嗡嗡大响 离火望感觉自己 周围有一千只苍蝇在转 李师兄 曹操我知道 今天初一赶大吉 所以十里八乡的人 都过来赶吉回来了 狗娃在一旁解释道 离火望了然地点了点头 他差点把这个忘了 这里的人会赶大吉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会自发性聚集在一个地方 组成一个集市 进行相互交易 看着热闹的人群 离火望心中忽然有个冲动 他想把那道铃咬起来 看看现在这大吉上 来了多少有老爷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想想罢了 自己不是小孩了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离火望的视线逐渐抬高 越过密集的人群 远处的建筑 最终定格在一座高大的山峰上 这就是横华山 这座山上的尼姑庵 就是离火望的目的地 他们说不定可以解决自己身上 逐渐侵蚀自己身体的单样子 离火望刚要往前走 却看到其他人 都在一个摊位面前 同时停了下来 这些人直勾勾地盯着上面摆放的东西 傻子嘴角的哈喇子 都拉得好长 这是什么东西 离火望走过去 在那焦黄的圆饼上敲了敲 闻到一股麦香 李师兄 这是孤亏 能吃 白铃鸟努力想要忍住咽口水的举动 可最终还是没有忍住 看着他们那眼巴巴的样子 离火望不由地感觉到有些心酸 说到底 这些人都是一帮可怜人 离火望从傻子的包裹中 掏出一些金手势 用削铁如泥的长剑 迅速裁成一小节一小节的金豆子 买都去买 我们现在有钱 这个集市上的东西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一把把金豆子 放在除了高智间外所有人的手中 所有人瞬间激动地满脸通红 不能自已 看着炸富的药引们 冲到四周摊子前买下各种各样 他们用到又或者用不到的东西 离火望望着一眼身旁 啃着郭盔的高智间说道 跟我来 既然有钱了 那座驾当然要鸟枪换炮了 没过多久 离火望身边就多了两辆崭新的马车 马匹高大健壮 而且非常聪明 只要离火望轻拉缰绳 就会稳稳地跟着 一点也不乱跑 这完全不是之前那两匹病痒痒的老绝驴 能比得了的 当买完东西的其他人 在马车附近集合 离火望注意到 就是他们的身上的衣服 跟鞋都全换了新的 并且 怀中还抱着各种吃食 就连白铃鸟也不例外 每个人的脸上 洋溢着喜悦 可以想象 他们现在真的非常高兴 第八是张骨子 看着举到自己面前的 带白霜的饰饼 离火望回绝地摇了摇头 别吃太多 等会儿去客栈点了好菜 你们就吃不下了 但是离火望的提醒 并没有让他们吃东西的速度慢下来 没事 我吃完这些 还能吃得下饭 没错 没错 就是撑死也要吃 饿起来侦探娘的难受 李师兄 你不饿的吗 离火望笑了笑 没说什么 牵着马继续往前走 前面不远 就是客栈了 李师兄 我给你买了成衣 要不你试一下 离火望再次地摇了摇头 算了 我穿道袍习惯了 把里面都换了就行 还有 你该把眼睛蒙上 要不然又要疼了 两辆马车 在密集的人群中挤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客栈的面前 兴奋的狗娃 高举着手中的金豆子 就率先闯了进去 小二 给曹操大爷上 最好递上房 然后上红烧肉 只有肥肉 不要瘦肉的那种 来四大碗 李火望一把推开他走了进去 看着四周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的证明 对着迎过来的小二说道 不用单肩上房 就在这大堂吃 我喜欢热闹 李师兄 咱们有钱了呀 在这大堂吃什么啊 又吵又 被李火望瞪了一眼 跳脱的狗娃 如同打了双的茄子 扁了下来 当在一张木桌前坐下 四周的交谈声 开始不断涌入了 李火望的耳中 保文他娘啊 你可当心被穿小鞋 你婆婆真在背地里这么说的 要我说 别人都蹬鼻子上脸了 就打呀 我们四起打仗 还没怕过谁 老夫我虽然结甲归田了 真要吊将令下来 我二话不说 立马回应 此起兄 罪过罪过 我家娘子唠叨了几句 所以慢来些 在下这就自罚三杯 唉 你们看 那倒是好生奇怪 盗袍居然是红的 一直等到小二上菜 李火望并没有打听到 自己想要听到的信息 本来按照他的理解 这阵离尼姑安那么近 不管好坏 应该都会对附近的人 有一定影响才对 结果从阵上人的反应看来 那尼姑安的存在感非常低 不过 好这个办法不行 李火望还有别的办法 二龙戏珠 指三阳开泰 逾越龙门 嘿嘿 菜齐了 各位贵客慢用 报完菜名的小二刚要走 就被李火望拉住了 哎呦 这位真人 你也看这客栈里忙的 实在对不 小二的柱子 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李火望手中的 一颗金豆子 给堵了回去 那边横花山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山上有座尼姑安 听说香火很是鼎盛啊 他们那的菩萨很灵验 小二脸上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一丝迷茫 香火鼎盛 没有吧 安慈安的香火 还没吐地爷的香火好呢 嗯 李火望看向吃饭的小满 这可跟他说的 不是一回事 我邻居是说 香火很鼎盛的 小满有些尴尬的放下筷子 嗨 那您的邻居 铁定是瞎吹的 安慈安的菩萨 就是去了安慈安当菩子的 一听到这话 李火望顿时来了精神 哦 他为什么去那当尼姑的 去那当尼姑 有什么要求吗 小二左右看了看 表情有些犹豫 当李火望把那金豆子 塞到他手中时 小二把嘴凑了过来 刻意地压低了声音 他男人死了 娘家又远得很 完了还没本事 生不出儿子 所以被村里人吃了绝户 被走投无路 才去当菩子的 但凡能活谁愿意当菩子 哦 是这么回事啊 李火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 这些尼姑应该还算正常 跟李治临死前说的 没有太大出入 那你知道 那些尼姑 为什么要穿黑衣吗 李火望重新掏出一颗金豆子来 嗨 那哪是黑衣啊 菩子的衣裳是青色的 完了也不知道 山上没景还是怎么的 他们从来不惜走 不换衣裳 那衣裳 愣是从青色穿成了黑色 说到这 小二满脸的嫌弃 那天有几个菩子下来卖猪 我瞧见 有一人往脖子上搓了搓 嘿 你猜怎么的 他愣是搓出来一个枣大的黑泥球 小二的这话一出 附近的人 纷纷面露蓝色的放下了筷子 啪的一下 一只手掌 打在了小二的后脑勺上 贵客们在吃饭呢 你小子在这说什么呢 想毁了我蓬莱客栈的口碑 是不是 掌柜的 真不是啊 是这真人问 我才说的 看着那胖掌柜 压着小二道歉 并且拖着他离开的背影 李火望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李师兄 你要问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啊 狗娃说着 夹起一块油腻腻的大肥肉 塞进嘴里 行了 你那花斑脸问得出什么 别把人吓死 宝露 你吃完饭 帮我去镇上问问安慈安的消息 药影之中 只有这位水性好的男人 外观完全正常 一直没有存在感的孙宝露一愣 紧接着默默地点了点头 李火望看了他一眼 继续吃菜 外观正常 并不代表他就正常 这男人从来不脱衣服睡觉 连上厕所都要躲着别人 男人女人都躲着 他的衣服下面 肯定隐藏着他 能被单养子选中当药影的原因 但是李火望并不想多问 以己夺人 他也不想别人 跟自己讨论自己的精神状况 随后一段时间 李火望便在这客栈住下了 他分别派道童 还有宝露 打听安慈安的消息 郑德四的事情 李火望不想再次发生 打听了一段时间 并且还特意派宝露 去山上烫了一遍之后 李火望勉强确定 那些尼姑 应该没有太大威胁 镇上的人说到尼姑最多的就是 他们脏 他们懒 他们胖 如果我第二天还没下来 你们就立马离开这 听到没有 李火望站在上山土路面前 对着其他药营嘱咐道 李师兄 我们也一起去吧 去什么去 去当累赘吗 真当是踏青吗 李火望这话一出口 就感觉自己说中了 可是他并没有解释什么 转身孤身一人 向着山上爬去 看着那逐渐远去的背影 咬着嘴唇的白铃鸟 眼泪汪汪的 似乎想说点什么 可一直等到他消失在山中 也没有说出来 第81章 安慈安 哈哈 满头大汗的李火望 双手撑着膝盖 大口喘着气 李火望已经爬了两个时辰了 居然还没有到 那座尼姑安比他想象中高多了 他吃力地抬起头来 发现这弯弯曲曲的土路 仿佛没有尽头般 一直往上蔓延 李火望咬了咬牙 抓住一旁的藤蔓 继续开始爬了起来 当他爬的双腿酸痛无比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安慈安的山门 用手被擦了擦下巴上的汗珠 李火望下意识地 向着两边山门的两边对联看去 可让他感到十分意外的事 这尼姑安的对联 他根本看不懂 并不是李火望 因为单养子的原因 忘记这些字怎么念 而是这些字的样子 非常的怪 这些字的外观 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式 右上高左下低 鞋体修长 乍看上去四甲古纹 又有许多眼熟的汗字痕迹 这是字吗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疑惑的李火望 走到旁边 用手摸了摸 他仔细端向了好一会后 抬脚向着安内走去 可走进去后 李火望心中 早已经准备好的话语 并没有目标 因为面前的 杂草丛生的广场内 根本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跟郑德斯那人挤人的画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吗 李火望的声音 在广场内来回回荡着 依然没有任何人出现 左右看了看 李火望向着前方的大殿走去 殿内没有香火 但却一点也不安 因为这顶根本就是漏的 斜斜的阳光射进来 照亮了里面的一切 大殿中央的菩萨身上 也全是灰尘跟灰扑扑的蜘蛛网 要不是那莲花状的座台 李火望差点没有认出来 这是菩萨 是不是弄错了 这尼姑安看起来完全荒废了 就在李火望想着这话的时候 一声轻微的打憨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顺着声音慢慢走过去 在菩萨像的后面 他看到了一起一幅的大肉球 走近一看才发现 那不是肉球 那是一个胖尼姑的 露出衣服外面的肚子 朝天鼻的他 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地上 张着嘴打着憨 酸臭味扑面来 黑衣 肥胖 肮脏 这几样全对上了 面前的这人 就是安慈安的尼姑 眉头微皱的李火望 打亮着眼前理智口中的好人 好不好人 他暂时不知道 但就他现在这样子 哪怕坏人都不想 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这位师父 清风观悬阳 有要事求见 李火望提高了声音 对着那大肉球形道理 那胖尼姑的打含声 却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的意思 他压根没醒 他是不是在跟我装呢 李火望上前一步 声音再提高了一些 这位师父 清风观悬阳 有要事求见 然而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李火望刚打算凑到他那耳边喊 却被他身上那浓郁的臭味 硬是顶了回来 这种像臭袜子家 榴莲家汗叶发酵后的 臭到极致的味道 实在让他有些顶不住 没等李火望想别的招 那胖尼姑一个哆嗦 居然自己就这么做了起来 用短粗的手指 扣了扣黄晶晶的眼屎 他眼睛都没睁开 就摇摇晃晃的 向着旁边的侧门走去 哎呀 用饭了 用饭了 这位师父 清风观悬阳 有要事求见 这一次 李火望总算没有被无视 那胖尼姑被吓了一大跳 那三层油腻的下巴 也随着主人抖了几抖 你吓死我了 你这人 怎么走路没生呢 李火望表情纠结地站在原地 他现在已经不考虑 这里的人 是不是图谋不轨了 而开始顾虑这里的尼姑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解决掉丹阳子 拜佛自己去烧香去 别耽误我吃饭 胖尼姑冷言冷语地说完 继续迈着那两条大象腿 向着里面走去 这下 李火望也不说什么了 就这么跟着他身后 一同往里走 整个尼姑岸很大 但是同样也很破 主殿的菩萨有多烂 副殿的菩萨 只会更烂 一些殿门口 还留着字 不过同样跟门口 那字一模一样 师父 这是什么字 李火望开口问道 女说 你当然看不懂 这种字 只传女不传男 虽然回答了问题 可尼姑显得非常的不耐烦 静止往里走 看着里面越发陌生的环境 李火望毫不犹豫 继续往里跟 这里的一切 应该都是真的 没有那种医院的那种奇特感觉 不知道是因为 吃黑太碎太多的原因 还是因为 常年陷入幻觉的原因 其他幻觉对自己都没什么大用 哪怕起到效果了 也可以轻松分辨出来 兜兜转转的一会后 李火望跟着那胖尼姑 来到了一间带烟筒的土房子面前 屋内传来的动静 证明里面还有其他人 光是闻着浓郁的臭味 就知道 这里面全是尼姑 看着那胖尼姑 眼睛发光地冲了进去 眉头紧锁的李火望 深吸一口气 用手捏住鼻子 顶着辣眼睛的臭味 也冲了进去 刚进屋 巴打嘴声 吞咽声 咀嚼声 迅速钻入了她的耳朵 李火望差点以为自己 来到了猪圈 只见一群黑衣胖尼姑 就这么围在大黑锅边 这样吭哧吭哧地吃着 他们甚至都没有用筷子没用完 就这么围着锅 用手抓 他们吃得如此的香 连李火望这么一个大活人 站在这里 都没有任何反应 至于他们吃的是什么 李火望只能勉强辨别 那是一种带着菜叶的油炒饭 憋得满脸通红的李火望 张开嘴呼吸 都感觉这屋子里面的气味 有点辣嗓子 他这一举动 总算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一位吃饱了的胖尼姑 他一边吸着手指头 一边对着李火望 让出了自己的位子 要吃斋饭吗 两百个铜钱一位 听到他要钱 李火望心中不怒反省 不用 不过有件事情 需要师父帮忙 一颗金豆子抛了过去 金子 胖尼姑兴奋地 把那几颗金豆子塞进嘴里 用黄牙嚼了嚼 确认是真的厚 又混着菜叶口水 重新吐到自己的手心 你要买猪啊 要多少头啊 说 我们安的猪最肥了 看到对方靠了过去 李火望稍稍又后退了一步 不 听闻安慈安的师父们 高深莫测 所以我此次前来 是想找安内师父求助 去除邪碎 你自个不是道士吗 你请尼姑 来帮你去除邪碎 仿佛笑声会传染般 屋内的其他尼姑 都笑了出来 甚至到最后 李火望都有些忍不住 第82章 静心失态 李火望忍不住憋着笑 他忽然感觉到 自己这一个道士 请尼姑来帮忙 确实是一件 非常可笑的事情 各位师父 快别笑了 我这麻烦 真的急得很 梦不完会要命的 忍俊不经的李火望 说起真实来 跟我来吧 我们去找师太去问问 对了 带路费两个金豆子 一张油腻腻的大手 就这么伸到 李火望的面前 李火望倒不怕尼姑要钱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不是问题 两颗金豆子递过去 李火望便跟着那胖尼姑 向外走去 要走出房门的时候 李火望看向身后的 其他尼姑 有些留恋 感觉跟着大大咧咧的 他们天天待在一起 蛮欢乐的 连空气中的臭味 都感觉没那么难闻了 重新走到 房屋间的小路上 李火望对着 前面带路的尼姑说道 在下清风观悬扬 敢问师父法号 尿玉 满脸肥肉的胖尼姑 一边扣着鼻屎 一边说道 嗨 好名字 李火望忍了好久才 没让自己笑声来 这名字跟他这样子 可真的半点都不大 走了有一会功夫 一排低矮的茅草屋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胖尼姑静止走了进去 你在这等会儿 我去饿食 好 祝庙玉师父 出宫顺利 憋笑的李火望 拱手作一 啊嘿嘿 面带微笑的李火望 站在茅草屋旁边 懒散地伸了一个懒腰 他感觉到 现在非常的安逸 李火望现在看什么都想笑 感觉四周是那么的可乐 就在他回想起刚刚的事情 忍不住刚要大笑时候 忽然感觉 一切开始崩塌 白色的医院墙壁 开始替代了四周的一切 一些虚幻的人影 开始具象化 刚刚安逸的李火望 瞬间表情变得极其的难看 表情扭曲地 用双手死死地抱着脑袋 不行 现在不行 再顶一会 噓噓 帮帮忙 求你了 安静 安静 噓噓噓 李火望的祈求声 仿佛起到了作用 没过一会 四周的一切 重新安静下来 脸色重新变得极差的李火望 擦着脸上的冷汗 站了起来 黑太岁的作用 正在退去 那些幻觉 很久又要来了 然而李火望 现在必须只能把这些事情 往后退退 在生死存亡面前 幻觉那都是小事 心情变得很差的李火望 回想起刚刚的事情 但是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了 唉 李火望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声音 抬脚向着毛侧的后面走去 当看到后面的场景时 蜀石有被震惊到啊 只见毛房的后面 居然用竹围栏围着 里面养着一些黑皮长毛的猪 里面是那正在往外喷的黄垢之物 以及一些吭哧吭哧的黑猪们 这一幕 让李火望本能地感到极度反胃 看着眼前的这些猪 李火望对整个安慈安的印象 逐渐下滑 这里的尼姑都怪 都怪得很 随着黑猪哼哧哼哧地散开 妙音从毛房里走了出去 见李火望站在猪圈旁 也不说什么 带着他继续往前走 赶紧走吧 我等会儿 还要睡上觉呢 这样养出来的猪 你们自己吃吗 李火望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瞎说什么 没看到我们是尼姑吗 我们信菩萨的 不能吃荤 亏你是道士呢 连这都不懂 妙青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鄙夷 但是紧接着话题一转 又变得有些垂头丧气起来 唉 我们也不想喂猪 没人烧香上供 那总得干点事赚饭钱吧 人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活 确实 确实 李火望随嘴附和着 跟着他的身后 继续往前走 兜兜转转 妙灵带着李火望 在一间房屋面前停了下来 师太就在里面 我就不进去了 说实在的 我有点怕他 哦 对了 师太法号叫静心 说完不等李火望说话 转身就离开 李火望看着他那背影一眼后 轻声笑了笑 向着里面走去 屋子里面很黑 里面的吞咽食物的声音 还有那更加浓郁的恶丑 这异常的一切 让李火望下意识地 摸向了背后的竹简 就在李火望刚抬起右脚 向黑暗中走去时 他感觉踩到了什么干瘪的东西 迅速把脚收了回来 你点灯吧 我是瞎子 用不着灯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黑暗里面传来 好的 师太 当李火望掏出那荧光时 向着自己刚刚踩到的方向 扔去 顿时被里面那怪异的东西 吓得身体一震 那是一个极胖极老的 戴着尼姑帽的女人 双眼空洞洞的 只有两个黑洞 脸上松松垮垮的脸皮 被脖子上的肥肉向下拉扯 仿佛随时要被扯下来一般 当这模样 出现在昏暗的房间里 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脸上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身上 她整大胖身子 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 肮脏的肥肉上 全是血肉模糊的搓疮 那搓疮里面的 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扭动 而这样一个女人 正在抱着一个大盆 双手扒拉着里面的油腻吃食 呵 稀罕了 难得有心素来找我 恐怖的老尼姑 张着那无牙的嘴说完 继续吃了起来 虽然样子异常恐怖 可她的声音 却异常的和蔼 如果把灯熄灭 估计八成以为 这是哪位年迈的老人家 不过李火望 根本没时间想这些 当听到这人说心素时 我们安慈安什么时候 需要别的料 我们懒得弄 其实吧 我儿子也是心素 哦 李火望打起了精神 那静心失态 您儿子现在在哪 这是李火望 第一次听到别的心素 他疯了 心素一般下场都很惨 疯了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 静心失态说起 自己儿子的故事 声音显得有些低沉 第83章心素 疯了是心素最好的结局 这难道就是 自己未来的结局吗 李火望他过去 一直以为别人 称呼自己为心素 只是说自己是 某种罕见的材料 就如同过去 修仙小说里面的 罕见根骨一样 可是眼前的老尼姑 告诉他 并不是这么回事 心素这个名字 本身就包含着大问题 李火望稍稍平息了 一回自己的内心 深吸一口气再次说道 静心失态 我过去曾经用黑太岁 来治愈我的抑郁 效果不错 你之前给令狼用过吗 李火望很想从对方口中 听到没用过三个字 但是他马上就失望了 用过 当然用过 可黑太岁 可不能乱吃的 这种东西吃进去 容易想拉出来就难了 他就一直窝在你肚子里待着 吸你的血 吃你的肉 吃少了还好 你要是吃多了 他能把你整个肚子都占了 从你体内整个钻出来 静心失态 会声会色地表述着 就仿佛他曾经亲眼看见过一般 李火望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脸色更加难看一分 自己先在肚子里 就窝着一团长满出手的黑太岁 单养子这家伙 从来就没什么好心 连给自己用的药 都是有严重副作用的 不过这些小事情 都可以往后烧烧了 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 静心失态 可否告诉我 心素到底是什么 又是为何所有的心素的结局 都是堕入疯狂 李火望心中带着一交集 继续追问 他现在实在太需要这个答案了 这关乎到他将来的生死存亡 吞咽食物的静心 听到了声音 他再次抬头 用那黑漆漆的两个黑洞 对向了李火望 心素是什么 你是心素 你还问我呀 你跟别人有何不同 还察觉不出来吗 那我且问你 你从哪来的 李火望下意识地一张嘴要说 却又戒备地停了下来 自己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切丝密的一件事情 绝对不能就这样 毫无防备地告诉眼前 这个刚见过一面的诡异老尼姑 谁也不知道 这胖老尼姑 知道这个秘密后 会有什么想法 让我猜猜 你肯定是觉得自己 不是这里的人吧 自个 是另外一个大千世界的人 一个跟着地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静心这一句轻飘飘的话 瞬间打破了李火望的心理防线 你居然知道 静心见怪不怪地 低头吃着盆里的黄色粘稠物 惊慌什么惊慌 小孩子就是没定力 以我为何知道这些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儿子是心素 他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这话让李火望下意识地靠近了一些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地问道 你儿子也是现代人 他也是穿越的 此刻 他的心跳得极快 当李火望忽然发现 在这诡异危险的世界 居然还有同类时 他感到格外地激动 不管他们是谁 不管他们是男是女 只要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 那自己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人了 这铺面来的压力 也终于有人分担了 最重要的是 自己记不清 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或许他们记得 也许自己可以通过他们 回到原来的世界 也说不定 静心失态 却并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擦了擦嘴角的黄叶喉 再次面带微笑地 看着眼前的青年 不 他不是 他是从我的肚子生出来的 这一点千真万确 还有啊 年轻人 庄周梦蝶 蝶梦庄周 别把任何事情 都想得那么确定 包括你脑子里的任何事情 你什么意思啊 李火旺发现 自己无法理解对方 到底要说些什么了 你为何会认为自己 一定是那边人呢 为何你不可能认为 你自己是这片天地的人 说不定 那些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根本就是假的呢 那些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意想出来的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知道 之前在清风关的时候 是幻觉 可是我过去 肯定在现实世界生活过 我是从那里穿越过来的 我是穿越者 我不是意想出 另外一个世界的疯子 此刻李火旺双眼通红 双手颤抖的紧紧握拳 如同被触碰到逆鳞般 对着眼前的老尼姑 大声反驳着 静心也不争辩什么 脸庞微微倾斜 似乎开始回忆什么 这些话 我儿子当时也说过 他跟你一样 时而清醒 时而模糊 嘴里胡言乱语 自说自话 可我这个当娘的青楚 他从我肚子里出来 就一直没有离开我身边 他从来没有去过 什么别的大千世界 那都是他瞎想出来的 这话一出口 李火旺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 停在那里 呼吸也开始乱了起来 杨娜 母亲 医院 学校 过去的一切都在他脑海中 飞快地掠过 这些都是不存在 甚至那个世界 都有可能不存在 根本就没有什么现代世界 在这瞬间 李火旺感觉到 四周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 变得虚幻起来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我不是穿越的 我根本是这里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现代世界 我脑子里的关于现实的一切 都是我一想出来的 不 他呼吸越来越急促 表情开始变得猙獰起来 自我认知 被严重动摇的李火旺 需要给自己心中的山一般的压力 寻找一个突破口 忽然间 他眼神一宁 恶狠狠地瞪向眼前的静心失态 没等他说话 就看到眼前那胖女人 用那油腻的手指向了自己 捏着声音 开始学自己说话 不 你在骗人 你这个人对我图谋不轨 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想害我对不对 没那么容易 说完这些话 看着僵在原地的李火旺 静心那肥胖臃肿的脸上 重新露出和蔼的笑容 你刚刚想对我说这些话吧 其实我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啊 现在一想 仿佛就在昨天 还真是怀念啊 第84章 迷惘 静心跟过去他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他虽然长相恐怖 但是说话却十分随和 可是现在李火旺 宁愿面对这个巨大的胖女人 跟其他人一样 撕破脸皮攻击自己 至少那样 他心里还好受险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就仿佛他口中 说到一切都是真的一样 难道真的是真的 李火旺开始慌了 思绪开始逐渐混乱 表情逐渐极度痛苦 四周的空气 如同食指般 向着他压了过来 压得他 连呼吸都有点难受就 各种画面 开始在他脑海中不断闪过 可当杨娜那天 送给自己的那些卷指 出现在脑海中时 李火旺在这一刻 仿佛抓住了锚点般 不 还是不对 一个人也许一想出 整个完整的世界来 但是绝对一想不出知识来 当初在高中所学的一切知识 开始迅速地 在李火旺的脑海中闪过 看着眼前的青年 开始抱着脑袋 自言自语 静心失态脸上 露出一丝怜悯 可怜人啊 然而 不管对方怎么想 李火旺迅速恢复了回来 他虽然面带疲惫 可是眼神却重新坚定 我就是李火旺 我是穿越过来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一想疯子 我是穿越者 绝对的 看来 你自己想通了 是信我说的 还是不信啊 静心失态 还是不聊 你的儿子了 长话短说吧 你直接告诉我 星速到底是什么就行了 李火旺开始企图 抢回话题控制权 一只指甲开裂的胖手指 颤颤巍巍的指向了 李火旺的胸口 星速就是你 也包括你心中的迷惘 你心中的业障 你身上的因果 闻着你身后背的 那几样东西的味道 你也杀过不少人了吧 那你也不算门外人了 应该也知晓一些 修炼无形之术的事情 任何门派 除了外在物件外 最主要的 就是自己的心境 星速上的迷惘 还有别的业障 都比寻常人纯粹的多 稳定的多 有些门派稳固自己的心境 需要星速上身上的迷惘 哪怕不需要 把星速卖给那些需要的人 能大捞上一笔 心境 情感 李火旺马上想到 那红色竹简需要的 强烈痛苦的要求 还有那些正德四和尚 无论是面对畜生 还是血肉怪物 以及同性之间苟且之势的痴迷 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有章可循的 李火旺第一次 对这个世界的 其他超凡能力 有了初步的认识 有些人抓你是为了别的东西 但是最多的人抓你 还是为了你身上的迷惘 因为只有星速的心中 才会时时刻刻 会有迷惘存在 这点寻常人根本做不到 通过这话 李火旺才明白过来 人类的情感 在这个世界 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而是可以影响到现实的东西 甚至人类的情感 还可以拿来当货币 我心中的迷惘情感 居然还可以帮助他人修炼 可我现在一点都不迷茫 我现在非常肯定 那边都是幻觉 这里才是现实 哪怕我再次陷入幻觉 我也绝对不会把那边 当成现实了 李火旺斩钉截铁地说道 静心看着李火旺 脸上露出一丝淡然的笑容 真的吗 那好吧 你认为是就是吧 老尼姑 我懒得跟你争 你回吧 回 听到对方下了逐客令了 李火旺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主要事情还没办呢 自己这次过来 可不是为了单单了解心诉的 可是为了解决掉他的 要先活着之后 才能考虑自己会不会疯的事情 如果身体都被单阳子给占了 那也不用考虑之后的事情了 啊 原来你不是 向我问心诉的解决办法的 那你刚刚闲聊什么 不会直接问正事啊 静心失态的脸上哒喇了下来 显得有些不高兴 李火旺赔罪过后 开始仔仔细细地 把事情的经过 跟静心说了一遍 成仙了 这年头 居然真有人成仙了 静心喃喃自语地说完 又从自己的尼姑帽子下面 拿出两个牛角模样的圣挂 开始自言自语地占补起来 看了半天过后 他又继续用那没有眼球的两颗黑洞 继续端向着李火旺的面孔 就在李火旺感觉到 被对方盯着 浑身不自在的时候 静心失态忽然开口了 成仙那天 你没把你师父吃了吧 嗯 李火旺被问到账二和尚 摸不到头脑 我怎么可能吃掉他 我要是有办法解决单阳子 当初犯得着 跟他一起同归于尽吗 嗯 静心也没有反驳什么 而是安静点了点头 随着他右手一弹 李火旺瞬间感觉到 自己浑身油腻无比 十分难受 并且还感觉到 自己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动 别擦 忍着 就这样维持了两炷香的功夫 静心开口了 我有法子解决掉你师父 可是法器功德损耗巨大 所以我为何要帮你呢 李火旺心中一愣 马上反应过来 这是要好处了 不过这种明明白白的提条件 他反而觉得 对方比正德四方 仗那套普度众生的说辞更可信 迅速把天书跟装羊兽的葫芦 还有那红色竹简摆在了地上 只要是能解决掉单羊子 这些东西任凭挑选 李火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后 却没成想遭到了静心的极度嫌弃 这都什么破烂 拿远点 尤其是那大千路 有多远拿多远 免得污了我们安慈安的地简 他看起来十分排斥那红色竹简 李火旺第一次知道了 这竹简的名字 说完这些话后 他那张老脸上 居然流露出极度贪婪的神情 我在你身上 闻到金子的味道 听到这话 李火旺马上心领神会 没问题 我稍后就把那些金子 供给安慈安的菩萨 一度精深 一说到钱 静心的嘴脸仿佛变了一个人 完全没有之前的和蔼 反而显得非常的斤斤计较 对了 还有银子 我还闻到银子的味道 那些我也要 除了这些身外之物 我还需要你去帮我找样东西 第85章下山 拿东西 听到静心师太说这话 李火旺瞬间想了很多 看到李火旺 显得有些凝重 静心开口解释道 别以为我这是借题发挥 想要解决掉你师父 那东西是关键 没有那东西 任凭谁来了 也分不开你师父 他跟你黏得太近了 太近太近了 我现在都能从你身上 闻到他的味道 这话让李火旺的心情 更加沉重了一些 他想了想再次开口说道 静心师太 这应该是最后的条件了吧 看到对方点头示意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行 一言为定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不怕对方提条件 就怕对方言而无信 只要提条件 那还在交易范围之内 至少从目前看来 临死前的理智并没有说谎 安慈安里的尼姑 确实称得上 某种意义上的好人 在这古怪的世界 想找这样的人 已经不好找了 而且现在他也没得选了 再去找别的办法 恐怕单养子就先到了 一对眼睛 一种非常奇特邪碎的眼睛 以横华山向东两百里地 有片林子 你去那把邪碎拿回来 静心把最后的条件 说了出来 邪碎 哪种邪碎 他有什么能力 李火望想知道 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他叫腊月十八 那东西怪得很 每年腊月十八都会变 不但样子会变 神通也会变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变成啥样了 你就记得 他是红色的 如何取下他那对招子 你自己去想法子吧 你身上都带了大千路了 还怕解决不了他 再者说了 你那成仙的师父 还会让你死了不成 腊月十八 这也是个名字 李火望面带难色 就这 他到那里 完全睁眼抓下 他可不想 单养子再出手了 他要是再出手 天知道自己的身体 到底属于谁 可否请安内的师父们帮忙 其他事情好商量 他们懒了 懒得很 有能耐你去劝他们挪窝 不过 你现在也没钱 顾他们下山了吧 呵呵呵 静心师太轻声 调侃着自己的晚辈们 既然目标已经确定 李火望也不再磨叽 再次跟静心 确认了腊月十八的方位后 李火望对着他拱了拱手 转身就准备离开了 不饶凡事太用善了 我这就下去 让人把金子送上来 唉 对了 我在你身上 闻到了饰饼味 我最喜欢吃饰饼了 那饰饼也记得送给我呀 在下晓得 金子都全焦了 也不差这点吃食了 随着李火望转身离开 屋内重新陷入黑暗 不过本来就盲眼的静心 并没有什么影响 他伸出那指缝内 黑乎乎的右手 伸进自己的油腻的肥肉肘 皱中掏着 捞了半天 拨的一声 混杂着腐叶 一个四肢萎缩 脑袋秃顶的销售老人 被掏了出来 这位航木僵窟的老人 口外掩斜 嘴里还时不时的嘟囔什么 静心轻轻的 把他搂在自己那 农业横流的怀中 嘴对嘴的 把盆里的吃食堵了过去 儿啊 你听到了吗 过些十日 你就有饰饼吃了 高兴吧 我还记得你 穿开当裤那会 最喜欢吃饰饼了 老年人对静心的声音 没有任何反应 无意识的 把嘴里的东西干呕出去 静心仿佛没有注意到般 继续重复着刚刚的动作 你瞧见没有 这小子跟你一样 也是心素呢 不过 他将来可比你惨多了 你有为娘呢 他可没娘啊 也不知道 他未来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唉 这小子 也是可怜人啊 蓬莱克站内 浑身赤裸的白领秒 双手枕在木桶边 轻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李师兄怎么样了 要是之前能跟着一起上去就好了 我究竟要不要告诉他呢 我如果告诉他了 那他岂不是会为我担心 可他现在担心的事情 已经够多了 思索了半天 一直想到 桶里的水有点凉 白领秒这才从桶内 那带着花瓣的水中的站了出来 穿好衣服 向着卧房走去 不管了 反正等三天后 他要是不下来 我肯定上去找他 谁说我是雷坠 嘎吱声响起 白领秒把门重新关上 当门关上后 门后面的一位 头戴着红盖头 身穿彩色条带裙 脚穿着红色绣花鞋的诡异女人 就这么暴露了出来 来到屋内的白领秒 掀开被子 脸上戴着一丝俏皮钻了进去 双手牢牢搂着被子里面的人 我最喜欢小满姐了 毛糊糊的 抱起来真舒服 小满转过身来 跟着白发少女面对面 对方的轻微呼吸声 都可以感觉得到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 就是有这些黑毛 别人才把我当成怪物 就连六十多岁的老光棍 都不敢娶我 放心吧 小满姐 你肯定能找到 你的如意郎君的 白领秒伸手在 对方的黑色毛发上 轻轻地揉了揉 用不着了 我讨厌男人 我要当自书女 小满这话说的斩钉截铁 我不靠男人 我一样能活 为何要这样 小满姐 白领秒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她本想开口询问 是否是她父亲的原因 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 看着小满转过身去 重新把背对着自己 白领秒双手搂过去 轻轻地抱着 小满姐 你将来要是没地方去 那来我家吧 将来你给我孩子 当干妈怎么样 小满并没有回答什么 只是眼中带着犹豫地 看向眼前的墙壁 你当真打算嫁给李师兄 白领秒没有回答 只是娇羞在他身上 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 要不再考虑考虑 我这是为了你好 李师兄虽然对我们有恩 可未必要这样答谢 毕竟他 他是那样的人 第86章出发 他哪样的人啊 李师兄不是蛮好的吗 仿佛感觉到 自己的东西被诋毁 白领秒显得有些不高兴 外子头 为何要抓他当药仪 房间内安静下来 其实相处了这么久 大伙都知根知底 相比其他人的外观问题 李火旺的脑子问题 棘手得多 只是大家都刻意地 避开这个话题罢了 白领秒神情有些暗淡 那又如何 他那样 我就好的 到哪去吗 我在家 别人都叫我白毛煞 其他人见到都怕 可李师兄从来都不对我另眼相看 而且还救了我好几次呢 我这样人 还能找到李师兄 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他不嫌弃我 我已经很欢喜了 见状 小满也不再劝说什么 只是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闭上了眼睛 睡吧 卧室内逐渐安静下来 只留下两人的轻微呼吸声 当听到身后的呼吸声 逐渐变浅厚 小满转过身来 看向眼前的精致少女 看着那长长的睫毛 小满伸手轻轻地 抚过对方的脸颊 那犹如刚包了壳的 煮鸡蛋的触感 让他感觉到十分的痴迷 我 知道 别催 白领秒迷迷糊糊地 轻微地讲着梦话 小满那隐藏在 浓密毛发下的眉头 微微一皱 脸颊就悄悄地靠了过去 碰 门被猛地踹开的声音 让小满瞬间坐了起来 从枕头下面 拔出一把匕首来 挡在了白领秒的身前 李师兄 你从山上下来了 他惊讶说到 看着眼前的青年 推开门的 就是刚从横华山上下来的 李火旺 金子呢 李火旺眼瞼一盖 都在傻膏之间呢 被他守着呢 李火旺看了一眼 睡眼朦胧的白领秒 转身向着其他客房走去 怎么了 谁来了 白领秒模模糊糊地坐了起来 小满轻搂着他 重新躺下 柔声说道 没事 睡吧 其他事情明天再说 等到了第二天 小满拉着白领秒的手 在另外一间客房内 看到李火旺 他敏锐地注意到 他脚边的黄泥 看起来昨天晚上 自己这位李师兄 一晚上在外面跑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来了 坐吧 我跟你们说后面的行程 小满看到李火旺 把一张绘图展开了 这地方是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我要先去那拿样东西 等拿完这东西 我再送你们归家 说完 李火旺却不等其他人发表意见 把地图一收 转身向着门外走去 都收拾好东西 我们今天早午就出发 李师兄 山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去那的地方危险吗 见白领秒迅速地跟了过去 小满向着其他人问道 到底怎么样了 李师兄 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又往回跑了 我哪知道啊 李师兄历来也不跟我们商量的 今天破天荒地提前提醒咱们 已经相当难得了 苦着脸的狗娃 声音苦闷地说道 走就走呗 你这么这副表情 不说还好 一说这话 狗娃眼泪哗哗 往下流 李师兄把金子全送人了 什么都没剩下 早知道这样 我之前就不应该去逛妓院 我就应该先买个媳妇再说 什么 全送人了 这种事情 你们难道不拦一下的吗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李师兄脑子有问题 小满焦急地喊道 我拦了呀 昨天送金子的时候 我拦了一路了 可是我也得拦得住啊 小满转身急匆匆地向着外面赶去 可是他注定是徒劳的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金子已经送到了安慈安去了 放心 路上的盘缠 我还是留了一些的 带着沉重的心情 小满等人再次踏上了行程 在这件事情上 说起来没有什么决定权 水匪是离火忘杀的 金子也是他抢的 他要送人 谁也没资格拦 只是从极度有钱 忽然跌落到没钱 内心落差 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示意 小满睁开了眼睛 他看了一眼 如同雕塑般 坐在篝火堆旁 看着红色竹简的离火忘 轻轻从被子里钻出来 向着带有尘物的林子走去 来到一片幽静的草地 小满掏出一本书 掏出腰间长刀 摆出架势 就开始跟书上学 刀锋在空中挥舞 虽然看起来生疏 可是眼睛坚定的 小满学得格外认真 呼 刀锋一停 他看着被刀尖指着的离火忘 吓了一跳 离火忘 还是那个离火忘 满是疤痕的脖子上方的脸 写满了疲惫 这书哪来的 离火忘走过去 从地上把那书捡起来翻了翻 发现上面只有一些举荐的小人 并没有任何文字 看起来像剑谱 你之前不是说 让我们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我去找标行的标诗 所以我拿金子 跟他换了这本 小满回答道 这年月 能当标诗的手里 都有功夫的 我花了大价钱换的 是真的 紧接着 小满轻声地笑了笑 杀我爹之后 我就在想 能护住自己 也能护住其他人 听到小满的话 离火忘默默地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篝火旁走去 小满看着那背影 心中有些犹豫 最终一咬牙喊道 李师兄 白师妹对你是真心的 还请您别辜负他 离火忘脚下没停 大步向着林子外走去 把这书也给其他人看看 兴许他们能学到点什么 一路上走走停停 虽然有马车了 可两百里路 也走了好些天 当快要到地方的时候 离火忘带着其他人 在距离那位置 打叶子牌 狗娃百无聊赖地 打了一个哈欠 对着对面的孙宝露询问 李师兄这是去哪了 怎么今天一整天都没见人影 这眼看就要到了 怎么还在这里待着 这可不像他的做派 第87张林子 听到狗娃的话 孙宝露从自己手中 承扇的长条叶子牌中 拿出一张来打了出去 我看到李师兄 去找村里的铁匠了 好像是说 打什么东西 对了 狗娃 李师兄 不是让你去打听消息吗 你还在这打叶子牌 不怕他回来骂你啊 狗娃什么狗娃 叫我曹操 狗娃表情十分不悦地 甩出一张牌来 这小村子就这么大 哪里需要费什么功夫 更何况 我带着那两个小屁孩 一起打听的 一会儿就打听完了 听那村里的老人都说 那西边的林子 有长虫吃人 让我们千万别过去 你们要去那呀 去不得 真去不得 我娘十年前 看到有会飞的长虫 在天上盘着呢 一旁关牌的主家插嘴说道 嗨 没事 反正李师兄厉害得很 刚刚谁打的 我赢了 哈哈 说好的 你们面里的蛋都归我了 快看 李师兄回来了 不知道是谁说了这句话 其他人纷纷转头 就看到李火旺手中 拿着一大包牛皮带 向着院子里走来 在一众人的包围下 李火旺把手中的牛皮包 放在桌子上打开 牛皮包的内侧 做起来一拍拍扣子 刚好可以把里面的东西 整齐地挂起来 他开始一一清点 里面挂着的东西 那是一片抹了青油的崭新利器 这都是他专门定制的 大黑铁钳子 锋利的锥子 跟指甲盖大小的小铲子 带着道次的长针 这些怪模怪样的东西 光看着都渗人得很 狗娃右手拿起一根边缘 非常锋利的勺子 把玩了一会后 李师兄 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感觉不像兵器 倒像是刑具啊 就说这个吧 杀人不行 可是扣眼睛却方 狗娃的话戛然而止 他被自己的 刚刚说的话吓到了 他马上想起了 之前在芦苇岛发生的事情 那个用钳子 夹下自己牙齿 夹暴自己眼睛的人 李火旺伸手 把他手里的东西抢了回来 让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 打 打听好了 那林子里 有长虫在吃人 周遭的人都不会去呢 而且 那长虫也安分得很 从来不出来 狗娃看着桌子上的那些东西 眼中露出深深的恐惧 李火旺拿出小铲子 对着自己的指甲盖 比划了几下后 把这些东西 向身后一杯 走 出发 这都晌午了 等走到天都黑了 要不咱们住一晚再去 孙宝露的提议 只得到了李火旺冷冷的一瞪眼 我说了走 马车的咕噜 开始转动起来 向着那吃人的林子 缓缓滚去 当月亮高高挂起时 赶路的李火旺等人 也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只见一片极度茂密的竹林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点点萤火虫 在里面时影时现 而一条林间小路 如同一条长蛇般 弯弯曲曲地 向着竹林中钻去 看那地上的杂草 这条路 应该很长时间没人走了 李火旺并没有莽撞地闯进去 根据静心失态的说法 那月十八 是一种非常多变的邪碎 谁也不知道 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自己 又有什么样的威胁 他站在这林子的边界外围 安静地向着里面观察起来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里面却一切正常 各种应该存在的活物 都没有任何变化 李火旺甚至能看到 有些竹鼠抱着竹子在看 一直到了天蒙蒙亮 李火旺这才停止了观察 吃着挂面 李火旺对着其他人说道 看起来 外围没什么异常 等吃完这顿 我们就进去 进去之后 我不要你们做别的 你们需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样 假如 我是说 假如 说到这 表情凝重的李火旺顿了一下 假如我行为举止出现了异常 你们守着我 别让我乱跑 是的 李火旺这次 让他们一同进去 就是为了这一点 随着黑太岁的效应消失 李火旺感觉到四周的空间 开始变得不真实起来 那些幻觉 随时有可能吞噬自己 为了以防万一 这些人跟着自己进去 是必须的 点了点头 那段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等我回来就好 李火旺说完 喝了一口汤 这时 一只白皙的纤细小手伸过来 在李火旺的头上 轻轻一揪 他顿时头皮感到一疼 干什么 李火旺不悦地 看向手的主人白领秒 有白头发要揪掉的 我娘说了 要是留着 脑袋上的白头发 会越来越多的 李火旺开始加快速度 埋头用筷子捞面 白领秒双腿并拢 坐在李火旺的身边 他手指就向着 李火旺身后的红色 竹简摸去 李师兄 你一直带着这东西 还没等他摸到 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 端着碗 把里面的汤 全部倒进肚子后 把碗扔进空铁锅里 走 进林子 吃饱喝足的所有人 跟着李火旺 向着那条小路走去 明明还是清晨 可以走进林子 四周顿时便按了下来 茂密的竹林 如同屏障 把空中的阳光 遮得严严实实 蓝绿色的荧光石 被重新拿出 四周明亮了一些 然而当这种颜色 照亮了四周的竹林 却让本身翠绿的竹子 如同染上疾病般 变得一种十分病态的颜色 看上去让人浑身不自在 荧光摇晃之间 仿佛有什么东西 躲藏那茂密的竹林的深处 注视着外面 李火旺努力地想要看清 但是却什么都看不见 可当他刚要转身时 那种如同麦芒刺悲的感觉 再次地出现了 这是蜡月十八 他在林子里看着我 他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 不止李火旺 其他人也感觉到了 四周只剩下鞋子 踩弯杂草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再说话 很快 四周的气氛开始凝重起来 李师兄 有没有感觉 咱们头顶的竹子 离我们的脑袋越来越近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缓缓抬起头来 只见四周的竹子 已经完全弯曲 密密麻麻的病态颜色的竹间 就这么弯曲的从上方 直直地垂直着他们 第八十八章规矩 别动都别动 当李火旺的声音 在幽暗的竹林中响起 所有人瞬间将住原地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仰头看着头顶的那一排排竹间 生怕这些东西 会就这么直直地插下来 都别动啊 李火旺说着 自己抬起右脚 向着前方走了一步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可当他们看到头顶的竹子 没有任何变化后 又纷纷松了一大口气 李火旺抬脚向前走了几步 并且围绕四周转了一圈后 竹子还是那竹子 没什么变化 是不是 是不是这破地方的竹子 就长怪模样 狗娃迟疑地说道 不管是不是 李火旺都不敢猜 单手开始摇起铃来 由线条形成的有老爷 迅速围绕着竹林巡查起来 过了一会 当有老爷来到李火旺面前 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后 李火旺的心 这才稍稍放下 他放心的 不是有老爷说了什么 而是那种奇怪的凝视 感觉消失了 李火旺并没有立即 把有老爷收起来 而是带着他一同前进 虽然铃声让人头晕目眩的 可总比被那所谓的 蜡月十八偷袭墙 都跟进点 我们快点 穿过这林子 李火旺说着 一边摇着铃 一边向竹林里走去 他用手指 一拨牛皮包卡扣打开 里面那些刑具 迅速在他下摆处铺开 这些东西 在荧光石的照耀下 散发着微微寒光 此刻 每个人都握住武器 屏住呼吸 一个挨着一个 紧紧跟随 生怕掉队 就再也跟不上了 随着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头顶的竹间 也越来越低 低的都跟马车顶棚 接触了 竹间在马车顶棚 哗啦的声音 刺耳又尖锐 这让所有人都倍感压抑 可有老爷依然显示 没有任何敌人 在这古怪的竹林中穿行 所有人都有种 在某些东西的嘴巴里钻的感觉 而那些竹间 就是那东西的尖牙 在这种环境中 李火旺也不知道 自己走了多久 头晕让他有些 丢失了时间的感知 忽然 他感觉到远处有光 出口 兴奋地举着削铁 如泥的长剑 用力一挥 一大片竹子被砍倒 耀眼的阳光 就这么照了进来 空中的太阳 让所有人 下意识地眯上了眼睛 实在太刺眼了 看那日头的位置 现在应该已经是下午了 等缓过来的所有人 向前方看去时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他们居然在这 古怪林子的后面 看到了一座村子 远处的青瓦屋子 参差不齐地零散排列着 跟李火旺这些路上 看到所有村子 没什么区别 而在村头的一个 清澈见底的池塘边上 一些大姑娘 小媳妇 正在一边捶打着衣服 一边有说有笑 聊着琐事 李师兄 你确实是这里吗 我们会不会走错位置了 眉头轻皱的 小满的疑惑地问道 迅速在脑海中 过滤了一遍 静心失态给出的位置 李火旺把手指里的道铃 收了起来 向着远处的村子 迈出了步伐 都跟牢 别放松警惕 也许这只是 腊月十八的假象 腊月十八 会是个村子吗 白铃鸟 喃喃自语 他说的话 同样也是李火旺脑海中的想法 他能从师太那里 得到关于 腊月十八的唯一的信息就是 这鞋碎 它是红色的 随着李火旺等人的靠近 最先发现 他们的自然是那些 将洗衣上的女人们 他们拿起衣服 窃窃私语 向着村子里走去 这么一大群 头戴黑纱斗笠的人靠近 明显引起了村子里人的注意 三五成群的青壮年 拿着一些农具 向着村头围了上来 眼神很是戒备 外乡客 你们来我们吴家村干什么啊 是路过还是探亲啊 一位留着山羊湖的老者 隔着老远 对着李火旺喊话 李火旺的目光 在所有村民的脸上扫过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单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真的 就跟一个正常的村子一样 腊月十八会在这里吗 李火旺心中暗暴 等看到村长 喊出第二句的时候 李火旺带人了过去 拱了拱手 把那地图对着他们打开 老赵 劳烦一下 这图上的位置 是你们这个村子吗 啥 问路啊 老人把那地图接了过去 跟一旁的人 相互低声交谈起来 李火旺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们的脸 观察着他们的任何表情 商量了好一会后 村长把图又双手递了回来 外乡客啊 你找错地方了 这图上的位子 离这里有二三十里地呢 找错了 还没到 李火旺心中迅速盘算起 安慈安到这里的距离 静心师太说 有两百里 自己又不是机器 有点误差 看起来似乎也正常 那在下莽撞了 居然找错位置了 李火旺大方的双手 再次对着眼前的这些人拱了拱 不过老赵 这太阳快要下山了 可否让我等流速一晚 这赶了半个月的路了 我们实在有些乏了 这村长看着李火旺等人眼中 明显带着警惕 老赵 还请行个方便啊 微笑的李火旺靠了过去 那长长的袖袍 就搭住了对方的一只手 感觉到掌心微微一沉 我给你们住吧 记住啊 就一晚啊 就在两辆马车 踏着长满青开的石板 向着村子里面走的时候 狗娃靠了过来 低声问道 李师兄 不是没找对地方吗 李火旺微微侧身瞥了一眼 躲在门口向外偷看的那些村民们 也许我们没走错呢 也许我们要找的 就是这里呢 他出来这么久 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别人说的任何人事情 最多只能信三分 既然那月十八 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那么一个复杂的村子 无疑是非常方便躲藏的 也不知道 他吃不吃人 如果吃人的话 那么这村子 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取食点 他的视线开始寻找着 寻找整个村子的所有红色 可一直到了村子家中 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红色 来到了门口牌坊下面 村长双手拢着 看着眼前的这些外人 那个我先说下 吴家村的规矩多 这是从上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不能改 你们想在这住呢 行 可一定要守规矩 要是做不到 现在趁早走 规矩 第89章吴家 心中暗自思索了一通后 李火旺点了点头 老丈你说吧 都是些什么规矩 那个第一个 在我们吴家村 不准跟年纪大的人顶嘴 特别是跟我 山羊湖村长 把食指举了起来 就这规矩 不但李火旺感觉到错愕 连其他人都感觉到错愕无比 他们本以为会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规矩呢 结果居然这么普通 这不是家规吗 真要拿自家家规 来约束外人了 李火旺用手敲了一下旁边的狗娃 对着村长说道 您继续说吧 我们听着呢 那个第二个啊 你们不能打呀 也不能踩着呀 要是在路上遇到 你们还得先让着 过去 他们对我们吴家有恩 这个第三啊 你们是外客人 凡是男的 不准跟我们村子的女人说话 这规矩 往年没有的 可前几年 有挑货狼 从我们这拐了两个媳妇走 哎呦 一提到那挑货狼 我就来气 在村长的喋喋不休的念叨下 李火旺等人 逐渐了解吴家村子的各种规矩 就连不能随地排进这种琐事都要提 谁浅王八多 这破寨子 这时村长的规矩也接近了尾声 这个第十一条呢 就是晚上别点灯 晚上也别出门 还有最后一条啊 那就是别管什么时候 要等别人转过身再说话 千万别背对着别人说话 听到这话 李火旺眉头微微一皱 这最后的两项 让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那如果我坏了这些规矩呢 会如何 坏了规矩 村长顿时两眼瞪到最大 底气十足地说道 罚钱 坏了一次罚一两 再坏就再罚 罚到不敢为止 别说我们欺负 你们外乡人 本族人也一样 李火旺忽然有种错觉 是不是自己想错了 感觉到有人拉自己的下摆了 李火旺对着眼前的山羊老人点了点头 放心吧 老赵 我们都是懂事理的人 嗯 那就好 要不然 看到你们还带着两个孩子 我才不费这口舌呢 年纪大了 看不得娃娃吃苦 说着 他转身向着大院内走去 两辆马车在院子内停了下来 李火旺等人 把被子抱进了有些美味的西厢房 等打扫完 整理完 日头已经开始偏息了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后 那村长再次走了进来 面带笑容地说道 那个 后生仔 晚饭要在这吃吗 要的话 我让娃他娘多做点 吃饭 李火旺心中一紧 别人的饭 可不是那么随便好吃的 李火旺想了一想后 点头说道 那劳烦劳账了 看到老人背着手离开 李火旺对着小满使了一个眼色 你去厨房帮帮主家的忙 嗯 小满点了点头 走了出去 村长家里人也多 有六个儿子 两个女儿 再加上孙辈 吃饭的时候 几十号人十分热闹 这也是他敢收留李火旺等人的原因 在村子里 只要是儿子多 谁都不敢惹 别看住的是三进门的宅子 可无家吃的饭是 不顶饿的双蒸饭 菜也都是自家田里种的青菜 显得十分的扣馊 而且 等李火旺出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吃了 一点都没有主人等客人的意思 不少的盘子都见底了 饭在那 自己盛啊 乡下人吃饭 没那么多规矩 李火旺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不碍事不碍事 他带人向着墙角的蒸笼就走了过去 心中却开始默念起来数来 恰好在他心中 刚刚数到十的时候 身后碗碎声 稀里哗啦地响起 当他转过身来时 就看到包括村长在内的几十号人 全部都趴在了地上 昏睡了过去 那卖货郎的蒙汉药 还真不错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不管这些人 是不是被那叫腊月十八的邪碎控制 打算给自己下套 李火旺压根就不打算分辨 反正先下手为强 怎么都错不了 随着李火旺一一挥手 其他人迅速向着主家住的东乡房冲去 开始翻找起线索来 先找字 然后再找别的不寻常的东西 越古怪的越要注意 比如佛牌神位之类的 我倒要看看他们 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李火旺对着其他人说道 东找找西翻翻 整个三进门的院子 被李火旺等人 翻了一个底朝天 可是依然一无所获 并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会没有呢 李火旺站在大堂内 眉头紧锁着 想着这些问题 忙活了一天 除了村长外面的林子 有点异常外 什么都没有发现 难道腊月十八 在刚刚的林子里 不对 我刚刚看过了 这个村长 是被竹林所包围的 如果腊月十八躲在哪 那肯定是在这里 翻到了他们家的银子 算吗 这时 狗啊用手捧着一些碎银子说道 看着李火旺他射过来的眼神 狗啊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垂头丧气地捧着银子 走了回去 看了看外面的昏暗的天色 李火旺再次开口吩咐道 去把火连拿来 把火点起来 李师兄 不是不让点火吗 白领秒疑惑地问道 听到这话 李火旺双眼微眯 右手在腰间那一排行具上摸了摸 我就是想看看 就是点了之后 又能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村子 还有别的一点的话 那就是这山羊胡子口中的规矩了 呼 之前被翻找出来的蜡烛灯笼 被迅速点燃了 整个无家大院 被照得灯火通明 李火旺坐着躺满人的大厅内 安静地等待着 天色也越来越黑 今天没有月亮 天黑的 像被块大黑布罩住一样 然而也就这样了 天黑归天黑 可是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哈狗娃打了一哈欠 背靠着柱子 就开始打盹 其他人也仿佛被他传染一般 纷纷打着哈欠 看着地上被迷晕的无家人 李火旺心中泛起一丝疑惑 我难道真的走错地方了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一丝俏皮的嬉笑声 从院子墙头处响了起来 嘻嘻 你坏了规矩了 第九十章丫头 嘻嘻 你坏了规矩了 那声音很细 有点像女人的声音 但又不完全像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李火旺没有来的想起 当初喊出喜神的小脚女人 她也是这种声音 当李火旺带着其他人 满脸戒备 从屋内走到院子的时候 就看到在房子的左侧墙壁上 支着一个小脑袋 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黄毛小丫头 此刻挂在高高的墙头上 嬉嬉地看着里面 她头上的用红绳扎起来的羊脚辫 又翘又高 红色 当李火旺看到她头上红绳的时候 心顿时猛地跳了一下 这孩子 难道就是腊月十八 看着那丫头 还在那呵呵地笑着 李火旺思索片刻了一会后 缓缓开口问道 我坏了规矩 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去 晚上不是不准出门吗 你为何还在外面 我是小孩啊 你们大人不能出来 我们小孩当然可以出来耍了 面对李火旺等人 那小孩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 他把脑袋向着旁边挪了挪 接着笑嘻嘻地继续说道 你要是能给我糖吃 那我就不告诉别人 而看到这小孩的脑袋挪位置 其他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吴家大院的墙高得很 最起码有两丈 而这女娃居然如此轻松地在墙头一动 也就是说 她并不是踩着梯子 而是 就这么站在那里的 李火旺看着那小小的脑袋 还有那脑袋下面 灰扑扑的一堵高墙 她怎么都无法想象出 一个有着寻常小脑袋的孩子 身高六米 是个怎么样的身体构造 竹节虫 嘻嘻 你到底是给不给我糖啊 你要是不给 我可喊人了 墙烟上的小女孩还在说着 姐 当然给 别急啊 糖我现在没拿 总要先去拿不审 李火旺顺着她的话往下说后 紧接着侧着身子 对着身旁的狗娃 低声嘱咐着什么 听到李火旺的话 狗娃脸上顿时露出深深的恐惧 可是当李火旺 把稻铃塞进她怀里后 狗娃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屋内走去 好了 她去拿糖去了 先先等会儿吧 闲得无聊 咱们聊会天吧 好啊 好啊 我喜欢聊天 那女娃显得非常的天真 面对这个敌我不明的东西 李火旺语气非常的缓和 你是哪家的孩子啊 怎么之前在村头没见你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谁家的娃 他们都说 我是造爷的孩子 可我明明跟那 贴在墙上的造爷 像一点都不像 女娃回答着 哦 你跟造爷不像吗 我看你不是蛮像造爷的 都这么爱吃糖 我还记得 以前计造神的时候 我爷爷都要往他画像的嘴上抹糕点 李火旺说话间 右手悄无声息的 搭身后的红色竹箭上面 那女娃头顶的仰角便 随着她的摇头 不断地来回摆动 你这人静瞎说 造爷明明长了四对眼睛 有五只手 而且她还没长脚 你看我哪点像她了 听着对方毫无心机地出这些话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后几倍发凉 这可跟他们心中的造爷 完全不是一回事 小丫头 你瞎编的吧 造爷哪能长五只手 而且她没长脚 怎么走路啊 听到李火旺刻意地质疑 那女童顿时急了 我怎么是瞎编的 我亲眼看见的 再说了 谁说没有腿 就不能走路 造爷她 明明可以让自己的红肠子 从肚脐眼钻出来当脚啊 她话音刚落 墙的另外一边 传来狗娃 吓得几乎快要哭起来的声音 李师兄 这死丫头根本没身子 她就剩一个脑袋 搜一下 那女娃脑袋瞬间缩到墙下去了 紧接着传来了 狗娃那凄惨到极致的惨叫声 你摇铃啊 李火旺咬着牙 迅速冲向吴家大院的门口 当他们来到墙的另外一侧时 就看到瑟瑟发抖的狗娃 正在哭嚎着 跪在地上不断磕头 裤子都已经湿透了 李火旺左右 看了看四周黑漆漆的巷子 来到狗娃身边 一把把她揪了起来 夺回了自己的铃铛 别磕 快说 刚刚的脑袋 跑去哪了 看到狗娃颤颤巍巍的手指 向着东面指去 李火旺把她一扔 一手提剑 一手举着灯笼就追了过去 四周的一切 在漆黑的环境下 都仿佛变成了痴人的怪物 在黑暗与灯光之间 张牙舞爪 可一路狂奔了许久 李火旺并没有追上那女娃脑袋 反而来到了一片陌生的环境中 看起来似乎都到村尾了 远处就是竹林 没有任何发现的李火旺 暗暗地骂了一句 转身就向着提着灯笼 赶过来的其他人聚合 不管那丫头是什么 但是基本上可以猜测 他哪怕不是蜡月十八 也跟蜡月十八 有着密切关系的 自己没找错 蜡月十八就在这里 当李火旺走进那些灯笼面前时 顿时愣住了 那些人都是自己的同伴 可是他们都站在原地 提着灯笼 直直地站在原地 齐刷刷地背对着自己 你们在干什么呢 李火旺警惕地后退半步 握紧了手中的盗铃 他这话刚问出 所有人同时转过身来 他们的脸变了 所有人的脸 全部变成了那丫头的脸 这些一模一样的女脸 刺耳的铃声响起的瞬间 那些人影仿佛被光明照到的黑暗版 迅速消失 而刺耳的铃声 在黑暗中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 没过多久 李火旺就看到其他师兄妹 纷纷围了上来 不过这次他们的脸上 没有再换上女娃的脑袋 谨慎地跟他们核对了一番 只有清风官弟子才知道的信息后 李火旺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些人都是真的 李师兄 怎么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 障眼法罢了 李火旺摇了摇头 环视了一圈四周的黑暗 没有任何异常后 带着其他人原路返回 然而就在他们刚离开不久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从黑暗中睁开了 第91章 李火旺 回去的路上 四周安静的吓人 除了脚步声外 就没有别的声音 在这种地方走路 每个人的心都是悬着的 然而没走多久 脚步声忽然停了 李火旺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的黑暗 以及黑暗中的 忽然冒出来的绿油油的眼睛 那不是一双 而是一群 在李火旺等人看来 黑暗中仿佛滋生出一种 浑身长满了眼睛的怪物 操 被对方三番五次地戏耍 烦躁的李火旺 表情争鸣起来 随着他右手向后猛地一扯 那红色的竹颈 在他面前迅速展开 李火旺举起右手食指 把指甲缝卡在锋利的竹颈边缘 下一刻 他手指猛地向前一插 钻心地疼痛传来 那薄薄的竹颈 就这么插入了指甲与肉之间 紧接着 李火旺再一撬 他的指甲盖脱离了主人 带着鲜血旋转着 顿入四周黑暗中去 没过一会 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叫声 黑暗中 那些绿油油的眼睛 开始减少一双 李火旺觉得 这还不够 他再次举起中指 当他撬掉了自己的三个指甲盖后 黑暗中的所有的眼睛 统统消失了 空气中开始弥漫出腥臭的味道 当他们举着灯笼走过去 灯光让里面的血肉模糊的惨状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到这时候 李火旺等人 这反应过来 那些眼睛并不多什么邪碎 而是林子里的动物 蛇蜊 刺猬 狐狸什么都有 只不过 他们现在都死了 尸体支离破碎 没有一句是完整的 李师兄 咱们是不是又坏了规矩了 他们不是说 不让我们惹这些畜生吗 小满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感觉到浑身易冷 然而李火旺却不这么想 他右脚一抬 狠狠地跺了下去 把脚边的一个狐狸脑袋 踩个稀巴烂 画个屁规矩 都是在故弄玄虚 这东西 要是正面逗得过我们 还要费这功夫 在这种事情上 别被别人带着走 回院子 又走了半炷香的功夫 他们重新看到了 吴家大院的光 李火旺 一声仿佛从极远地方 传来的呼喊声 让他们都停了下来 谁 李火旺转过身来 向着黑暗中看去 然而 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就接着糊弄吧 总有一天 你会糊弄不下去的 腊月十八 我告诉你 你这双眼睛 我要定了 撂下这个狠话后 他带着其他人 回到灯火通明的吴家大院 地上趴着的山羊胡子村长 绑在了柱子上 桌子上一碗凉菜汤被端起 对着他的脸 就泼了上去 嗨嗨 等吴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顿时就看到满脸力气的李火旺 他被吓得一哆嗦 原来你们是响马呀 趴当一巴掌甩了过去 吴清的半张脸 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 他顿时被打懵了 说 蜡月十八在哪 你们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们在说啥呀 我可告诉你们 这可是吴家村 全村都姓吴 你们真要动手 可要好好掂量掂量 看到吴清 还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他裂开了嘴 露出那森森白牙 老赵 我这可是先里后兵 蜡月十八关系到我能不能活 要是你还嘴硬护着他 可别怪我出手中了 说着 他举起那被撬掉指甲盖的 还在滴血的右手 在自身下摆展开的刑具上拍了拍 这些东西 可同样是钥匙 能打开所有人心房的钥匙 听到这话 面带担忧的白领鸟 刚上前一步 却被小满一把拉住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们 你们到底要什么啊 啥蜡月十八呀 清明刚果 这离蜡月还远着呢 后生 你就饶了我吧 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了 吴清吓得脸都白了 看到对方还嘴硬 李火旺右手一勾 一把刃身 布满了倒钩的小长锥 出现在他手中 面带残忍笑容的李火旺 握着这可恐的长锥 以急慢的速度 向着吴清的琵琶鼓靠去 吴清明显慌了 他慌张地大喊着 拼命地挣扎着 可就是不说出 任何关于蜡月十八的信息 眼看着那刃口 已经刺破了衣服的时候 一张大手 从身后按在了他的手腕上 行了 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是 怎么知道 这种人明显不对劲 刚一进村 就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他肯定跟蜡月十八有关系 冷静 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这样 只会变得越来越像单样子 听到这话 他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知不觉中 自己确实越来越 不把别人当人看了 就跟那拿人练单的赖子头 一模一样 他迅速把手中的长锥 收了回去 有头说道 多谢提醒 李师兄 要不是你一说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他就看到 眼前身穿着一身 血红色的道袍的李火旺 露出熟悉的浅笑 师兄第一场 说这些客套话做什么 现在该想想 没有别的线索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眉头紧锁的 看着眼前 差点晕过去的老头 暗暗思索着这个问题 虽然说 刚刚出手中 有可能是因为 受到了单样子的影响 可是他同样也知道 这跟时间越来越紧迫 脱不开关系 找不了拉月十八 就解决不了 附在自己身上的单样子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 变得越来越像单样子 自己真的等不得 要不我们等天亮了 去问问其他村民吧 兴许其他人知道呢 狗娃提醒道 行吧 今天晚上 经历了这么多事 大伙都累了 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等天亮了 我去说吧 听到李火旺都这么说了 他便不再说什么了 转身向着西厢房走去 当天亮后 醒来后的他发现 其他师兄弟 已经出卧房了 等他出去后 惊讶地发现 师兄妹 居然跟没事人一样 跟着吴家人一同喝粥 明明自己刚刚那样 对待吴卿 快来吃饭吧 我跟吴村长 讲清了你的苦衷 吴村长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李火旺对着他开口说道 第九十二章 那月十八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半边脸还种着的吴卿 冷哼了一声 端着碗挪了一下凳子 把背对着这位 从西厢房走出来的青年 哼 那倒显得 我小气了 李师兄 你说服他 怕是花了不少银子吧 他说完就静止 走到大堂里来 从碗中拿起一个 米黄色的窝窝头 就啃了起来 唉 你这后生 你是怎么说话的 有娘生没娘养是不是 有了李火旺撑腰的吴卿 明显跟昨天晚上 被绑着的时候 气势就是不一样了 听到这老头 居然还敢诋毁自己的母亲 他心中按耐不住的火 瞬间爆了 呛 的一声 萧铁如泥的长剑 被拔了出来 直指着吴卿那山羊胡子 有种你再说一遍 干什么干什么 吴卿的六个儿子 跟八个孙子 把碗一放后 就撸起袖子 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 草他大爷的 老子怕你们 谁敢上前试试看 老子手里人命几百条 不差在天上一些 有种你们再上前一步 看着眼前这些人 不善的眼神 他本能地感到 极度的烦躁 心跳不由地 加快了速度 给我把剑放下 去门外给我站着 一声呵斥声 打破了这胶着的气氛 看到一旁李火旺 表情都拔了起来 他知道 师兄是真生气了 鄙夷地瞪了四周的 吴家人一眼 收剑转身 向着门口走去 身后李师兄的声音 还不断传入了他的耳朵 老赵 年轻人嘴上都没毛的 都喜欢吹牛放狠话 这种小后生 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 就是黄毛小子一个 老汉我吃的眼 比他吃的饭还多 他听到这话 气愤的就要转身 自己小怎么了 14岁不是男人了 这老头就知道 以老卖老 可当他感觉到 李火旺寒冷的目光 射到自己身上后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跑出了门外 大早上的 村道间泛起一层薄薄的白雾 空气十分的清爽 他双手伸直 用力伸了一个懒腰 紧接着撸起自己身上的 带着补丁的袖口 就蹲在地上看蚂蚁 唉 和尚 你蹲着干嘛 他站了起来 理了理身上黄色僧袍 彬彬有礼的双手 对着面前的白发少女和时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平僧这是在观禅 哼哼 你这和尚 真有意思 跟个小孩似的 看蚂蚁搬家 还愣是说观什么禅 看着少女轻微抖动的白色睫毛 和尚顿时有些失神 仿佛想起来了什么 但是回过神来的他 马上低头 开始念起佛经来 视线再也不敢 跟眼前这位轻易 动摇了自己佛心的少女对视 你好好管你的禅吧 再见了 目送着那少女 进入吴家大院 他发现 院子里还有不少人 都没见过的生面孔 吴村长宅子里来客人了吗 怎么前些日子都没听说过呢 和尚站在原地 看着这些模样奇怪的外乡客 忽然用手一拍脑门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也跟村头的那些长蛇妇一样 打听起别人的家世来了 出家人不练凡事 我还是去念我的经去吧 他看到了地上有一滩粪 还没等他靠近 一个背上背着竹篓子的小孩冲了过来 搬起牛屎 就向着身后竹篓扔去 这是我家牛拉的屎 是我的 他听到顿时急了 什么叫你家的牛拉的屎 我还说是我家的牛拉的呢 不行 这牛屎必须给我 那小孩双手扒在脸上 对着他做了一个鬼脸 羞羞羞你年纪这么大的一个老翁 还跟小孩抢牛屎 他老脸顿时一红 举起拐杖 就要给这个不遵老阿优的小子一个教训 看到对方坐着鬼脸 迅速跑开了 他顿时哑然失笑 自己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跟个小孩子志气 拄着拐 他慢悠悠来到了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院里 在摇椅上缓缓坐了下来 安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树落叶 回忆着自己这平凡的一生 这时 门口传来老邻居的调侃的声音 老骨头啊 你今年可84了 老话说得好 7384啊 阎王不叫自己去啊 你啥时候去啊 嘿 这老东西就知道咒我 看我不骂回来 就在他刚要从摇椅上坐起来的时候 他心中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自己的时候到了 过去常听老人们说 死之前有预兆 没想到还真有 他感觉四周的一切都在越来越小 自己似乎正在往上升 身体轻飘飘 舒服得很 原来 这就是死的感觉啊 可下一刻 四周忽然骤变 开始扭曲起来 就连他那满脸皱纹的脸 也迅速扭曲起来 时而变成十几岁的少年 时而又变成一位 头上点了芥巴的僧人 并且还努力向一个老妇人转变 可迅速变换了几次后 最终他的脸上重新定格 成为了一位少年 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白色墙壁 一时间他愣住了 三个终极问题 在他脑海中冒了出来 我是谁 这是哪 我要干什么 恰好 旁边有两个穿着病服的人 从一旁窗边走过 一边走着 还在一边聊天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神经病 不是精神病 神经病 是指中枢 或者周围神经组织 发生病变而已 神经病 根本是被精神病 带着污名化了 哦 你看看 像小李那样的 才是真精神病 天天胡言乱语跟自残 你就少说两句吧 这小子也是可怜人 年纪轻轻 就摊上着大病 李火旺这小子 难道还会跳起来骂我 嘿 真要那么样到好了 我宁愿挨两句骂 李火旺 在这一刻 李火旺把一切都记起来了 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都在脑中迅速浏览了一遍后 他马上明白过来一切 李火旺脸上的迷茫的 迅速被猙獰取代 他怒吼一声 我根本不是什么和尚 也不是什么老汪 我是李火旺 蜡月十八 偷走了我的名字 第九十三章红色 坐在病床上的李火旺 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怎么也没想到 蜡月十八这东西 比过去他遇见的任何东西 都要古怪 他居然可以 从根本上改变认知 悄无声息地 替换掉一个人的身份 并且还把其他人的各种身份 转移到那人身上 之前自己的身份 变成老翁的时候 估计如果当时自己 真的认为自己死了 恐怕就真的死了吧 在那种情况下死去 怕是连丹阳子都无法出发 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 李火旺是个神经病 想改变一个疯子的认知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之前一直在刻意躲避的幻觉 如今却成了解除 对方控制的关键 蜡月十八再厉害 也只能修改一种认知 可李火旺作为星宿 却罕见的 有两种不同的认知 看着外面正在晒太阳的病友 李火旺并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开始在心中 默默地盘算起来 我现在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说不定等幻觉退去后 蜡月十八 很可能会再次修改我的认知 我必须通过 在幻觉行动 来影响另外的一边 好在李火旺手中 并不是没有别的牌 经过之前两次事情 他已经明白了 幻觉里发生的 同样也会在现实发生 同样也对蜡月十八 有了一定了解 李火旺把刚刚自己走过的路 牢牢地记在心中 他现在需要回去 回到吴家大院 提醒其他人 那个李火旺是个冒牌货 从头到尾 蜡月十八都市 只敢来阴的 连头都不敢冒一下 那也就是说 他正面对抗的能力 肯定不行 只要他的这些把戏没用 怕是连之前的小脚女人都不如 有老爷都能轻松解决了他们 想好了对策后 李火旺刚准备坐起来 他却发现自己两只手 都被绑在床上 但是这捆不住李火旺 对于这幻觉中的一切 他早已经十分熟悉 李火旺扭头对着床头的麦克风 装作过去的样子喊道 今天是哪位美女姐姐值班啊 麻烦帮我松下榜呗 我尿急啊 过多久 就有个胖护士 激动地冲了进来 给李火旺解榜 我的乖乖 小李你终于清醒了 这次怎么这么长啊 真的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你等会儿啊 我马上去通知杨娜就过来 你的小女朋友 要是知道你恢复了 肯定乐得蹦起来 你是不知道 这段时间 他哭了多少次 护士的话 没有在李火旺的冷静的心中 掀起一丝波澜 不管这里多么的美好 可假的就是假的 静心失态总是说 心素的心中充满了迷惘 但是李火旺却不这么认为 他已经认清了一切 绝对不会把这里虚假的一切 认为现实 趁着护士转身冲出去 要通知医生的功夫 李火旺迅速翻身下床 按照心中的路线 开始逃跑 对于这家医院 李火旺已经非常的熟悉 很快 他来到了医院门口 四肢病用 熟悉的翻了栅栏 面对身后的保安的喊叫声 跟口哨声 他冲耳不闻 埋头就是往马路冲去 幻觉 这些都是幻觉 李火旺现在没时间 理会这些幻觉 白灵鸟他们现在 还在蜡月十八的控制当中呢 随时可能有危险 来到了马路上 李火旺的身上的蓝白条病符 明显引起了其他人注意 不少人甚至举起了手机 唉 这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赤着脚就出来了 不冷吗 你看他衣服上 有医院名字呢 天哪 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要报警吗 真的假的 不会是网红吧 那帮家伙 为了火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假的 都是假的 我已经被你们骗过一次了 绝对不上再被骗第二次了 咬着牙龈出血的李火旺 在心中斩钉截铁地呐喊着 不断在道路上七拐八拐 李火旺来到了记忆中的无家大院 而在这幻觉中 他此刻却站在大马路的正中央 虽然四周汽车不断穿梭 可是李火旺丝毫不待怕的 因为他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幻觉 汽车根本撞不到自己 李火旺对着面前的 穿流不息的汽车 大声喊道 白铃铁铁 快拿起我的铃铛 摇铃 把有老爷摇出来 你们旁边的李火旺 是个假货 让有老爷攻击他 巴巴巴滴滴滴 因为李火旺的功劳马路 不出意外地躲车了 所有汽车此刻都响了 然而李火旺却笑了 很明显 白铃铁铁照做了 这些喇叭声 都是铃声经过 幻觉扭曲之后的结果 这时 一辆红色跑车里面的车主 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来 嚣张地喊道 神经病啊 找死是吧 快滚 当心老子废了你 正在亢奋状态的李火旺 迅速一扭头 直勾勾地盯着 那辆大红色跑车 他感觉到了一道目光 从那跑车上射到了身上 他走了过去 咧开嘴 再次露出那白森森的牙齿 低头对着那红色跑车说道 呵呵 原来你在幻觉中是实体的啊 这不得不说是意外之喜 李火旺继续对着 看不见的师兄妹们大喊着 所有人都看我这来 不管我面前的是什么 赶紧全力攻击他 这东西 就是蜡月十八 而这时 跑车车主也注意到了 李火旺左侧胸口的 安定精神病院的红色字样 他顿时背下了一击灵 再也没有刚刚的嚣张气焰 慌慌张张地钻进车内 迅速关上了窗户 他哆哆嗦嗦 拿起自己的手机 喂 110吗 你们快来啊 大转盘 这有个神经病跑出来了 对 沃尔玛尔边的大转盘 赶紧的 李火旺刚要抬脚 向着红色跑车的引擎盖 踹去的时候 却又忽然停了下来 被所有人注视的他 忽然扭头 向着远处的一辆 红色电瓶车看去 跑车上的视线 已经转移到那上面去了 不好 蜡月十八 看到被发现了 准备逃跑了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所有人赶紧跟上 那东西肯定受伤了 他在变小 李火旺抬脚 就向着那红色电瓶车 追去 第94章 迷惘 走在大马路中央 李火旺咬着牙 奋力向着四周的红色追赶着 在自己的追赶下 他感觉到 远处的蜡月十八 还在不断变换位置 时而变成了别人的红帽子 时而又变成了路边的电牌 但是无论如何变换 李火旺依然死死地在后面咬住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没有这么轻易放弃的 能否拿到蜡月十八的眼睛 可关系到 他先不注视自己 不办不到 任何东西 只要在他视线范围内 都会被他被动地注视 这东西可真怪 在真实那边 他究竟长什么样 奔跑中的李火旺 心中暗倒 在如此的追赶下 李火旺终于有了成果 他距离蜡月十八 也越来越近了 五米 三米 一米 黄奔的李火旺 忽然举起右手 双脚刚一蹬地面 就准备向着那团红色抓去 可眼看着就要抓住的时候 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 拉住了他的手腕 李 李火旺 你是二年四班的李火旺同学吧 李火旺恶狠狠地瞪了过来 发现坏自己好事 是一位秃顶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那人扶了扶自己脸上的方眼镜 看着眼前的少年继续说道 忘记了 我是你班主任啊 你邪呢 李火旺看着那熟悉的面孔 有的失神 下意识地开口了 佟老师 我记得 你妈妈给你办的事 停学理由 是疾病原因吧 怎么样 好点了吗 佟老师和颜悦色地说着 帮助了自己很多的老师 李火旺眼中 流露出一丝挣扎 可是他很快冷静下来 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向着远处的红色拼命追赶 幻觉 这都是幻觉 你们休想骗我 这都是假的 看着那李火旺远去的背影 佟老师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喂 是李火旺的妈妈吗 我是他高二的数学老师啊 哎 对对对 您好您好 我看到您儿子在莲花鹿这边 脚上还没穿鞋呢 绝对没有认错 就是他 我教书这么多年了 我学生绝对不会认错的 嗯 双眼布满血丝的李火旺 手中握着一把捡来的玻璃碎片 在街道上 疯狂地左看右看 寻找着腊月十八的踪影 该死的 去哪了呢 远处的警笛声 没有影响他分喉 因为他知道那都是假的 疯狂寻找下 李火旺忽然在一家幼儿园门口停住了 他看着里面正在排队 坐着早操的孩子 李火旺脸上露出无比甚人的笑容 哈哈 找到你了 围着幼儿园那玩具一样的铁栅栏 根本拦不住李火旺 他三两下就翻了进来 一拳打倒冲过来的幼教老师 李火旺随即向着那些孩子们冲去 一时间尖叫声哭喊声响起 然而李火旺并没有理会其他人 而是如同老鹰抓鸡般 把一位穿着熊猫衣服 看起来只有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给提了起来 紧接着 恶狠狠地盯着他头发上 别着的一对红色樱桃发卡 那小女孩明显被吓坏了 眼角含着泪 怯生生地说道 叔叔 我怕 还在给我装 你骗不了我 李火旺怒吼着 举起了手中的玻璃 就在这时 警笛声迅速靠近 轮胎摩擦地面的刹车声 瞬间响了起来 住手 警察 举起手来 李火旺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就看到两辆警车的前面 几位警察正在蹲着那举着手枪 在对准自己 李火旺看了看手中的蜡月十八 又看了看他们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想拿这套来骗我 假的 都是假的 看到那带血的玻璃 重新举起 李火旺手里的小姑娘 被吓哭了 哭声很大 就在李火旺打算彻底结果了 蜡月十八的时候 一道人影 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钻了出去 双手张开 毅然决然地 挡在那些手枪面前 别开枪 都别开枪 那是我儿子 他他从小就很乖的 他是因为得病 才变成这个样子 让我来跟他说好不好 他听我的话 他肯定会听我的话的 他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李火旺再次的愣住 他看到那泛白的头发 缓缓转过身来 居然是他的母亲孙小晴 然而现在的他 看起来非常的憔悴 比之前老了好几岁 看着那铁栅栏后面的幼儿园内的儿子 孙小晴很想努力挤出一个笑脸来 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滚烫的热泪 在他眼眶滚动了几下后 顺着眼睛流了下来 乖儿子啊 听妈的话 把那小妹妹放下来好吗 我们回家好吧 你想玩多少天游戏都行 表情纠结的李火旺 站在原地无所适从 一会看了看眼前无比真实的母亲 一会又看了看手中的蜡月十八 孙小晴颤抖地缓缓走了过去 而李火旺则下意识地不断地回头 他的表情开始变得十分痛苦 不 不对 这都是假的 这全是假的 都是蜡月十八变出来的 那边的事件才是真的 我不能让幻觉再次控制我 李火旺努力地想要说服自己 然而 他手中的握住的玻璃 却时而握紧 又时而放松 他呼吸越发的急促 瞳孔也时而放大 时而缩小 当孙小晴来到幼儿园的栅栏边 他双手扶着栅栏 最终向着李火旺 缓缓地跪了下来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地继续劝说 儿子 妈跪着求你了好不好 为了你我 已经把咱们房子都卖了 咱们家里真的没钱赔了 这平静的一句话 彻底让李火旺崩溃了 他表情极度扭曲地摟着那小姑娘 双膝跪在了地上 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妈 此刻 满脸青筋抱起的李火旺的嘴巴大张着 无声地干嚎着 口水从嘴角跟着泪水 一起无声地滴落在 印有卡通图案的幼儿园地板上 他看着远处的母亲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 对着自己心中最深处的依靠 把自己内心的一切的挣扎跟迷惘 都彻底呐喊了出来 妈 我分不清 我是真的分不清啊 第95章痛楚 我真的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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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火旺跪在幼儿园的院子里 死死地抱着那小女孩 双眼带着极度迷茫的喃喃自语 这里到底是现实还是幻觉 到底是真还是假 李火旺一时间 有些分辨不出来了 当初静心失态说 任何心中都充满着迷惘时 李火旺曾经反驳过 可是 当他看到孙小晴隔着栅栏 向着自己跪下时 他才明白 静心失态的话中的真正含义 心素就是心素 无论他们选择 乃一边荡成现实 他们始终都被迷惘包裹 这是心素的宿命 谁也逃不掉的 就在这时 一只小手 拽着一张小手帕 从李火旺的怀里伸了上来 轻轻地擦了擦 他脸上的泪水 李火旺颤抖地低头看去 就看到那小女孩可爱的小脸蛋 他此时正在无比专注 给自己擦着眼泪 叔叔 不哭 看着他的那张可爱脸 李火旺一瞬间反应了过去 这小女孩 有可能是活人 一想到 自己刚刚只差那么一点 就要把这么善良的小女孩 下了死手 李火旺心中忽然涌出满满的后怕 万一他是蜡月十八甲般的呢 杀了他 这个念头刚从脑海中冒出来 李火旺顿时对自己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闭嘴 闭嘴 你有没有想过 这孩子有可能是活人 你的命真的比他重要吗 他至少是个正常人 你呢 李火旺 你就是一疯子 没用的疯子 你有什么资格 拿他的命来换 李火旺握着手中玻璃 嘎吱作响 哪怕被那玻璃边缘 已经扎得血肉模糊 都死不松手 他的怒吼声 吓了四周人一大跳 纷纷后退了几步 李火旺此时 他脑中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盘 幻觉 真实折磨的他 内心极度痛苦 这些的一切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李火旺甚至一度想到了死亡 自己只要死了 就再也不受这种折磨了 自己这种疯子 根本没有活着的必要 自己只要死了 对谁都有好处 母亲也没了负担 单养子也不可能 借助自己身体复活 都把枪收起来吧 小伙子 我能跟你聊几句吗 幼儿园外面 想起来了别的声音 说话的人 是个拿着喇叭的 大富翩翩的便衣中年人 李火旺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从那些警察 真的把手枪锤下来后 猜测这人身份不低 就在李火旺的视线挪过去的时候 左手拿着喇叭的他 缓缓地抬起右手 那个啊 小伙子你看啊 俗话说得好 就在他这话说到半截的时候 那中年人高举的右手食指 莫名轻轻一弯 So 一颗高速旋转的狙击子弹 从远处的一扇虚眼的窗户内 射出枪膛 静止向着李火旺的脑干位置 飞了过来 就在这一瞬间 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 笼罩了李火旺全身 他忽然紧绷 下意识的一侧头 碰 的一声 李火旺的身体 猛地颤抖了一下 脑袋重重地扬起后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儿子 孙小琴凄惨的声音 传出去极远 后脑勺狠撞地面 让李火旺的脑袋 整个都开始嗡嗡作响 眼前一片惊心 我要死了吗 我如果已经死了 为什么我还能思考 也就在这瞬间 四周的明亮的一切 都迅速暗淡下来 四周的建筑人群 一切的一切 都变成了昏暗模样怪异的竹子 此刻李火旺感觉到 脸上火辣辣的疼 看起来挂彩了 可是李火旺 已经没时间留意这些了 因为他感觉到 那熟悉的声音 蜡月十八还在 他此刻就在竹林里 注视着自己 他环视了一圈 发现都是竹子 自己被竹子包围了 自己的下半身 被陷入一滩泥泞的 腐烂竹叶中 李火旺 李火旺 竹林内时不时 传来各种人的喊叫声 有灵妙的 有单样子的 甚至有理智的 李火旺一直以为在这边 其他师兄妹们 跟着自己的指令 攻击蜡月十八 然而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一回事 情况恰恰相反 自己不知道 什么原因被落单了 这时林中 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老骨头 俗话说得好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 你今年都八十四了 怎么还不去啊 这种老邻居的声音 不断地在竹林中回荡 并且越来越强 开始逐渐占据 李火旺的脑海 企图把他的认知 再次转变成 那位冰死的老翁 并且 竹林内开始传来 嘻嘻索索的声音 李火旺看到了 那天晚上的小丫头 还看到了他口中的造野 那月十八 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甚至还有帮手 此时的李火旺 还没有从刚刚发生的一切中 恢复过来 他的心 如同钻心般疼痛 可是面对眼前的危机 他脸上却笑了 你知道吗 看起来你已经赢了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该 趁刚才把我杀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的心 真的好痛啊 李火旺表情扭曲地 勾着脖子 单手放在自己的心窝中握紧 咬牙切齿地大声喊了出来 痛得我甚至想死 说完 李火旺一拉身后的红色竹简 当竹简展开的瞬间 李火旺感到 此刻自己心中的极度苦楚活了 并且 这种情感 跟着竹简产生了共鸣 刚刚因为回归 而逐渐减弱的内心痛楚 开始慢慢加强 紧接着 红色的竹简 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他开始生根了 那些根须从下方竹叶中钻去 把一切都染成了血红色 渐渐地 李火旺的情绪逐渐崩溃 他的心中痛楚 已经恢复到了刚刚的顶峰 然而这还不够 生根了就必须发芽 内心的痛楚 已经足够了 现在还剩下心号心号的疼痛 李火旺一边崩溃地豪哭着 双手向着下摆处的刑具摸去 小匕首被他颤抖着举了起来 狠狠地插入自己的腹部 颤抖地向左拉开 血色的肠子暴露在空气中 腊月十八 他们很显然想要阻止 然而 现在却已经晚了 李火旺双手反握住那两根 带着道次的长锥 表情半哭半笑着 狠狠地插入了那自己的腹部 第九十六章 八回再临 痛 心如同刀割般疼痛 腹部的那巨大豁口 更是让李火旺疼得浑身颤抖 然而 无论是内心痛楚 还是血肉痛楚 都几乎快要到达顶峰的李火旺 脸上却在笑 他笑看着那些 从竹林中跑出来的东西 其中一人他认识 那是他自己的模样 只是那边的李火旺 长着一双大大血红色的眼睛 卡卡卡 随着李火旺 李火旺的大小肠 被道刺活生生硬扯了出来 肠子的一头连着李火旺的腹部 一头挂在道刺上 而中间的桥梁 就这么在空中晃动着 冒着热气 几乎被痛楚 逼入癫狂的李火旺 举起手中的 带着自己大肠的肠锥 猛插入面前 那散发着诡异红光的竹简当中 枪枪 邪义的黑色火光四溅 李火旺的五官 开始重新混合在了一起 可是这一次 因为强烈的痛楚 当作牵引 他的感知敏锐了很多 可以感知到更清楚一些 这一次 他再次感觉到了 空中那极高 极深之处的巴灰 看到了他那身体上 传出来的迷人气息 不过 巴灰还是巴灰 还是没有注意自己 可是李火旺却通过献计 自己的双重极致的痛楚 从他身上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在巴灰的气息下 李火旺无论是身心的痛 都开始逐渐变化 形成另外一种物质 下一刻 一种极其恐惧的绝望气息 从李火旺身上弥漫开来 这种绝对不属于凡界的力量 仿佛有着某种强大气压 李火旺附近的所有一切 都伴随着枝嘎声 纷纷弯曲 向着另外一边倒去 李火旺右手举起那缠着 自己肠子的双锥 轻轻一滑 空间仿佛撕裂般 竹子竹叶 还有一切里面的一切生物 纷纷被斩成了两半 其中那烂了一半的女娃 脑袋爬出一些手指大小的小人 他们也长着跟那女娃 一模一样的脸 这些东西刚要准备逃跑 可刚跑没几步 就纷纷倒地暴毙了 虽然蜡月十八并没有在其中 而此时 五官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李火旺 清晰地感知到了他的位置 他正在向东逃 他害怕了 他五个脑袋都害怕了 李火旺此刻甚至可以感受到 他心中的想法 听着那双红眼睛发出的恐惧声 李火旺笑了 他重新举起手中的长锥 狠狠地重新插入了自己的腹部 刹那间 以李火旺为半径的一切 同时都分享到了极致痛楚 哪怕是竹子 还有地上的石子 都同样如此 他们开始 长得越来越扭曲畸形 越来越恐怖 他们甚至因为痛楚 而发出那极其绝望的惨叫 这些东西中 自然也包括远处的蜡月十八 其实蜡月十八本 没有痛楚器官的存在 可现在的他 同样被李火旺 赐予了感觉疼痛的能力 这一刻 他唯一感到的 就是深深的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得罪这人 但是仅仅这一瞬间 他就被那股 极其剧烈的痛楚感知给淹没了 以最快的速度 绝望地自杀了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 摇晃的李火旺 身体缓缓地向着右边倒了过去 此刻浑身上下哪都疼 可是李火旺却笑了 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做 可是他就是笑了 这么重的伤 我应该会死吧 哈哈 他感觉到 自己的内脏 从自己的腹部的洞口掉出来 可是李火旺 却半点没有塞回去的意思 死了好 死了就再也不痛了 我真的好累啊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啊 其实我不想死 我想跟别人一样感受到 快乐 陷入冰死的李火旺 脑袋昏昏沉沉 想什么事情都慢上一拍 混合在一起的五官开始散开 仿佛就要重新归位 就在这归位的一瞬间 李火旺仿佛感觉到 那空中的八灰看了自己一眼 下一秒 李火旺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火旺昏昏沉沉中 听到了鼓声 也听到脚步声 甚至听到了 护士白安培平的声音 这些声音 让他感到不胜其烦 好吵啊 安静点 等李火旺猛地睁开了眼睛 已经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他看着面前的 放着带瓶的推车发愣 足足看了好一会后 李火旺才反应过来 自己并没有死 而是正处于幻觉当中 看着四周滴滴作响的机器设备 李火旺明白过来 这里是重症监护士 自己没死 高兴吗 李火旺并没有感到多高兴 反而感到一丝遗憾 我为什么还没死呢 李火旺思索着这个问题 医生 12号床病人醒了 医生呐喊声响起 没有李会护士惊喜的声音 李火旺默默地估算 自己在现实那边的情况 听到房门打开 李火旺缓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彻底地封印了外界的感知 安静地等待着这次的幻觉过去 忽然李火旺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是自己的 在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李相国的声音 小李啊 我知道你醒着 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们聊聊怎么样 李火旺不为所动 他现在不想跟这里有任何接触 杨娜有新男朋友了 李火旺猛地睁开看 却看到眼前抱胸的医生脸上 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他刚要握拳 把那张笑脸打成稀巴烂 却才发现自己的右手 被手铐靠在病床上 别那么激动 杨娜没有什么新男朋友 你看看 已遇见重要的事情 你还是有反应的呀 为什么要那么抵触呢 一身白怪的医生 拿着凳子 在李火旺床头边坐了下来 让我猜猜看 你又再次把那边当成真的了 随着李火旺 呼吸开始急促 一旁的机器开始报警了 可最终 他什么都没说什么 重新闭上了眼睛 小李啊 我们这次不说那些客套话了 既然你认为 那边是真的 那不如我们聊聊那边的事情吧 你们心自问一下 那边的世界 跟这边的世界哪个 才像正常的世界吗 第97章 李医生 李火旺看着面前的主治医生 思考着他刚刚的提问 哪边的世界不合理 他那被手铐烤住的右手 指向了医院的地板 这边的世界不合理 这边是假的 李医生 听到李火旺居然说这话 脸上却并没有表现出了意外 而是用食指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鼻梁 继续开口问道 那好 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世界不合理呢 这总要一个理由吧 李火旺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无神地 看着头顶的白色的天花板 之前 我截失那位小朋友的时候 警方拿枪射我的脑袋了吧 那为什么我还没死 我金刚不坏不成 这难道还无法证明 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吗 李火旺忽然觉得自己 跟这幻觉里的人议论这个 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小李啊 这只是你的运气好罢了 那是别人脱把了 毕竟谁规定了 所有人开枪 都要百发百中呢 哼 运气好 这么不合理的事情 你信吗 李火旺冷笑 有人被人批 也有人中彩票 有人走好运 就有人走坏运 你为什么会认为 现实世界公平合理的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合理的 可是为什么 别人却碰到了 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不会跟你一样怀疑 这个世界就是幻觉呢 因为你脑子生病了 说到这 医生从自己的白大瓜的口袋中 掏出自己的手机 对着李火旺 播放视频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斩截铁 认为那边就一定不是幻觉呢 其实真要说起来 你在那边遇到的事情 应该更加的不合理吧 单养子死了 单养子死了 你们自由了 都出来吧 手机屏幕里面 浑身被束缚衣捆住的李火旺 大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内喊着 见李火旺 已经被吸引了目光 医生再次用手指 在屏幕上面一滑 一节新的视频 又开始播放 里面的内容 依然是被穿着束缚衣的李火旺 假的 都是假 无论是那些雕像还是大佛 都是假的 这些都是障眼法 他们骗不了我 不如 你跟我师父聊聊 呵呵 没听懂吗 我是说 让你跟我师父亲自谈谈 一段段视频 里面都是过去李火旺曾经说过的话 当最后一段视频播出后 李火旺的瞳孔 微微一缩 他看到穿着病服的自己 表情癫狂 手中拿着一把扳手 一遍疯狂地大喊 一遍向着正在热闹的商场冲去 单样子 别杀小孩啊 小孩不能杀 这视频后面 还有一大节进度条 但是医生并没有播出来 他把手机重新揣进兜里 看看 跟你在那边遇到的这么多事情相比 你没有被一枪抱头 完全不值一提吧 李火旺的心 再次有些乱了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 然而 他并不想解释什么 重新闭上眼睛 假的 都是假的 那好 既然你认为这边是假的 面对你母亲的哀求 你为什么要犹豫 既然都是假的 拿着手中的玻璃刺 下去多好 李医生的语气 开始逐渐加重了 既然都是假的 你为什么要在意 杨娜有没有新男朋友 他用手指一下一下地 戳着李火旺的胸口 你这样一直疯下去 他还能坚持多久 哪怕他不变心 你真的忍心看着他 这样默默地手下去吗 你给得了他的幸福吗 你这样配当他男朋友吗 李火旺猛地睁开眼睛 死死地瞪向眼前的医生 他们是假的 可是我对他们的情感是真的 哪怕我知道 他们都是幻觉 可是 我就是做不到 抛弃他们的情感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找他们吗 因为我回不去了 我穿越了 我穿越好久了 你说这个世界是真的 那好 我问你 为什么精神病院里 会有洗胃用的机器 李医生听到这话 脸上略带着无奈的一摊手 这有什么好疑惑的 你们这些患者 经常会误吞一些东西 这东西 几乎是所有精神病院的标配 上次要不是有这机器 你吞的那些恶心的东西 早就要了你们的命了 李火旺表情一宁 直接抛出最关键的证据 好 就当你说的对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能从那边拿东西到这边来 这个你怎么解释 哦 又有新症状了 你说说怎么拿法 我非常好奇 李火旺刚张嘴 把自己如何 把玉佩交给杨娜的事情说出来 却又忽然停住了 不行 不能把杨娜牵扯进来 我不能看到她 哪怕是她的幻觉也不行 李火旺怕自己面对杨娜的幻觉后 再次陷了回去 你等着 等下次再回来的时候 我给你好好看看 那个世界的东西 我看看那个时候 你还在怎么强行解释 你这个幻觉 听到面前少年的胡言乱语 李医生有些无奈地 轻叹了一口气 小李啊 恐怕没有下次了 你这已经惹了好几次麻烦了 我们院也同样也有连带责任 吃了很多官司 院长亲自下令 让你转院了 转院 转去哪 李火旺错愕地问道 李医生用手拍拍李火旺的肩膀 既然你都认为这边是幻觉了 你为什么要在意 转去哪呢 我只能说一句 因为你的事情 你们家现在的经济情况 很不乐观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会诊了 我本来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看来却注定徒劳无功了 说句实话 当你的主治医生 真的挫败感满满啊 呵呵 李医生伸手把脸上的眼睛拿了下来 仔细地打量打量眼前的少年 伸出右手摸了摸他的头 脸上的线条都显得柔和了不少 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医生患者的关系了 小李啊 你是个好孩子 哪怕你的病症 非常的反复无常 我希望你将来 你在幻觉中遇到什么事情 都别轻易放弃自己 特别是像之前 给自己开膛破肚 你差点就死了 肠子也切掉了一些 需要造漏洞半年才能恢复 如果说什么事情 比疯掉的你 更加让你在意的人 不愿接受的话 那就是你的死亡 只要你活着 他们就有希望 懂吗 第98章回溯 说完这些心理话后 面带微笑的李医生 轻轻揉了揉离火旺的脑袋 戴起眼镜 向着病房门口走去 就在他快有走出病房的时候 又忽然停住了 对了 小李啊 你刚刚不是说 因为可以把那边世界的东西 送到这边来 所以才认为 这边的世界是假的吗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 把这边的东西 送到那边去呢 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哦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 李医生便离开了 听到这话的李火旺 愣在了原地 心中下意识地思考起这句话来 如果我真的可以把那边的东西 送到这边来 那到底哪边才是真的呢 我要不要试试 万一真的成功了呢 不行 我不能再跟这些幻觉 有任何互动 这样只会让我越陷越慎 事事而已 你到底怕什么 不知不觉中 李火旺再次陷入了迷惘之中 他的脸上极度痛苦 就在他挣扎于这个问题的时候 李火旺感觉到 四周洁白的墙壁 还有一旁滴滴滴作响的机器 都在迅速褪色 没过多久 明亮的节能灯 迅速变成了昏暗的油灯 当李火旺发现 自己躺在老师的墓床上 看着头顶的布满灰尘的房梁时 马上明白过来 自己回来了 愣了一会 李火旺急忙拉起自己的被子 紧接着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 那被自己切开的腹部 居然被干净的白纱布包裹着 用手按了按后 发现居然只有微微的疼痛 要知道之前的时候 整个腹部的肠子 都都掉出来了 肠子都烂成那样了 居然还能恢复好 李火旺不由的心中一惊 当时动手的时候 他带着必死的心情 去举行竹简上的仪式 可是他居然还活着 难道 李火旺的脑海中 不由地回想起 刚刚幻觉中 那干净整洁的重症看护室 自己又开始猜疑起来了 他想抛弃掉这些猜疑 却始终做不到 李师兄 您醒了 端着碗鸡汤的白铃鸟 激动地跑了过来 我们这是在哪啊 看到白铃鸟 李火旺把心中的疑惑 迅速收到自己的内心最深处 吴家村啊 白铃鸟小心地 把鸡汤放在桌子上后 又开始把手伸进被子里 给李火旺的检查伤口 这伤口怎么怎么好的 我为什么没死 李火旺直接开口 问出自己最关键的问题 刚刚收回去的猜疑 不受控制的蠢蠢欲动 李师兄 你瞎说什么啊 你怎么会死呢 我们在竹林里面找到了你 然后就给你吃了 几颗你炼制的丹药 应该是丹药治好了你 白铃鸟脑袋垂的 几乎快要把脑袋贴在了被子上 丝毫不敢跟李火旺对视 自己炼制的丹药 李火旺自己当然清楚 那些都是些普通丹药 又不是什么灵药先丹 怎么可能治好那么重的外伤 难道你那边的世界 就非常合理吗 刚刚的李医生的话 再次在李火旺的脑海炸响 一个可怕的念头 占领了李火旺的内心 难道这边是假的 李火旺忽然感到极度的恐慌 他不知道在恐慌什么 下一刻 李火旺双手猛地捧着白铃鸟的脸颊 死死地扳到了自己的眼前 表情逐渐慌张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说啊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还是说 连你也是假的 两行青类 从白铃鸟的脸颊滑落 他被眼前猙獰的李火旺吓坏了 流泪无言的少女 让李火旺心一疼 双臂张开 把眼前的白铃鸟抱在自己的怀里 压制着心中的痛苦 低声喃喃自语 苗苗 你别隐瞒我好吗 这些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 求求你告诉我 我的伤到底是怎么好的 昏暗的房间内 安静了很久 最终白铃鸟悠悠地说道 李师兄 其实 我成出马弟子了 我请了白家太奶 来治好你的 你葫芦里的阳寿丹 被他拿的 只剩一刻了 李火旺的瞳孔 刻意拿走的骨皮 这一切 其实早就有了先兆 只是他之前 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罢了 白铃鸟从李火旺的怀里缩了出来 眼中带着胆怯地看着李火旺 李师兄 我真的不是有一向骗你的 你别怪我好吗 李火旺此时却猛地松了一口气 庆幸地大笑了起来 没事 没事 只要是真的就行 只要是真的就行 什么是真的 白铃鸟很显然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没什么 你把鸡汤端过来吧 我有些饿了 李火旺开口插开话题 此刻他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不管李医生怎么说 反正这边才是真的 那边肯定是假的 之前吃了黑态碎后 那边的一切都僵住了 这同样是个有利的证据 自己已经陷入了幻觉当中了 绝对不能陷入第二次了 端起鲜美的鸡汤 李火旺大口地喝着 他的胃告诉他 现在的身体迫切需要养分 没过一会 一碗鸡汤就下肚了 李火旺把碗递给他 让他再盛一碗 对了 我刚刚是疯的 你这鸡汤怎么喂给我的 这个问题 白领鸟却没有回答 脸蛋一红后 端着碗向着外面跑去 还能怎么喂 当然是拿嘴喂 我说了 只能拿条羹硬管 白师妹心疼你 不肯 走进来的小满 回答了李火旺的问题 小满走到李火旺的床边 表情十分复杂地看着他 李师兄 白师妹 他真的为了你付出了一切了 你可要好好对他 嗨嗨 李火旺显得有些尴尬 他不想跟对方讨论这个问题 出了那档子事后 吴家村的人 他们还让我们住这里 听到这话 小满的脸上露出一丝难色 最终他开口说道 他们都走了 走了 去哪了 李火旺满脸疑惑 这里不就是他们的村子吗 我也不知道 自从四周的林子 开始开花枯萎之后 整个吴家村的人 仿佛都变了一个人 谁都不认识谁了 就连吴村长的六个儿子 都相互不认了 就好像他们过去 根本就不姓吴 也根本就不是兄弟一样 第99章夜谭 听到小满的话后 李火旺冷哼一声 已经了解了蜡月十八的他 马上就猜到了 这些人肯定也跟当初的自己一样 被蜡月十八夺走了身份 整个村子 都是蜡月十八生搬硬套地拼出来的 整个村子的人 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陪着他演了这么长的戏 既然蜡月十八居然 时刻控制着这么多人 他这么做 很显然不是为了过家家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许这东西 是某种拿别人名字 跟身份当食物的古怪邪碎 哪有什么吴家村 根本就是吴家村 李火旺讥讽地说道 不过一提到蜡月十八 李火旺瞬间肌肉一紧 表情紧张地 看向眼前的小满 对了 眼睛呢 蜡月十八的那双眼睛呢 自己费劲巴拉跑过来 可不就是为了这东西 我们在你身边发现了它 这是 你要的东西吗 小满仿佛早就知道 李火旺会问 扭身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漆盒来 盒子被打开 两个抬球大小的红色眼睛 死死地盯着李火旺 这就是蜡月十八的眼睛 拿到了 等把单养子解决了 自己就可以安心寻找 解决幻觉的办法 咔哒一声 七盒关上了 李火旺把他 放在在自己的枕头后 其他人没什么事情吧 把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 仔仔细细地复述给我听 通过小满的陈述 李火旺知晓了自己 陷入幻觉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在蜡月十八以为解决掉自己后 立马开始对其他人下手 不过就在他快要得逞的时候 一位无脸人冲了进来 打断了他的计谋 无脸人大喊着 李火旺是假冒的 并且还不断地 示意白灵苗等人攻击他 李火旺当然明白 那是自己 丢失了名字的自己 只不过在他的视角里 那一刻的自己 处于大马路的中央 对着一辆红色汽车大吼 在之后 李师兄的身体 就迅速垮了 只剩地上一张皮 而那个无脸男 好像可以看到蜡月十八一样 向着外面冲去 我们想跟 可是那些竹子忽然动起来 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所以我们跟丢了那无脸男 当小满解释完一切后 醒来的消息 其他人也纷纷跟过来探望 见自己的师兄醒来 他们脸上满是兴奋 围上来嘘寒问暖 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活着 李火旺的心也稍稍安定 没人死 比什么都强 闲聊了一会后 端着碗的李火旺说道 既然醒来了 那就别等了 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不过这个提议 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反对 哎呀 李师兄 你肠子都出来了 还这么急做什么啊 等伤好了再回去吗 就是就是 你要找的东西 不是都找到了吗 还几天吧 李师兄 我们不急你急什么 李火旺用手轻轻按了按伤口 就要坐起来 没事 我可以坐马斯 腹部的一阵剧痛 打断了他的话 白色的纱布 隐隐渗出一些鲜血 这种疼痛 是如此的强烈 都快顶得上他剖腹石了 狗娃连忙靠过来 跟高之间一左一右 硬按着李火旺躺下 我的李师兄啊 你可别再折腾了 我们那马车可颠得很 你这伤口一颠 里面的肠子 可就要被颠出来了 见此情景 李火旺只能作罢 行了 你们都回去睡吧 大伙 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歇歇 从清风管出来 就一直赶路 大伙都累了吧 再次交谈了一阵后 其他人三三两两的离开了 只剩下白灵苗 有些坐立不安的站在那里 想走又不想走的纠结着 当李火旺伸出去的右手 牵住了他 他心中的纠结消散了 拉过来凳子 安静的坐在床边 闭目养神的李火旺 右手轻轻的捏了捏 白家太乃就这手艺 治人就治一半的吗 这是我跟他商量之后的结果 我只是觉得 能自愈的尽量自愈 免得多浪费报酬 白灵苗看着握住自己的那张大手 继续说道 其实他直接把你治好野心 可是那样的话 不但葫芦里的羊兽 都要抵债不说 而且 他还要从你脑子里拿走东西 脑子里 不是拿我的寿命换的 有些惊讶的李火旺 抬起头来 看向白灵苗 看到对方摇头后 李火旺这才明白过来 自己被葫芦里的羊兽耽误解了 他们跟有老爷还不同 更加的贪婪 他有说拿走什么东西吗 李火旺猜不到自己的脑子里 有什么东西 对他们有价值 我问了 他不肯说 主家跟仙家的事情 跳大神的不能参与 不过我寻思 既然是脑子里的东西 那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就没让 哼 一帮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接触了这么多邪碎之后 李火旺也猜出来了一些 无论是跟喜神 正德四的大佛笔 仙家的档次都递得多 只能雇佣一些可怜人 吃一些别人吃剩下的边角料 李火旺重新睁开眼睛 看向了白领鸟 他们有没有威胁你什么 比如 让一个月 必须找到多少主家 那倒没有 只是他们会时不时地催一下 有点烦人 聊到这个话题 李火旺的表情严肃起来 你记住了 跟他们交涉的时候 遇到困难 立马告诉我 让我来跟他们谈 记住了 你顶多是他们的下手 而不是他们的奴隶 李火旺未必怕他们 真要对上了 现在拥有大迁路的自己 未必就会败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无法修改 可是李火旺绝对不会让白领鸟 落到当初理智的下场 因为白领鸟跟理智不一样 他还有自己 白领鸟听到这话中的关心 顿时心中意暖 好 如果路上碰巧遇到了 你可以替他们跳跳大神 可是平时 你没必要专门去找 咱们不缺那五十文钱 嗯 就这样一个人不停地嘱咐 一个人安静地听着 不知不觉中 桌子上的油灯里的火星 开始要摇摆便小起来 时间不早了 睡吧 李火旺拉开床上的被子 白领鸟乖乖地点了点头 轻轻地吹灭了油灯 小心翼翼地钻进了温暖的被子 以免碰到李火旺的伤口 第100章 杨小孩 杨小孩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 当他看到了外面纸窗 有些透光的时候 便先掀开被子 开始穿衣 嘎吱 火房的门被推开了 他来到水缸旁 看了看水还剩多少 感觉不够厚 他拿起扁担 挑起两个空木桶 就向着门外走去 师兄师姐们 起来后要洗漱 然后我还要煮粥 这一点谁可不够 作为清风官的道童 虽然杨小孩只有十岁 可做饭洗衣 样样精通 甚至连炼丹的一些材料的药性 都绿之一二 这些都是逼出来的 也有没逼出来的 而那些没有逼出来的 都已经死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道观里 他唯一学会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必须要有用 没用的人就是废物 如果自己没有用处 万一师兄师姐们 不愿意带托油瓶了 那也先应该踢掉那个 还在床上打憨的 但是只要自己有用 他们真要卖 也是卖另外一个道童 而不是卖自己 杨小孩其实有一个 谁都没有的命 那就是他抱出来的家位置是假的 他根本没家 他现在就希望 这趟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那样自己就可以一直有饭吃了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当初去清风关 别的小孩都是被卖过去 被偷过去的 而杨小孩是自己乐意去的 只因为那人说了一句 那地方可以吃饱饭 刚出院门 杨小孩就他对着那远处 正在练剑的女人 行礼 师姐早 而此时的春小满 根本没空理他 他全神贯注地 看着眼前的剑谱 对此 杨小孩早就见怪不怪了 最近一段时间 这位浑身长满黑毛的师姐 除了吃饭睡觉 平时都在练剑 在湿漉漉的沉悟的陪伴下 他独自一人 在空无一人的小道上走着 我能不能让师姐也教我练剑 我要是学会了 哪怕以后回去 接着当乞丐 别人也不敢欺负不到我了 可是 师姐太乐意吗 小满师姐 平时性子淡薄得很 想着想着 杨小孩来到了村头池塘 便开始打起水来 忽然远处的朦胧橙物中 涌出一大团黑影 把他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 他就不害怕了 因为那些黑影是人 一群衣衫蓝绿 满脸黑漆漆的叫花子 过去的他 也是其中的一员 看他们流鼻涕色色发抖的样子 很显然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没有点火 相比杨小孩的反应 那些叫花子 也被吓了一跳 再次确定 那就是活人之后 那群叫花子 推出一个小叫花子来 这只有一只耳朵的小叫花子 很木讷的 磨磨蹭蹭的在那里犹豫 眼看着杨小孩 都要打水走了 一个老叫花子走过来 一把把那小叫花子 推了一个狗啃泥 尽量攻下身子 笑眯眯的对着杨小孩问道 小娃娃 问个是啊 这是吴家村吗 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这里的都空掉了 什么都没了 杨小孩不说还好 一说这话 对方显得更加激动 他那通红的酒糟鼻子 变得更红了 一根手指 围绕着四周的一切 颤颤巍巍的指着 所以这些屋子 还有四周的这些地 都没有主了事吗 杨小孩不想跟这个 踢小乞丐的人说话 转身就离开了 回到火房 把桶里的水倒进桶内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挑起扁担 继续向着门口走去 这么大的缸 一趟可不够 可要挑好几趟呢 等他再次出来后 可以看到 那些叫花子们 闯进了四周 空无一人的屋子 翻找着什么 他们肯定找不到 什么有钱的东西 有钱的东西 早被那些离开的人拿光了 没拿光的 也被自己跟狗娃师兄收走了 可这些叫花子们 不管这么多 哪怕找到一件破衣上 这些叫花子们 都乐得直蹦脚 等杨小孩出来第三趟的时候 他看到有些叫花子们 都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在抢些什么 你们别住这里 这里邪门 容易出事的 杨小孩提醒到 可是没有人听他的 等第四趟 杨小孩已经累得脸都白了 可是他还是硬挺着来到院内 来到院内后 把扁蛋放下 杨小孩喘云了点气 安静等着什么 一直等到里面传来了脚步声 杨小孩连忙重新挑起扁蛋 往里面赶去 没走多久 担着扁蛋的杨小孩 就跟其他师兄弟碰到了一起 曹操师兄走 唉 小孩 你又在打水啊 可真懂事啊 这种力气活让傻子 做就行了 狗娃拍了拍他的脑袋 向着外面走去 曹操师兄 锅里已经在煮粥了 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 他对着狗娃的背影大喊道 嗯嗯 我去叫傻子起床 当日头升起 照进了院子 所有人就在大堂内集合了 早餐很朴素 就是白粥 配上狗娃 从村子里的地窖翻出来的咸菜 还有他们自带的干粮 锅盔 不过也有荤菜 一个小碗里放着两个鸡蛋 此刻 他们都没有动筷子 都在安静地等待着什么 这时 看到门口练剑的小满 也刚好赶进来 狗娃调侃地问道 师妹 你这东练三九下练三福的 练得怎么样啊 练会了教教师哥呗 还行 至少比自己瞎笔划强 标识的师父说了 这种东西 没别的诀窍 就是要靠练 我削了两把竹剑 吃完饭 你陪我练练 狗娃的脸 瞬间变成苦瓜脸 小满转身 把剑挂在墙上后 也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跟他们一样 一同等待着 听到脚步声响起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杨小孩下意识地紧张起来 把头捶得滴滴的 丝毫不敢向那边看半分 那是李火旺师兄 他知道 李师兄不会害自己 甚至 自己也是 他捡来的 可是他就是怕 特别是看到了 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后 被白领秒搀扶的李火旺 在八仙座的上座坐了下来 开始喝粥 他动嘴后 其他人这才开始动 连李火旺自己都没有发现 这个规矩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吃着吃着 院子外面传来的口水吞咽声 几个叫花子站在那里 望眼欲穿的探头探脑 滴答我 怎么还有乞丐啊 不是吴家村没人吗 听到李火旺的询问 杨小孩站了起来 紧张地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一遍 这帮人还真是消息灵通啊 腊月十八的砧板 也敢抢着住 我吃饱了 你们慢吃 第101章打仗 杨小孩看到李师兄走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坐姿也些许地随便了一些 一众人一边吃着 一边闲聊着天 待在一起也没什么聊的 聊着聊着 又转移到了门外探头探脑的乞丐身上 我记得 咱们这一路也没这么多乞丐 这些人到底是哪来的 听到保禄师兄这么一说 杨小孩立马拿起一块锅盔 泡在西周里 端着碗就向着外面走去 我帮你们去问问 狗娃看着他的背影 对着其他人说道 这小孩可真懂事啊 要不是他要回家 我都想收下了当儿子 你那是当儿子吗 你这是拿回去当下人伺候你吧 被别人揭穿了 狗娃也不在意 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见杨小孩出来了 门口的乞丐们望眼欲穿的 举着手中的破碗 一些人甚至就开始唱起来莲花唠 杨小孩没理会他们 反而端着碗 走向之前那位摔倒的小乞丐身边 他缩在墙角 看起来很是可怜 跟当初的自己一样 问你个事 你要答得上来 这块锅盔就是你的 看着杨小孩手中的锅盔 那蓬头垢面的小乞丐 激动的连连点头 你们这些叫花子 是从哪来的 东面 我们都是从东边来的 我其实不是叫花子 我是跟我爹跟我娘逃难来的 路上我被人牙子拐走了 我半路逃出来 才变成乞丐的 杨小孩从咒里 逃出泡软的锅盔 递了过去 滴答我 那小乞丐也不嫌烫 双手抓住 就死命往嘴里塞 为啥要逃呢 你家那边遭了灾吗 刺溜吸了一口锅盔上沾的粥 把嘴里的东西送下去后 小乞丐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嗯 遭了灾 其实如果旱灾水灾 我爹肯定不会扔掉田跑的 可是这次是冰灾 你看这些人 都是遭了冰灾 才过来的 这次的冰灾可大了 那些当兵的 冲进去村子里 见到啥东西都抢 听说有好几个村子没了 就在杨小孩接着问的时候 一道傻子 从后面笼罩了他 那是高志坚 结结巴巴的开口说道 这这不是冰冰 冰灾 这是 这是 愧君 高师兄 这么说 是打仗了吗 杨小孩仰头看着那宽宽的下巴 见杨小孩并没有跟别人一样 轻视自己的结巴 他的眼中露出一丝喜悦 比杨小孩的脑袋 还大的后肩巴掌 盖在他脑袋上 轻轻摸了摸 对 对对 对对的 杨小孩扭头向着 有被高志坚高大个头 吓到的小乞丐接着问道 真的打仗了 怎么没听说过啊 你说你家来自东边 那你知道 是哪里打仗了吗 不知道 我就记得 我家在东边 见小乞丐 很显然 对这方面没有什么认识 杨小孩就把目光 投向了其他年纪大典的乞丐 我说你们一大一小外面 跟乞丐聊什么 聊得那么起劲啊 赶紧回来吃饭 一会还要等你们的晚夕 听到这话 杨小孩马上警觉起来 我洗碗 我来洗碗 说着 他转身就往里走 看着离去杨小孩脚上的干净不斜 再低头看看 自己那动的发子的双脚 小乞丐眼中 带着浓浓的羡慕 真想被他们买走啊 曹操师兄 那些乞丐 是因为东面打仗才过来的 打就打呗 挨着我们什么事了 保禄也就是随口一问 你别当得了圣旨似的 他又不是皇帝老子 李火旺躺在洁白的病床上 表情看起来十分犹豫跟挣扎 看四周的环境 他看起来 幻觉已经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了 此刻 他的手中拿着一块圆形的玉佩 这是他身上的东西 被一根绳子穿起来 戴在脖子上的 李火旺记得自己当初把这东西 交给了杨娜 可现在 他却莫名地出现在自己的脖子上 对于这东西 怎么回来的 李火旺已经不再纠结 他现在在考虑其他的问题 之前李医生说过的话 对了 小李啊 你刚刚不是说 因为 可以把那边世界的东西 送到这边来 所以才认为 这边的世界是假的吗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 把这边的东西 送到那边去呢 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哦 举起这圆形的玉佩 看了又看 李火旺最终下定了决心 单手一捏 握着塞进自己病夫的怀里 试试看吧 事实又不吃亏 万一成功了呢 李火旺心中暗倒 可下一个问题 出现在李火旺的脑海中 让他愣住了 如果成功之后呢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白领秒那边是假的 又或者说 两边都是真的 李火旺不知道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还是决定先尝试了之后 再根据最终结果想办法 一分一秒的时间过去了 李火旺安静等待着结果降临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他感觉到了 度日如年的感觉 在期间 护士换了一批药后 李火旺终于感觉到 四周的幻觉开始崩溃 当重新回到 骨香骨色的房间内后 李火旺第一时间 摸向了自己的胸口 当他把那块玉佩拿出来后 脸上顿时一僵 顾不上穿衣服 李火旺下床 迅速翻找一番后 看着手中一模一样的 两块圆形玉佩 表情愣住了 两块 怎么能是两块 为什么会是两块 此刻李火旺的脑子很乱 他之前考虑 可能会把那边的东西带过来 可是他真的没想到 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 火旺 一道轻柔的女人 忽然从门外响起 那是杨娜的声音 李火旺看向门外 脸上满脸的震惊 杨娜怎么可能过来 他不是幻觉那边的人吗 李师兄 这一次是白领秒的声音 嘎吱一声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看着门外走进来的 拼接出来的东西 李火旺的脸上露出极地的惊恐 不 不 不要 满脸冷汗的李火旺猛的 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着四周的古代家具 他这才反应过来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自己刚刚的一切都是 在做梦 刚准备躺下 脑子里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念头 真的是梦吗 第102章好处 脑子里冒出来的这个念头 忽然让李火旺浑身站立 他仔仔细细地摸遍了全身 发现身上并没有多出一块玉佩后 他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没错 刚刚就是做梦 刚刚就是在做梦 李火旺心有余悸地 不断喃喃自语 怎么了 白领秒点燃了油灯 睡眼朦胧地问道 没什么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睡吧 见李火旺没有回答什么 白领秒也没说什么 闭上眼睛 满头白发的脑袋 轻靠在他肩膀上 用纤细的手掌 一下一下地软轻 扶着他的不断起伏的胸口 用手按住自己胸口的手掌 李火旺眼睛直直地 看着头顶上的房梁 喵喵啊 嗯 半睡半醒的白领秒 下意识地回应道 想知道我的过去吗 知道我为什么会得医症吗 白领秒的睡意 一下子被驱散得不少 惊讶地睁开的眼睛 侧头看向身边的男人 这是第一次 李师兄跟他聊起他的过去 朝夕相处之下 他其实早就能察觉到 李师兄跟他们其他人的不一样 不是因为国的不同 而产生的区别 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格格不入的感觉 不止他一人 其他人也这么想 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其实吧 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知道 你不是四旗的人 李火旺会心一笑 摇了摇头 我是说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在油灯摇摆的陪伴下 李火旺缓缓缓地给白领秒 说明了自己的来历 以及自己的烦恼 随着不断的倾诉 李火旺感觉到 心里也好受一些 就仿佛压在自己身上的千斤重担 有人分担一般 一直讲到 痴床懵懵亮 李火旺才停了下来 屋子那一时间十分的安静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 有 白领秒的手 从李火旺的手抽出来 反向握住了他的手 那只没了三个指甲盖的手 手指间有些颤抖的 在那些血夹上轻轻抚过 那红色的竹简是怎么回事 告诉你个小句文 其实人的指甲是可以再生的 指甲拔掉之后 他也会自己长出来 岔开话题的李火旺 刚要从他手中抽着 却被他再次捏住了 紧接着他就看到 白领秒那有些发红 且执拗的双眸 出现在自己面前 我不在乎你从哪来的 我也不在乎异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知道 你腹部的伤 是不是也跟他有关 李火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把他的脑袋 按在自己的怀里 一下一下地轻拍着 李师兄 那东西太邪门了 把他扔了吧 再这样下去 你真的会被他给害死的 说完这话后 白领秒停顿了一下 但是最终带着一丝哭腔的说道 你要是死了 那我怎么样 李火旺轻轻叹了一口气 白领秒看起来柔柔懦懦的 可这只是他的表面 其实他外柔内刚 我再想想 再想想 其实李火旺也能知道的 大千鹿是把双刃剑 稍不留神 就会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 可这东西 同样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 有了他 自己在这个诡异的世界里 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把他扔掉 真要碰上腊月十八之类的邪碎 自己该怎么办 总不能靠单养子吧 他也想加入别的什么门派 修炼获得足够强大的实力 可这更是困难重重 先不说别人收不收 会不会亏欠自己如此稀有的心诉 就是别人肯收 李火旺也未必敢练 清风观 郑德四 安慈安 自打接触了这些门派后 李火旺已经对其他门派 基本不报 有什么希望了 肯定一个比一个邪门 哪怕每次使用 他要付出极其残酷的代价 不知不觉中 门外就开始有了动静 其他师兄妹正在准备早饭了 李火旺刚坐了起来 白领秒就要服侍他穿衣服 可是他忽然愣住了 等等 他动作迟缓地 用手按了按自己腹部的纱布 居然发现没那么疼了 拉开一看 发现里面的伤口 已经上 已经快要愈合了 愈合得这么快 这连李火旺自己都感到惊讶 要是按照李火旺的猜测 最起码要半个月 才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自己的身体 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思索了很久后 李火旺把注意力 集中在当初 巴挥注视自己的那最后眼 这应该是好事吧 此刻李火旺喜忧参半 对于自己用身心的双重痛苦 召唤出来的那东西 他实在理解太少太少 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他这是让我更加方便地自残吗 李火旺想了半天 只想到了这个理由 所谓狮子多不养 债多了不愁 再单养子 还有自己的病情比 这只能算得上小事 按照这个趋势 我明天的伤 就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再在这里修整一天 明天就回去 李火旺对着白铃鸟说道 白铃鸟显得有些欲言又止 最终点了点头 当听到可以回去了 其他人便开始向马车上搬东西 几乎把整个院子 都收刮了一个干净 连两只能下蛋的老母鸡 都放了上去 当时间再次来到吃晚饭的时辰 李火旺拆开纱布 发现的伤口 基本上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还行 至少付出了那么多 总算有点收获了 李火旺对于这种莫名得来的能力 还算满意 有了这种能力 至少以后自己 没那么容易死了 再次来到大堂 李火旺坐下来 开始吃饭了 桌子上都是一些农家小菜 都是从吴家村的田里摘的 虽然都是素的 可毕竟是用了猪油炒 味道还是不错的 李火旺夹起一块萝卜咬了一口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饭是谁做的 怎么还是这么咸 他虽然对口食之欲没那么高 可毕竟也不是牲口 李火旺很快看到 一位脸色惨白的稻桐站了起来 李师兄 是我 一旁的白领鸟 夹过李火旺筷子上的萝卜 李师兄 这萝卜没这么咸啊 刚刚好 没有吗 李火旺疑惑的 又夹起一块咬了一口 发现还是咸得很 算了 继续吃吧 咸就咸点吃 多下饭 第103张婚 端着一杯茶李火旺慢慢喝着 倒不是他喜欢喝茶 而是纯粹的晚饭吃咸了 用盖子抵住水面的茶末 李火旺轻轻一吸 浓郁的苦涩 充斥着他的口腔 早该猜到的 无存长家肯定好茶宴 李火旺呸了呸 把茶杯放下 转身向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昨天晚上 因为那场噩梦没睡好 今天要尽可能的早睡 为了明天赶路 保存体力 走到通往卧室的路上 李火旺的脑子也没闲着 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噩梦 那两块玉佩 等幻觉再次出现的时候 我要不要试试 把某些东西拿过来 这个问题 李火旺并没有犹豫太久 试试 但是不是拿玉佩 而是拿一些 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边的东西 比如吊瓶 比如手铐 如果我拿不过来 这就证明 那边的世界是假的 我就没什么好留恋的 可是 如果是拿得过来 沉思中的李火旺 不知不觉中 走到了自己的卧室门口 嘎吱一声 门被推开了 可里面的一切 打乱了他的思绪 桌子上红蜡烛墙上贴红双洗 还有那红枕头 还有那红被子 一切都是红色的 包括坐在床边 白铃鸟脑袋上的红盖头 看着眼前的一切 李火旺的心跳快了一拍 他在这屋内的红色 与外面的夜色的交接之间 停住了 脸上露出些许的挣扎 李火旺明白自己走进去 代表着什么 这不单单代表自己 有了一个妻子 同样还代表了 重重的责任跟承诺 犹豫了片刻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抬脚走了进去 反手锁上了门 紧接着 他来到新娘子面前开口说道 你确定想清楚了吗 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相信你也能明白 你真的能接受 嫁给一个疯子吗 嗯 一双小手 轻轻地握住李火旺 有些厚紧的手掌 李师兄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不管将来遇到了什么 我甘愿跟你过一辈子 白铃鸟的声音 还是那么轻柔 可声音中 却透着平时男友的坚决 女方都这么说了 李火旺要是再犹豫 就有些不是男人了 他伸手就向着红盖头抓去 却被对方扭捏地躲了过去 李师兄 那种事情 人家害羞 你能先吹灯吗 李火旺转身来到 桌边长袖一甩 红色蜡烛逐渐熄灭了 当天晚上 缠绵床地 紧接着 李火旺才明白 一个道理 为什么说 女人是水座的 两个时辰后 一片漆黑的昏房内 李火旺重重地倒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 趴在自己胸口少女的秀发 回味着刚刚那种奇妙的感觉 相公 这一声相公叫的李火旺 浑身都酥麻起来 你还是叫我李师兄吗 我听不惯这个 好 听你的 你是当家的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白灵了把耳朵 靠在李火旺的胸口 听着那皮肤下面 急速跳动的心脏 李火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把怀中的少女搂上来一些 在他那插满簪子的秀发间 亲了一口 等丹阳子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就继续回家 回到你家去 我们正式拜堂成亲 那你的医症怎么办 真的没办法治吗 不知道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安慈安的失态 在这种事情上 没有什么理由欺骗我 李火旺的手伸下去 在滑腻腻的皮肤上 不断抚摸 但是 没事的 我现在有了你 我已经在这个世界 彻底扎根 我绝对不能再让那边的 眉清飘飘的幻觉给控制了 西 白灵秒显得非常的高兴 四肢牢牢地缠着他 脑袋在李火旺的胸口 轻蹭着 不知道为什么 李火旺发现 床上的白灵秒跟床下 给他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之前还说害羞 其实一点都不害羞 所有的女人都这样吗 第一次面对这种场景的李火旺 显得有些没经验 感觉到对方又开始乱动起来 李火旺用手按住了他 等等 就在刚刚 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有落红的 白灵秒的话有些紧张 李火旺哑然失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说 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感觉 什么感觉 似乎我所有的感觉 都变得敏感的很多 所有的所有 李火旺回味着 刚刚那升天般的感觉 那种感觉太不对劲了 之前还不明显 李火旺以为自己记错了 可经历过刚刚的事情后 李火旺这才确定自己的身体 除了恢复能力提升 同样感知方面 同样得到了全面提升 无论是触觉还是嗅觉 甚至是味觉 这同样也是巴挥的能力 李火旺发现 他赐予我的这两种能力 都跟陷阱有关 就在他跟白灵秒 述说自己的发现时 他忽然感觉到 右手食指钻心般疼痛 死 你要我做什么 疼吗 比之前还疼吗 当然了 都流血了 能不疼吗 那李师兄 看来你猜对了 他确实可以提升痛觉 下一秒 李火旺就感到自己 被咬的手指 陷入一片柔软之中 白灵秒轻轻地瞬息 让疼痛迅速地退去 你过去跟我说过有老爷 有听过巴挥的传说吗 李火旺开口问道 嗯嗯 含住手指的白灵秒 摇了摇头 嗯 李火旺睁开眼睛 看着漆黑一片的屋子思索着 巴挥到底 为什么要给予我这两种能力呢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不由的李火旺 就开始在脑海中 企图拼接出巴挥的样子 可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凭借着人类的正常感知 根本无法想象他的样子 可可可 大半夜的 房门忽然被敲响了 浑身一紧的李火旺 连忙翻身 把胸口的白灵秒 拉进自己怀里 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 谁 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明天再说吧 李师兄 是我 能让我进去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躺在柴房了 那声音十分地轻柔熟悉 李火旺瞬间反应了过来 那是白灵秒的声音 屋子外面的是白灵秒 那我怀里的是谁 李火旺瞬间感到浑身发冷 嘻嘻嘻 相公 李火旺感觉到 怀里的东西一缩 瞬间就从被子后面 滑了出去 李火旺猛地掀开被子 以最快的速度 点燃红蜡烛 然而不大的卧房内 却只剩下他一人了 李师兄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门外的白灵秒 还在呼喊 而此时李火旺的视线 已经移到了 自己那被吸得发白的手指上 上面的外翻猙獰的伤口 根本就不像人类 正常的牙齿能咬出来的 更像是 某种锋利的瘦齿啃出来的 第104章二神 稀里哗啦声不断 其他人不断用筷子 把粥扒拉到自己的嘴里 此时每个人都是 专心致志地 埋头把食物往嘴里塞 今天是赶路的日子 得多吃点 要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肚子可是难受得很 不过这很显然 不是李火旺目前考虑的问题 他侧头看了一眼 旁边的白铃鸟 少女的脸色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昨天晚上 他没让白铃鸟进门 还是让他去跟春小满睡去了 趁着这个短暂的时间 他把屋子里的所有的红色 都全部给清理干净 以免对方发现 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成婚了 虽然后患解除 他现在脑中只有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 我昨天晚上到底睡了个什么 从自己的手指咬痕可以看出 那绝对不是寻常人 现在回想起来 李火旺后知后觉地 发现了很多疑点 为什么摘红盖头的时候 非要先灭蜡烛 为什么在床上 他跟白铃鸟的差别是那么大 还有黑暗中 他脑袋上的簪子 也许那根本就不是簪子 而是他本身脑袋上就自带的 他为什么这么干 这么做 对他有什么好处 李火旺百思不得其解 昨天晚上几乎没睡 都是在为了防备他 可是 他却并没有再次出现 对于那人是谁 当李火旺回想起那红盖头 其实心中已经隐隐约约 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 他想确认一下 李火旺安静地看着 看着白铃鸟 就着西周 吃下了五块锅盔 过去一直留意 对方娇小的身体 什么时候 胃口变得这么大了 看到对方吃得差不多了 李火旺用脚尖 在他的脚边踢了踢 转身向着卧室走去 白铃鸟擦了擦嘴 把碗放下 跟了上去 当他走到屋内 就看到自己的李师兄 表情十分凝重的 站在那里看着自己 李师兄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他感觉到 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声音小了一些 我从李志那里知道 跳大神 一般要两个人才能跳 一个大神请仙 一个二仙装仙 既然你能用跳大神来治疗我 也就是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个二神对吧 同样都是红盖头 李火旺不可能怀疑不到 昨天晚上 是白铃鸟的二神 嗯 白铃鸟点了点头 那他是活人 还是仙家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是活人 他不是仙家 仙家 要请才能出来的 这个李志的媳妇 是什么时候爬出来的 他不是脑袋 都被膏之间捶烂了 跟他李志一同埋起来了吗 听到这话 白铃鸟愣了一下 李师兄 二神他不是李志的媳妇啊 什么 不是 二神还分不同吗 李火旺感到十分的意外 嗯 他们跟我说 二神跟大神是连着的 别人的二神 不能乱用的 李火旺回想起 当初李志的二神 他除了脸上浓装艳抹一番 还多了一些 可怖的增生物外 那位二神活 脱脱就是一个李志 难道 联想到昨天晚上 那熟悉的白铃鸟的声音 李火旺忽然发现 自己明白了什么 把脸上的那些 长出来的东西去掉 其实你的二神模样 跟你长得一样 听到李火旺的话 白铃鸟犹愈了片刻后 最终点了点头 嗯 他长得跟我一样 其他二神跟大神长得也一样 那他是怎么出来的 仙家是怎么把这么一个 活脱脱的大活人变出来的 李火旺问出的关键问题 这一次 白铃鸟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表情显得非常的挣扎 双手不断扭着 自己上衣的下摆 李师兄 我真的很想告诉你 我真的很想说清楚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出马的那天晚上 二神他就出现在我梦里了 然后 然后 看到白铃鸟 几乎快要急的 快要哭了的表情 李火旺也不再逼问 他也明白 在这鬼地方有些事情 无法解释的太清楚 你把他叫出来 我有事情要问他 此刻李火旺的眼中 带着满满的不善 白铃鸟小心地看了李火旺一眼后 转身走到门口 把门一拉 一位脑袋上顶着红盖头的女人 踩着大红色的绣花鞋 站在了那里 李火旺强行安耐着怒气走了过去 就这么隔着红盖头 跟二神对望着 他明显能感觉到 里面的东西在注视着自己 自己现在对别人的注视感知 也变强了不少 仔细地观察着他身上的衣服的褶皱 还有他的身形 李火旺再次确定 昨天晚上 床上就是他 李师兄 他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白铃鸟满脸担忧地问道 心中燃烧着怒意的李火旺 刚要张嘴 可看着白铃鸟的面孔 却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他真的很想问二神 昨天晚上到底为什么那么做 可是当着白铃鸟的面 自己却说不出来 总不能说 昨天晚上 自己跟眼前这天知道 有没有魂的怪东西 睡了一觉吧 李师兄 到底怎么了 你说话呀 他到底怎么你了 白铃鸟的一再逼问 反而让李火旺打消了逼问 他用手在二神脸上指了指 露出一个威胁的眼神后 推开另外一扇门 直接离开了 算了 我们出发 此刻 白铃鸟此时却一脸的雾水 他转身看向一旁的二神 再次询问道 到底怎么了 可二神却如同僵尸般立在那里 一动都不动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铃鸟明显被搞懵了 两辆马车从后院里牵了出来 带着所有人 离开了这块要沦为乞丐窝的吴家村 穿过枯萎的竹林原路返回 两百多里路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紧赶慢赶之下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重新来到了横华山下 相比之前 此时的山下小镇 明显热闹了一些 路边多了一些要饭的乞丐 离火旺打开那漆盒 重新看了一眼 死瞪着的一对血红色的眼球后 抬脚向着山下走 不过这次 白铃鸟却拦住了他 李师兄 这次我陪你去 我能跳大神啊 我不再是雷坠 第105章 贪婪 看着眼前的白铃鸟 离火旺此刻 显得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 该不该带他一同上去 对方的跳大神的能力 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帮助自己 我们也能帮忙 你不是说 那些尼姑 没什么危险吗 就是 别的不说什么 万一 万一旁边你又犯病了 旁边不是还有人照看不是 狗娃的最后一句话 让离火旺松了口 宝露 你去把把马车寄放在客栈后 我们上山 飞太岁的意志幻觉的能力 正在飞快地消失 自己随时有可能陷入幻觉 现在自己身边拖不了人 听到这话 其他人脸上 顿时露出一丝笑意 连忙跟了上来 上山的土路 弯弯曲曲 但是对于离火旺等人来说 早就已经走惯了 半山腰歇了一回后 他们最终赶在天黑前到达了 安慈安的山门 从这里往里面看 安慈安依然跟之前一样破败 地上的石板缝隙间 长满是杂草 远处的几座屋顶有洞的庙 依然也没人补 看着山门两边的女叔对联 离火旺转心不由地 开始跳动起来 自己拼死拼活 就是为了这一天 一想到可以摆脱那个怪异的师父 离火旺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站在原地深呼了一口气 离火旺转过身来 开始给其他人先浇个底 安慈安里面很脏也很乱 里面的女尼姑也很胖 等进去后大惊小怪的 明白没有 得到了所有人的准确答复后 离火旺单手握着腊月十八的眼睛 深吸一口气向着里面走起 刚进山门还没进庙 一股新好新好的臭味 就好似一堵墙般扑面来 这帮尼姑在干什么 比之前还臭了不少 眉头紧锁的离火旺 不由得用手捂住鼻子 顶着臭味向里面冲 此刻 其他药引们开始有些后悔了 这是没危险 可这还不如有危险呢 实在太臭了 安慈安的第一座庙宇 离火旺踏进去的右脚 瞬间感到易软 等他迅速抬脚脚来 才发现自己踩的是一块 松软的陶苏 当心点脚下 这里面的人不怎么喜欢整理的 抬头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变化的灰尘菩萨 离火旺围绕着大殿 向菩萨的后背绕去 不出意外地 在菩萨的后面 躺着一座高耸的小肉山 这胖尼菩 把一个大号菩盔 套在自己的脑袋上 模模糊糊地边吃边捶 好家伙 这是 这是个人啊 跟着离火旺的其他人 顿时被这一幕震撼到了 有了上一次的经历 离火旺也不打算喊醒他了 估计也喊不醒 一行人穿过一旁墙上的侧门 正式进入了安慈安内部 可刚进去没走几步 离火旺他们发现 还有白蛆上面爬上爬下 偏偏都到这种地步 这些吃食里面 居然没有半点昏腥 全是素食 看着这些东西 离火旺马上明白过来 这很显然 就是自己之前 送上来的那些金子换来的 拿到钱后 这些尼菩 第一时间买了吃的 各种各样的吃的 踩过去 离火旺伸脚踩进了腐烂的食物 好似在沼泽中斑 缓缓地前行 其他人面带难色 尤其是爱干净的白铃鸟 更是如此 可当他看向远处的背影时 一咬牙 抬脚跟了上去 这些尼菩 干嘛买这么多东西放着烂掉 多浪费啊 现在可是灾年 这些吃的 可能救活不少人呢 作为曾经的乞丐 眼前这一幕 让羊小孩实在看不过眼 罕见地开口说话了 离火旺瞥了一眼小道童 因为他们贪 羊小孩抿了名嘴 什么都没说了 就这么走了一炷香的时间 离火旺带着其他人 来到了之前 尼菩吃饭的地方 看到了其他的尼菩 偶一位胖尼菩 当着离火旺的面 大口大口地呕吐着 把胃里肉迷状的东西 全部反吐了出来 吐得满头大汗的他 顾不上擦脸上的汗水 不断用双手 把四周腐烂的吃食 滑来到肚子上来 把肚子当桌子 继续疯狂大吃起来 妙音师父 别来无恙啊 离火旺对着那胖的尼菩 打着招呼 妙音一张嘴 嘴里的食物残渣 混合着口水 就向着离火旺脸上喷烂 是你啊 还要带路吗 这次要涨价 最起码一两黄金 不劳价了 敢问禁星师太 还在原来的屋子吗 离火旺努力地后退着 尽可能地站在对方射程之外 见眉金子拿 妙心脸上的极度贪婪 迅速变成失望 废话 他胖得连路都走不了 他能去哪 离火旺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之前的路继续出发 其他人也紧紧地跟着离火旺 继续在腐烂食物的沼泽中 继续穿行 可站在最后面的养小孩 走到胡吃海塞的尼姑身边的时候 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你这样多浪费啊 你知道 外面还有多少人饿着肚子 甚至饿死的吗 你知道 呃肚子多难受吗 妙音回答的理所当然 是啊 所以不能浪费 没看到都在烂了吗 再不吃 就没机会了 说把他扭过头来 张开嘴巴 肚子里刚吞下的 重新呕了出来 眼中带着贪婪 继续胡吃海塞 按照原来的路 穿过竹棚 李火旺最终来到了 静心师太的屋前 也就在这相对偏僻的地方 地上才没有那么多腐烂的食物 李火旺手举着银石刚走进去 就看到静心师太正在 把什么东西 往自己肥肉之间的褶皱里面塞 啊 是你小子啊 怎么样 找到了蜡月十八吗 表情凝重的李火旺点了点头 把手中的漆盒打开 虽然没有眼睛 可静心师太 仿佛能感受到什么 松松垮垮的脸上 顿时露出极度贪婪的笑容 随着静心师太身上 褶皱松垮的肥肉 开始向着李火旺方向挪动 整个房子 都仿佛开始颤动起来 第106章开始 静心的一双指甲缝中 满是污垢的双手 伸到七盒之中 把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掏了出来 轻轻地揉捏着 哼哼 这可真是好东西 说完 他一手拿着一个 鸡蛋大小的红色眼球 猛地向着自己脸上 那双眼黑漆漆的眼眶之中 拍去 等他再次把手放下来时 那双血红的眼睛 有了新主人 多谢了 我终于又能看见了 一位臃肿 丑陋 乌鸦的老尼姑 脸上却顶着一双 大大的血红色 没有眼皮的大眼泡 这让人感觉到 头皮发麻的一幕 让屋里的其他人 感到浑身不自在 李师兄 他真的是好人吗 怎么感觉不像啊 白领秒缩在李火旺身后 悄悄地问道 噓 别说话了 对于眼前的静心的举动 李火旺居然非常出乎意料的 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 不知不觉中 经历了各种事情后 他的承受能力 已经提高了非常多 表情十分凝重的李火旺 看着眼前这张圣人的老脸 开口说道 这东西拿到了 什么时候开始驱逐丹养子 急什么急 年轻人就是毛毛躁躁 静心说完 李火旺就听到身后有动静 扭头一看 就发现是一排东倒西歪 打着宝阁的胖尼姑 他们要干什么 难道想过河拆桥 自己会错意了 眼前的这些尼姑 居然开始徒手拆桥 静心师太身体太大了 门又太小 想要出来就必须拆桥 当一整面墙都彻底拆空了之后 一个下面有着很多轮子的木板 被尼姑们推了上来 这是静心师太的行动工具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静心师太如同一只巨大的肥虫 一下一下地扭动着 向着那木板车爬去 静心挪了半天 有些没好气地 对着一旁的李火旺说道 你这人真没眼力尽 不是记着摆脱你师父吗 怎么没见你着急啊 没看到我走得慢吗 还不过来退 在所有人的帮助下 静心师太终于被推到了车上 轮轴转动的吱嘎声响起 其他胖尼姑们推着他往前走 松开肥肉后 李火旺在师太那挠不到的地方 用力用手挠了挠 后退几步 看着被一众胖尼姑 包围得臃肿的静心师太 李火旺莫名有种 对方此刻是遵佛像的感觉 佛像只是佛像 真要成佛没那么容易的 快跟上吧 听到这话 李火旺抬脚跟了上去 尼姑们并没有把静心师太 往山门方向推 而是往李火旺没去过的 安慈安的最深处推去 把你的手从大千路上放下来 这次就算了 以后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带到安内来了 晦气得很 虽然静心的语气中满是厌恶 不过此刻的李火旺 根本没时间这些 他现在满脑子 都在想着接下来的事情 去除丹阳子的法事 是什么办法 肯定能成吗 李火旺心中 带着一丝忐忑的开口问道 你这么问这话 是不是有点晚了 放心吧 我们安慈安 还是讲信用的 你要是连我们都信不过 那别的地方就更别提了 静心师太的话 并没有让李火旺的心安静下来 自从知道 丹阳子始终都在缠着自己的那一刻起 就想着这一天 现在自己身上那压着的千斤重担 终于可以放下了 一时间 他想了很多 别这么急着乐 你师父这个麻烦没了 可你还是心素 这可是大头 听到这话 李火旺心中一沉 师太别说的太绝对 你过去没有找到办法 未必我就找不到 师太听到这话 却笑了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这么想吗 其他心素都这么想 可他们最终的下场都大同小异 眉头紧锁的李火旺 刚要张嘴 却又马上停了下来 深吸一口气说道 不管有没有 总要试试吧 想鱼儿那样过一辈子 你真觉得这么好 静心师太表情迅速低落下去 伸手把自己儿子 从自己的肥肉里掏了出来 轻轻地搂着自己的怀里 怜悯地看着他那张老脸 他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作为他娘 我只要他活着就行 李火旺伸手过去 在他那干枯的白发上 轻轻地抚摸着 眼中露出跟静心师太眼中 一模一样的慈祥 其他要因 还有其他尼姑 此刻同样向着那四肢枯萎的老头看去 李火旺看着老头 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还记得他小的时候 摇摇晃晃地 向着我扑来的样子 多好玩啊 师太点了点头 紧接着 脸上又露出一丝痛苦 其实说真心话 变成这种样子 很难说得上对跟错 之前在幻觉里时 看着我妈跪在我面前的时候 在那一瞬间 我真的心里实在堵得慌 如果真有办法 让我一辈子待在幻觉里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静心师太脸上的痛苦 仿佛会传染般 同时出现在四周所有人的脸上 唉 在场所有人同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气氛变得十分地压抑起来 在这种心情的陪伴下 小木车直搭地继续往前推 没过多久 前方左侧 同样推出了一位 巨大臃肿的老尼姑 李火旺看着那老尼姑 脸上露出一丝嫌弃 静元师妹 能不能快点 要知道 单养子时时刻刻 都在修改我的认知呢 折什么节啊 都等了这么久 还差这点功夫 你之前找快点 犯得着节约这点时间 静元说着 从旁边地上 拿起一块发霉的发膏 塞进自己的嘴里 静元并不是第一个 很快第二个 第三个老尼姑 同样被木板车给推着出来了 最终连同静心在内 有六位老尼姑 被抬了出来 在这些人的陪伴下 李火旺等人来到了一处低洼处 里面树立着一尊 十几米高黑色蠕动的巨型佛像 当他们彻底走近后 嗡嗡嗡嗡声响起 原来那黑色蠕动的佛像 全是一只只绿头苍蝇堆积而成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要不你们等我会 李火旺捂着肚子问道 别墨迹了 赶紧的吧 你当我们出来一趟方便吗 静心从肥肉里 掏出一串盘着发亮的佛珠扔了过去 李火旺顺手接了过去 一边转起佛经 一边开始低声念叨起来 声色难懂的佛经来 第107章佛 行者见乙 欢喜永悦 自见其身 成经刚台 随从佛后 如谈指请 往生彼国 生彼国以 见佛色身 众像巨族 见诸菩萨 色相巨族 从李火旺口中念出的佛经 逐渐响了起来 在诵经声的承托下 此刻他的脸上 仿佛笼罩在一片神圣的佛光之中 刚开始 只有他一种声音 可是没过多久 这单调的诵经声 开始产生混响 或高或低的唱诵赞计声 开始一同配合李火旺起来 这些声音 是来自周围的胖尼姑 跟师太之口 他们的脸上 同时露出李火旺脸上 一模一样的虔诚 紧接着 四周的庙宇跟房屋内 也同步响起了 照面当子 手庆 木鱼 这些佛门乐器的声音 在这些东西的配合下 李火旺的诵经声 越来越威严 越来越有佛性 这种特殊的声音 开始改变 不应该由声音改变的东西 比如四周的一切颜色 开始逐渐失真 仿佛盖上了一层 厚厚的暗黄色滤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经声音 响越来越大 白铃鸟狗娃高之间 甚至包括静心师太怀中 他的孩子 都开始跟着唱 在声音越来越响之下 低坑内的那尊 苍蝇菩萨 极具震撼地开始动了 他在宋经声的陪膀下 缓缓地向着 李火旺的头顶飘了过来 此时此刻 那些苍蝇的 煽动翅膀的嗡嗡声 也开始仿佛变得 跟宋经旋律一样了 当宋经声 到达了最顶点之时 肉菩萨猛地 睁开黑漆漆的双眼 猛地向下一降 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 瞬间把李火旺彻底罩住 苍蝇的翅膀声 开始地疯狂地抖动了起来 抖动声 与那四周的佛经声 不断地重叠 再次所有人 跟那些上百万只苍蝇 在这一刻 开始在精神上 牢牢练接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人知道了苍蝇的想法 苍蝇也知道了人的想法 随着静心失态心中一动 照住李火旺身上的苍蝇 重新凝聚 形成了一尊 盘坐在莲花座上的 手托镜瓶的菩萨 他的声音 盖过了李火旺的声音 开始带领了其他人 接着诵经 就在这如此庄严的场景 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被一道雷声打破了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去 天破了 那长着三颗脑袋 浑身被各种 令人作呕的器官 铺满的丹养子 仙气飘飘踩着白云悬在那里 用那三双眼睛 细血地盯着 下面整个安慈安 呵呵 哇呀 你这香了 根本没有任何废话 包括静心失态在内的 所有臃肿的老尼姑 迅速从自己的 油腻肥肉的褶皱中 掏出一串 由纯精打造的佛珠 他们分别一左一右 缠绕在自己双手虎口 紧接着 食指拇指向掌心弯曲 手截弥陀印 身具威仪 猛地向着头顶一送 念佛 念法 念僧 念念念念师 念天 比丘修六念 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 嗡嗡声再次响起 形成佛陀的黑色苍蝇 冲天起 如同海浪般 包裹着阵阵佛阴 向着空中的丹阳子飞去 看着眼前的黑色海啸 丹阳子三张大脸 同时露出极其讥讽的笑容 脚下踩着白云 身边飘着鲜絮 向着那些苍蝇 就反冲了上来 他右手那如动的触手手掌 用力猛地一甩 一把有眼球触手 还有血肉拼接而成的铜前剑 就从他掌心内生了出来 血肉铜前剑 用力一甩 肉末飞出 任何被建设的苍蝇血肉 都会迅速扭曲 一张张如动微小尖叫的丹阳子脑袋 替代了苍蝇头 迅速转向四周的苍蝇同类 进行反击 滴答网 此刻 在下方双腿盘坐 表情凝重的离火旺 不为所动 口中继续念着佛经 声音一次比一次的大 在诵经声的催化下 整个念词安慰 所有趴在腐烂食物上 蠕动的白色蛆虫 都迅速成苍蝇 他们扇动着那湿漉漉的苍蝇翅膀 向着无比混乱的空中赶去 一时间 天空混乱到了极点 激烈交战下 空中甚至开始下起了黑色的死苍蝇雨 眼前越发胶着的战局 静心此刻 却显得不慌不忙 既然他之前同样帮助离火旺 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 离火旺双手缓缓合时 一脸慈悲的低声唱道 射受正法 舍三种分 如一切色吸入空界 如是菩萨横煞诸愿 吸入滋愿 善哉善哉 伴随着空灵的佛宁声响起 一道光刺破裂开的天空 从天而降 把他彻底度成了 无悲无喜的精神佛陀 离火旺身体被造成金色的瞬间 空中的丹阳子身上 那些恐怖的器官 同时也镀上一层精 移动起来非常的缓慢 趁着这个好机会 四周的苍蝇群 瞬间抓住了机会 迅速涌了上去 一拥而上 把他整个包裹起来 嗡嗡嗡 苍蝇团不断地扩大 最终重新形成了一座 巨大的盘坐莲花的镜瓶菩萨 慢慢地向着地上落去 距离地面没少一寸 那菩萨就向内缩一分 空中那破开天空的异象 也减弱一分 诵经声 沐鱼声 敲钟声 一切的声音逐渐开始变轻 都仿佛这一切都结束了 地面上 两位胖尼姑 手中拿着拖把般大小的毛笔 笔头上沾满了香炉里的香灰 盯着苍蝇尼姑眼 待期待着等待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 诵经的静心失态心中 闪过一丝贪婪 按照正常情况 接下来只要收尾了 那这苍蝇里面的东西 就归他了 这东西 也罕见得很啊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就在他以为 一切都炒好的地方进行时 可偏偏意外就发生了 浑身笼罩着金光的离火旺 忽然开始咳嗽了一下 并且越咳越厉害 怎么回事 我感觉不到 他想什么了 那小居然子断开了我们的清静心 一位老尼姑惊呼喊道 话音刚落 捂着自己脖子的离火旺 大嘴猛地张到了最大 极其恶心的干呕声响起 紧接着 在场的所有人 都看到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 从那位穿着红色道袍的道士嘴中 几根蠕动的 带着粘稠液体的黑色触手 从他喉咙深处钻了出来 那是黑太岁 但是又不完全是黑太岁 在一根触手的根部 挂着半张脸 那是丹阳子的脸 哎呀 这佛没死 他还没完全成佛 佛其实一直跟着黑太岁 混着躲在离火旺的肚子里呢 我们弄错了 这才是正主 第108章丹阳子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从离火旺的嘴里 钻出来的触手 瞬间绷直向着前方刺去 黑太岁那柔软的触手 绷直后变得坚硬无比 瞬间就戳穿了一位 胖尼姑的肚子 伤口并没有流血 而是不断渗着发白的脂肪 可不管里面渗什么 尼姑的惨叫声 让庄严的诵经声中 多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随着诵经声的减弱 那尊苍蝇菩萨不再凝固 开始变得松垮起来 滴答网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月地如动如动的 粘连着丹阳子器官的黑色触手 从离火旺的口中钻了出来 疯狂袭击着其他尼姑 触手们把整个离火旺倒了起来 好似章鱼用触手 撑着地上不断移动 整个场得乱成了一团 一个胖尼姑刚要触手阻止 空中形成菩萨的苍蝇就垮了 受困的丹阳子摆脱束缚 双方局面瞬间发生了倒转 静心他们想要对付丹阳子 可却根本做不到 没有了清静心的链接 他们等人眼中再也没有什么丹阳子 只有一位嘴里 有着十几根如动触手的赤袍道士 要想办法 让这小子再加入我们的清静心 否则 我们根本影响不到丹阳子 不行 做不到了 丹阳子就在他肚子里 时时刻刻都在捣乱 师妹 请菩萨上身吧 再拖下去 安理要出事了 静心看着远处掉掉着的离火旺 心里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都到这一步了 偏偏功亏一篑 不管别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的 此刻在离火旺眼中 自己嘴里并没有什么触手 自己也根本没动 是恐怖的丹阳子 正在疯狂地攻击那些胖尼姑 刚刚静心的话 此时他也听到了 丹阳子没死 他居然没死 一直跟黑太岁生活在我的肚子里 离火旺瞬间感觉到浑身发了 那个杀人如麻 拿人恋丹的丹阳子 居然还没有死 离火旺过去一直以为 丹阳子只是从精神上 不断侵蚀自己 结果怎么也没想到 他信号信号层面也没有放过 看着远处的丹阳子 离火旺的眼中露出极度的恨意 不行 必须做点什么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想要解决掉它 就在今天 离火旺右手伸向腰间的大千路 左手打开下摆的刑剧包 从刑剧包里 掏出一把锋利的三棱锥 迅速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 打量了几下 离火旺一咬牙 直接捅进了自己掌心 从掌心不断下压 一路插进小臂骨髓之中 剧烈的疼痛 差点让离火旺彻底抽过去 痛绝翻倍的情况下 这种感觉实在是常人难以接受的 也许在使用大千路的时候 痛绝加深是件好事 但是这次离火旺却并不打算使用大千路 刚要打开大千路 一条仙气飘飘的仙髓飞了过来 缠住了离火旺腰间的大千路 直接甩飞了出去 哇呀 你要助为师成仙 可不能帮外人捣乱 单仰子的那个左侧秃顶的老人 脑袋忽然开口说道 助人成仙 可是大功道 将来等你登上了修仙之路 你会明白的 中间的中年脑袋说道 你根本想象不到 我在仙界的边缘看到了什么 我要进去 我一定要进去 我就差灵门一脚了 帮我 最后说的是单仰子的孩童脑袋 去你妈的 我就是死 我也不再帮你 离火旺咬着牙 把三棱锥从伤口处用力拔了出来 单仰子那相互嵌套的嘴巴 宁孝看着离火旺 哇呀 展三师这种事情 你帮也得帮 你不帮也得帮 你可别忘了 谁是师父 什么狗屁展三师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吗 想要我的身体就直说 我能骗得了你 不代表你你能骗我 告诉你一件事 你被单料里的那些斜碎的血肉 彻彻底底 扭曲成了怪物 成仙的功法 都是我瞎编出来的 听到了这个真相 单仰子非但没有露出愤怒的表情 反而六双眼睛 同时露出强烈憧憬 不 我现在确实成仙了 虽然只是个半仙 可是我确实看到南天门了 我还看到了 里面跟我一样的神仙 还看到了那些仙女们 离火旺冷笑 仙界 陪我说了半天话 你不看看 你身后是什么 三个脑袋同时扭头 他们就看到了一尊 由臃肿肥肉形成的 三头六臂的巨大观音 站在他的眼前 碰 臃肿腐烂的肥肉压了下来 却直接从单仰子 困在原地 半个身子埋在肥肉里的单仰子 扭过头来 用那极其恐怖的眼睛 看向离火旺 放心 小问题罢了 只要不让这些姑子 连着你的心 他们就看不到我 就是一群瞎子 再厉害 又有啥用 而你妈 别怪为师说话难听 你要是听话呢 那还是我徒弟 如果不听话 那你就是路边的野狗 我随时可以一脚踹死 在这些事情上 你什么都做不了 听到这话 一股血之勇 离火旺大脑 离火旺握住刀柄 瞬间举起狠狠地插入自己的腹部 颤抖向左滑动后 离火旺抬起那没有少了三个指甲盖的右手 插入自己的腹中翻着起来 你在干什么 停下 丹羊子的表情变得异常恐怖起来 他想要动手阻止 却发现自己被那帮尼谷给困住了 你不是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吗 双眼瞳瞳的离火旺 对丹羊子大喊着 当摸到一个不断蠕动 好似暖水袋一样的东西时 离火用力扯断上面的粘连组之后 颤颤巍巍地从伤口处掏了出来 那这样呢 离火旺强忍着因为剧痛而产生的颤抖 举起刀来 狠狠地刺入自己手中的胃 大堆好似墨汁般的黑水 从伤口处溅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丹羊子脸上 瞬间变得极其的难看 你这个孽图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以为自己兜得过我 别做梦 你的下场早就已经注定 离火旺咬着牙 狠狠地再次捅下 这一次 他把整个胃彻底捅穿了 注定 我就便不信这个血 赖子头 这是没完 第109张伤 此次的声音不断响起 黑色的液体 不断从离火旺的胃带缺口处 喷了出来 这毕竟是自己的胃 离火旺表情 极其痛苦地 踉呛倒地 可看到眼前的丹羊子 那邪义的身体 也开始变得不闻起来时 他的脸上 露出一丝快意 只要能弄死丹羊子 自己受多少苦都行 把眼狼 要不是盗爷出手 你还在一想中沉沦 离火旺咬着牙 刀刃颤抖地 用力向下压 把整个卫带彻底劈开 露出里面 劈成两半的黑态碎 我他妈要你出手了 就是因为你 我会活得这般般痛苦 好 好的很 丹羊子三双眼中 露出极致的杀意 这种杀意 也同时感染了离火旺 在这一刻 离火旺心中 再也没有别的情感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杀了丹羊子 就在这压抑的气氛 到达了最顶点的时候 大团的苍蝇 从天而降 带着星号星号跟肮脏 彻底包裹住了两人 远处的静心六位师太 带着佛珠的双手 重重地用力合十 跟着那巨大的佛像 重新开始念起经来 无苦极灭道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朵 一般惹 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故无有恐 远颠倒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一般惹 波罗密多 随着诵经声响起 他们身上的衰老肮脏跟肥胖 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削减 滴答网 与之相对的 天空中开始出现了一变 在那裂开的天空之处 出现了一颗遮天蔽日的眼睛 一颗来至 无垢无尽怒目罗汉的眼睛 哼 一声怒吼 传出去数十里地区 整个空间位置一阵 整个安慈安 所有不正常的一切 都迅速分散 这同样包括单样子 迷迷糊糊中 白领秒清醒了过来 等他彻底回过神来之时候 发现自己 居然正在趴在一大锅 油腻腻的炒饭面前 双手抓住炒饭 拼命向着自己嘴里塞 哦 吐掉口中的发腻的炒饭 白领秒慌张地向着四周看去 张望一会后 他这才发现自己 正常坐在了安慈安的火房内 四周全是吃饭的胖尼姑 咀嚼吞咽声 不断钻入了他的耳朵 扭过头来 重新看向铁锅 他发现 这锅饭不是给他一个人的 而是给他们一桌人的 狗娃 小满 宝露 养小孩 高之间所有人都在这 他们跟着那些尼姑一样 狼吞虎咽着 不过很快 他们就清醒了过来 慌张地看着四周的一切 这 这是怎么了 我们怎么会在这 其他人很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白领秒迅速找了一圈 发现其他人都在 可唯独少了李火旺 这到底咋回事啊 不是说给师兄驱邪吗 怎么忽然跑这来吃饭来了 连的菜都不放一个 这么你怎么吃啊 狗娃说完 看向其他桌 发现其他尼姑们 此刻根本懒得理会自己 疯狂地胡吃海塞 不过 他们吃的不是炒饭 而是一些发霉的馒头 白领秒脸上 带着一丝焦急 走到一位胖尼姑的身后询问 这位师父 请问 可见我李师兄 李师兄 那星宿小子是吧 他在静心失态呢 你去找他去吧 那尼姑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一边说着 手中还一边抢着 生怕抢慢了 吃少了 等这帮人再次闯过 发霉的吃食沼泽 来到静心失态屋前的时候 就看到李火旺正在站在那里 跟着一位模样 非常怪异的女尼姑说话 那尼姑怪得很 眼眶中并没有眼睛 双眼整个向里面萎缩着 身形看起来十分的消瘦 可偏偏身上的皮 却宽得很 下巴上的皮 能垂到肚子 肚子上的皮 能垂到地上 听到脚步声 李火旺转过身来 面带微笑地 向着他们招手 示意他们过去 白领秒心中顿感惊讶 这是他第一次见李师兄笑 你们来了 没吓到吧 安慈安的师父们 神通有些说不回 影响到了很正常 李火旺对着其他人解释道 白领秒刚一靠近 就被那骨瘦如柴的尼姑的容貌 给惊艳到了 对方太漂亮了 哪怕对方模样古怪 哪怕他自己也是女人 白领秒拉着李火旺稍远一点 小声地问道 李师兄 这人是谁啊 他是静心师太啊 怎么 不认识了吗 李火旺的话音刚落 远处皮肉脱地的瞎眼少女 对着其他人点了点头 他是静心 是那个连走路都走不了的大胖子 所有人顿背惊得睁大大的眼镜 这反差 胃面也太大了 安慈安的功夫 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大家都别问了 不过好在静心师太 付出这么大 也是有效果的 我的麻烦没了 单样子不会出来了 当听到李火旺的最后一句话 所有人纷纷眉开眼笑 纷纷向着李火旺祝贺着 简单交流几句后 微笑的李火旺 举起双手按了按 把其他人询问细节的话语 先压了下来 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忙 估计还要待上一段时间 你们先走 等忙完了 我会尽快赶过去的 李师兄 什么事情要这么久 不如我们待下去帮你们吧 听到要分开行动 白灵秒第一个表示不同意 别瞎闹了 修炼方面的事情 你们帮不上忙 先走吧 最多十来天 我就赶上了 再说了 你们不是要回家吗 赶紧走吧 都已经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再耽搁 又要在外面过年了 放心 我又不是不走了 放心 只要你们沿着地图上的 画好的线路走下去 我指定能追上的 在李火旺的一番劝说下 其他师兄妹们 终于说动了 转身离开了安慈安 随着他们的背影 渐渐地消失 李火旺脸上的笑意 也渐渐地冷了下来 逐渐被痛苦所替代 他解开自己的红色道袍 拉开自己的上衣 在他腹部 有个一个硕大的伤口 密密麻麻的白色蛆虫 在里面钻进钻出 在安慈安内 这点伤不日就会痊愈 你该担忧的是另外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 第110章 疯子 李火旺轻捂着自己的伤 缓慢地挪动着 挪到静心那屋子里 靠着墙根 迟缓地坐了下来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丹羊子吗 李火旺开口问道 当然对付得了 只要把你杀了就行 静心的话 逗笑了李火旺 没想到 师太还这么会讲笑话 我没跟你讲笑话 丹羊子的根 现在彻底扎在了你身上 你现在 就是他未完成的三世之一 可是你又要活着 又要剥离你师父 这确实是个精细活 毕竟 你们连着太深了 甚至可以说 你现在都算得上 一小半个丹羊子 这也是为何 我没有把那黑太岁 从你胃中剥离 因为他现在不单单是丹羊子 同样也是你 李火旺请安慈安尼姑 清除丹羊子 并没有成功 虽然他们跟李火旺配合 重伤了丹羊子 并且暂时驱逐了他 可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 麻烦还在 并没有解决 李火旺躲在黑暗中 背靠着冰冷的墙壁 麻木地望着外面的庙宇顶部的 带着青苔的层层瓦砾 这不能怪我们 我也不知道 你师父居然还有一半没死干净 我们安慈安 对于空我界方面比较擅长 可涉及到皮肉 正得似那些不受戒律的秃驴们 更在行 师太 我不怪你 我只是想问 还有多久会被彻底转变成丹羊子 按照现在算的话 还有两个月 静心师太说着 走到暗中 来到一个竹摇篮面前 轻轻地摇了起来 看着摇篮里面老人 他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 哦 所以 你打算怎么做 我需要先等等 等个答案 师太 我可否向你借用一下东西 一时间昏暗的房间内 安静了下来 安静了好久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表情微微有些挣扎起来 随后猛地睁开了眼睛 之前四周的黑暗 已经被白色所替代 他再次来到了医院 仔细辨别一番后 李火旺发现 这并不是精神病院 而是普通的医院 在幻觉里 自己的伤 看起来还没好 而自己的母亲 此时的孙小晴 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趴在床上 睡得很沉 在李火旺的印象中 自己母亲 一直是非常爱干净的人 可是现在的她 头发很油 看起来很长时间没洗 李火旺想伸手过去 就发现自己的四肢 都被牢牢地绑住了 她只能轻声 向着那边呼唤着 妈 是我 火旺 当孙小晴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儿子 正在盯着自己看 并且表情 非常正常地 喊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她激动地扑了上去 死死地搂住了她 儿子 你终于清醒了 安静等了半天 等到对方的情绪 没这么复杂之后 李火旺再次地开口问道 妈 我爸呢 你爸赚钱去了 咱们家现在很缺钱 而且还欠了不少外债 刚说完这话 孙小晴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连忙捧着李火旺的脸 心疼地解释道 火旺 妈不怪你 我知道 这都不是你想这么干的 这都是那病 那杀千刀的疯病 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就落到我儿子头上 妈 你能帮我解开一只手吗 我松松手 看眼前儿子说话 如此正常的样子 孙小晴有一片刻后 脸上重新堆出笑容 滴答我 好 松松也好 天天绑着 身体都要绑坏了 恢复自己右手自由的李火旺 对着孙小晴笑了笑 谢谢妈 说完 他把手伸进自己的病库内 从里面掏出一串 沉甸甸的金色佛珠来 在孙小晴的惊讶的眼神中 李火旺把这佛珠 放在了他的手里 妈 拿去换些钱 把家里的债给还了 可以还有剩的话 把咱们家的房子再买回来吧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小区的 孙小晴捧着黄金佛珠 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儿子 这金子哪来的 你趁我睡着的时候 出去拿的 李火旺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伸手 把自己脖子上的那块玉佩摘了下来 同样放在孙小晴的手中 妈 这个也拿去吧 应该也能换点钱 哪怕我知道你是幻觉 我也不想看到你在我眼前受苦 听到这话 孙小晴顾不上手中的金子跟玉佩 双手抓住李火旺的肩膀 不断地摇着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儿子 你看清楚啊 我是你妈呀 我不是幻觉啊 我真的不是幻觉啊 李火旺把手伸过去 轻轻地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嗯 对 妈你是真的 你不是幻觉 哼哼 我刚刚逗你完的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孙小晴激动地又蹦又跳 双手合十 念叨着菩萨保佑 就在他激动地拿出手机 准备让李火旺 跟工作的爸爸视频的时候 李火旺伸出右手 在他衣服上扣了扣 扣下来一颗扭扣 塞进自己的怀里 也许是李火旺这次主动转换原因 这一次回归非常的快 就在李火旺看到视频里的头发 斑白的父亲 还没有说上半句话 四周的一切再次切换 重新回到昏暗的屋内 手中拿着金色佛珠的静心失态 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自己 李火旺表情有些犹豫 他缓缓地抬起右手 呼吸越发地急促起来 此刻他脑子很乱 一咬牙 我早该想到的 那边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居然我听信幻觉里面的人说的话 我真的是疯了 笑着笑着 李火旺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既然那边是假的 他现在连幻想中 最后一丝可能的退路都没了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对着空中轻柔地说道 妈 没吓着你吧 把我的手绑起来吧 免得碰到你 一直在默默看着一切的静心失态 忽然说话了 既然那边是假的 那你在对谁喊 李火旺抬头看着黑暗中的尼姑 对我自己喊不行妈亲 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 李火旺的眼中 瞬间被满满的杀意覆盖 我要丹羊子死 第111章办法 坐在地上的李火旺 表情带着强烈的犹豫跟挣扎 一直待在原地 想了很久很久后 他最终手拿着毛笔 在宣纸上写了起来 不过李火旺没写几个字 都要停顿很长时间 不习惯用毛笔是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 李火旺此时已经开始忘记 很多日常用字的写法 李火旺明白 这代表着 自己跟丹羊子越来越像了 羊羊洒洒 写下了一大堆后 李火旺莫为写下来了五个大字 李火旺绝笔 写完这一切后 李火旺把纸张吹干 递给了一旁的胖尼姑 如果我的那些师兄妹 回来找我的话 还劳烦您 把这封信 送给那大高个手中 他认的字 紧接着 他又把那天书葫芦 还有道灵递了过去 还劳烦把这三样东西 也请欲送给他们 这葫芦跟道灵 他们知道怎么用 至于这天书吗 就当给他们留个念想吧 妙鹰的视线 在这三样东西上 瞟了两眼后 转向了李火旺的腰间 大千路 那东西不送 李火旺守岸 在那给自己带来过 无尽痛苦的竹箭上 微微摇了摇头 不送 这东西不想 留给他们 我走得不踏实 跟着我一起走比较好 整理好了一切事情后 李火旺扭过头来 看向旁边等待的静心 师太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我们走吧 静心师太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安慈安的深处走去 他身上的松垮垮的皮肉 如同裙摆般 在地上托过 他走在前面 李火旺捂着腹部跟在后面 两人彼此沉默无话 穿过了发霉的吃屎沼泽 又走过了几座 破败脏乱不堪的庙宇 一座黑色的矮佛塔 逐渐呈现眼前 看到那座塔 静心终于开口了 你当真要这么做 李火旺点了点头 你之前说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 对于我自己的命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 呼 李火旺按了按腹部的伤 吐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强烈的皮态 师太啊 说句实在话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累了 我不想再看到 我妈受苦了 我也不想时时刻刻 忍受着丹阳子的侵蚀了 我真的想好好写写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 李火旺心中 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惧 反而心中感觉一丝轻松 唉 我感觉真的好累啊 静心师太点了点头 带着他向着塔中走去 那好 如你所愿 多谢师太了 我在这个世界中 遇到了那么多人 你算唯一的好人 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 这是自然 师太 你既然是佛门弟子 我可否问个问题吗 哦 什么问题 你说 这世界上 人死了真的会变成鬼吗 那你待会就要死了 觉得是变成鬼好一点 还是烟消云散好一些呢 我觉得吧 人活着就够累的 死了就歇会吧 别再闹腾了 李火旺说的十分的坦然 静心微微侧头 重新用那萎缩的眼睛 看向李火旺 你真的确定 没有任何牵挂了吗 这凡事间 真的没有任何东西 值得你留恋了吗 李火旺表情微微一僵 他的脑子里 想起了很多 我有 可是现在的我 跟他们在一起 只会伤害到他们 见到此情景 静心师太也不再说什么了 继续往眼前黑塔走去 随着靠近 李火旺听到了沙沙声 那种非常特殊 好似叶片相互摩擦的动静 抬头向着声音方向看去 他终于辨别出来了 那声音到底是从哪来的 那是蟑螂 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 相互拥挤地塞在塔内 静心脚没停 居然就这么带着李火旺 直直地走进了蟑螂堆中 浑身上下被蟑螂乱爬的感觉 很不好受 但是决心赴死的李火旺 此刻也不在意这些 他只能用力推开那些 到处乱爬的虫子 勉强跟着不掉队 在蟑螂堆走了 有半炷香的时间 李火旺眼前一空 可还没等他缓上一口气 眼前的东西 让他浑身一震 大大小小的灰色老鼠尾部 相互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团团的 彼此一围一栋的大鼠堆 鼠堆跟鼠堆间拼接 最终形成一座巨大的鼠山 此刻鼠山之中 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眼睛 直直地盯着李火旺 在如动的鼠山上 有着一个洞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进入一半 就这了吧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 抬脚向着那鼠山之中的鼠洞走去 刚走没几步 李火旺又停了下来 再次向着静心师太确认道 师太 你确定我死后 你们真的能解决掉丹阳子 自己的命是小 让那该死的畜生 万劫不复才是大 得到了非常肯定的确认后 李火旺这才松了一口气 抬脚向着那老鼠洞走去 临死前的最后一幕 李火旺的心中 同时映出了 杨娜跟白领鸟的身影 渐渐地 他们的身体 逐渐重叠在了一起 永别了 这个烂地方 李火旺想着 抬脚就要向这里面走去 眼看着李火旺 即将钻进鼠洞 静心师太声音 从后面响了起来 既然你连死都不怕 那我可以给你 推荐另外一种选择 真要没用了 你再死也不迟 听到这话 李火旺诧异地扭过头来 看向静心师太 还有别的办法 静心点了点头 用手指了指他腰间的 大迁路 向这东西的援主 寻求帮助 他吗 李火旺十分诧异地 看向那红色的竹简 师太 之前一直都没有问您 这用血肉陷阱的东西 是来自哪里 敖锦教 从静心师太说出了 一个李火旺 感到非常陌生的名字 过去他们是两个教 一个敖教一个锦教 后面不知道怎么的 凑一块去了 你手里的大迁路 就是他们的东西 敖锦教 李火旺站在原地 喃喃自语 佛教道教他认识 这个什么敖锦教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他们有办法把丹阳子 从我身上剥离出来 你可以去找他们试试看 如果说这个世上 还有那些人 能解决你现在这种古怪情况 不过 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了 应该也不怕这个了吧 说完 静心师太用手 把自己身上 松松垮垮的皮肤 轻轻一折 紧接着 用手指这么一划 一张人皮 就这么被裁下来了 乌黑的手指甲 迅速在上面笔划 在皮上面 划出一条条 长方形的女书纹 写完后 他走到李火旺身边 把那东西放在他手中 拿着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至少不会马上动手 如果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的话 你再回来死也不迟 李火旺用手轻轻揉 擦着手中这张皮信 他连赴死的决心都下好了 居然还有一些生机 多谢师太 假若真的解决掉丹阳子 日后必将永泉相报 能不死不死得好死得好 拿着这最后一次生机 李火旺扭头 向着外面的蟑螂堆中走去 师太 那一言为定了 如果他们 也解决不了丹阳子 那我二个月后 再回来 让你杀了我 就在李火旺走了没多久 一个胖尼姑 从鼠堆中走了出来 来到了静心身边 师太 静心师太表情 带着十分复杂地 注视着李火旺离开的方向 两久过后 他才缓缓开口 之前这孩子 捧着我的脸 叫我妈了 你可知道 他跟徐儿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像很像 无论是做事 还是说话 第112章路上 天书 道灵 胡萝 安慈安内 李火旺轻点着之前 给尼姑保管的东西 既然要去找凹警教 那么 这些东西还有一书 自然不能放在这里了 路上说不定用得上 此时此刻 对于李火旺来说 真的有种梦的感觉一样 居然还有办法解决丹养子 哪怕这个办法 很可能非常的渺小 就在他刚准备 拿着这些东西 要走的时间 李火旺察觉到了自己的东西 发现了一些变化 这是 牙印 李火旺用手 摸着天书的一脚 疑惑看向身边的妙心 这位正在胡吃海塞的胖尼姑 顿时心虚地 向着房梁上斜看去 妙心师父 你这连牙印都啃出来了 有弄明白 这天书是什么东西吗 说真的 你要帮我弄明白了 我还要感谢你呢 没有 不是我啃的 这牙印本来上面就有的 我们安慈安帮你这么多 你可别诬陷好人啊 看着对方这拙劣的撒谎技巧 李火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紧接着 他又拿起葫芦来摇了摇 里面居然空了 里面的那一颗羊兽 居然不见了 李火旺又看了一看旁边的胖尼姑 此刻他更是把头埋在食物里面 大口大口地吃着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被偷了东西 但是李火旺 居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意外 自己之前居然会想到 把东西送这些贪婪成性的尼姑保管 早就该想到 会有这样的结局 李火旺把三样东西 往身上一杯 脸上带着一丝无奈地 在胖尼姑的肥肉上拍了拍 妙心师傅 有缘再见了 紧接着 他转身就向着门口走去 刚走到门口 又忽然停住 扭头看向身后的尼姑 刚一回头 就看到偷瞄自己的尼姑 把脑袋塞进食物里 看到李火旺 缓缓走到自己面前 刚要开口 妙果率先开口了 语气十分的坦然 那东西被我吃了 味道不怎么样 有本身 你去试探那给我去吧 看着眼前 尼姑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李火旺笑了笑 别把我想得那么小切 我回来是想问你点事 你知道敖井椒吗 嚼了嚼嘴里的食物残渣 妙心表情显得有些困惑 我不是告诉你 敖井椒的十字四 都在西面的大山里面吗 在哪块地界 都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你了 你自己去找不就行了呗 李火旺摇了摇头 我说的不是地址 我想跟你问问 敖井椒是怎么样的教派 他们背景如何 他们的人是怎么样的人 脸庞圆润的妙音 听到这话 顿时把五官皱到了一起 活脱脱像的包子 你连大千鹿都有 居然不知道 那些玩意是什么东西 说简单点 他们是一群怪人 怪人比你们还怪吗 哈哈 李火旺说到这 忍不住笑出声来 妙心脸上露出一丝不满 没跟你闹呢 那帮家伙怪得很 你用过大千鹿 肯定对他们的修炼功法 小得一二 这帮家伙不打坐 也不念经 也不像其他人一样 修炼功法 他们喜欢折磨自己 说这样可以取悦他们的古神 古神 不是八灰吗 还是那东西 有两种名字 李火旺对着对方所谓的神明 有些意外 管他们叫什么 反正他们那帮子人 喜欢穿大高帽 还希望穿大袍子 都是为了遮住身上的伤 我上次看到一个人 连皮都没了 虽然说 师太给了你一封亲皮书 可他们未必会给师太一个面子 你自己当心点吧 我们之间有过节 李火旺本来只是随嘴这么一说 没想到 居然真的问出了一些细节 有什么过节 还不是因为师太他儿子吗 他们也喜欢抓星宿 做什么不知道 反正师太儿子被抢回来之后 彻底风大发了 说完这话后 妙心上下打量着李火旺 一边摇头 一边惋惜的嘖嘖作响 嘖嘖嘖 一时间差点忘记了 你也是星宿啊 你去那可危险了 师姐 你以为我想啊 问题我也要有的选啊 李火旺带着一丝感慨的说完 去坐在原地大口的吞咽 一边吃还一边自言自语 明明写一说的时候 我看到他内心充满了死意的 怎么转变得这么快 居然急匆匆的 就去找熬井娇了 是不是你们 谁调了他的心弦了 我才懒得调心素的弦呢 别把自己给整疯了 我估计是静心失态下的手 哦原来如此 各种不同的声音 在妙心的脑袋里 此起彼伏 腮帮子肿的老高的吕状元 带着吕加班 在路上赶着 灰头土脸 已经不足以描写 他们现在的样子 衣衫蓝绿更合适 每个人的脸色很难看 马车上的吕状元的媳妇 此刻更是搂着自己的女儿 趴在木箱子上 失声痛哭着 磨得发亮的烟杆 在空中被用力划过一道弧线 哭 就知道哭 都哭几天 让你脸上抹锅底灰你不抹 我银子 都那些大头饼抢光了 我哭啥了吗 怎么的 我那么多银子 不比你清白重要 爹 我求你别说了 吕举人双眼有些发红 满脸的憋屈 一副有气没出仨的样子 看着自己儿子的样子 吕状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放心 钱他们没抢光 老哈我别的不行 藏钱还是有一手的 那些兵 他们顶多搜出了两个地方 还有三个地方没搜出来吗 吕状元说着 拿出腰间的铜钥匙 重新打开了 放在马车上的大木箱子 他那满是老简的手 摸索了一阵后 就从一个暗阁里 摸出了几个大小不一的银子 从里面挑出一个 比黄豆大一些的碎银子 面带不舍的他 扔到了自己儿媳妇身上 我们吕家亏待了你 拿着 等到了急上 你想买点什么 就买点什么吧 刚刚还痛哭委屈的罗绢花 一摸到银子 脸上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小心地收进了自己的小荷包里 我不是给我用 我要存着 给秀儿当嫁妆 吕状元看在眼里 却没说什么 而媳妇每次受委屈了 总要演这么一出 不讹点什么不算完 自己早就看习惯了 第113章 他相遇故知 看到 媳妇不再做了 吕状元扭头又看向 跟在马车尾部 失魂落魄 脸色惨白的小儿子 戏娃子 怎么的 没下着吧 吕秀才脸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脑袋跟得了大兵的母鸡一样 你也喇叭急的 别怕 那些臭当兵的有什么 都是一些直老虎 他们真要有能耐 怎么不去上阵杀敌啊 虽然被吕状元干巴巴的安慰 可吕秀才 脸色却没有好上半分 吕状元点燃了自己的汗烟 巴达巴达地抽了起来 白色的烟盖住了他的双眼 我寻思啊 这不是寻常的兵灾 这世道要乱啊 所有吗 咱们家要出去躲一躲 爹 咱们的皇帝打仗打败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当王国奴了 一汗烟敢敲过去 敲得吕秀才 脑袋火星点子四箭 谁当皇帝 跟咱们有一文钱的关系吗 这是你该想的事情吗 看着吕秀才 委屈地捂着脑袋的样子 吕状元轻叹了一口气 耐下心思较导着 败下来的大头兵这么多 八成这是要改朝换代了 兵在后面还有大乱 所有咱们出去避避风头好些 前辈抢了没事 只要人没事就好 只要人活着 去哪都行 可可我没来过四七啊 爹我有点怕 看到小儿子这窝囊样 吕状元就气不打一处来 怕什么怕 四七这儿的人 难道不是两个眼珠子 一个鼻子 他还能多长出几个来 四七比咱们那顶多 就和多点胡多点 这时 旁边一直在安静聆听的旅举人问道 爹 那这地界 咱们也不熟 我其实也觉得 还是待老家好点 也许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闹兵灾 你当时闹着玩呢 还没这么邪乎 你爹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能算错 说到这 他紧接着 又向着自己的儿子解释道 放心 你爹我早就想好了 之前小道爷看地图的时候 我偷瞄了几眼 他们是要去梁国的 路途遥远 咱们只要跟着他就行 在他身边铁定安全 他去呢 咱们就去了 他赶他的路 咱们演咱们的谢 谁都不耽搁 安逸得很啊 等到皇帝换好了 没了兵灾皇灾 咱们再回来 你看着 不是安逸得很 他会让咱们跟吗 非亲非故的 旅举人脸上 露出一丝为难 哎你看看 当初那罐闲鸭蛋的作用 不就出来了 说到这 旅状元的脸上 露出一丝得意 还记得之前出关的时候 小道爷说啥了吗 后会有期 有缘再见 别管他是不是说的场面话 既然他说了 只要到时候 咱姿态放低点 你们再卖个惨 再加上之前的 那罐鸭蛋的交情 他能忍心轰咱们走 看到儿子脸上 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旅状元脸上 露出满满的得意 嘿嘿 姜还是老的辣 你们啊 以后学着点吧 爹说的是 反正咱们唱大戏的 去哪都是唱 说不定别的地界的人 还喜欢听咱们唱戏呢 还能多赚点钱 随着旅状元 彻底把话说开了 旅家班的气氛 稍稍好上几分 纷纷畅想着 自己的美好的前景 马车走着走着 他们忽然看到 前方路上 有几个黑球在赶车 等他们靠近了 旅状元这才发现 那是十几个胖尼姑 在跟着马车呢 马车有六辆 轮胎硬压得很深 看起来 似乎是运什么很重的东西 这些姑子好臭啊 爹 咱们走快些吧 眉头紧皱的罗圈花 掏出手帕 捂着自己女儿的鼻子 说的什么废话 没看到这些四七人 四七的人 既然能忍着恶丑 依然要跟着这些 尼姑一同赶路 肯定是有原因的 可是 这也太臭了 眉头微皱的罗圈花 小声嘟囔着 跟着那些姑子 一直往前走着 走了有一个时辰不到 旅状元就看到 那些姑子们停了下来 开始大口大口地 吃着干粮 看别人吃 旅状元他们也吃 其实跟这些姑子待久了 也没那么难接受 吃着吃着 旅状元忽然站了起来 带着几分激动地 向着那些旅人之中走去 那一位戴着黑纱斗笠的男人 他看起来 腿脚有些不便 依靠着一匹 老马吃着东西 当旅状元走过去的时候 这人明显也看到了他的样子 旅班主 你怎么在这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旅状元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哎呀 是你啊 你是那小道爷的 话刚说完 那人就把头上的黑纱斗笠摘下来 露出赵武那张 平平无奇的面孔 他相遇故知 在这个地方 能碰到意料之外的熟人 双方都显得格外的亲切 不利索的 一个人走多危险 我带你去找他 刚好顺路 只要把这人送到 那小道爷 就签自己一个人请了 他真要回绝自己 指定的开不了这口 而且 这人是小道爷的师弟 说不定也有什么神通 这路上 又有新的标识了 旅状元热情地扶着赵武 来到旅家班面前 给他们介绍 并且还把自己而媳妇 从车上轰下来 把他扶坐了上去 就在他们热情地交谈的时候 旁边一句 打断了这和谐的一幕 赵武郎 似乎准备浮现出什么强烈情绪 可是在外人面前 他最终还是能耐了下来 没什么 家里 家里出了点事 感到气氛有些异样的旅状元 立马举起手中的烟杆 就向着自己小儿子的脑袋砸去 让你多嘴 教了你这么多年 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 叫什么赵武郎啊 这是你该叫的吗 没大没小 叫赵公子 看着吕秀才被烟杆 砸得眼泪汪汪的 赵武连忙有些尴尬的劝甲 吕班主 真犯不着这样 赵武郎挺好的 就在他伸手阻拦的时候 一阵风吹了过来 吹迷了所有人的眼睛 当他们刚睁开眼睛的时候 顿时所有人都呆住了 之间那些胖尼姑的马车帘子 被吹了起来 里面白花花的一片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吕壮元的眼睛都看直了 我的天 好多银子啊 第114章骑兵 银子 好几车的银子 吕壮元本来看到那压得很深的车孤鹿印 就知道那些马车上 肯定运的是什么重东西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那些都是银子 这得多少银子啊 稍微给我点 都能开好几栋戏楼了吧 就在吕壮元 看得眼睛发直的时候 被风吹起的门帘子降了下来 那些尼姑们 显然是注意到了四周人的意影 不过 他们懒得理 继续跟一个个大乘驼式的 坐在地上吃着东西 都别看了 吃 赶紧吃饭 吃饱了 咱们赶紧走 这么多银子 怕是要坏事 把两辆马车围成一个半圆 赵武说不要都不行 就在他们这样吃饭的时候 臭味逐渐浓郁起来 一个相对瘦一点的尼姑 不知道怎么的 来到了他们身边 垂涎欲低地盯着 赵武手中的咸鸭蛋 你这蛋怎么骂 尼姑不是不能吃铝秀菜的话 说到半截 就被他爹一眼赶敲了回去 师傅说着这是啥话 几个蛋而已 拿去拿去 吕壮元说着 把手伸进罐子里 捞出两个咸鸭蛋递了上去 那尼姑有些心虚地 瞥了一眼马车旁边的同伴 伸手抓住一个鸭蛋 连蛋壳都懒得拨 直接就扔进嘴里嚼了起来 我花钱买 半吊子被捂到发臭的铜钱 被扔到了马车上 感觉到那充满油脂的咸蛋黄 在自己嘴里爆开 胖尼姑顿时双眼 享受地眯了起来 如此大的胃口 吕壮元的两个鸭蛋 根本撑不了多久 他那胖手 直接伸进了 那装咸鸭蛋的罐子 好似吃葡萄斑 他张开嘴巴 一口一个 吃得十分尽兴 旁观的赵武 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这尼姑 这么个吃法不咸吗 哒哒哒哒哒 如同狂风暴雨般的马蹄声 骤然响起 所有人闻声望去 发现在远处道路的尽头 居然出现了骑兵 当兵的来了 快跑啊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其他旅人纷纷站了起来 背着自己的行李 就向着四周的林子钻了进去 吕壮元当然也想跑 可他这是马车 当那些骑兵来到面前时 这地方除了吕家班外 就只有那些尼姑了 吕壮元一咬牙 紧接着给了赵武一个 感到一头雾水的笑容 搀扶着他就往前顶 赵公子 我早就看起来了 你有那么厉害的师兄 也铁定同样神通广大 这回就别藏私了吧 我 我不是我 没等他解释什么 那身穿黑色铁甲的骑兵 就从他们面前冲到了 让张嘴刚要解释的赵武 吃了一嘴的沙子 马蹄声中 掺杂着兵器撞击声 这不是普通的骑兵 这是一只精良的骑兵 赵武撇到了 那骑兵之间的军起 写了一个硕大的四字 停 一声低沉的惊雷 吓得所有人一哆嗦 紧接着 这批骑兵 已让人十分意外的速度 居然真的停了下来 黑漆漆的一排 站在那里 如同一堵黑色的城墙 白色的热情 从马蹄中猛地喷出 当真做到了 形如风 战如松 赵武瞪大着双眼 惊讶看见 从骑兵中 有位被插四把末刀的兵关 双脚在马背用力一踏 他就这么跳到 十几米远的尼姑面前 把地面直接踩出两个大坑来 滴答我 安慈安的各位 边关告急 银里急需军饷 这些银子 我们征用吗 本关会开张借据 你们拿着这个借据 去户部取钱 这话其他人也听到了 自然也包括吕秀才 爹 咋的了 咋四骑这边也打仗啊 我的祖宗啊 你不说话会死 把声音压低声音的吕状元 捂着自己小儿子的嘴 身体尽可能地蜷缩在马车后面 生怕引起眼前这些大头兵的兴趣 幼子熊根本当旁边的戏班子不存在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眼前的胖尼姑们身上 当他瞧见 眼前这些尼姑们依然坐在那里 大口吃着东西 完全把自己的话当放屁后 幼子熊的眉头 渐渐皱在了一起 本关的话 你们没听到吗 说完 他的右手握住了腰间的 一把带着黑碎的刀柄 刹那间 空气中充满了厮杀之气 仿佛在这一瞬间 这里变成了生死战场的最中心 气息感染到了四周的骑兵 他们身体双眼 逐渐不满血丝 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就连他们身下的 马也同样不断地抬着蹄子 不给 懒得去那么远 几个尼姑同时开口了 有本事你就动手 动手前好好想想清楚 这一次的回绝 让气氛紧张到了最高点 马上的一些骑兵们 甚至都已经开始弯弓了 就在旅状元 都准备骑车 带着其他人逃命的时候 那种杀戮的气息 瞬间消失了 表情凝重的幼子熊 抓住自己的腰间的 那黑碎长剑 直接抛了过去 这是我幼子熊的剑 你们拿着剑 来互不收银子 只会多不会少 看着黑衣尼姑们围了上去 眼中带着贪婪 用那肮脏的胖手 触碰自己的兵器 幼子熊心中的火 就不打一处来 可是他也明白 现在整个四骑国局势 动荡不安 自己不能再随意宿敌了 尤其是眼前 这些尼姑 黑月气听令 分银 车上的银子均匀分配 一骑杯一份 军令如山 咱们必须在三天后 赶到昆城 油盐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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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骑兵纷纷下马 冲到马车边 开始以最快的速度 有序的搬运银子 随着马蹄声逐渐远去 吕状元等人 顿时如梦初醒 大口喘着气 每个人浑身都如同水洗 爹 我 我尿裤子了 你臊不臊啊 还舔着脸说呢 还不快去换裤子 虽然说起自己小儿子 来底气十足 可是此时 吕状元双腿也发软 心中止不住的后怕 哎呀呀 看起来 刺期也要乱了呀 不行 这地界太危险了 我得尽快找到那小道爷 跟着他一起 离开这个破地方 第115张狗 黄昏 一条弯弯曲曲的临间小道上 李火望沉默地在上面走着 按照从安慈安娜得来的位置 这个方向的尽头 是连绵布局的山脉 而自己寻找到熬井窖 就生活在这些群山之中 自从他从清风关 彻底清醒过来后 一直是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现在忽然一个人 待着属世有点不适宜 好安静啊 李火望看着四周稀松的树林 喃喃自语道 越往这边走 土地看起来越平静 四周寂静的一切 让他那逐渐急躁的心 也逐渐平静下来 双手举起 用力伸了个懒腰 李火望叹了一口气 再次抬起了右脚 赶着赶着 天就黑了 李火望从怀里 掏出一颗荧光石 借着光亮 继续往前赶 不过很快 他就又把荧光石收了起来 因为月亮出来了 今天万里无云 月亮也很大 明亮的月光 把林间道路照得很清楚 借着洁白月光 李火望一个人继续赶路 他走了一天 走得双腿发胀 如果我能活下来 我得学会骑马才行 李火望心中想到 一直走到圆月高挂高空 终于乏了 他往旁边树下一靠 拿起印馒头啃了起来 打算随便对付几口就睡觉 忽然 李火望上下起伏的腮帮子停住了 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暗中的一点 他察觉到了什么 不单单是痛觉跟味觉 李火望的其他感知 也在逐渐超过常人 就比如 李火望清晰地感觉自己 被什么东西盯着看 谁在那 在他这么说之后 一个黄扑扑的东西 从林子里胆怯地钻了出来 那是一条四足发白 身体黄毛的乡下大土狗 他状态 看起很不好 毛掉了不少 身上还挂着一颗颗皮虫 身体更是骨瘦如柴 肋骨根根清楚 狗 李火望左右 看了看四周荒凉的地界 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是有狗的地方 土狗双眼盯着李火望手中冷馒头 舌头舔了又舔 居然开始对着他 摇起了尾巴 我不管你是什么变的 滚远点 眉头微皱的李火望 用手在大千路上拍了拍 不管是真狗还是假狗 他只想赶自己的路 不想节外生枝 土狗胆怯地后退几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 下垂的尾巴 摇得更勤了 青铜道铃剧烈晃动 刺耳的铃声瞬间响起 那土狗顿时背下的撒腿就跑 看到狗跑进了树林中 李火望刚要把道铃收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马上僵住 靠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黑漆漆的铃子里 土狗搭拉着耳朵 小心翼翼地 再次从树叶下探出脑袋来 紧接着就看到了眼前无法理解的一幕 坐在树底下 那人面带亲切的笑容 养着脑袋 对着空中的明亮的圆月说着话 爸 你也来了 嗯 我知道 我没事 我好得很呢 滴答我 对 我知道 你们俩不是幻觉 你们不是 我之前脑子有些迷糊了 我现在 能分清了 土狗在旁边徘徊了许久后 看到对方并没有对自己有任何敌意的举动后 把目光投向了地上滚到一半的馒头 他探头探脑地 小心摸了过去 张嘴就要刁 面前这道人的话 把他吓得又缩了回去 妈 我不吃橘子 你别解开了 两只手绑着挺好的 对了 那金子换钱了吗 把债都还了吗 哦 那就好 妈 你白头发多了 去染一染吧 你过去不是喜欢去烫头发吗 浅笑的离火望举起手来 向着挂在空中的月亮摸去 唉 你别问了 那金子是干净的 那玉佩也卖了吗 没卖 为什么没卖 土狗小心地再次徘徊了两圈 发现对方真的没有注意自己后 他再次小心地靠前 迅速叼起馒头 转身就跑 因为实在是饿坏了 跑到林子 土狗吃得太急 都也着了 等缓过进来 他再次来到了那路边 渴望地向着那边张望 狗灵敏的嗅觉 让他察觉到 对方的包袱里还有吃的 甚至还有肉 把那玉佩卖了 把咱们房子再买回来吧 有自己的房子 才算有个家呀 不用 真不用给我留治疗费用 你们找个地方 拿根铁链子拴着我就行 妈 我没说疯话 唉 你别哭啊 我现在真没犯病 屠狗 对着古怪的离火望 歪了歪脑袋 他实在理解不了 对方在干什么 再次小心警惕地靠了过去 他开始匍匐在离火望面前 开始不断地摇着尾巴 就在这时 屠狗发现对方 忽然注意到自己 尾巴摇得更勤了 这部娃娃 谁送的 真丑 长得跟狗似的 狗 等一下 有问题 那狗还在 刚刚还心平气和地 离火望猛地站了起来 表情扭曲地对着屠狗 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我叫你滚远点 你是想死吗 屠狗被吓坏了 搜的一下 钻进了林子 等胆怯的他 再次小心地 从林子里探出头来后 就看到对方面带愧疚地 再次对着空中的月亮说话 妈 你别怕 这个你没关系 我没发病 只是那边有些事情要处理 我真没发病 要不你们先走吧 等下次再来探病 我需要处理一下那边的事情 好 我知道 没有什么那边 对 没错 那边都是幻觉 我会即将配合医生治疗的 妄图狗对着红衣 倒是喊了一下 离火望瞬间警觉起来 眼中没有焦点的左右张望起来 不对 有动静 他缓缓地拔出长剑 警惕地张望着四周的一切 开始满脸的戒备 紧接着 表情变得烦躁起来 我解释不了 我也没法解释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啊 离火望的呐喊 传出去很远很远 当天晚上 离火望一夜未眠 尽可能地在幻觉中 用其他方式 戒备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可等那幻觉渐渐消失后 他发现自己的办法 并没有起到效果 自己正在抱着那只土狗 站在一条小河的正中央 那狗正在亲密地 舔着自己的下巴 昨天晚上 应该发生了不少 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哎 我旁边看起来 确实不能确认 离火望抱着狗 向着岸边走去 第116章 熬警叫 你想叫什么 离火望看着面前 这只咬着尾巴的土狗 养了几天 他依然是非常的销瘦 可至少他耳朵里 挂着那些吸血的密密麻麻皮虫 已经全取下来了 两只耳朵被咬烂了 看起来血乎乎的 哪怕吃了离火望的疗伤丹药 把那销瘦的脑袋 轻易地拱到离火望的手下 企图向让对方摸摸自己 离火望轻轻地 在他脑袋上拍了拍 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前几天晚上的时候 他还以为 这狗有问题 但是经过了幻觉的洗礼 离火望发现 自己想错了 如果他真的有一心 早就趁着自己 陷入幻觉的时候下手了 暂时看起来 他就是一条狗 一条非常普通的狗 虽然还是不知道 他是从哪跑来的 离火望从包裹里 掏出一个馒头 扔了过去 看着馒头 兴奋地扑上去撕咬起来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馒头 那以后 你就叫馒头吧 离火望非常草率地 确定了这狗的名字 馒头兴奋地跳了起来 似乎对离火望的喊话有反应 他用那已经长出 一点点指甲根的右手 轻抚着对方的颈部间的毛发 既然你跟我一样 都无家可归 那你就跟着我吧 我身边有条狗也方便点 晚上的时候 可以帮我守夜 白天的时候 也可以陪我说说话 犯病的时候 你虽说帮不上什么忙 可总比没有强吧 当然了 我主要还是想试试 陷入幻觉中的 我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你就是第一个实验品 离火望说完 馒头也已经吃完了 他不断舔着嘴巴 渴望地向着离火望看来 估计 你也听不懂我说什么 走吧 咱们快到了 离火望再次地 在馒头的狗头上拍了拍 站了起来 看向远处的群山 那是他的目的地 跟狗接触的短暂轻松 瞬间消失了 联想到尼姑们 说的那些 关于熬井叫的信息 离火望的表情 逐渐变得阴郁起来 师太说 他们也许有办法解决单样子 可是他们同样危险 单看那 大千路 就看得出来 这种非常被动的感觉 很不好 可是离火望 现在却别无选择 要不试着相信他们 要不就等死 走吧 身穿红色道袍的道人 带着一条黄狗 向着远处的大山走去 所谓望山袍死马 离火望这一次 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了 带着狗走了整整两天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最后挡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城镇 早已经死去的城镇 倒塌的房屋 一分为二的尸骨 还有被带回的蜘蛛网 盖住的一切 重重迹象表明 这镇子曾经经历过一场致命劫难 看着路旁 一位挡在小号骷髅面前的半截尸骨 离火望的脸上露出强烈的厌恶 能干出徒镇这种事情的人 简直没人信到了极致 性子估计比单养子还要恶脸 缓缓地从城镇中穿过 一个念头在离火望的脑海中蹦出 不会这都是熬紧叫的人干的吧 离火望心中 对这个还没有见面的教派 开始产生了变化 滴答网 走了大半天 整个凄凉的镇子 没有发现任何活人 地上唯一的活物 就是墙角 不知道在啃着什么东西的老鼠 看到带着狗的离火望靠近 这些灰扑扑的大老鼠 慌张地跑得一干二净 人都死了 离火望也不能做什么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 开始加快脚步 迅速穿过这座死镇 从这让人倍感压抑的城镇中穿过 一条蜿蜒的山间土路 出现在离火望的面前 山间小路 如同一条长舌般 扭曲地向着山上爬去 这是附近唯一一条近山的小路 敖警叫应该就在这里面 低头看了一眼脚边土舌头的馒头 离火望对着他的腹部 轻踢了一脚 便开始爬山 看着山上稀松枯黄的树林 离火望心中逐渐开始警惕起来 谁也无法保证 对方在看到自己这个星宿后 会有什么反应 王王 馒头忽然向着右侧的树林叫了起来 第一时间 离火望就用手按在大千路上 搜一只 蛇蜊迅速穿过山间小路 跑到了另外一侧 没等离火望松一口气 他隐约看到 那蛇蜊跑进去的林子里有什么东西 带着小星 离火望缓缓地走了进去 几座倒塌的庙宇 呈现在离火望的面前 这就是熬井叫的十字寺吗 离火望看着那庙宇上的标记 喃喃自语道 那不是他过去看的任何一种十字架 这种十字 更像是销售般的黑色星云叶 而且 状态还必须是死可死的那种样子 干扁扭曲 看着眼前杂草丛生的庙宇 离火望的心中 顿时泛起强烈不好的预感 如果说 有什么是比熬井叫见面直接袭击 更让离火望难以接受的话 那就是 他们已经被人给灭了 难道那城镇死掉的那么多人 并不是熬井叫东的手 他们也受到了那东西的攻击 表情十分阴郁的离火望 带着狗 继续回到了路上 继续向前走 这一次 他把更多的注意力 集中在查看四周的林子的隐蔽处 意料之中的事情 离火望马上又发现了一处十字四句点 这一次 他看到了熬井叫祭拜的神 指尖供台之上 一个大号的黑色十字上面 盘坐着一位 浑身被火焰包裹的焦黑雕塑 雕塑非常的细节 无论是火焰的摇晃感 还是被烤得粘粘的皮肉 烧得卷曲的头发 都用石头雕刻的栩栩如生 不过离火望没有看到神仙的脑袋 因为脖子以上全碎了 熬井叫到底惹到了什么东西 离火望不安的想到 敢跟安慈安的事态们不对付 并且还安然存在下来 这足以证明了熬井叫的实力 再加上离火望已经了解 大千鹿的威力 他真的很难想 到底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能毁掉熬井叫的十字四 这时 离火望忽然间发现了什么 用手擦掉供台下面的蜘蛛网 一行字出现在离火望的面前 古神不死 世卫玄聘 玄聘之门 是青天地根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离火望重新抬起头来 再次看向 这尊十字架上盘坐的无头神像 他就是古神 第117章八徽 仔细在这庙宇间盘查了一番 离火望重新走到山间小道 用手摸了摸馒头的狗头 抿住嘴的离火望 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 看起来 熬井叫的十字庙 建造非常密集 离火望没过多久 又发现了一处 这一处的十字庙 明显更完善 至少古神的脑袋 并没有不翼而飞 古神的头颅 是一个焦黑的头颅 看起来 同样饱受火焰灼烧 可偏偏这样的脑袋脸上 却被雕刻出 强烈极度 跟极度渴望的神态 他瞪着那已经化成两颗焦炭的眼球 就这么直直地 向着庙宇上方看去 离火望的视线 也跟随着网上看去 只见在这庙宇的上方 看到了一团 由各种颜色和形状拼尖成的东西 从这神像的神态来看 他是极度渴望庙顶上画的那些壁画 只是离火望暂时无法理解 那团东西到底是什么 汪汪汪汪汪 馒头的犬肺声 让离火望身体瞬间紧绷 他迅速转身 向着馒头呲牙咧嘴的方向看去 那是一扇侧门 庙外的光透不到里面 让整个侧门一片漆黑 在这黑暗之中 他看到了宽大的灰色袍子 离火望从尼谷口中得知 熬紧叫的人 为了掩盖浑身的伤势 大部分都是穿着袍子的 只是他现在只看到了下半身 并看不到上半身 感觉到情况不对劲 离火望第一时间 把那张静心师太 给自己的人皮信拿出来 向着黑暗中扔了进去 在下清风观悬扬 有急事特来贵派登门求助 离火望对着那黑暗中的袍子 自爆家门了 不过那袍子并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离火望猜疑 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活人的时候 那袍子却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看到这人的第一眼 离火望就知道 这人是熬紧叫错不了 因为他那满是伤疤的脸上没皮 如安慈安的尼姑们所说 熬紧叫穿着宽大袍子 戴着高高的帽子 帽子很大 遮住了眼睛跟鼻子 留给离火望的信息 只有他下巴上暴露出来的血肉 离火望吞咽了一口唾沫 十分警惕地看着面前这人 目前看来还不错 至少没有看到自己是心素之后 这些人就马上动手 离火望瞥了一眼 对方缩进袖口中隆起的双手 语气平静地 又把自己的索求又说了一遍 对方依然并没有给离火望任何回应 但是他很明显明白了离火望的来意 他沉默地转身 向着十字四外走去 离火望深吸一口气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了上去 跟着这人后面 离火望逐渐深入群山之中 看着面前那人宽大的袍子 他心中有了一个疑惑 不是说大千鹿是熬紧叫东西吗 怎么没有看到他戴 难道藏在袍子里面 伴随着这个疑问 离火望越走越深 时不时他还能遇到其他熬紧叫的人 他们的都是一样的打扮 看到离火望的第一眼后 就会用那被高帽盖住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自己 异常的环境 让馒头感觉到了害怕 他搭拉着脑袋 缩起尾巴 几乎是贴着离火望的下摆往前跟 在这些人的注视下 最终 一座葫芦形的山洞 出现在离火望的面前 看到山洞 离火望不由地想起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讨厌山洞 洞内里面 并没有像当初清风管一样黑 而是非常的明亮 一把把劈啪作响的火把 把整个山洞照得明亮无比 太多的火把 甚至提高了洞内的温度 让离火望感觉到 心中有些燥热 联想到之前的神像上的火焰 离火望觉得 火焰在熬井窖中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在这明亮的山洞中 走了两炷香的时间 离火望终于看到了正主 那是一位躺在冰冷地上的 浑身焦黑的人 说是人 倒不如说是一具焦尸 不过从那边射来的视线 让离火望明白 这并不是具尸体 看到这人后 也解答了离火望 刚刚心中的一个疑问 一圈展开的血红色 大千鹿 整个道铺在他的胸口 可以看得出得出 这东西铺了很长时间 铺的竹简都发芽了 一根根带血的竹根 刺穿了他整个身体 从背后挂着各种皮肉的钻处 看到给自己带路的人 恭敬地把手中人皮信双手送上 离火望马上明白 眼前这人在熬井焦的身份 肯定不低 不过这具焦尸体 并没有看静心的人皮信 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离火望 你被扒挥看了 能交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离火望点了点头回答道 没错 说起来每个心宿是个好苗子 因为他们可以容易靠近苦海 可惜他们最后都疯了 对方的语气 从开始带上一丝惋惜 紧接着他看了一眼 离火望腰间的大千鹿 老扶手三 幸会 能否给我讲讲 你是如何进行苍枪登尖 要知道 哪怕就是我们之中 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听到自己是被夸了 但是离火望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离火望隐瞒了一部分后 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手三 对付腊月十八 还真是有些大财小用 好在你也因祸得福了 离火望可不是跟对方聊这个的 见对方能正常交流 便重新把自己这次来的目的 跟他说了一遍 可以 没等离火望高兴一息 后面条件就跟着过来了 不过作为交换 我需要你当着我们的面 再进行苍枪登尖 为何要我这么一个外人 来进行你们交内的仪式 离火望有些无法理解对方的想法 我从来没见过 心速进行苍枪登尖 所以我想看看 也许可以从中找到 窃取八灰力量的办法 窃取八灰力量 离火望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见过八灰 你肯定知道 它有多么的强大 当你注视着它的那一瞬间 难道就没有想过 这股力量自己也可以拥有 听到这话 离火望这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 之前十字庙顶部的那团东西 代表的是八灰 只是因为人 无法完全描述八灰的样子 所以才用那东西来代替 他们利用痛楚 从八灰那换取力量 可是他们却并不崇拜八灰 反而祭拜古神 他们所祭拜的古神同样 渴望窃取 抢夺走八灰的力量 第118章痛楚 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 离火望之前 一直以为熬井教的教徒 是信仰八灰的宗教 可他现在才反应过来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自己猜错了 错得离谱 斟酌了几夕 对头三的说出的话 实在无法理解的离火望 再次开口了 你们凭什么认为自己 能窃取八灰的力量 难道你们真的感觉到不到 它到底有多强 他依然能明白 八灰到底有多强大 这绝对不是几个凡人能做到的 首三目光中 带着坚决地看向面前的离火望 为什么不行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古神可以 我们自然也可以 离火望的脑海中 像之前在十字庙的身体 被火焰包裹的神像 那神像曾经也是凡人 没有理会离火望怎么想 首三依然在自顾自地说着 秃驴们常挂在嘴边的话 佛是过来人 人是未来佛 不论别的 这点我很赞同 他是现在的八灰 可这并不代表 他会是未来的八灰 离火望消化完 这出乎他预料的消息后 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 好吧 你们交跟八灰之间的事情 跟我无关 我们还是说回正式来吧 你们是否真的有办法 解决掉丹阳子 首三点头 怎么样 如何 只要你再次举行苍枪登街 我们就解决掉你的半仙师傅 听到这话 离火望回想起 当初用大迁路 召唤八灰的那一刻 紧接着 他的脸上微微扭曲起来 那是一段极其痛苦的经历 身心的双重痛楚 不是那么好忍受的 每当想起那段经历 离火望心中都会升起 想要自杀的感觉 平复了一下心情 离火望缓缓开口道 我也想 可说的简单 做起来难 我现在办不到 召唤八灰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需要身心双重极度痛苦的共鸣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绪 不是说找到就能找到的 呵呵 首三笑了 非常热心地说道 无妨 看在静心失态的面子 在此事上 我们可以帮你 望着对方那焦黑的笑容 离火望浑身一冷 有过一面之缘的人 沉思了很久后 离火望迟疑地开口说道 首三前辈 这件事情先暂且不提 我能先问问 你们打算用何种办法 来解决单养子 跪焦的 大千鹿 我也有 据我所知 别说驱逐半仙了 这上面 压根就不存在帮助别人的东西 说句实话 离火望并不信任熬紧交 尤其是之前静心 特意给他提了醒之后 呵呵 年轻人 你有些太想当然了 大千鹿 这种东西 当然是要配着别的东西用的 想要尽可能地接近苦海 就必须尽可能地尝试更多 比如你现在这样 我们自然也试过 所谓九病成一 说起智人 这四海八荒内 别人还真不一定能比我们厉害 离火望对病字 几乎都有条件反射了 病 我没病 这也不是病 单羊子现在一部分在我的胃里 一部分真的成仙了 首三眼中带着细血的 看着离火望不断地解释 这就是病 这些道士们 都想成仙想疯了 都成了疯子 这话从企图偷窃 这些扒挥力量的人嘴里说出来 可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面对这人的说辞 离火望虽然心里依然有怀疑 可是他没有说出来 他并不想争辩什么 自己是过来 请这些人摆脱单羊子的 而不是找他们来变精的 只要办法有用 他们就把单羊子叫狗都行 像我这种情况 过去也有很多吗 你们是否给别人知 离火望再次警惕地询问 这是自然 五斗米教的所有分支 都讲究斩三毒 上毒 彭聚 中毒 彭治 下毒 彭敲 所谓固求仙之人 仙去三毒 甜蛋无欲 神尽性宁 积重善 乃成仙 摇头晃脑地说完 他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离火望 当然了 对这些屁话 老夫自然是不幸了 这么多年 半仙 兵解仙这些邪碎我见了不少 可唯独没见什么大罗真仙 那娇黑血红皮肉外翻的手指 举了起来 向着离火望的脑袋 只去 你们这些牛鼻子倒是 都想成仙想疯了 把自己练的人不忍鬼不鬼的 只在乎表面功夫 一点都不知道 力量的本质是什么 面对这番话 离火望没有任何表示 直接对着手三 再次开口了 他用手在自己下摆上的刑具上拍了拍 前辈 信号信号极度痛苦 我自己就可以来 内心痛苦 你怎么帮我 见对方说这话 手三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这年轻人既然说这话 那就相当于同意了 随着他轻轻一扬下巴 身穿灰色袍子的轿重 向着一条洞中隧道走去 没过一会 他带回来一位神色有些憔悴的姑娘 走了回来 这姑娘也跟其他熬紧叫重一样 穿着宽大袍子 戴着高帽 唯一不同的是他脑袋上的帽子 没有盖住眼睛 女人 这跟内心的极度痛苦有关系吗 不过很显然 那年轻姑娘比离火望还要惊讶 一直死死地盯着离火望 大手一推 这扎着辫子的姑娘 顿时被推到了离火望的面前 对方连忙把头低下 双手死死地捏着衣角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离火望透过这姑娘瘦弱的肩膀 看向守三 前辈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了这丫头 你们两人尽快好到秘里调油 随后 让他怀上你的孩子 等到他身怀六甲 你儿子差不多快成型的时候 你破开他的肚子 把你儿子都挖出来 再然后 不行 别往下说了 声音带上一丝颤抖的离火望 打断了对方的话 光听他说 离火望就已经能感觉到 自己的太阳穴不断地胀痛了 心平气和地 跟对方交谈了这么久 差点忘记了 对方是什么货色了 他已经明白 对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 达到极致的痛处 敖锦教的这些人 比单养子 根本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面对离火望的制止 守三明显是会错了意 是吧 你是否也觉得这里度有点轻 不过无妨 首先你已经被八灰看过 再加上老夫 我这里有些灵丹妙药 可以助你更上一层楼 第119章英子 离火望把眼前那姑娘 拉到身后 看着眼前的守三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就是死 我也不会干出这么事情来 扑呲 旁边的一位熬井教仲 忍不住偷笑出声来 别说的那么兴识淡淡 你可是心素 心素怎么了 我是疯子 可我不是丹养子那种 毫无人性的畜生 我绝对不会做出 跟他一样的事情来 守三眼神十分不善地 看着那位信徒 眼露 这很好笑吗 在外人面前 就这么忍不住 那位教仲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很快 他的五官都迅速地粘连了起来 不单单是五官 还有手掌脚掌之间的缝隙 没过一会 守三说的没错 在让人愈合这件事情上 他们非常的在行 那人刚被抬走 表情凝重的李火旺 重新看向了守三 给我在洞里找个住的地方 我自己来想办法 找出极致痛处 另外 我还需要这个女人来服侍我 哼 口气倒不小 老夫并不认为 你能找到什么好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守三还是同意了 李火旺的请求 让手下人的去办了 李火旺被带到了一间 不大不小的洞室内 墙壁虽然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可是洞内的东西非常齐全 什么都有 甚至连茅房都有 而之前那位姑娘 此刻也默默地 跟在李火旺的身后 蜷缩的馒头 从李火旺的下摆下钻了出来 跑进洞内 兴奋的东袖嬉绣着 表情凝重的李火旺 把背上长剑解下来 放在洞内石桌上 虽然刚刚在守三的面前 自己信誓旦旦 可是 想要如何达成 内心极度的痛处 她没有任何头绪 没有极度痛处 就无法召唤八灰 无法达成熬紧交的条件 他们就不会帮忙 清除丹养子 这仿佛就是一条死路 李火旺在洞内不断地转着 转着转着她的目光 看到了门口的少女 忽然间 李火旺眼前一亮 她心中有了一个主意 其实有些事情 未必需要按照他们的思路走 放心 有我在 他们伤害不了你 你过来 我问你些事情 李火旺在一旁的石凳子上拍了拍 可是那站在门口的姑娘 并没有靠近 反而没开始哽咽地哭了起来 哭声越来越大声 颤抖的她 缓缓地蹲在了地上 听着这充满无尽委屈的哭声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看起来 她以为自己早已经是熬紧交的自己人 结果却被当成工具给丢出来用 感到委屈也是正常的 尤其是她看起来 年龄也不大 李火旺走过去 把她搀扶到了石凳边 看着哽咽的她策反道 他们那些东西 完全没有把你当成人 你还打算待在这鬼地方 不如帮我 只要你帮我达成我的目的 我保证 只要我能活着离开 我家都没了 什么 都没了 你家怎么了 李火旺声音变得很轻 她对少女现在的感觉 非常的感同身受 山下那个镇子就是 听到这话 李火旺顿时心中一紧 那座残破的死镇 这姑娘 恐怕是那死镇中的少有的幸存者 我爹我娘 还有我三个姐姐 两个弟弟都没了 他们都死了 这少女把脑袋垂垂的 泪水不断滴落在她死死握紧的双手 那镇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人 又或者说是什么东西 灭了整个镇 李火旺刚一开口 就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话了 现在提这个 就是在往她伤口处撒烟 没地方去没关系 那就跟着我吧 我那里有很多兄弟姐妹 大家一块找活路 到时候 你可以加入进来 我们姑娘家只有两个 本来就少 杨胜英衰 你家进去 刚好可以凑三个 刚好可以平衡一点 安慰了一会后 看到对方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感觉气氛差不多了 李火旺便问道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他们不信任李火旺 李火旺自然也不信任他们 吃一欠长一智 李火旺不打算按照他们的套路来 如果自己想办法 把凹井叫解除 单养子的办法弄到手 那就根本不用什么狗屁极致的痛楚 自己就可以动手解决掉单养子 听到李火旺的话 少女轻轻地点了点头 依然把头捶得低低的 四年了 见对方开口了 李火旺开始觉得 循序渐进慢慢来 这么长的时间 你对这里 应该有了一定了解吧 能跟我说说吗 什么都行 带着伤疤的手揉捏着 不断揉捏着衣角 凹井叫 本来是两个叫 一个信仰古神 一个信仰八辉的 后来 古神吸收了一部分八辉的力量 然后两个叫就合在一起了 嗯 这是事实的 还是凹井叫的书上记录的猜测 此刻李火旺 有种听神话故事的感觉 这个故事给他的感觉非常的不真实 我也不知道 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进来的时候 两种叫已经合并了 少女悄悄地抬头看了李火旺一眼 又重新低下了 根本不敢跟李火旺有任何的视线接触 没事 你接着说 对了 还没问你名字呢 他们叫我儿九 而九 首三 还有之前的眼四 凹井叫的人 怎么都是人的器官加数字 李火旺对着一点有些奇怪 感觉并不像是道士的道号 你之前的名字叫什么 姜英子 那好 我以后就叫你英子了 英子 这四年年 你在凹井叫内 看见过那些人给别人治病吗 英子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看见过几次 都治好了 应该吧 反正 后来他们都走了 听起来 这些人还真有能力 李火旺心中暗道 这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们没有骗自己 凹井叫 确实大概率有能力解决掉丹阳子 那好 英子 我再问一个问题 凹井叫除了大千鹿的自残仪式外 他们可有别的什么功法神通吗 第120章伤口 那好 英子 我再问一个问题 凹井叫除了大千鹿的自残仪式外 他们可有别的什么功法神通吗 听到李火旺的话 英子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为难 有 但是恩公 你要我现在交给你 实在办不到 他们都跟大千鹿一样 都必须手边有东西才能用 首三前辈肯定不会给你的 所有都必须要有书才行 这是什么古怪的教派 李火旺心中暗暴 那我再问你 像这些书是谁写的呢 听说是在山洞里的大长老写的 所有的书都是他们写的 大长老看到李火旺一脸的疑惑 英子又补了一句 其他人都要用书 可我听说大长老们就不用 任何神通 他们信手拈来 不过 我没见过 哦 是这样 李火旺点了点头 这么看来 首三并不是熬井叫的领头人 在这教内 他顶多算得上是中层 大长老平时出来吗 不出来 他们平时都不问世事的 我来了四年 只见过一次 等等 那些大长老 既然举行仪式 不需要大迁路 那岂不是说 他们可以随时借用八辉的力量 刚想到这 李火旺又马上的摇了摇头 不对 召唤八辉需要代价的 而且是非常惨痛的代价 他只对极致的痛楚感兴趣 不是那么好借用的 英子有些不安的 看了一眼正在沉思的李火旺 问公 你问这个干什么 李火旺顿时心中意紧 紧接装作语气平静地说道道 你也知道我在跟他们做交易 我这是第一次跟敖井教接触 所以就想多了解一下 免得被人骗了 虽然说早已经打定了主意 利用英子来打探敖井教的信息 但是李火旺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 眼前这位只认识不到半天的女孩 看起来这姑娘是被敖井教迫害了整整四年多 再加上这一次 她被直接当成炮灰来送死 按理来说 她应该不可能跟敖井教尿到一壶去 不太可能出卖自己 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李火旺不想赌 哪怕就是有一丝的可能也不敢赌 赌输了 可是要命的事情 直接告诉她 自己打算要在敖井教内搞事 风险太大了 万一她为了自保 转身把自己的计划告诉首三 那就彻底完了 恩公 你当真跟他们交易吗 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李火旺点了点头 当然 我知道 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很危险 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用 他们的交易 看起来很公平 我没必要拒绝 这一点 李火旺倒没有骗对方 她打算双管齐下 一边找到诞生极致内心痛楚的办法 一边尝试窃取敖井教治疗自己的办法 不管是合作还是窃取 只要能把自己身上 逐渐影响自己的单养子去掉 怎么都行 当天晚上 李火旺跟英子聊了很多 一直聊到了深夜 从她的口中 李火旺得知了很多关于敖井教的事情 也对这个宗教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些人很少跟外界接触 他们的最高教义 就是想尽办法 寻找到窃取八辉的办法 最终跟他们的神一样 取而代之 而且据她所说 敖井教虽然残酷血腥 可是他们格外的守规矩 就连自虐的刑具用完后 都要洗干净 整整齐齐的摆好 信奉着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敖井教破坏教规是个大忌 李火旺还得知 敖井教是个大教 他们跟郑德寺 以及安慈安不一样 这种据点 只有其中一处罢了 滴答网 像这样的地点 他们有五处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每年农历的6月13 他们都会聚集一次 相互分享心得 深夜 李火旺眉头紧锁地思索着 英子的消息 让他对整个敖井教 了解得更全面 也让他明白 自己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这两种办法 无论哪一种 都有点难办 李自语的说道语的说道 什么两种 英子疑惑地问道 相比之前的战战兢兢 跟之后的情绪崩溃 他现在看起来稳定多了 没什么 睡觉吧 李火旺站起来 向着一旁的石床走去 英子什么话都没说 默默地跟了上去 在这危险的地方 李火旺没时间 想那些有的没的 而且让对方 跟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其实也不乏试探的意思 他极度厌恶排斥的 丹养子 在这个时候 又起到了保险司的作用 当天晚上 昏昏沉沉中 激烈的犬肺 吵醒了李火旺 当他迅速点亮油灯 就看到馒头在床边 对着床上狂吠 见李火旺醒了 馒头连忙停了下来 对着他 开始摇头晃脑地 摇起了尾巴 五 李火旺看了一眼身旁 睡眼惺忪地 坐起来的英子 爹 怎么了 咱们家的狗怎么叫了 等他清醒过来后 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脸上顿时露出少许的尴尬 我刚刚做梦梦到 我在家过年了 他的表情是无比的真实 看起来 仿佛真的跟刚醒来一样 李火旺看了他一眼 又环视了一周冷清的洞内 他伸出右手 用两根弯曲指头 夹住馒头后颈处的皮肉 直接把他拎到了床上 睡吧 没事 李火旺把狗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重新闭上了眼睛 嗯 英子轻轻应了一声 又重新在李火旺身边躺下 屋内重新回归非暗 李火旺倾听着身边的 平缓的呼吸声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跟我躺一块 当真没事吗 李火旺的话刚说完 他就听到 身旁传来布料被退下的声音 我现在连女人都算不上了 跟恩公你躺在一块 又算得了什么呢 要是恩公不嫌弃 你随意 油灯的火光 照亮了屋内的一切 李火旺震撼地看着英子 那心好心好的身体 女人该有的东西 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了 只剩下两个晚大的争鸣伤疤 除此之外 他那稚嫩的身体上 到处都是各种形式的伤口 有的甚至还在流浓 第120章杨娜 这么一具 极具视觉冲击的身体 摆在李火旺面前 让他感觉到十分的震撼 这些都是他们给你弄的 李火旺的声音中 带上了一丝颤抖 心中对熬井娇的厌恶 又加重一分 刚开始试 后来有些是我自己弄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入教内 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鹰子平静地把大袍重新穿上 紧接着 他的脸上露出些许的讥讽 我一直以为 已牺牲了如此多 我已经彻底融入进去 可是没想到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他们眼中 我根本不是一家人 只是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东西罢了 李火旺想说点什么 可是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重新躺了下来 放心 我会带着你 离开这鬼地方的 你可以重新开始 这一次 鹰子并没有回答什么 李火旺明白 自己轻飘飘地 一句话什么 都解决不了 他开始不了 他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 搭 一条湿漉漉的舌头 忽然舔到了李火旺的脸上 那是他怀里馒头的舌头 李火旺按住了他的狗头 眼睛眼睛大睁无视地 看着头顶的黑暗 第二天醒来 门口已经有人端来早餐了 红薯粥配上杂粮饼子 把他们送来的饭菜 先给馒头吃了一些 发现没毒后 李火旺便带着鹰子 一同吃了起来 今天 李火旺并没有在询问鹰子什么 他在敖井教的地位比较低 知道的东西 都是一些普通的东西 自己出去看看 说不到更能寻找到机会 如果首三发问 李火旺理由都想好了 他想学学这些人 是如何制造痛楚的 在鹰子的带领下 李火旺在整个洞内逛了起来 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真的守规矩 还是说 失态地兴起到了作用 面对李火旺的随意移动 敖井教众们并没有阻拦 只是死死地注视着他 此刻李火旺越发敏锐的感知 让他察觉到 这些人的注视中 不单单只是警惕跟好奇 还有别的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感 不过很快 李火旺就顾不上其他人的视线里 洞内的画面 让他的眼角直跳 如果佛教的十八层地狱 真的存在 那一定是这里 包皮 腰斩 车链 巨物形 凌迟 各种各样的见所未见的酷刑 让李火旺的早饭 在胃里不断翻涌 浓郁的血腥味 直冲鼻腔 好不容易走出了 这惨叫跟血肉撕裂声的形成的区域 还没等扶强的李火旺松半口气 一个拿着风车的小人影 从前方跑过 那是个穿着虎头鞋 带着虎头帽的小男孩 他举着手中的指风车大笑着 爹 你可真慢 在他身后 有着一位穿着袍子的敖井叫重 张开那满是伤疤地追了上来的 儿子 你跑得可真快 看着他们结伴远去 李火旺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这帮疯子 他们就难道没有心吗 前面带路的英子 侧过头来 看了一眼李火旺 什么都没说 继续往前走 恩公 您昨晚似乎对敖井叫的其他书感兴趣 如果要的话 我的书可以给您 您看如何 英子的话说了半天 却发现没有任何回忆 等他回过神来 就发现那红衣道人 正在表情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该死的 又来了 李火旺感觉到四周天塌地线的一切 他知道那幻觉又要出现了 恩公 恩公 你这是怎么了 将英子连忙回头 李火旺眼睁睁地看着英子 扭曲变成了一位护士的样子 把舌头卷进去 乖 别再咬到舌头了 他对着李火旺说道 看到李火旺愣愣愣地看着自己 并没有再胡言乱语 那护士惋惜地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李火旺扭头看向窗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等等 在那边 我还在外面呢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警觉起来的李火旺 连忙与急促地说道道 英子 你听说我 现在赶紧把我带回到屋内 拿绳子给我捆 火旺 李火旺下意识地一抬头 就看到了门口泪眼婆娑的杨娜 她依然是那一身简单的打扮 白色的毛衣 配上牛仔裤 腰间还垮上了一个女士小胯包 火旺 你对我的声音有反应了 你清醒了对吗 你认得我了对吗 杨娜跑了过来 一把握住了李火旺的手 感受着那熟悉的触感 李火旺的脑子里 很乱很乱 几乎是下意识地举动 她僵在了原地 假装正在发病 再次呼喊了几下后 杨娜的眼神 从激动 逐渐向极度失望滑落 她那长长的睫毛上 沾上了点点泪珠 轻柔的声音 带上一丝颤抖 火旺 你个大骗子 我们说好 一起上大学的 为什么我都上大一了 你还不醒来 听到这话 李火旺心中一痛 她知道这是幻觉 可是她真的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娜娜 对不起 听到这话 杨娜的眼神 从极度失望 逐渐转变成极度惊喜 她扑在李火旺身上 痛哭起来 对不起 我其实真的很想来看你 可是 自从你上电视后 我爸我妈他们禁止 让我来找你了 我今天好不容易才过来一趟 李火旺轻轻地抱了住杨娜后 又把她推开了 娜娜 你爸说的没错 你以后别来了 我怕我真的忍不住 还有半截话 李火旺埋在了心里 我怕我真的忍不住 又把这边当成了真的 杨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 好似晴天霹雳 当头一击 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 浇了一盆凉水 待在了那里 她怎么也没想到 李火旺好不容易清醒过来 刚开口 居然说的是这话 下一秒 忽然她回过神来 举起自己装手机的小胯包 披头盖脸地 向着李火旺砸了过来 她一边哭喊一边喊 你说这话 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 我爸妈劝我放弃 我弟弟劝我放弃 我闺蜜劝我放弃 现在就连你也让我放弃 我真的坚持得很累了 你为什么 还要再补上一刀 你说过喜欢我的 我不想放弃 第121章巧克力 感受着胯包 砸在自己脸上的力度 听到了杨娜娜喊中的痛苦 李火旺此刻也感同身受 感到同样痛苦的她 伸出双手 死死地搂住眼前的少女 娜娜 你别这样 我求你了 感觉到久违地拥抱 激动的杨娜 逐渐停了下来 她把脑袋 靠在李火旺的肩膀上 默默地流泪 她们这一刻 仿佛再次回到了 几年前的学校天台上 当时的她们 也是这样傻傻地抱在一起 一直待到天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杨娜依恋地靠在李火旺的身上 她现在就想让这个时间更长一点 可是她很快感觉到 一双手按在自己腰上 开始逐渐用力 想要推开自己 杨娜双手使劲地抱住李火旺 企图不想要分开 但她的力气 显然没有李火旺的力气大 最终还是被推开了 看着眼前的少女 那双发红的眼睛 李火旺张了张嘴 又停了下来 表情露出难色 斟酌了许久后 一脸平静的她 最终开口说道 娜娜答应我好吗 假如那一天我不在了 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好 杨娜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不要你来决定我的选择 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 我做什么选择 跟你无关 你要是一直不醒过来 我就一直等下去 说完 杨娜一拎起背包 一转身 气冲冲地向着外面奔去 就在她走在门口的时候 萧瘦的身体 却又停了下来 杨娜面带犹豫地想了几秒后 她又转过身来 哒哒哒地走到病床边 伸手从胯包里 掏出一小袋巧克力 冷着脸递到了李火旺的面前 看着那一小袋精致的巧克力 李火旺看着杨娜说道 今天几月几号 为什么要送我巧克力 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的杨娜 很显然并不想理会李火旺 奋力地拆起巧克力包装袋来 掏出一颗九星巧克力来后 一点都不淑女的 掐住李火旺的腮帮子 就这么硬塞进她的嘴里 感觉到嘴里甜丝丝的感觉 李火旺笑了 娜娜 你这是干嘛呢 她不想再尝试劝说什么 既然都是幻觉 那劝不劝也没什么必要了 反正自己穿越过来之后 那边的事情究竟如何 自己也无法做任何选择了 李火旺这一笑 病房刚刚还有些紧张的气氛 顿时缓和了很多 笑什么笑 不准笑 杨娜拎起胯包 搭在了李火旺的肩膀上 死 你轻点 很痛的 倒吸一口凉气的李火旺 用手捂住自己的肩膀 切 挨着一下就怕痛 那你脸上中枪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痛啊 你看看 你现在脸上都成什么样子了 杨娜从胯包中 掏出戴隐形眼镜的小镜子 嫌弃地对到李火旺的眼前 这是李火旺 第一次在这边看到自己的脸上 在幻觉中 自己依然还是那个青涩的少年 可那张充满朝气的脸上 却被一条伤疤给撕裂成了两半 那条猙獰伤疤 从左上到右下 横跨了李火旺的整张脸 把他整个脸人的气质 都彻底改变了 李火旺用手摸了摸 感受着伤疤特有的粗糙感 他明白这伤疤是哪来的 这是那天在幼儿园 被狙击子弹擦出来的 这幻觉还真挺讲逻辑的 李火旺心中暗暴 小镜子被抽了回来 杨娜秀眉微皱地 看着眼前的李火旺 想什么呢 觉得我嫌弃你毁容了吗 我连神经病都不嫌弃 你觉得我还会在意这个吗 李火旺笑着摇了摇头 伸手抓起白色备单上的巧克力袋 先从里面掏出一枚 来塞进自己嘴里 紧接着他又掏出一颗 向着杨娜递去 你也吃一颗吧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吃零食 杨娜摇了摇头 你吃吧 我在外面想吃 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你在这里面 想吃到这个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火旺点了点头 掏出一颗酒星巧克力 塞进嘴里轻轻一咬 丝丝甜蜜 瞬间包裹住了他的舌头 确实 这种味道我真是 好久没尝到了 好久好久 李火旺的眼中 流露出深深的思念 他彻底回不去了 只能再依靠着虚假的幻觉 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 杨娜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一丝心疼 用手握住对方的手 你想吃 以后我天天给你买 我现在上大学了 我爸给我可多生活费了 足足有两千五呢 而且 我平时休假的时候 做做兼职 你想吃什么样的巧克力 我都可以给你买 可是只是我不知道 下次我带巧克力来的时候 你究竟是不是还是清醒 杨娜的这句话 让刚刚有些活跃的气氛 迅速变冷了 斟酌了几秒后 李火旺把口中的巧克力咽下去 看着眼前的少女 刚决定说点什么 却莫名地咳嗽了起来 哎呀 吃慢点 小学那会我就跟你说了 别在东西的时候说话 怎么样 呛着了吧 我去开水房 给你倒点水去 杨娜说着 拿去旁边桌子上的茶杯 就向着外面走去 嗨嗨 李火旺剧烈地咳嗽起来 伴随着咳嗽 从胃部到喉咙 全是火辣辣的剧痛 不对 不对劲 现实那边肯定出问题了 想到这儿的李火旺 猛地抬起头来 眼中带着阴冷地死死地盯着杨娜的背影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 给我吃了什么 啊 一股钻心的疼痛 瞬间从李火旺的胃部爆开 他感觉自己 仿佛胃里有一只活蹦乱跳的刺吻 四处乱撞 剧疼之下 四周的一切 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 温暖的阳光 明亮的病房 一切的一切 都开始褪色 当李火旺感觉到 自己再次回到那山洞之内 发现自己面前全是血 自己呕吐出来的血 满脸铜红青筋抱起的他 双手握住了自己的脖子 跪在地上 身体整个工程虾 哦 一大摊东西 被他再次呕吐了出来 混杂着夹杂着些许黑色的血水中 包含着少量碎肉 一些断裂的细小的黑色触手 还有一些生锈的铁钉子 第122章是谁 这些相互揉成团的铁钉子 看起来像某种暗器 当看到这些东西 被自己吐出来 李火旺马上明白过来 自己刚刚吃的酒星巧克力 就是这些东西 他刚抬起右手 顿时感觉肩膀一疼 李火旺颤抖向着自己的胳膊看去 发现上面上出现了一道 可以看到森森白骨的伤口 那位置 刚好就是之前杨娜拿胯包 砸自己的地方 有人想趁我刚刚陷入幻觉的时候 杀了我 李火旺瞬间明白过来了 强忍着痛苦 李火旺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 看向四周 结果发现 那一排排敖井教众们 如同墓碑般树立在原地 沉默看着自己 李火旺表情一宁 单手向后一摸 大千鹿迅速在地上铺开 从他嘴角流下的血液 不断滴在这红色竹简上 呛的一声 李火旺拔出长剑 指向四周的敖井教众们 你们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们的守规矩 真的觉得 我是软柿子随便捏吗 李火旺怒吼着 李火旺的声音在洞内回荡 却没有引来任何一人发问 所以 老井教众依然站在原地 又那讥讽好奇 跟疑惑的目光 看着李火旺 就在李火旺 以为他们打算 跟自己与死亡破的时候 泪眼汪汪的鹰子 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吃力地把他搀扶起来 恩公 我们走 我们快走 你别跟他们对事 将鹰子声音带着交集 向着浑身是血的李火旺催促道 李火旺把目光投向来一旁的鹰子 冷冰冰的眼神 看他跟着其他人 分明没有任何区别 缓缓地从腰间的葫芦里 倒出几颗润血丹 放进自己的嘴里 就这样被鹰子搀扶着 穿过其他人的注视 李火旺重新回到了 属于自己的那间洞穴 体内的疼痛依然没有消减 李火旺当然知道 吃了那东西 自己的胃部跟食道 肯定一塌糊涂 然而 他现在并不能做什么 只能躺在床上硬挺着 等着自己的 有着加强恢复能力的身体自愈 等安静下来后 李火旺发现自己的 不但身体内部有伤 连身体上也有刀伤 看起来自己被人砍过 回想起之前的幻觉 刚好可以跟杨娜拿夸包砸 自己对得上 一旁的鹰子 看着李火旺的伤口 表情带着些许的挣扎 他从袍子内 掏出一本被辣包裹的书 恩公 你忍着点 我来帮我疗伤 他刚要靠近 李火旺右手猛的地一挥 把那辣书甩飞了出去 刚刚我身边只有你在 你告诉我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鹰子颤抖的双手 死死地握住自己的袍子 看起来十分的惊慌 我 我不能说他们会杀了我的 李火旺看着眼前 一直垂着脑袋的鹰子 他这才发现自己 从认识他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对方对视过 你抬头来 看看我 听到李火旺的话 鹰子显得更加的忐忑不安 一直低着脑袋的他 视线不断地躲闪 始终不敢跟李火旺对视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是不是压根就是那些人 埋伏在我身边的卧底 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 其实根本就是瞎编的对吧 你们这些自虐成性的恶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鹰子的呼吸很乱 他仿佛在忍耐什么 既然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那么 刚刚到底是谁伤的我 说啊 你们这些人不是讲规矩吗 这就是你们的讲规矩 你们不作恶 会死吗 听到这话 鹰子表情极度地挣扎 连嘴唇都已经咬拽起来 就在他刚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李火旺跟鹰子同时一扭头 就看到一黑袍一白袍的 两位两米多高的 熬紧叫重 好似门绳盘 沉默地站在那里 鹰子很明显比李火旺 了解这两巨人 代表什么含义 他身体颤抖地 向着门口走了出去 搞什么名堂 连装都不装一下 这是彻底撕破脸了吗 李火旺重新把眼睛闭上 企图尽可能恢复 不能让伤口再恶化下去了 再恶化下去 丹阳子就要出来了 忽然 他感觉到 自己的伤口上有动静 等他张开眼睛 才发现那是馒头 捶着两只耳朵的馒头 悄悄地靠了过来 轻轻地用舌头 舔着李火旺身上的伤 馒头啊 馒头 下次你还是别守家了 就跟着我吧 我身边真的缺不了人啊 李火旺用手摸着馒头的狗脑 喃喃自语地说道 忽然 馒头那消瘦的身体 猛地一缩 脑袋向着门口看去 发现什么都没有后 继续低下头来 舔着李火旺身上的伤口 李火旺眉头紧锁地 同样看向了门口 他明白 刚刚馒头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听到了惨叫声 听觉加强了很多的李火旺 同样也听到了 那细小的声音 那听起来 仿佛是女人的惨叫声 联想到之前被带走了鹰子 那惨叫声是谁的 一点都不难猜 李火旺眼中露出一丝犹豫 最终 他还是用手在狗背上一按 李火旺咬着牙 忍着剧痛站了起来 这一天天的 净是事 就不能让我好好协会吗 摇摆着好似破麻袋般的身体 李火旺向着外面缓缓挪去 惨叫声越来越大 最终 李火旺在一处 宽阔到有回声的溶洞内 找到了他们 两把带刺的钩子 从他琵琶骨穿过 把浑身心号心号的他 整个掉了起来 刚刚那位两米多高的白袍 凹紧叫中 正在拿着两把薄如蝉翼的刀片 正在给他凌迟 他的左手 已经被剃得只剩骨头了 白森森的手骨 随着鹰子的惨叫 颤抖晃来晃去 搜 李火旺的一根指甲飞了出去 直接斩断了 挂住鹰子的锁链 浑身血肉模糊的少女 就这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李火旺走到他前面 替他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 紧接着 他对着一旁的浑身焦黑的手三 严厉地质问道 你们熬紧叫的人 把说话当放屁 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问你 我们的交易 到底还算不算数 手三看着李火旺出现在这里 实在有些意外 紧接着 他面带一丝玩味 失态的面子 我还是要给他 我们当然说话算数 交易依然有效 第123章治疗 看着手三 语气非常淡定地说出这些话 李火旺开口回复道 好 我再信你一次 像今天的事情 我不想再发生 否则把我惹急了 大不了 我把身体让给单样子 大家一块完蛋 听到李火旺的威胁 手三脸上带上了一丝不悦 可是他十分忌讳地 打量着李火旺 最终什么都没有表示 在一种熬紧较重的注视下 李火旺伸手把地上英子搀扶起来 拉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去 等到他们离开后 手三扭头看向身旁一位 完全没有任何特点的熬紧较重 压低声音问道 身本忧长老 你也看到了 不打算做点什么 英子口中的神秘莫测的大长老 居然就在现场 那人的目光 一直盯着李火旺离去的方向 不行 这星宿跟别的星宿还不太一样 你之前也看过他的能力 他比其他星宿危险得多 先稳住他 我花时间仔细瞧瞧后 摸清底细再做决定 是 属下知道了 重新回到屋内的李火旺 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直接瘫倒在地上 只剩一只胳膊的英子 犹豫地站在那里 当他看到李火旺身体 还在不断流血后 小心地靠过来 恩公 你没事吧 哼哼 没事 死不了 听到这话 英子的眼睛坚定起来 向着一旁地上 贝拉包裹的书走去 他单手拿着书 跪倒在李火旺的面前 轻声说道 恩公 你忍一下 我来帮你疗伤 说完 他举起手中的书 吟唱起来 声音非常的古怪 好似用人声 模仿火焰燃烧发出的声音 呼 英子手中的整本蜡书 直接燃烧起来 被火焰烧化的白蜡 包裹着火焰 直接滴在李火旺的伤口中 刺拉声响起 李火旺再次闻到了 那熟悉的味道 当英子把手中的书 举过头顶 李火旺身体上 那着火的蜡油 好似活了过来一般 开始在李火旺的身体上 蠕动起来 就像一条着火的鼻涕虫 随着这东西 在李火旺的身体上爬过 白蜡从李火旺的身体上冒起 留下一道道 被烤焦的痕迹 这不单单只是止血 皮肉相互粘练的烧伤 覆盖了那些深刻见骨的伤口 趴着趴着 那东西就把李火旺的身体 趴了一个遍 身上的伤 已经盖得七七八八了 不过代价 就是获得痛绝加倍的李火旺 疼得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咬断 汗水让他此刻看起来 仿佛被雨淋过一般 然而这还没完 探着这好似火炎油的东西 顺着皮肤 向着自己脸上爬来时 倒吸一口凉气的李火旺 下意识地把脑袋向后仰 哼 这种疗伤方式 可真要命 急速地呼吸了几下 李火旺心一横 张开了嘴巴 直接抓起胸口的火炎油 向着自己嘴里塞去 下一刻 李火旺感受到了 吞下一大口岩浆 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能感觉到 这团岩浆 顺着自己的喉咙 逐渐向着石道爬去 刺拉声不断 滚滚白烟 从李火旺的嘴巴 跟鼻子中飘了出来 那种极度的灼烧感 疼得李火旺 捂住自己的肚子 满地打滚 当感觉到那东西快到位了 颤抖不已的李火旺 连忙向着一旁的鹰子示意 喂 不用 里面有东西 那火炎油抖不过 虽然鹰子有些不理解 李火旺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还是照办了 火炎油从李火旺的嘴里 爬出来后 在火炎油的包裹下 他的断臂的缺口 也开始逐渐愈合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那火炎油重心爬到了书上 重新包裹住书面 随着火焰散去 蜡迅速凝固 那书重新回归原来的样子 疼吗 李火旺看着冒着冷汗的鹰子说道 怎么能不疼 可是跟我弟弟妹妹死的那天比 这点痛 根本什么都算不上 李火旺点了点头 是啊 身痛还能忍受 可是心痛真的忍受不了 变成了独臂的鹰子 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搀扶起他 向着床边走去 李火旺看着鹰子的侧脸 实在有些猜不透 对方到底什么用意 他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的相互矛盾 紧接着 他想起之前守三说的话 也不知道对方的话 有多少可信度 既然都说了 那应该不会再动手了吧 两人重新躺下后 身体受伤的李火旺 几乎是沾枕头就着 昏昏沉沉中 李火旺做梦了 梦到了很多很多 不过 等他再次醒来后 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等他睁开眼睛时 就看到馒头 正在兴奋地对着鹰子打转 呜呜声满是讨好的意思 你跟他怎么一下子 关系这么好了 李火旺走到石桌前 开始大口大口地 吃起早饭来 鹰子表情 十点复杂地看着馒头 用手摸着他那发白的四足 我想起来了 他是我街坊的狗 那年老狗生了七只 他是其中之一 我以为他肯定也死定了 没想到 他竟然还活下来了 看着兴奋地 舔着鹰子手的馒头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那么大的一座镇子 杀得只剩一人一狗 这该死的世道啊 恩公 你说他为何要杀了我们呢 他是神通广大的仙人 而我们在他眼里 连吃蚂蚁都不如 难道仅仅只是 因为我们爱着他的眼了吗 鹰子的声音 带上了一丝颤抖 他在努力地压制住 心中的情绪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这谁知道呢 这是世道就是这样 好人不偿命祸害活千年 李火旺跟鹰子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两人的关系 经过昨天的经历 稍微拉近了一些 对了 你给我治病的书叫什么 李火旺发现 那东西 还真的蛮好用的 虽说治疗的过程中 非常痛苦 火炎油爬过的地方 还会留下恐怖的伤疤 李火旺发现 睡了一觉后 居然真的好得七七八八了 鹰子把那蜡书 从袍子里拿了出来 双手递给了李火旺 火傲真惊 恩公需要的话 就给您了